法医主任 第211集 当王洛踏进这个房间的时候,整个身子都不由得想要匍匐前进,完全不敢直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 而他更感觉,几乎自己瞬间成为了房间所有人的焦点。 这房间里面有着一张大圆桌,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国菜,让人看起来十分的有食欲,更是飘香四溢。 而这四人乘互相面对面,两两而坐,四人穿的都是十分得体的中山装。 左边第一位的岁数看起来是在场所有人里最大的,它有着一对八字胡,头发也早已花白。 但手上有着不少的老姐,言行举止都非常的坑香有力,并没有如同老年时状态的那般老太龙中。 他将目光转移到王洛身上,眯起眼睛打亮。 而左边第二位则不一样,他的左眼失去了一颗瞳孔,只剩下眼白,乍一看有些吓人,但其说起话来却十分的自然。 谈笑风声时更为和蔼可亲,看着王洛的同时抱有颇为欣赏的意味。 右边第一位穿着一身看起来较旧的中山装,高大的身影散发着淡淡的威严。 一张瘦条脸上,栽着一些很不稠密的胡须,眉毛也很淡,唯独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擒着淡淡的笑容,压根就没有看向王洛,而是自顾自地夹菜吃饭。 最后一位则主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中等个子,两条眉毛又弯又黑,显得憨态可居。 一张古铜色的老脸上,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丝淡淡的病态,似乎精神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鼻子上架着一副方块的老花镜,他主动站起身子迎接王洛和墨天庸,也是先前说了请进二字的那人。 墨天庸见王洛有些反应不过来,便轻轻地将手搭在了王洛的肩膀上,随后笑着看向大圆桌,开口说道, 各位爷爷,好久不见了。 小沫啊,起身迎接两人的老者,笑眉眉地开口,说道, 快坐下,快坐下,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墨天庸摆出一副拘谨的样子连忙摆手,恭敬地说道, 张爷爷,我先给您介绍介绍,残的理儿可不能丢了。 被墨天庸称为张爷爷的老者,文言微微点了点头,笑着坐了下去。 站在我旁边这小子,是小女的男朋友,叫…… 墨天庸笑着介绍网络,但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这么大的人呢,连自我介绍都不会,这要是在咱们那个年代,上不了台面。 那一直在自顾自吃饭的右边第一位老者,突然开口,语气听起来虽然不大不小,但能够听得出来一丝丝嘲讽。 文言,墨天庸和王洛一愣,随后前者便笑着对打断自己说话的老者说, 说吧,墨天庸便十分自觉地端起桌上的一杯小酒,轻轻地灌入了自己的嘴中。 健壮,那老者的表情才缓和了一些,随后又将目光看向了王洛,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 王洛看着身旁的墨天庸将酒杯里的烈酒灌入胃里,不知为何,他全身上下都淡定了一些, 捋了捋自己的衣物,朝着面前的四个老者鞠了一躬,低着头说道, 各位爷爷好,我叫王洛,今年二十三岁,出身机关家庭,早年去国外留学, 学了一套法医的路子,如今归来不懂规矩,望几位爷爷还寒。 说这话的时候,王洛特意将语气降到最低,至少让人听了颇为舒服,不会产生什么意见。 嗯,快坐下,快坐下。 一旁的张爷爷见王洛介绍完,便直接打了个合场,白手示意。 凡事不过三,这第二次开口,墨天庸便拉着王洛坐了下去,脸上的表情始终保持温和。 这毛头小子看起来还不错,可这法医的道可不太好走,怎么不考个规规矩矩的公务员进来机关做事呢? 为国家出一份力也不错呀。 那张爷爷好奇地开口,对王洛问道, 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重阳美外,我们这些老家伙,过时路。 这时,坐在圆桌左边的另外一位老者开口,他抚摸着自己的八字弧,双眼眯起。 剑国爷说笑了,小孩子自然都要跟得上时代,不然没有立足之地,毕竟人各有志嘛。 墨天庸回应道,那剑国爷听墨天庸对自己搭讪,却是淡默一笑,继续说道, 你这小子又不是人肚里的蛔虫,也跟我们这些老一辈隔得不太久远,怎么就胡乱帮善了呢? 这一口地地道道的腔调里面,可有着不少的压迫之感传出。 墨天庸像是见惯了这种场面一样,只是装作一副颇为憨厚的表情,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剑国爷说笑了,王洛突然接过话茬开口, 我这类人从小也是在咱们国家熏陶之下成长的,自然对这片泱泱国土留恋无比, 去国外只是为了加深脑子里面的知识,学习学习他们的文化, 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我这不也是换了一种方式爱国吗? 您说呢? 墨天庸文言都有地瞪了王洛一眼,他可没有想到王洛敢这般反驳在座几人的话。 要说对话的方式,王洛肯定不是那种什么气氛都适合的人, 若是他一不小心用了几位爷爷不爱听的语气说话, 那这第一印象可就坏极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那称为建国爷的人听了王洛一言, 竟是拍了拍手掌,对王洛微微点头赞叹道。 你这想法倒是不错, 显他人之先,报我国之力, 可谓聪明之举啊。 王洛连忙开口道谢, 谬赞,谬赞了。 之前他敢于说出那番话的时候, 甚至连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毕竟他也知道这种场合说话方式的重要性, 但也知道,若是自己今天像一个哑巴一样畏畏缩缩, 恐怕事情会更加的不尽人意。 于是王洛心中便抱了另外一种心态, 反正横竖都是死, 何不随着自己的想法来呢? 各位爷爷, 怎么没见到我父亲上席啊? 墨天庸见话题停了下来, 便主动恭敬地开口问道。 那四位老者纷纷对视一眼, 左边最后一位还没有说话的老者开口, 他眨了眨自己的双眼, 说道, 墨老头说是要自己做几个菜, 回忆回忆那时候在宫里的手艺, 今儿快有口福了。 墨天庸闻言却是一惊, 浅静眼, 我那老父亲可还有这般手艺, 为何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 怕是他一不小心伤了自己, 后辈们见了难过。 臭小子, 一回来就说些不好听的话。 墨天庸话音刚落, 门口便传来了一道浑厚的声音, 引得所有人目光转移而去。 只见一位披着大军衣的老者, 站在房间的门口, 手中端着一锅瓷器, 里面装着不少的珍贵肉品, 例如鲍鱼等等名贵产物。 这老者浑身上下, 散发出一股与其他人不同的威严, 他那一副正气凛然的国字脸, 让人看了不禁有些双腿发软, 只不过脸上与正常人无异, 有着岁月带来的皱纹痕迹, 减弱了几分威慑力。 尽管如此, 老者身上穿着的一身旧大衣, 依旧带来了几分肃杀之气, 看起来像是他有意为之。 父亲。 墨天庸见到此人, 连忙站起身子鞠了一躬, 十分懂事地断过了面前那人手中的瓷器。 王洛见状也跟着站起了身子, 此时他的双腿却不由自主地有些发软, 完全不敢直视着进来的人, 目光略为闪躲, 像他这种见多了生死之事的人, 能够算得上是面对任何场合都不会害怕, 却在今日踏入这中南大院以来, 隐隐有一种随时随地都会失去淡定的感觉。 墨老头, 你这做了什么好吃的过来? 怎么乍一看有些像? 见墨天庸将手中装着食物的瓷器端放在桌上, 那看似和蔼的张爷爷不由地开口, 好奇地问道, 张老头, 叫你平日里只会吃不会认, 这玩意儿我可听我那后辈说过, 好像是什么, 什么? 牛爷爷扎了扎嘴, 淡淡地翘起嘴角解释道, 佛, 佛跳墙? 我看也是。 建国爷爷附和道, 这哪是佛跳墙啊? 你见过用青瓷装的佛跳墙吗? 前经爷微微前经身子辨认了一番摇了摇头说道, 好了, 都别猜了, 先尝尝好不好吃, 再做定夺, 墨天庸的父亲则是大笑一声挥了挥手, 坐上了圆桌的主位, 命令墨天庸将那瓷器里面装着的东西都给各位爷爷们打进碗里, 奇怪的是, 他好像并没有理会王洛的意思, 王洛也不作声, 就这样坐在座位上, 墨室桌上, 打亮着上面的食物, 这是他能够做出来的最规矩的举动了, 他可不会傻到在这种场合去玩手机, 那样才是纯傻子的做法。 墨天庸给面前的众位老者成了瓷器里面的美味之后, 便打算给王洛来一份, 却发现王洛所坐的面前根本就没有碗块, 这让他不由得一愣, 随后看了看桌上, 发现只有自己这儿和其他几位老者面前有碗块, 唯独王洛没有。 他原以为这只是百席的人少拿了副碗块, 正准备将自己的碗块递给王洛, 但仔细一想, 却品出了那么一丝异味。 最后, 他默默地从那瓷器里咬出了一勺汤, 倒到了自己的碗里, 便没有了其他的动作。 王洛自然察觉了墨天庸的动作, 表情依旧没有任何的反应, 依旧昂首挺胸, 十分的淡定。 纵使那瓷器里传出来的味道, 已经让他的肚子发出了低沉的吟叫声, 他也不能够主动地开口。 为什么? 从先前墨天庸父亲进门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明白了, 这位老者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自己一眼。 长久以来, 王洛凭借着自己灵活的脑子, 能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但今天他到了这里, 什么身份都没有。 嗯, 厉害厉害, 汤味入神, 害得老子差点把舌头都咽进去了。 这时, 刘爷爷开口, 他对着墨天庸的父亲赞叹了一句, 同时露出了一副享受的表情, 光听你一人的意见可不行。 墨天庸的父亲似乎十分受用, 但又笑着说道。 其他老者也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赞叹的话语。 就在这时, 房间的门突然被敲响, 引得众人侧目。 只见一位缠着一头白发的花甲老人, 正面带笑容地站在门口, 手中端着一副盘子, 上面装着一半瘦肉, 一半肥肉, 一眼望去, 薄皮嫩肉, 色泽红亮, 散发着淡淡的五香味。 看起来十分具有美感, 闻起来则震人心神。 赏菜喽。 花甲老人毫不顾忌地将手中的瓷盘放在了桌上, 随后发出一阵如同少女银铃般的笑声, 看着几位老者说道, 这开胃菜可还入口。 难得让你忙活这么久了。 墨天庸的父亲站起身子, 露出了感谢的神色, 说道, 师娘, 就不用准备那么多菜了。 哪儿的话, 你们几个可好容易才来一次我的紫金阁, 怎么能不用心招待呀? 名为师娘的花甲老人, 但笑了一声, 转身走出了房间, 留下了一句话, 在四周回答。 我再准备几个御膳, 可都是那些老家伙们才能尝到的美味。 话音还未落, 四位老者连同墨天庸的父亲都露出了十分诧异的神色, 随后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纷纷举起了手中酒杯, 开始高谈阔论。 这可是东坡肉? 一旁的钱精爷尝了一口先前师娘端来的美味, 再次惊诧地说, 酥烂而行不遂, 香诺而不腻口。 完美, 完美! 王洛文言, 这才恍然大悟, 虽然他无法尝到这美味, 但从端进门的那一刻, 就已经被色泽和味道迷住了身心。 据他所知, 东坡肉是杭州名菜, 为古代诗人苏东坡所创, 其色香味俱佳, 深受人们喜爱。 慢火, 少水, 多酒, 是制作这道菜的诀窍, 一般是一块约两寸许的方正形猪肉, 一半为肥, 一半为瘦, 入口香糯, 肥而不腻, 带有酒香, 色色洪亮, 味醇之浓, 酥烂而行不遂, 十分美味, 堪称一绝。 市面上也有很多售卖东坡肉的产品, 但都是打着加工产品的幌子所做, 像这种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与真品无异的东坡肉, 实在难以再见, 着实能够算得上是少有的美味。 法医主任, 第212集, 紧接着, 那名为食娘的老婆婆, 再次端进了不少类似东坡肉一样, 令古今前后都赞不绝口的美味。 在这些菜品里面, 竟然有许多王洛都没有见过的菜品,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 墨天庸也似乎被这美味诱惑住了心神, 他在动块的同时会掺和着几句, 带动气氛的话语, 完全能够在不失礼貌的前提下, 应对自如。 王洛见状自叹不如, 若是让他来面对的话, 恐怕难以做到这般熟练。 吃的都差不多了吧? 凉酒之后, 墨天庸的父亲便笑着将手中的碗块放了下来。 其他人见到这一动作, 也都纷纷停下了手。 我有个事情, 要跟你们讨论一下, 这可怪乎到我孙女的终身大事。 墨天庸的父亲开口, 他咳嗽了一声, 说道, 今天请你们几个老家伙过来, 可不单单只是尝尝十年和我的手艺。 哦, 但说无妨。 众人不禁侧目, 示意墨天庸的父亲接着说下去。 气氛缓缓开始严肃了起来, 无形之中瓢荡着一股威压。 心理学上讲, 在紧张的时候, 可以稍微吃点东西, 因为这会给大脑传递一种信息。 我既然有胃口吃东西, 就不应该紧张, 从而使身体放松下来。 而此时此刻的王洛, 却只能够坐在椅子上, 默默地看着几位老人对话, 完全被忽略了。 但当他听见墨天庸父亲 提起关于墨与晴的话题之后, 整个人都不由得振奋了起来。 而很快, 这种振奋的感觉, 却犹如被人泼了一头冷水一样, 瞬间降到了最低点。 听说, 你们几个的孙子 也都闯出了一番天下, 不如我今天就在这儿, 来一场争婚。 墨天庸的父亲大笑着, 这话一出, 引得在场四位老者 互相谈论了起来, 最后竟是露出了一副 恍然大悟的表情, 点头致意。 而墨天庸见到这种场面, 却是无奈地给王洛丢了一个 我也无能为力的表情, 让他自求多福。 说实在的, 墨天庸对于今天的场合 根本没有准备, 虽然他不是第一次应对这种情况, 但终归需要王洛自行面对。 而王洛在明白了 墨天庸今天带他过来的目的之后, 脸上竟满是无奈, 心中连连叹气。 即便坐在这同一张圆桌, 互相面对面, 吃着同一份饭菜, 那他王洛也没有任何说话的资格。 天庸, 把你知道的底细 都代替几位爷爷说一下吧。 这时, 墨天庸的父亲开口, 淡淡地对墨天庸吩咐道。 墨天庸点头说了声是, 便认真地说道。 那我就先从建国爷这边说起了。 几位爷爷莫要生气, 建国爷的孙子, 目前是华南军区的兵王, 有望成为一把手, 目前正在大力培训, 有望接纳到机关总部培训。 前经爷的长孙, 则是华北地区的战略部部长, 组织了几场国际行动, 未来无穷限量。 刘爷爷和张爷爷的后代们, 目前都在商业上站稳了脚跟, 分别排名全球企业 一百强的二十名和三十五名, 能够给国内带来不少的资源, 这些都是年少有为的信念。 听到墨天庸的解释和夸赞, 四位老者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脸, 毕竟是他们的后代, 心中自然带着一丝丝骄傲。 那么你既然是宇晴的父亲, 你觉得谁比较适合宇晴? 墨天庸的父亲也淡淡点头, 继续问道, 这…… 墨天庸的目光往王洛身上移了一下, 随后深吸了口气, 分析道, 宇晴在工作上属于女强人, 自然适合工作能力出众的 刘爷爷和张爷爷的后代, 这样能够让宇晴走得更远。 但宇晴身边也长时间缺少保护, 在由于她的工作和危险并存, 而我平时也难以抽空 对她进行周密的保护, 所以我更加偏向 前景爷和建国爷的后代。 各位爷爷们也明白, 纵使宇晴现在能力出众, 但以后终归需要一位 能够依靠的伴侣, 所以需要长久地定夺, 也要多多少少考虑一下 她本人的意义。 好了, 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就行了。 墨天庸父亲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我会跟宇晴聊一聊的, 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 说吧, 她便站起身子, 似乎想要离开散席。 一旁的王洛看着这一幕, 终于忍不住开口, 等一下, 冒昧地问, 我能发表一点意见吗?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一顿, 纷纷将目光移到了王洛的身上。 顿时, 王洛只感觉自己身上压力增大了几倍, 如同被几头沉睡的雄狮盯上了一样。 墨天庸的父亲却是淡淡地飘了王洛一眼, 似乎默许了王洛的要求。 王洛则从椅子上站起来, 整理了一番思绪, 开口说道, 宇晴的为人我很了解, 他不会愿意自己的人生被人操控, 就好像当初墨天庸叔叔对他的所作所为一样。 到头来, 得到的只是宇晴的反感, 更何况, 宇晴已经有了独立的思想, 不再是用来联姻的交易物品, 至少让他活得自由一点吧。 闻言, 墨天庸的父亲冷横一声, 开口说道, 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 说吧, 墨天庸转头便双眼一眯, 将目光集中在了王洛身上。 王洛只感觉头顶上传来一股无形的威压, 让他微微有些喘不过气, 但依旧毫不畏惧地挺直身板, 与其对视而去。 就这样持续了十几秒之后, 气氛被突然进门来的人打断了。 这人就是先前不断端菜上桌的石娘, 另一人则是与他挽着手臂的一位老年男子, 看起来似乎与在场另外四人的年龄不相上下, 只是脸上满是和蔼。 唯独让人奇怪的是, 这老年男子十根手指只剩下了七根。 哎呦, 银公, 老家今日为咱几个下厨, 近来身体可好啊。 见着两人一进门, 一旁的张爷爷便直接开口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开口便迎上去说道。 于是, 一旁的莫天庸默默地松了口气, 随后走到了王洛的身边, 给了他一个眼神, 意思是不要胡乱开口说话。 王洛回应一个眼神让他安心, 随后将目光看下了门口两人。 名为银公和石娘的两人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随后前者开口说道, 错, 错, 都错, 怎么这般严肃啊, 难得一见莫要坏了气氛。 说吧, 他便看向莫天庸的父亲, 再次道, 安国, 问你今日之时皆有定夺, 尚且等我将菜品上完了, 再处理如何? 莫天庸的父亲莫安国, 竟是十分配合地笑着点了点头, 做回了原位。 于是, 原本显得有些剑拔弩张的气氛, 再次缓和了一些, 网络和莫天庸也将位置腾出了一些, 供两位老人入座, 桌子上的菜品依旧摆得整整齐齐, 还剩下不少的美味没有解决掉, 网络能够看得出来, 这些老人的食量并不大, 而莫天庸用父亲的碗块上也没有沾染上多少菜籽, 显然不是为了吃饭而来。 这菜可都合口味啊, 几年没入厨了, 今日略有些手生了, 怕是辜负了各位的雅致。 隐依旧笑着说道, 他直接端起了一小锅, 装着如同燕窝一样的菜品, 拿到了自己的面前, 轻轻地用里头的勺子咬了一咬, 丝状的液体在勺上旋转, 晶莹透明, 令人不由得垂涎欲滴, 甚至还能够透过这透明里面, 看见一些白木耳之类的名贵食物, 看来所需的过程繁杂无比。 殷供说笑了, 这菜可都是绝佳商品, 恐怕费了不少的心思吧。 坐在殷供身前的建国爷, 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八字壶, 笑说道, 那是当然, 殷供的手艺在当年可是连手掌都赞不绝口。 怎么容我们胡乱评论呢? 乾经爷爷陪笑一声, 称赞道, 哎, 见笑了, 见笑了。 殷供听了几句赞美, 满意地眯起了双眼, 随后将手中的一小锅菜端了起来高举头顶, 说道, 既然各位雅兴未施, 不如听殷供问几个问题。 殷供这动作放在宫里, 就是让那些贵人们辨认的意思。 今日几位大驾光临, 也都是我阴某的贵人, 不如辨认辨认在菜品里, 有何天地啊? 文言, 王洛一愣, 他可是明明白白地听出了, 这名为阴公的老头话里的高傲味道, 敢将自己所做的菜, 用天地二字形容, 这般魄力可不多见。 王大了说, 阴公高傲自大, 敢问天下谁能够做出, 令天地都为之失色的食物。 王小了说, 阴公内心高傲, 自然是想多听一些夸赞的词语, 无可厚非。 可赛场的人听了这话之后, 纷纷露出了诧异和望而叹指的表情。 莫安国当即开口, 摇头说道, 大意了, 大意了, 我还以为阴公亲自下厨是心情所归, 原来阴公是想考考咱们几个的理解, 这可太难了, 太难了。 最后, 张爷爷也道, 我就知道, 阴公今日哪得这般好劲, 肯定是想出出难题, 这顿饭也不能白吃了不是。 前经爷爷道, 莫说这菜品非凡, 就连用何物所做, 我等也无法看出, 品质更是一绝, 何能猜测而出, 阴公可太高看我等了。 建国爷道, 我可听说, 阴公早年身体壮实之际, 收藏了不少罕见的山珍海味藏鱼家中, 莫不是今日为了考考我等, 特意拿出来一品了吧。 刘爷爷冷横一声, 我这下咽了的东西可吐不出来, 自然也品不出来, 这品菜可不像品酒, 种类繁多, 哪有人能够凭空猜测, 不如阴公给几个提示, 我等或许还能勉强答中。 王洛咽了口口水, 不由得开始佩服这阴公的手段, 甚至对桌上的菜品动了心思, 能够让坐在这儿的五位前辈说出这等豪语, 足以突出其性质, 有多难以想象。 阴公文言竟是豪放地笑了一声, 随后说, 阴某总共做了五道公里的名菜, 足以让外面的人垂涎欲滴, 是黄金白银都换不来的好东西, 你们答不出来也正差, 不过, 说着, 阴公眉头一挑, 将目光看向了王洛。 默老头在来的时候告诉我, 咱们这儿, 今儿来了一个博学有加的小伙, 自然需要给他施展身手的机会, 不是? 此话一出, 几乎所有人都是愣了一愣, 心中顿时明白了这阴公话里的意思。 默安国从进门开始, 便没有为难王洛的意思, 更是完全忽略了王洛的存在。 若是不了解事情的人见到这一幕, 会以为王洛只是一个没有什么身份的人, 连让默安国搭话的资格都没有。 但实际上, 默安国早就想好了怎么让王洛收到他的问候。 这所谓问候便是借用阴公之手。 王洛文言便直接愣了下来, 但很快调整好了心思, 多年以来的灵活头脑让他在面对任何场合的时候, 都不会出现这个年纪该有的浮躁。 于是, 他便十分恭敬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心中并没有退缩的意思。 若是他直接表明自己完全不懂这所谓的菜品, 用何而做, 再拿另外五位老者的态度声明, 连他们这些老前辈都不懂的事情, 问我一个小辈有什么用, 这种意思的话, 那么他无疑会成为这场酒席上的众食之地。 所以, 最好的办法便是不进而退, 直面问题, 哪怕最后答不出来, 顶多出糗而已。 比起退缩来说, 谁更严重一些呢? 王洛公公静静地从阴公手中 接过那一小锅菜品, 放在自己的鼻子前闻了闻, 随后又轻轻地摇起一勺, 放在舌尖品尝。 他缓缓地闭上双眼, 持续了十几秒之后, 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将菜品放在了桌上, 对殷公说道, 殷爷, 这菜品可是由口水做成。 啊, 口水? 不会吧。 在场的几人都惊讶地看着王洛, 这话可不能随便说, 毕竟他们可都长了, 此时王洛如此乱讲, 恐怕不太利于形势。 什么样的场合, 什么样的话, 说话都不注意的人, 不配进入这间玉山房。 莫安谷冷横了一声, 随后转头对莫天庸道, 看看你带过来的人, 这些年初就都白带了吗? 语气虽然非常严肃, 但并没有带多少的责怪, 倒是颇有一番饶有兴致的意味。 莫天庸见王洛这番话, 法医主任第213集, 此话一出, 更是让众人的惊讶神色加重了几分, 于是, 王洛便绷紧了嗓子, 说道, 病人从小就接触医学, 对于一些成分不用仪器检测, 也能够辨认出来, 这丝滑液体的状态, 以及入口即化的感觉, 就足以让我判断其成分, 再加上这里面带有一股燕窝的味道, 不难判断出来, 完成这道工序需要的时间不短吧, 而里面掺杂进去的白木耳, 很显然是因爺为了调味而入, 避免让这菜品过于单调, 让人尝了之后有一种喝水的感觉, 至于这口水的成分, 我曾经在一片古围上面浏览过, 在明清时期, 古代的皇帝们以龙为吉祥物, 所以将龙的口水命名为龙咸, 是人间少有之美味, 吃了能够炎年益寿, 美容养颜, 可是龙咸压根无法得到, 于是当朝的厨师们便想了一个法子, 以龙的亲戚大泥鱼的口水为物, 做出了一道飘香四溢的上等龙咸, 话音一落, 阴公不禁露出了赞赏的神色, 微微点头说道, 不错, 你所说的, 对了十之八九, 哦, 王洛连忙装作一副不太理解的神色, 恭敬地问道, 敢问阴爷爷, 还有何我见识短小没有说权的? 阴公点点头, 将桌上那一小锅菜品, 用勺子浇了脚, 随后抬手将其慢慢地倒在了桌上, 众人只见, 那被倒出来的龙咸, 竟然凝结在了一起, 并没有消散, 山海经有约, 龙鱼岭居在岂北, 壮如梨, 倚约瞎, 这龙咸, 是旧朝时期皇帝们, 饲养着一种珍贵龙鱼, 他整日喝清泉水赖以生存, 需呼吸干净之空气, 才能够存活, 若是有一滴污水, 便能够置其死地, 当时的厨师为了做出美味, 特意在大山清泉处住了七七四十九天, 将大自然饲养起来的泥鱼的口水收集而成, 从而做成这一碗龙咸, 着实有延年益寿之用, 殷公解释道, 而到了今时今日, 清泉之地也早已无法保留, 大多数龙泥鱼也只能够人工饲养, 所以这一小锅龙咸还不算上上品, 随后他抬头看向网络, 赞赏地伸手拍了排气肩膀, 不过我还要纠正你这后背一点的事, 爷爷加入这白木耳和燕窝只是为了让那股味道吃起来不那么行住, 可不是你说的那般中和口味, 听着这爽朗的大笑声, 王洛心中算是松了口气, 回应道, 是必人不猜, 猜不出殷爷爷的心思, 无论王洛如何的低声下气, 众人都能够看得出来, 殷公对王洛的赞赏态度已经出现, 也就是说王洛成功地猜对了这菜品的成分, 见到这一幕的莫天庸悬着的心不由得放松了下来, 看来王洛并没有完全让他失望, 但他不知道的是, 王洛先前故作恭敬, 实际上心中已经全部猜出了殷公之后所说的话, 只是他不想让其太难堪而已, 其他四位爷爷们也不约而同地看着王洛暗自点头, 算是对王洛认可了一些, 仅仅只是猜对这一份菜品, 要何厉害, 年轻人莫要浮躁, 因工作做的菜品种类众多啊, 若是你能全部猜对, 那今日之事, 善聊便可。 莫安国却出人意料地再起为难之言, 若是无法做到, 你便从此不再接近欲情, 这题你敢接不敢接。 王洛文言随后一愣, 这莫安国所说的话可就是铁打石的为难了, 让他猜出其中一样的菜品还好说, 这其中完全有运气成分存在, 可若是让王洛猜测出全部的菜品原料, 那简直相当于难上加难。 古往今来, 想要做出一道无比美味的菜肴, 需要的原料绝对远超一般的产品, 更是需要许多真品调味, 若不是对厨艺精通到了一定境界的人, 仅仅凭借目光打亮, 猜对的几率不足百分之五。 你这老头莫要刁难? 令人惊讶的是, 殷公突然接过莫安国的话说, 准备这佳肴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般容易, 更何况让这种从未接触过国菜的小矛头猜测一番, 不是强人所难是为何呀? 不如这样, 阴谋有一主意, 在我后厨之地还有一道菜, 正由我那贤淑儿媳仔细准备, 等其装盘上盖后, 再由其猜测如何? 殷公的意思是, 让这小子猜一道见不着的佳妖。 莫安国倒是眼前一亮, 这难度可比我那问题差不了多少, 就叫由其自行选择吧, 诸位觉得呢? 殷公淡淡一笑, 最后拍了拍石娘的肩膀, 后者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朝着膳房走去。 须知的是, 在这种场合下, 妇人是不能够随意插画和动块的, 这也是为何莫语晴不能够与王乐一同前来的原因, 哪怕其爷爷多么疼他都不行。 可行! 张爷爷、 钱精爷、 刘爷爷、 建国爷也都纷纷同意, 最后便到了王乐做决定的时候。 王乐深吸了口气, 他将目光看向了殷公, 发现后者也在注视着他,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没来由地给王乐带来的一阵安慰。 愿听殷公之言, 王乐如是道, 殷公文言笑意开怀, 坐了下来。 如此, 便上菜吧。 殷公头也不回, 用低沉的嗓音喊了一句, 这声音在整个房间里面回荡, 紧接着, 房间里的众人便看见石娘 端着一份珍贵的瓷盘, 上面盖着一顶如同官帽一样的盘盖, 踏着步子走来。 这道佳肴要花费的精力, 比你们吃过的每一个菜品都繁琐。 殷公从石娘手中接过菜盘, 缓缓地放在圆桌上, 十分认真而且虔诚地说道, 今日侥幸成功做出, 恐怕是晚年最后一道能拿得出手的菜了。 殷公默要这般胡说, 以你的身体再活的潇洒纪念, 不成问题。 莫安国接着说道, 其他四人也跟着附和, 颇有一番惺惺相惜的滋味。 那接下来就开始辨认吧。 殷公微微点头, 单手指着桌上的菜盘对王洛说, 请。 此动作足以证明, 殷公真切地将王洛与自己摆在了同一阶层讲话, 算是认可了王洛。 王洛深吸了口气, 随后将目光缓缓地转移到了这菜盘上, 心中却不由得苦笑不断。 辨认先前那龙弦的时候, 的的确却凭借了自己的专业知识, 而如今让他望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菜肴来判断, 除非身怀绝技或者掌握透视眼, 否则的话又怎么能够看得出来。 这番窘境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一众长辈们都面带好奇的神色, 想要看看王洛究竟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的惊喜, 是否能够让他们刮目相看。 迟疑了许久之后, 王洛深深地吸了口气, 最终又将目光看向了阴公。 树三下直言, 这菜品即便被盖住, 也难以掩盖其散发出来的香气, 恐怕是加进了不少促进香味的新料吧。 哦, 说说你的见解。 阴公眉头一抬, 道。 通常来说, 香料可以分为四大类, 王洛伸出四根手指。 第一类是以芳香为主的新料, 如罗勒、 芥子、 黄蒿、 小豆蔻、 丁香、 肉桂、 盐碎、 茴香等。 第二类则是以增进食欲为主, 如生姜、 芥末、 胡椒等家常用料。 第三类则以脱臭性为主的新料, 如月桂、 玫瑰、 摄香草等。 第四类则是以灼色性为主, 如藏红花、 玉金等他类新料。 再根据这菜品发出来的香味所考虑, 烘盘里面加入了摄香草和月桂 这一类脱臭性的新料吧。 结合起来一联想, 想必这菜品里面绝对包含了需要去腥的肉类。 不错。 阴公拍了拍手掌, 对王罗赞赏道。 所言极是, 这道菜的确需要老肉做了。 可在下博学浅书, 绞尽脑汁也无法猜出这菜品包含有何。 王罗露出一副惋惜的神色, 而又不能以胡作乱讲的口气判断, 太是严谨。 不如阴爷爷开道开道几句。 无奈之下, 王罗也只好求助于阴公。 只要莫安国不出面阻止的话, 他相信自己能够凭借阴公的提示, 将这菜品猜测出来。 不出他所料的是, 莫安国在听了王罗请求之前的解释之后, 不由得满意地点了点头, 心中多多少少对王罗放松了些, 至少没有再像刚才一样冷嘲热讽。 他可是清楚地知道, 阴公做菜的拿手绝活, 不是一般人能够接触到。 若不是做菜之人主动解释, 入味之人也顶多能看个表象而已。 我看你真有求知之欲, 便特地在此指点你一番。 阴公和蔼一笑, 随后转头看向窗外, 望着那一片茫茫黑夜, 缓缓念叨。 本是无根仙境物, 一落水槽精自发, 未出胚胎无冷暖, 不知人事有颜良。 诗? 王罗一愣, 低头开始品味阴公这偶然念出的诗句。 很快, 王罗的脑子里突然一闪, 出现了一条条线形般的产物。 这产物是每个人家里面 几乎都能吃到的一类菜品, 同时也具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 从阴公话里不难分辨出, 关键是在于自经发这三字, 也就是说, 这种产物在掉落到水槽之后, 能够自我生根发芽。 除了那东西之外, 王罗再想不到有什么生命力如此顽强的产物。 豆芽? 王罗十分认真地说道, 是豆芽。 哦? 阴公听了之后并没有及时反驳,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座上的五位老者, 微微点了点头。 这一回可轮到莫安国惊讶了, 王罗着实出乎了他的意料, 毕竟在这种场面下还能够淡定的人不多见, 更何况他也调查过王罗的身世, 基本上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大场面。 不得不说, 王罗这几次的反应和表现, 虽然算不上最完美的级别, 但也较为得体。 豆芽本身并没有异味, 而因爷爷放摄香草和月桂进去消味, 恐怕里头放着的肉不太一般吧。 王罗继续说道, 可若是凭空将肉质和豆芽堆叠在一起, 那就成了一道普遍的家常菜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细琢之力。 这当然不符合殷爷爷完美的厨艺, 所以我个人猜测, 这豆芽和肉类的融合, 恐怕已经超乎我的想象。 找你这么说, 你已经猜出了里头的道道。 殷公听王罗如此说话, 脸色一愣, 惊诧地问道。 王罗闻言, 则笑着点了点头, 以腊肉入芽, 恐怕非那慈禧太后曾摆上桌的佳肴, 火牙银丝莫属了吧。 根据我的理解, 这火牙银丝的准备工作, 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 并且需要以女妇人之手, 利用圆头针或细缸针, 先拿尖头针慢慢穿过豆芽, 再拿圆头针覆穿一遍, 把豆芽心子真正地穿成空心状, 再以无比细心的手工, 将老肉缓缓塞入, 若是一不小心失误了, 就会导致失败, 难度之大, 可谓巧夺天空。 话音缓缓在房间里面回荡, 没有人接着王罗的话说下去, 而阴公也是保持着先前的表情, 注视着王罗的双眼, 一言不发。 就这样持续了十几秒, 王罗竟然也有些紧张了起来, 这些都是他根据逻辑和一部分见解所推测出来的答案, 他并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换位一想, 若是自己所说的这些话, 在其他人耳朵里听起来完全没有逻辑的话, 那么他这次的答案已经能够算作失败了。 王罗是一个好强的人, 当他被人否定的时候, 就会竭力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 阴公望着王罗的双眼许久, 最终连连叹了几口气, 开口说道, 你都说对了。 法医主任第214集 文言, 王罗最终还是深深地吐了口气, 绷紧地身子放松了下来, 心中恍然, 想必先前阴公的动作是在打量他, 看看他是否笃定目前的答案。 如果连自己的判断都不愿意相信的话, 那么多多少少都能够看出一些问题所在。 开盖看看吧。 阴公一脸和蔼地看着王罗, 指了指桌上那一盘还在冒着香味的菜, 说。 从阴公的角度来看, 这是王罗应得的一种荣誉, 他很放心地交给了王罗。 别的不说, 单单从王罗所说的这些猜测来看, 足以让他佩服。 王罗道了声谢, 随后便将菜盖拿开。 一刹那间, 香味散发而出, 带着淡淡的清香让人颇有食欲。 更加让人惊讶的是, 在那菜盘上的菜品晶莹剔透, 带着丝丝红肉状, 犹如被雕刻过的红宝石一样。 放着那味道暂且不说, 单单凭借着完美的外表, 便能够看得出来此物的厉害之处。 当这火牙银丝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时候, 大家都露出了好奇的目光, 甚至令那四位老者不顾身份, 直接拿起了手中的筷子, 动手夹起塞入嘴里。 仔细品尝过之后, 那种油雾般的美味, 简直让人赞不绝口。 莫老头, 怎么样? 因公哈哈一笑, 转头看向墨安国。 你这一关算是通过了吧? 墨安国自然说话算数, 王洛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 他缓缓点了点头, 看着王洛道, 坐下, 动块吃饭。 王洛回应点头, 坐了下来, 握起了碗块。 得到认可后放松了的他, 也不再坐得井井有条, 因为那样会显得太过做作, 不如豪放一些放开身心, 很快便跟桌上的老者打成一片。 按理来说, 他调动气氛的手法并不怎么夸张, 但好在聪明的脑子在让他面对一些对话的时候, 能够认真地应对, 而不是搭讪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经过这么一处考验过后, 莫安国也不像进门那样严肃无比, 倒是与这些惺惺相惜的老友们谈论起了往事。 王洛和莫天庸这两个小辈便规规矩矩地给人添饭, 默默倾听。 英公也将自己的老伴十娘一同请了进来, 几人聊天之中不免透露了一些往事, 听得王洛心中震撼不已。 但他也知道, 今天在这里所说的一切不应该传出去, 毕竟这都是隐藏在过去的回忆, 时不时拿出来回味一下, 当个下酒菜便可。 渐渐地, 桌上的人逐渐离去, 屋子里面就只剩下这四合院的主人, 英公与十娘, 以及莫天庸、莫安国两父子和王洛。 这几个老头都去散步了, 你怎么不跟齐一起啊? 英公好奇地看着坐在原味上的莫安国, 问道, 莫安国倒是摆了摆手, 我哪有那般闲心思, 还有很多焦头烂额的事情, 等着我处理呢? 也是, 英公点点头, 但要注意身子, 那闲杂的事情早就应该放手给后辈了, 这颗心放一放, 调理调理, 不好吗? 交给那些后辈? 莫安国目光看向莫天庸, 轻哼了一声, 说道, 这些个家伙哪有我们那时候讲规矩, 做起事来雷厉风行的, 还没有考虑周全就胡乱处理了, 到时候留下一堆后患。 莫天庸只好无奈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说, 你老年轻时候不也这样, 哪有拿自己和后辈相比的呀? 你这个不孝子, 还敢反驳? 莫安国瞪了莫天庸一眼, 说道, 信不信我让你明天就下岗? 一旁的英公健壮, 连忙笑着打起了何尝, 马上就要喜事当头了, 怎的不选个好日子操办操办呢? 一说到这儿, 王洛的身子不由得抖了一抖, 他可听得出来, 英公这话完全是将在场的重心往自己这边偏移, 颇有一番为他说话的意思在里头, 可王洛只能够在心里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他倒不是不想应对这些问题, 只是认为, 莫安国这种老油条肯定不会让他得偿所愿, 到时候, 到时候, 说不定还得面对一些麻烦。 小子, 我问你, 果真, 莫安国将目光对准了王洛, 用浑厚的声音问, 你可知道, 我们莫家在机关的地位。 话里有玄机, 表面的意思和想表达的意思不一, 网络一瞬间便听出了味道, 但他依旧不慌不忙地说, 莫伯父说笑了, 我与雨晴的感情完全不掺杂任何的成分, 何来高攀一说, 就算我真是那样的人, 也要审视审视自己的身份, 这胡乱算尽, 套头来还不自己砸了自己的脸, 你这小辈倒是会说话, 莫安国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先前那般发问, 相当于在拷问王洛, 同时也在给王洛打强心针, 以他的身份, 自然做不出逼婚这一类老顽固才做得出来的事情, 而他自然也不希望见到王洛, 是为了攀上莫家这种大旗而接近莫与晴, 那你们就先聊着, 我先与石娘将后处收拾一番, 英公脸上露出一副疲惫之色, 如今夜色一晚, 想必也有些疲于应对的意思了, 去吧, 这顿饭麻烦二位了, 实在打扰, 莫安国郑重地站起身子, 对英公鞠了一共认真地说道, 英公和石娘皆是回应礼貌一笑,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只留下王洛以及莫天庸父子二人, 接下来就该谈谈正事了, 莫安国再次坐下身子, 对着莫天庸点了点头, 说一说你这些天来的情况吧, 莫天庸端正了身子, 郑重地说, 根据部门的资料调查统计, 最近发生的几大案子都有X的身影, 这些想必父亲你早有耳闻, 而我和王洛前星期遭遇的那些事, 恐怕也有着X组织在其中插手, 否则的话, 那些人怎么能得到我们的详细形成, 而后又根据最近的调查, 我们发现曾经设计一桩案子的嫌疑人身上, 戴着X组织的纹身, 王洛听莫天庸这般说,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看向莫天庸, 问道, 这个人是刘洪业, 果不其然, 莫天庸说出了王洛心中的猜测, 他严肃地说道, 当日我让天庸调查之后, 还以为这只是一桩简单的谋杀案, 却不曾发现事情有一丝不合理的地方, 多亏了你的提醒, 我们对刘洪业进行了身体上的检查, 发现这个家伙的骨骼上面, 明显有改变过的痕迹, X在寻家伙, 安分了这么久, 也该冒躁了, 莫安国目光和语气都冷了下来, 说道, 这几日, 京城也有不少的动荡, 我联合机关总机委, 抓到了几只逃跑的老虎, 这些人名利案例, 都曾与X有过合作的痕迹, 还有网络, 莫天庸转头看向网络, 自从你被救回来之后, 就与其他X组织的成员失去了联系,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我会想办法, 把你再次与他们会合。 会合? 经过这些事情, 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我跟你的合作关系吧? 网络一愣, 说, 小子, 你太小看我们部门了, 莫天庸翘起嘴角, 你跟我的事情, 除了我们双方透露, 否则没有人能够查得到。 不管怎么说, 我算是X组织的一员了吧? 网络有些担心地说, 而且按照你所说, X组织, 既然跟当初在火车上, 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人具有合作关系, 而我又是X组织的成员, 这似乎有些逻辑相冲了吧? 莫天庸扶了扶眼镜, 随后看向莫安国, 像是在询问他的意思。 莫安国微微点头, 说, 既然你放心, 就说吧。 王洛见他们的动作, 心中顿时好奇了起来, 看样子, 莫天庸似乎还有什么瞒着自己的事情。 最后, 莫天庸缓缓张口, 说, 事实上, 在断罪小组成立之初, 我们就已经发现, 有X组织的人盯上了你。 知道为什么吗? 王洛微微摇了摇头, 难以置信。 难道他们真的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够跟我们抗衡这么久的组织, 动动脑子就知道, 他们的主网绝对不小。 莫天庸解释道, 我刚开始也好奇, 为什么X组织的人, 会对羽晴这么一个挂靠在省级部门的小组那么伤心? 直到我大肆调查一番才发现, 原来导致这种原因的人, 正是你。 我? 王洛亚然? 准确地来说是你的师父。 莫天庸说出了一个在王洛脑海里有着深刻影响的名字, 保罗、穆里奇。 话音一落, 王洛脑子里面便被疑问充斥, 他十分不解地说道, 为什么会是他? 保罗、穆里奇其实并不是他的真名, 莫天庸深吸了口气看着王洛解释道, 他的名字叫做王鹏祖, 是我国国籍, 但是在年幼的时候就被送去了国外, 换成了另外一种身份, 而后被X组织吸纳进入, 成为了高层人员。 王鹏祖? 高层人员? 王洛更加诧异, 这都什么跟什么?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了解过? 一席之中, 他的脑海里面浮现出了 那个足以称为自己在法医界恩师的外国面孔, 的的确确跟莫天庸所说的有一些差别。 现如今听来, 那人竟是X组织的高层成员, 这未免有些太过梦幻了吧。 我这样说, 你或许不太明白, 但你肯定听过这个名字。 莫天庸一字一句地说道, 王静宇。 这三个字传入网络的耳朵里, 犹如一道炸雷一般在其脑子里响起。 他逐渐回忆起来, 这个名字的主人, 一副瘦弱的面孔, 在面对审问的时候, 颤颤巍巍地告诉审讯的警员, 说我, 我吸毒了。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微不足道, 甚至只是被当作犯罪嫌疑人, 最后又洗清嫌疑的家伙, 竟然成为了被莫天庸盯上的重点人物。 对于莫叔叔你的资料的来源, 我不曾怀疑。 王洛深吸了口气, 令自己平静下来。 但是, 我依然接受不了这个答案。 据我所知, 王静宇在段子小组接触的那个案子里面, 仅仅只是一个车行的销售员, 甚至还染上了吸毒的恶性, 这一类人恐怕没有什么得体的出息吧。 那么你继续做好心理准备, 莫天庸十分满意地反驳王洛。 王静宇其实就是王鹏祖的亲生儿子。 什么? 王洛恍如再次遭受了一道雷劈,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灰头土脸。 他狠狠地抹了一把自己的脸, 最后不得不对莫天庸提供的信息感到屈服。 他一点也不怀疑莫天庸部门的调查能力, 甚至这儿还坐着莫安国。 莫天庸绝对不会说一些错误的消息来达到欺骗他的目的。 如此一来, 王洛却有些摸不清现实了。 保罗穆里奇其实是王静宇的父亲, 而他又曾在国外对我进行过教导。 那岂不是表明当初我所见到的王静宇 同样是X组织的成员了, 王洛苦笑了一声, 这地球果然还是圆的。 我需要声明的是, 王静宇当时偶然间涉入与断罪小组的联系, 恐怕只是他个人的安排。 莫天庸继续说道, 而根据我父亲的调查, 王静宇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与王鹏组进行过接触了。 这还算正常吧, 毕竟他们的身份都比较神秘, 减少来往倒也正常啊。 不不不, 根据出入境登记, 在近五年来, 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保罗穆里奇 或者与王鹏组有关的身份踏入国土。 莫天庸继续说道, 也同样的, 没有发现过王静宇出境, 也就是说, 他们二人足有五年没有进行过接触了。 所以, 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判断, 王静宇已经脱离出X组织了。 脱离? 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加入呢? 网络依旧有些怀疑, 雨晴和断嘴小组其他人也都见过王静宇, 并没有发现这个家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按理来说, 能够加入X组织的都是各行业的人才, 他王静宇有什么能耐? 透过本质看现象, 这是我们长久以来的一种理念。 莫安国浑厚的声音传来, 他淡淡地喝了一口茶。 在X组织成员的伪装之下, 任何人都有可能有任何身份。 比如, 我可以随时怀疑坐在这里的你不是真正的你, 而是一个替代品。 这个替代品可以由你的性格, 你的经历, 你的一切, 但你, 依旧不是你。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王洛微微摇了摇头, 莫安国的话太过深奥, 他有些转不过来。 法医主任第215集 你得记着, 无论碰见任何X组织的人, 都不能放下防备, 莫安国目光宁然, 说道, 他们就如同几千年都不化的细胞一样, 能够无处不在, 也可以转变为寄生虫, 侵入你的脑子, 让你放下戒备。 无论如何, 出于礼貌, 王洛还是点头表示清楚, 但他心中隐隐觉得, 莫安国的比喻有些太过严谨了, 不说别的, 但是从他接触到的X组织外卫成员, 上官陵和张浩龙来看, 他们似乎都与正常人无异。 那么, 根据目前的调查来看, 我们试图找到王静宇的居所, 最终发现, 他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消失在了每个角落, 莫天庸继续道, 关于他的身份, 到现在始终成了谜语, 但好在我发现, 王静宇似乎成立了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 与X组织进行抗衡, 王洛揉了揉自己的耳朵, 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是在说, 我没有听错吧? 是的, 就是这样, 莫天庸掏出了自己身上的手机, 将资料界面调出给了王洛, 这上面的资料, 是关于王静宇手下的部分个人信息, 虽然我们无法找到王静宇的下落, 但他似乎并没有保护自己组织的行为, 或者说, 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隐藏, 王洛拿过手机开始浏览, 资料总共有四字印, 记录了四个来自各个年龄段的男子, 他们长相各异, 并没有任何突出的特点, 也不像是电视上描写的那样, 拥有着一张让人见了就会害怕的脸, 21岁, 李某某, 谋害村子里的寡妇而后逃亡, 并且在被抓了之后越狱, 35岁, 张某某, 曾是某个部队退役人员, 因不满社会对自己的亏待而选择了犯罪, 这些人都是即便出现在人群里面, 你看都不会看一眼的那种, 墨天庸叹了口气, 也正是这样, 王静宇似乎看出了他们的潜力, 并且花费了心思, 将他们培养成自己的手下, 专门用来对付X组织执行的任务, 据我所知, X组织的任务平台, 应该没有人可以侵入吧, 网络摸着下巴,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难道是王静宇给他们提供了消息? 是的, 墨天庸点点头, 可惜的是, 这过往的一段时间里, 四个人有着非常强大的反侦查和拟匿方法, 甚至让我们的人连他们的尾巴都碰不到,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刘红业一案里, 通过审讯, 他成功地说了一些实情, 让我猜一下, 网络想了想, 害死刘国发的人, 不会就是这四个人其中的一个吧? 如你所想, 是的, 墨天庸点点头, 好在刘红业并没有及时接受过, 王静宇的培养, 他只是拥有一些抵抗审讯的意志力而已, 而这股意志力, 很快就被物理药物所带来的作用打败, 而他也招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刘红业只是王静宇招来的小喽啰而已, 对吧? 王洛分析道, 按照王静宇挑人的手段来看, 刘红业绝对卑微到异常适合了, 没错, 墨天庸似乎十分满意和王洛这种聪明人谈话, 不过以我的猜测, 王静宇应该遇到了什么事情, 所以没有来得及对刘红业进行培养, 从而导致露出了这个马脚, 被我抓到了, 从上所述, 我想你要告诉我的是, 王静宇和X组织都想得到DB1的配方, 对吗? 王洛渐渐翘起嘴角, 若是王静宇想要与X组织进行对抗, 那么就要比起先一步拿到DB1, 所以才导致他这么心急如焚, 暴露了底细, 按理来说的确是这样, 但我有一点弄不明白, 莫天庸摸着下巴, 王静宇似乎并不打算跟我们合作, 即便他的出发点跟机关一样, 根据他做的这些事情来看,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你想把他吸纳进部门? 王洛明白了莫天庸的意思, 随后笑说道, 哼, 我想我应该能够明白他的想法,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不顾一切的付出, 而且到头来受到管束, 王静宇绝对有着自己的目的, 不单单是对抗这一事。 你什么意思啊, 加入我们部门又不是什么坏事, 怎么到了你口中, 就跟折磨一个意思啊, 莫天庸瞪着王洛说, 这时, 莫安国那儿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他不知何时来到了王洛的身后, 用手拍了拍王洛的肩膀, 你这小猫头倒是有趣得很啊, 王洛抿嘴一笑, 莫安国很显然是在夸奖他和莫天庸交流的态度。 随后, 莫安国转身望向房间外的月亮, 头也不回道, 长夜漫漫, 鬼人是何处, 路途遥遥, 鬼人难自知啊。 王洛看向那挺拔的背影, 心中略有不解, 却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说出的感觉。 从四合月儿离开之后, 王洛和莫天庸、莫安国两父子坐上了同一辆车。 这辆车的主驾驶依旧是天鹰, 他默默地开着车, 按照莫安国的意思, 围绕着中南大院兜风, 一言不发, 甚至聪明地左耳进右耳出。 夜里的寒风总会无情地拍打在冰冷的脸上, 而你又无法阻挡, 索性干脆享受罢了。 莫天庸和王洛坐在中间, 莫安国一人靠在后卫, 他嘴里叼着一根看不清牌子的烟, 闭目沉思, 嘴里不断地吐气吸气。 我说的事情, 你愿意答应吗? 良久, 莫天庸才侧目, 对王洛开口。 王洛头依旧偏在窗外, 他不是第一次对莫天庸追问这一类问题了? 你先前吃饭的地儿, 是宫里的御膳房退下来的后人。 莫天庸和莫安国一样, 掏出了一根一模一样的烟放进嘴里。 英宫老年得子, 这门手艺才能够传下来。 一般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父亲是不会请他出手做菜的。 那地方也不全是对父亲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开放。 营业的时候, 就由英宫儿媳妇和儿子动手, 一天只做九个菜, 分早中晚三次。 不是打官贵人, 想吃到的话, 难。 你能够一饱口福不是因为有求于你, 而是想看看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不认为刚才的表现能够得到你和伯父的认可。 网络终归还是转过了头来, 目光在淡淡的路灯照射下清澈得很。 这题我接了。 整个车厢内都沉寂了一下, 随后, 墨天庸才缓缓地点头, 对王洛露出了笑容。 掉头, 去机场。 墨天庸对主驾驶的天鹰开口。 老爷车的发动机轰鸣, 缓缓地开出了中南大院, 穿过灯红酒绿的夜晚, 开到了没有多少人的机场。 半小时后, 网络任何行李都没有带, 只带了一张黑色的金卡, 坐上了去往西班牙的航班。 一切的一切, 都在墨天庸的安排之下准备妥当。 只要他的飞机到达目的地后, 他便能够入住当地最豪华的酒店, 享受最舒适的服务。 王洛坐在窗边, 望着窗外犹如蚂蚁一样 渐渐变小的建筑物, 心中不知适合感受。 从他赋宴的那一刻起, 即便他有多么聪明的预料, 都无法想到墨天庸 其实已经替他做了选择。 完成在西班牙的任务, 并且全身而退。 这是墨天庸对他的要求, 同时也是他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网络相当于承受着无尽的压力。 这股压力可能会在以后 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他却不知为何十分愿意接受。 可能是因为那个在睡梦中都想拥抱的女人, 也可能是因为他那从未展现过的温柔。 站在机场外的墨雨晴, 看着停机坪上缓缓消失在尽头的飞机, 精致的脸上早已经布满了令人心疼的泪水。 痘大的泪珠无法控制, 那仿佛随风摇曳的灰尘一样, 不知如何平息。 行, 这是叔叔告诉我的。 宇文辉用手轻轻搭在面前哭得让人怜惜的人肩上, 认真而确定地说, 他这一去, 可能回来的时候就把你忘了。 墨雨晴没有反应, 但听了宇文辉一句话以后, 身子却不由自主地一颤。 走吧, 我送你回去。 落地的时候已经天亮了, 这儿不比国内, 冰雪早就沾满了天地, 衣衫单薄的王洛却在一出机场, 便有了感冒的迹象。 该死, 这温度变化太大了。 王洛深知自己感冒的原因,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随后强忍着寒冷, 在其他人异样的眼光之下, 走出了机场大门, 往街上跑去。 熟悉的土地, 却不是熟悉的环境。 王洛全然不知这是什么地方, 但总归认识一些店名, 走在路上的他, 庆幸自己还能够使用西班牙语 跟人流利的对话, 否则的话, 他连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无法买到。 将衣物套牢在身上之后, 温暖的感觉很快到来, 最后他打了一辆车, 并且告诉司机自己的酒店名字。 在去往酒店的路上, 王洛对司机询问了一些 关于当地的信息。 他所到达的这个地方, 只是西班牙的一个普通小镇的外围, 往前开了一段路之后, 便正式进入了小镇。 小镇名为哈里斯莫尔镇, 寓意为安静祥和的小镇。 这儿居住的大多数 都是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 和一群早已经有了家庭的中年男子, 青年人也并不是少数。 哈里斯莫尔镇有着自己的中学, 所以这儿的年轻面孔算不上多, 但也能够随处可见。 按理来说, 从国外进入哈里斯莫尔镇 需要一些比较繁杂的手续, 但莫天庸已经帮助王洛 搞定了全部的事情, 并且给他安排了一个 合法的当地户籍。 听斯基叙述, 哈里斯莫尔镇是附近地狱里面 最安全的地方, 这儿的犯罪事件非常的少, 而且外来人口也都是 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人, 所以这座小镇在十几年来 都保持着零犯罪率的记录。 这让网络听了之后非常的亚然, 十几年来都没有犯罪事件的发生, 这是一种非常难以保持的情况。 须知的是, 所谓的零犯罪率在当地人的想法里面 并不止没有任何的犯罪事件发生, 而是说任何的犯罪事件都能够在被发生之前阻止加来, 这要归功于当地的警察部门, 使他们带给了哈里斯莫尔镇这么好的记录。 于是, 心情有些低迷的网络, 不知为何开始对这个镇子好奇了起来。 他好奇, 这个镇子里到底住了怎么样的一群人, 是否每个人都对生命无比的敬畏, 对一些黑暗面难以接受。 很快, 他到达了酒店, 令人无法预料的是, 这酒店与他预想之中有一些差距。 所谓的酒店, 其实只是一家姑且能够算作国内民宿的地方, 面积并不算大, 但好在建筑偏现代风, 不会让人感受到有什么邋遢的地方。 进入酒店, 前台上坐着一个年迈的老女人, 她一边刻着瓜子, 一边看着前台上摆着的老电视。 王洛说, 我是洛王, 我预定了这里的房间。 老女人, 老女人微微点头, 随后低下头去, 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串钥匙, 扔到了王洛的面前。 同时, 用一种敬畏又陌生的语气说, 钥匙上面有房号, 请不要大声喧哗, 每晚十二点停止供应热水。 说吧, 她也不再理会王洛。 王洛接过钥匙, 找到了自己的房间, 发现竟然还是最高层的总统套房, 姑且算是整个房间里面最豪华的一间了。 这里面的设施和摆设都比较符合当地的装修风格, 而王洛又是曾经在西班牙居住过的人, 自然能够很好的习惯。 他站在窗边缓缓地吐着白气, 发现在这个位置能够很好地看清哈里斯莫尔镇的全貌。 这儿的建筑非常的简单和规则, 并不像国内的一些城中村那样, 到处都是拥挤的房屋。 所有的建筑分两边, 中间便是一条广阔的花园道路。 左右各式高度不一的房屋建筑看起来十分的整齐。 而街上也有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让人看了不那么的单调。 总的来说, 王洛并不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不舒适的感觉, 至少能够勉强让他接受。 找个地方吃饭去吧。 坐飞机过来花费的时间可不小, 王洛的肚子已经起了反抗的声音, 他通过手机地图熟悉了一下环境之后, 便直接走出了酒店。 发医主任第二百一十六集 越过前台, 年迈的老女人依旧是那副模样, 并没有对这些客人有什么服务态度。 这并不能够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因为王洛知道, 在这种安居乐业的地方, 很少有人去计较这些问题, 他们都是过着自己最喜欢也最舒适的日子。 赚钱只是维持生活的必须之事, 但一切都会随着自己的心情来。 王洛无法评论这种状态是好是坏, 毕竟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他随意将目光转到了不远处的一家异面店里, 踏步走了进去。 欢迎光临。 店里较为冷清, 但好在并不那么令人感到厌恶。 一道温和的女生传进了王洛的耳朵里, 随后便看见身材窈窕的一面店女老板从厨房走了出来。 这点什么? 女老板关切地对王洛问道。 王洛看着菜单上的菜品, 随意地点了几个自己比较怀念的口味, 坐在了房间里面的餐桌上静静等待。 这间一面店里面坐着几个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 他们各自拿着一杯饮料, 互相调侃着话语, 见王洛进来之后纷纷侧目。 毕竟王洛这幅面孔在他们看来也着实较为陌生。 很快, 王洛点的食物被端了上来, 奇怪的是餐盘上面还放着一瓶浓缩果汁。 这, 这是王洛好奇地看着端菜的女老板问道。 免费赠送? 女老板浅浅一笑, 随后坐在了王洛的对面。 我叫雪莉, 刚才从集市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你了, 你是从外面来的吗? 外面来的? 王洛一愣不解地问道。 这是一种什么称呼啊?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 外面的? 雪莉连忙装作一副很懂的模样, 对王洛解释道。 哈利斯莫尔镇是一个非常友好的镇子, 这里的人都非常喜欢这里, 他们留恋自己的家园, 留恋自己的土地, 所以习惯性地把自己称为这片土地的守护人。 而那些从外面过来的人都被称为外面的, 因为他们没有守护这片土地的想法。 懂了吧? 王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他发觉这女老板倒是挺热情的, 便开口问道。 我听说这里十几年来都很平静啊。 哼, 我亲爱的外来人,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这可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哦。 雪莉并没有马上解释, 而是对王洛眨了眨眼。 王洛这才反应过来, 他连忙说, 我叫洛王, 是一名华夏人, 你可以称为我为洛。 哦, 亲爱的洛, 原来你是一名神奇的华夏人。 雪莉十分惊讶地轻捂住嘴巴, 声音略微放大了几分。 那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你能够跟我说说那儿的故事吗? 雪莉的话音一落, 四周同样在吃饭的客人 也都将目光看向了王洛。 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十分温和的笑容, 像是在欢迎王洛的到来一样, 没有丝毫的抗拒, 甚至还有人对王洛伸手打起了招呼。 王洛都礼貌地一一回应, 这竟然让他有些颇为不适应。 就在他打算回应雪莉的话的时候, 厨房里面突然走出来一个胖男人, 这胖男人一副秃头, 脸上胡渣看起来像是很久没有修理过一样。 他远远对着雪莉大声地说, 该死的, 食物都还没准备好, 谁允许你出来聊天了。 雪莉听到这声音, 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 拍了拍自己的屁股, 眼神里露出一副慌乱和恐惧, 很快便消失了。 他笑眯眯地对秃头胖男说了一句, 马上就来亲爱的之后, 便转头对王洛道, 跟你聊天很愉快, 期待下次光临。 说吧, 他便快步地走进了厨房里。 王洛笑着点了点头, 自顾自地吃起了桌上的食物。 雪莉的模样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但他并不理解, 所以也就没有在意。 就在他快要吃完的时候, 其身旁桌上的三名穿着学生装的青年, 却围了过来。 哎, 华夏人, 你来这儿干什么? 一名看起来十分瘦弱的男孩, 对王洛问道。 他脖子上挂着一条项链, 项链上是一颗子弹, 姑且称他为子弹男。 王洛并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淡淡地喝着赠送的那一瓶果汁。 哎, 问你问题的。 另外一名穿着黑色夹克和球鞋的男子开口问道。 我警告你, 不要破坏哈里斯莫尔镇的和平, 不然我和瑞克和Joyce会把你吊起来, 脱光你的衣服。 走在最前面的高大男子对王洛说道。 但从他的语气里面听, 始终少了一丝成年人才有的狠力, 反而听起来比较柔弱, 让王洛有一种想笑笑不出来的感觉。 你, 华夏人, 为什么要笑? 子弹男瑞克指着王洛好奇地问道。 你们在哈里斯莫尔中学上课吗? 王洛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望着他们指了指面前的座位, 说。 坐下来来了天, 我刚刚才来这个美丽的小镇, 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下? 三人对视了一眼, 见王洛一脸诚恳的表情, 纷纷点了点头, 坐下了椅子。 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洛王, 可以叫我洛。 王洛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我叫瑞克, 子弹男道。 叫一字第二个说话的学生道。 修伯特, 威胁王洛的学生横了一声, 他骄傲地说道。 我是校队的橄榄修队长。 哦, 那真是一种值得撑散的荣耀。 王洛笑嘻嘻地说。 你们今天不用上课吗? 不得不说, 王洛应对这些年轻人的手段 很有一套, 毕竟他可是在大学里面待过的。 如今见到这些年轻人, 就好像回到了校园一样。 偷偷告诉你, 镇子里面发生了一件小事情, 修伯特凑近王洛的耳边。 你想知道吗? 修伯特, 不能随便往外面说。 瑞克和乔伊斯瞪了修伯特一眼, 慌乱地说道。 修伯特却是不管不顾地推开了他们, 对王洛说。 洛, 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你要承诺, 不往外面说。 王洛装出一副略感兴趣的样子, 点点头。 我想我很有兴趣。 是这样的, 洛, 你觉得这间一面店的女老板雪莉, 好看吗? 修伯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围, 对王洛问道。 王洛点了点头, 并未说话。 那么, 刚才那个胖秃头, 是他的什么人? 你猜猜。 修伯特继续问道。 我猜, 是他的爱人? 王洛迟疑了一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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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猜错了。 修伯特连连摇头, 听我的好哥们帕克说, 这个男的, 其实是雪莉的亲哥哥。 他们来镇子里面, 已经快八年了, 但是一直以夫妻的身份, 面对小镇里面的人, 而且还经常装出一副, 十分恩爱的样子, 让我看了, 简直浑身骑骑疲疼。 亲哥哥? 王洛一愣, 这不是, 那啥吗? 嘘, 修伯特瑞克和乔伊斯, 连忙将手放在嘴前, 示意王洛不要大声说。 抱歉, 我太惊讶了, 王洛说的。 但是, 这好像并不值得在意吧。 奇怪的是, 三人都惊讶地看向王洛, 最后又互相对视了一眼。 修伯特再次开口说, 洛, 你信的叫, 是什么叫? 叫? 王洛摇了摇头, 我相信科学, 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科学。 哎, 华夏人都是这样子的吗? 子丹男瑞克带着浓浓的好奇, 开口问他, 不不不, 也有一部分人心叫, 王洛并没有一棒子打死, 解释道, 那么你们呢, 信什么? 哈里斯莫尔镇有着自己的教派, 但是我们三个都信天主教, 乔伊斯解释道, 天主教是耶稣教派最保守的教派, 我们讨厌这种行为, 但我们相信, 雪莉是被强迫了, 而不是他自缘这样的, 当然, 我们知道那是他们的家事, 但是最近, 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修伯特画风一转, 对网络说道, 雪莉, 竟然被那个胖秃头抓奸了, 据说, 他与一个比胖秃头还丑的男子, 在哈里斯莫尔镇唯一的教堂里, 赤裸抱子了一切, 文言, 网络不禁皱起了眉头, 从教义上来说, 教堂是一种神圣的地方, 任何身上背负罪名的人, 都可以去这种地方, 向自己信的神明赎罪, 但是雪莉这种行为, 很明显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 是被人唾弃的, 最让人不解的是, 哈里斯警局, 竟然不愿意管这件事情, 修伯特越说越激动, 他甚至想要狠狠地拍桌子, 但克制了下来, 或许在他们看来, 这无可厚非, 那, 胖秃头有没有反应, 网络好奇得到, 虽然他不是特别喜欢管这种事情, 但是出于好奇, 他依旧发问, 就跟你想的那样, 胖秃头完全就跟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 在跟雪莉在一起的时候, 很正常, 修伯特耸了耸肩膀说道, 正常到, 我们都以为他不正常了, 你们这几个臭家伙, 又在乱说些什么? 这时, 雪莉的声音突然传来, 他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修伯特三人的身后, 并且手中端着一份甜点, 三人仓皇地转过头去, 随后十分紧张地摆手, 慌忙地冲出了一面殿, 连招呼都没有跟网络打, 网络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 心中若有所思, 随后便看着雪莉在自己的面前坐了下来, 将甜点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罗,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 雪莉好奇地问, 像是没有听见先前的话, 网络笑了笑, 看来哈利斯莫尔珍的人们, 对华夏的历史都比较有兴趣的, 雪莉似懂非懂得点头, 随后将甜点拿起一块, 放在了网络的嘴边, 来, 尝一尝哈利斯莫尔珍的特色甜点, 网络见状, 眉头皱了一下又松开了, 出于礼貌, 还是张嘴吃了下去。 真是一个听话的小奶狗呢。 雪莉撅起红唇, 对王洛发出了一声赞美, 双眼带着一丝肆意的打量。 王洛也是过来人, 自然明白这种眼神代表着什么, 很快他便找了个借口, 结账离开了一面店。 回想起先前雪莉的那幅状态, 他总觉得有些太过热情了, 不过他也觉得很有可能是出来乍到, 对这儿的人文环境不太熟悉, 也就没有多去在意。 不过, 为了熟悉这里的环境, 王洛还是决定跟随着地图导航在附近转一转。 尤里西斯花店? 王洛站在这散发着清香的花店门口, 好奇地向着里面张望了一眼。 这时, 一位缠着头发的老奶奶从门内走了出来, 他露出一副慈祥的面孔对王洛问, 亲爱的, 需要点什么? 代表心情的还是送给心爱之人呢。 王洛连忙摆手, 正想拒绝, 却又想到既然来了, 不如买一朵看看。 他随意地挑了一朵玫瑰, 正想掏钱付的时候, 却发现身上唯独只有一张黑卡。 请问, 能够刷卡吗? 王洛无奈地说, 我身上没有现金。 很抱歉, 这儿不能哦。 老奶奶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你要是喜欢, 这朵花送给你了。 王洛一愣, 说, 可以吗? 老奶奶微微点头, 转身走入了花店里, 带起了自己的老花镜, 坐在桌上写着些什么。 这下轮到王洛暗自点头, 终是感受到了这座小镇的热情, 心情略好, 将这一束花紧紧地握在手中。 很快, 他散步来到了哈利斯莫尔中学, 这座中学不算大, 也不算小, 只有着区区的两座教学楼, 甚至比不上国内的一些三线城市的学校。 但好在, 只是一个中学, 勉强能够让小镇的一些中学生上课便知足了。 这时, 王洛将目光移到校园门口, 却发现正站着一排排学生们, 在他们的前方有一名拿着相机的老师。 王洛静悄悄地走到了他们的前方, 并且好奇地看着这群人, 却发现这群站在一起的学生们, 同样露出好奇的神色, 看着自己。 王洛的出现, 导致他们的动作和表情都变了, 毕竟他这副亚洲面孔, 在小镇里面看起来还不算多见。 而前方正准备拍照的一名老师, 也好奇地转过头来, 他对王洛露出了善意的目光, 开口问, 你好, 我是艾德温, 这间学校的校长。 王洛见状也向其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 同时好奇地问道, 今天是毕业日吗? 艾德温好奇地看着王洛, 不不不, 这是每天的前道日, 会例行拍照, 看看有谁缺席了。 哦, 王洛一愣, 第一次听说这种规矩, 不过很快, 他便看到街头转角处, 匆匆跑来三名学生, 笑说道, 说起来, 我倒是知道, 有几个缺席晚到了的家伙, 艾德温说, 哦, 那是谁? 王洛伸出手, 朝着修伯特三人跑过来的方向指了指, 艾德温随之看了过去, 脸上露出了生气的表情, 转头看着王洛的时候, 却发现王洛已经走远, 便也管不了那么多, 冲着修伯特三人大吼过去。 法医主任, 第217集, 小镇的工业并不是特别的发达, 王洛不知何时, 走到了一家裁缝店的门口, 裁缝店的店老板是一位看起来足有七十多岁的老男人, 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手上拿着一根针, 在衣服上缝合。 当王洛正想走的时候, 他却突然叫住了王洛。 对什么都好奇, 不是一件好事哦。 王洛不由得来了兴趣, 往后走近了几步。 好奇心可是人类成长的本钱, 不然怎么会发明针线这些东西啊? 对一个老裁缝说这些话可不太礼貌。 老裁缝哈哈一笑, 将手中的针线缓缓放了下来, 同时抬头看向王洛, 睁开眯起的双眼说道,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也是华夏人, 可惜, 现在已经去了美好的天堂。 看来我以后也有可能去天堂, 王洛耸了耸肩膀说, 你有衣服需要老裁缝帮忙解决一下吗? 比如被发青的猫抓烂的衬衣。 老裁缝依旧和蔼地说, 王洛礼貌地摆了摆手, 转身就想离开。 不过很快你就会有了。 老裁缝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过王洛并没有听到。 接下来, 王洛收到了来自莫天庸的短信, 内容是让王洛暂且在哈里斯莫尔镇待命。 不久后, 国外的机关人员会对他进行碰面, 到时候再进行调查。 王洛心中不免有一些怀疑, 他有些搞不清楚, 到底是莫天庸想让自己帮忙调查案子, 还是想让他从莫雨晴身边支开。 毕竟莫天庸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时间, 而他想要联系莫天庸问个清楚, 却发现自己的手机怎么都打不通, 也就索性放弃了。 他在寒冷的冬天, 踏着步子朝着酒店远路返回, 在经过前台的时候, 将身上的玫瑰抽了出来, 放在了前台的桌上。 那老女人抬头看了一眼王洛, 浑浊的眼睛里没有半点起伏。 王洛只是回应一个微笑, 最后便坐电梯进入了房间。 紧接着, 他将所有的窗户窗帘都关上, 并且打开了手机的摄像头, 开始检查房间里面的每个角落。 最终, 他放心地松了口气, 利用手机的摄像头可以检测到房间里面 是否装着一些监控之类的物品, 这也是一种安全的防备意识。 不知为何, 刚回到房间不久的王洛竟然有了一丝丝困意, 他缓缓地走到床上, 并且躺了上去。 很快, 他便进入了梦乡, 沉睡了过去。 夜晚逐渐到来, 王洛在睡过去之前就已经将房门锁好, 却没有想到在这时被推开了。 只见一个裸露着身子的窈窕女子从门外走了进来, 并且在夜幕之下, 缓缓地爬到了王洛的身上。 王洛的防备意识很强烈, 他竟然在这副身体爬上来的时候, 瞬间清醒了过来。 是谁? 王洛发现躺在自己身边的是一个女人, 惊讶地叫出来声。 他连忙开灯, 却发现早晨去过的一面店的女人雪莉 正搂住自己的脖子, 诧异地看着自己。 是你? 王洛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试图将其从自己的身上推开, 却又不免碰到了一些不该碰的部位, 恍若触电般地收回了手。 啊,亲爱的, 为什么要推开我? 雪莉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对王洛说道。 王洛直接皱起了眉头, 感觉到一丝不太对劲, 想要从床上直接站起来。 但雪莉竟是直接用双手抱住了王洛, 丝毫不让王洛乱动, 更是用自己的私密部位, 不断地往王洛身上乱蹭。 王洛无奈地撇了撇嘴, 心中不由地冷笑地嘲讽, 就你这样的姿色, 连我的语情的半根毛都比不上。 说吧, 他便强行想要利用自己的力气, 将雪莉推开。 雪莉见王洛始终抗拒, 竟然直接哀好了起来, 竟然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的嗓子扯开, 大喊大叫。 就在这时, 房间的门突然被打开, 雪莉见状, 冷哼了一声, 同时看向王洛的目光里, 有了一丝得意和贪欲。 出去吧, 一道不缓不及的老人声传来, 在整个房间里面回答。 雪莉和王洛同时一愣, 随后便转头看去, 只见那前台坐着看电视的老女人, 不知何时来到了王洛的房间, 看向雪莉的目光充满了厌恶。 雪莉回头看了这老女人一眼, 并没有理会她, 而是继续往王洛的身上攀爬个不停, 同时嘴里还发出一些 令人作呕的声音。 如果你再不出去, 我就按报警器了, 可雷蒙特警长和他的警局 不会不管这件事情吧。 老女人冷笑了一声, 语气里面带着浓浓的威胁。 雪莉迟疑了一下, 最终放过了王洛, 从床上爬了下去。 当他走到门外的时候, 还用一种十分憎恨的眼神, 瞪了老女人一眼。 谢谢您的协尾, 王洛从床上站了起来, 对门口的老女人道谢, 说道, 我应该称呼您为女士还是 Casey。 老女人Casey面无表情, 对王洛说, 谢谢你今天的玫瑰。 能否告诉我, 这是什么情况? 王洛表示不用, 便好奇地请求问道。 他可不相信Casey 是凑巧进入她房间后, 见到这一幕的。 你真的想知道吗? Casey走入房间, 将房门关上, 对王洛解释道。 他不是在哈利兹莫尔镇 长大的, 所以没有哈利兹莫尔镇 人那般朴实。 他利用自己肮脏的姿色 在我的酒店里面, 对那些对妻子不忠, 喜好美色的男人进行勾搭, 然后向他们索要钱财, 如果他们不愿意给予, 那么他那凶狠又丑陋的亲哥哥 就会从门外拿着菜刀赶进来逼要。 仙人跳? 王洛的脑子里面 顿时浮现出这个词语, 但他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周梅对Casey问道, 他们这样, 经过你的同意了吗? Casey露出一副 无可奈何的模样, 说, 他们会给我分一部分的钱, 我如果反抗的话就会挨揍, 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只能够听他们的意思。 王洛点头表示理解, 那酒店的负责人是谁? Casey不明白王洛为何这般问他, 但还是配合地说道, 酒店没有特别的负责人, 由于小镇一直以来都是和平安详, 所以只有我一个前台负责看护, 但酒店有建筑商老板, 是哈里斯莫尔镇最伟大的建筑商, 哈里斯莫尔镇有今天的荣光, 有他一半的功劳。 王洛好奇地嗷了一声, 问, 他叫什么名字? 伟大的霍华德·佩恩先生。 Casey带着一副真诚的表情, 对王洛解释道, 他从小就在哈里斯莫尔镇长大, 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最终帮助小镇里面的每个人都建了像样的房子, 让那个可怜的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住处, 保持着美好的生活。 王洛文言心中不免对霍华德·佩恩产生了一些好感, 而面前这位Casey多半也受到过其支持, 说话的时候都带着一股非常明显的感谢。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非常想拜访一下这位崇高的先生。 王洛笑眯眯地说, 像这种大好人, 绝对会喜欢交朋友吧。 Casey冷横了一声, 轻蔑地看向王洛。 哼, 霍华德·佩恩先生可不是谁都能高攀上的, 就算是那群警局里面的人也不行。 哦, 我一直在好奇, 你所说的那个警局是什么样的存在? 王洛好奇地道, 白天我在逛街的时候没有发现, 他坐落在哪儿? Casey闭上眼沉思了一下, 你没有发现倒是正常, 他在小镇的另外一面, 需要开过一段农田才能够看见。 具体的路线我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他们有留下报警器在镇子里, 如果有什么危险发生的话, 就可以用报警器让他们过来救援。 实际上, 哈利斯莫尔镇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能够惊动警局出手的案件了。 说着, Casey还十分高傲地昂了昂头, 你能够来这里居住是件好事, 不用担心像在混乱的伦敦一样, 每天夜里都要面对该死的流浪汉和尹君子的挑衅。 随后, Casey便告诉王洛, 让他在进来房门之前注意一下门锁, 不要让其他人趁机摸进来, 因为他所在的酒店是没有任何安保措施存在的。 好了, 那我就先休息了。 Casey对王洛道了别。 王洛再次感谢一番便关上了门。 他开始对这个镇子好奇了起来。 按理来说, 雪莉今天给他的印象还挺不错, 但如今竟然想坑他一把, 绝对不是临时起义。 然后他仔细一想才反应过来, 也正是雪莉给了他一种安全的感觉, 加上镇子里面对于和平的述说都让他的头脑悄然放下了防备, 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 王洛无法控制。 也正是这样, 王洛才会随意地吃掉雪莉赠予的点心和果汁。 想必经过这番阻挠之后, 雪莉不会再对王洛犯下同样的害心, 毕竟他从凯西那儿听来, 这个玩仙人跳的家伙, 似乎对哈里斯莫尔镇的警察们有一些畏惧, 若是凯西真的报警了的话, 他们可能会失去一条赚钱的路子, 所以才无奈地选择了退出。 于是王洛便放心地躺在床上, 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王洛却为一阵清脆的警车鸣笛声吵醒了, 这熟悉的调点仿佛让他回到了几年前在西班牙生活的日子, 但也同样在告诉他, 这素以零犯罪律为豪的镇子, 竟然惊动了警察的到来。 王洛迅速地穿好衣服走下了房门, 却发现大唐的路已经被警察封锁了, 那儿正站着许许多多的围观人员, 他们的脸上都透露着十分惊讶和惋惜的表情。 而在那人群中还站着两个一脸洋洋得意的人, 这两人分别是雪莉以及他的亲哥哥秃头男。 王洛瞬间意识到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连忙越过警戒线, 直接冲到了大唐的前台, 却发现为时已晚。 在大唐的地上有着一滩浓浓的血迹, 同时,一具尸体正被赶来的警察们装进黑色的装饰袋里。 隐隐约约能够看见尸体的一部分, 竟是昨天侥幸帮王洛逃过一劫的前台老女人Casey。 天哪,发生了什么? 王洛瞳孔猛地一缩, 冲到了负责控制现场的警察面前好奇地问道, 你是谁? 一名胖警官皱眉看着王洛, 将其拦在了面前。 这里是事务现场, 不要随便进来, 否则我会把你当成犯人, 靠在那冰冷的柱子上。 我是。 王洛见到这身西班牙特有警服的男子, 便下意识地想说出自己的外号, 却恍然回过神来, 连忙转头说道, 我是这里的客人, 我叫洛王, 是一名华夏人。 华夏人? 谁是哈里斯莫尔珍少有的外来种族? 胖警官面无表情地说。 我叫庞德迈弗劳尔, 是哈里斯莫尔珍伟大警局局长的儿子。 您好, 庞德迈警官, 能够告诉我这个无辜的客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王洛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指了指地上的血迹,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心慌。 庞德迈打亮了王洛一眼, 随后淡淡点头。 这家酒店的前台凯西在昨天晚上值班的时候, 不小心被头上的电视砸死了。 砸死了? 王洛一愣? 那么这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故吗? 我还以为是一件足以令人恐惧的谋害案。 王洛原以为这样说出来的话会遭到庞德迈的反驳, 但出人意料的是, 庞德迈竟然是惊讶地看了王洛一眼, 随后凑近了王洛几分, 说, 哦, 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吗? 王洛愣了一下, 表示不解。 我是最近才调到这个镇子里的, 在以前我被我的父亲送进了纽约警察学院进行培训, 庞德迈露出一副十分不解的样子。 自从来了这里之后, 我经常听到镇子里的人说这是一个零犯罪律的好地方。 我不认为如此, 学院曾告诉我黑暗无处不在, 它遍布每一个角落, 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除非光明也消失的那一天。 王洛赞赏地看了庞德迈一眼, 心中想着总算看见了一个同道众人, 说, 那庞德迈警官, 您认为这桩事故是怎么形成的呢? 庞德迈无奈地撇了撇嘴, 我那凶悍的父亲必须让我把尸体先抬出去, 为了把口风掩盖下来, 但根据目击证人说, 这个前台的的确确确是被电视砸死的, 所以我就不能再调查下去, 只想尽快结案。 目击证人? 是谁? 庞德迈指了指一旁围观群众里面的血厉和胖秃头, 说, 哦, 就是这两个人, 他们可以提供口供, 事发当时就在现场。 那么, 他们可以提供该有的不在场证明吗? 网络皱眉? 按理来说, 根据凯西对雪莉的阻拦, 其实可以判定有嫌疑的一方。 法医主任第218集 不在场证明? 庞德迈听到王洛说出这个词, 顿时一副泪如雨下的模样, 伸出双手, 狠狠地握住了王洛的肩膀, 激动地说, 我的天, 我好久没有听见这个新鲜的词了, 自从来了这个镇子里之后, 根本没有什么专业的术语出现, 因为镇子里每个居民都非常诚实, 简直让我惊讶无比。 什么意思啊? 诚实? 王洛扎了扎嘴? 这好像不能够作为什么有用的呈堂证物吧? 从严谨的角度上来说, 这两个目击证人很显然是第一嫌疑人, 我觉得应该把他们抓起来审问一番。 庞德迈听了王洛的话后, 并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沉默了一下, 而后看向王洛, 问道, 这不太可能。 为什么? 王洛诧异地问, 你们不是代表哈里斯莫尔镇最高执法力多的警察吗? 首先, 很感谢阁下的赞美。 庞德迈对王洛高看了几分, 继续说道, 但是我只能够很不幸地告诉你, 这件案子我并不能够负责, 必须要交到局长, 也就是我父亲的手底下审核过后, 再为派专门的警员进行处理。 我只是闲着没事过来处理尸体而已。 原来如此, 王洛缓缓点头, 那么能够带我一起去警局看看吗? 我想我可以试着了解一下案件的过程吗? 说吧, 王洛便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笑着看向庞德迈。 胖警官庞德迈看着王洛, 笑嘻嘻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与其握了握, 说, 很高兴认识你, 洛。 紧接着, 庞德迈将案件现场拍照留底之后, 便带着尸体和王洛一起坐上了车, 朝着警局开举。 站在人群中的雪莉以及胖秃头, 见到王洛与庞德迈警官一同上了警车之后, 脸上露出了不解的身色, 但很快就与其他人一同散开了, 回到了各自的店铺里, 开始了新的一天。 短短的案件发生, 并不能够让整个镇子里的人感到恐慌, 毕竟庞德迈已经散出去了口风, 说Casey是因为事故才死亡的, 而且也有目击证人存在, 相当于给群众们打了一针强心剂, 让他们根本没有过多在意。 毕竟多年来, 哈里斯穆尔珍都保持着安全和平和的情景, 但是像事故这种非人为能够控制和阻拦的悲剧,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而Casey的死, 多多少少让王洛心中有些遗憾, 毕竟这个仅仅只见过一面, 还帮了他一次的善良老女人,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善人, 却在一个夜晚过后惨死在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王洛敏锐的嗅觉总觉得, 这里头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他没有发现。 经过一片布满了白雪的农田之后, 王洛和庞德迈等人顺利来到了警局的外围。 这警局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与王洛曾见过的哈里斯穆尔镇中学差不多大小, 在这个地区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警局了。 毕竟, 哈里斯穆尔镇多年来的繁荣和平, 让负责当地治安的警员们都得到了不少来自上级部门的奖励, 所以才能够将警局扩容。 而令王洛好奇和惊讶的是, 在这个警局的旁边, 竟然有一栋四层楼高的教堂, 里面传来了一阵轻盈的吟唱, 听起来让人不免有一些放松的意思。 好吧, 我带你进警局看看, 这会儿大家才刚来上班。 庞德迈首先命令其他警员将尸体抬到太平间暂放, 随后对王洛说, 我都不说,哈里斯穆尔镇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 在这里人们不用受到工作的限制, 一切都过得非常轻松, 也同样没有大城市里面的那种劳累感, 我相信你会喜欢上这类的。 王洛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看来你似乎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当然不喜欢。 庞德迈连忙摇头摆手, 这地方对我这种正处于奋斗年龄的壮汉来说, 简直算得上是人间地狱, 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去西班牙最著名的国城警局工作, 在那儿我才能够大展身手, 但我老爹却不肯同意, 他十分强硬地让我留在这里, 并且告诉我, 再懂事一点, 就让我接任他局长的位置, 然后让他自己去享福, 别逗我了, 他有什么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简直是一个又滑又油的老泥球。 闻言, 王洛不禁一笑, 心想哪有这样说自己父亲的, 这庞德迈看起来心机并不是特别重, 从先前王洛直接去搭话, 并且受到了礼貌回应的表现来看, 这家伙用王洛的话说就是虎头胡闹。 但王洛也保持了怀疑的态度, 毕竟在没有了解一个人之前, 妄下评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进入警局, 王洛感受到了一股十分怀念的味道, 这里面的所有布局, 都与他曾经待过一段时间的警局相似得很, 并且每个身穿警服的警员, 都让他感受到了亲切。 胖大傻, 你今天的调查搞定了吗? 迎面走来一个黑人女警官, 他笑眯眯地伸手搭上了庞德迈的肩膀, 大趣地说道。 庞德迈自然能够听出这里面的调侃之意, 他似乎见多了一样, 并没有多么在意。 哦, 你不会抓了犯罪嫌疑人回来吧? 黑人女警员见到庞德迈身后站着的王洛, 不由得大声惊呼。 这一举动引起了警局里面所有警员的注意, 纷纷将目光转移到了王洛身上, 开始好奇地打量起来。 这家伙是从哪儿来的呀? 人群中有人出声, 语气里带着不善。 听说是外面的人,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华夏人吗? 有人开口回答, 肆无忌惮地打量着王洛。 好了好了, 都不要吵了, 安静一下。 庞德迈咳嗽了一声, 走到王洛的身旁, 对自己的同事解释道, 这是我的朋友, 叫洛王, 你们不要乱来, 他是过来镇子里面旅游的。 哦, 胖大傻, 这不会是你从纽约带来的朋友吧? 黑人女警员惊讶地问, 但从他的语气里听, 似乎并没有多少欢迎王洛的意思存在。 而王洛也发现, 这些镇子里面的人似乎很不欢迎外来人士, 简单地来说, 就是不好客。 庞德迈的解释并没有让情况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其他人在听说王洛是他的好朋友之后, 也没有像王洛在国内见过一样的露出尊敬的表情。 很快他便反应了过来, 这是在国外的环境里, 官僚主义在这儿似乎得不到什么证实。 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 哪怕庞德迈的身份再高, 在其他同事的眼里, 也只会认为他是父亲带来的荣耀。 而他本人除了身份之外, 压根没有什么值得高看的地方, 所以众人才会对他并没有那么尊重。 想到这儿, 王洛不免有些想要发笑, 从他的世界来看, 这是正常无比的事实, 但从庞德迈的角度一想, 呆在这种环境里面, 的确不能够为他带来成长。 别让这个毛头小子在这儿捣乱了, 参观完就把他带走吧。 人群中再次传来一道不受欢迎的语气, 王洛听了眉头一皱。 庞德迈倒是没什么反应, 像是听多了这群同事们的闲言闲语一般, 直接带着王洛转身走入了办公室内。 这办公室外面挂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庞德迈的名字, 但不知何时已经被人涂鸦成了胖大傻。 没有看出来啊, 你脾气倒是挺好的呀, 王洛好奇地打趣, 但我还是想要知道, 为什么他们都要叫你胖大傻。 庞德迈无奈地看着王洛, 并没有因为这句话产生什么抗拒, 而是解释道, 因为我在这儿经常说一些镇子里面的坏话, 比如猜测裁缝店里面那个老头曾经吸过毒, 但人们好像都以为他是一个本世纪以来最棒的裁缝, 重视之地, 王洛笑而不语, 但他很显然明白了庞德迈现在的处境, 就算他是局长的儿子又怎么样, 只要触及到了禁区, 同样会被区别对待。 跟我说一下案件的情况吧, 王洛转移话题问道, 行, 庞德迈梳理了一下想法, 之后对王洛说, 昨晚凌晨一点半, 24小时营业的酒店里发生了一起事故而导致的命案, 死者今年71岁, 是哈里斯莫尔珍本地人, 被头顶上放着的老式电视机落下砸死, 救援无望。 当天凌晨一点45分, 哈里斯莫尔珍面店的女老板雪莉及其爱人, 发现了倒在血泊之中的死者Cassie, 之后报警, 由于当时并没有值班的警察, 所以警方只能够赶到控制现场, 也就有了你今天早上看到的情况。 没有值班的警察? 王洛一皱眉, 通常来说, 警局都是24小时有人值班的。 是的, 哈里斯莫尔珍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命案, 所以父亲特地取消了值班人员, 让大家都轻松了一些。 庞德迈对王洛解释, 这是一种戒备放松后的举动。 直到放大来看, 王洛说, 我跟逆逆对案件的描述来提几个疑点吧。 首先, 死者的电视为什么会掉下来, 而且他所坐的地方距离电视有一段距离。 其次, 当天凌晨一点半, 为何雪莉和她爱人会成了目击证人而报警? 那个时候, 面殿应该是关了门的。 再次, 在警方感到的这段时间里, 很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洛, 你的想法很不错。 庞德迈听了之后, 认真地拍了拍王洛的肩膀。 看来, 你好像认定了雪莉和她爱人是第一钱一人, 你在他们那儿吃过一面? 为何这么问? 他都肯定坑你钱了。 庞德迈哈哈一笑, 王洛无奈地撇了撇嘴, 面前这家伙在讨论案件的时候, 与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我来给你指几条调查的路线啊。 王洛咳嗽一声, 将庞德迈的思绪拉了回来, 凑近他说, 一、调查当天马路边所有的监控录像。 二、调查雪莉和她的爱人是否有犯罪记录, 以及他们所有的档案。 为什么不直接调查酒店内部的监控呢? 庞德迈好奇地问。 我早起的时候特意观察过, 酒店前台是没有监控的。 网络解释道, 那些监控只存在于每一层的走廊楼梯间里, 所以没有多大的用处。 你只要按照我这样调查下去, 绝对能够剖析出来更多的疑点。 那要不是更累吗? 庞德迈打了个哈欠。 我想念小镇里面的冰淇淋了。 你…… 王洛翻了个白眼。 你不是想要去西班牙国城的警局工作吗? 我想我可以帮你一个玩。 前提是, 你要把这件案子解决掉, 证明你的实力。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抱歉我没听清。 庞德迈抠了抠耳朵, 整个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哎, 别那么激动。 王洛被这高大的身材吓了一跳。 我说, 我可以把你弄进西班牙最出名的国城警局里。 庞德迈深吸了口气, 对王洛问。 我要怎么才能相信你? 王洛文言只好低头沉思了起来, 随后拿起电话, 拨通了一个沉积在记忆里面的号码。 号码归属地就是西班牙国城。 请帮我转接调查处警卫队长亨利·埃略特。 王洛对电话那头的人说道,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道甜美的女声, 让王洛稍等。 庞德迈好奇地看着王洛的动作, 正靠奇王洛所念的名字是谁的时候, 整个人突然顿在了原地, 瞳孔猛地缩了起来, 双腿不自主地颤抖。 亨利·埃略特, 本世纪执行力最强的调查处警卫队长。 曾在2007年之前, 西班牙的社会治安形势较为复杂, 犯罪率比较高。 盗窃、诈骗、抢劫等轻财性犯罪频发, 涉毒犯罪总量较大。 加之恐怖组织黑恶势力和团伙犯罪较为突出, 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以马德里国城自治区为例, 该区拥有600余万人口。 作为西班牙的政治和地理中心, 年均发生盗窃抢劫毒品类刑事案件10万多起, 约占全国案件数的20%。 但近几年, 西班牙政府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加强了预防和打击犯罪工作, 包括加强移民管理, 强化治安巡逻, 加大有组织犯罪打击力度等。 亨利·埃略特刚好就在那年上任, 成为了马德里国城市区的警卫队长, 并且解决了好几件犯罪案件。 这其中就有王洛的帮忙, 具体过程不提也罢。 但王洛当时在警卫队里面的地位, 基本上已经能够和亨利·埃略特所持平, 只不过他并不追求这些, 而是费尽心思帮助他在动荡的社会里解决麻烦。 但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记起王洛的存在了, 只流传成了一句佳话, 毕竟王洛的归属依然是华夏。 而从纽约警卫学院归来的庞德迈, 不单单听说王洛和亨利·埃略特的事迹, 更是倒背如流,羡慕无比。 而他想要去西班牙国城工作的梦想, 就是取自于王洛的事迹, 简直能够算得上是他人生的标杆。 但他从未见过王洛的照片和真人, 因为亨利·埃略特为了保证王洛的人身安全, 已经将所有可能泄露的照片和档案都删除了, 只留下一些不算隐秘的事情, 使其他人品味。 想到这里的庞德迈, 信中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 但他依旧不敢拖大, 而是盯着王洛, 看他接下来到底想干什么。 等待了十几秒之后, 王洛手中握着的电话, 传来了一道低沉浑厚, 富有雌性的男声, 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你好, 我是亨利·埃略特队长。 嗨, 老亨利。 王洛熟练地对电话那头说道。 电话那头的人明显地顿了一下, 随后语气猛地声高, 声音外溢到连一旁的庞德迈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 你是王! 王洛连忙将手机话筒拿远了一些, 直到电话那头的亨利·埃略特队长平息下来之后, 才继续说道。 老朋友, 不用这么惊讶吧。 亨利·埃略特缓缓地深吸了几口气。 你, 来西班牙了吗? 是的, 我过来有一些事情, 王洛说。 啊,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 亨利·埃略特和王洛早就已经是多年来的好朋友, 对各自也了解得很, 所以没有多少客套, 轻而易举, 就能够听出王洛, 话里有话。 法医主任第219集 王洛迟说, 是这样的, 我现在在哈里斯莫尔镇这儿, 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想调到你那儿去工作, 能否做出一些调动? 哈里斯莫尔镇, 亨利·埃略特语气明显一顿, 有些惊讶地说, 这倒没有问题, 但你知道我的为人, 我不喜欢自己的手下是没用的废人。 就是武器, 只要你和鹰, 这回算是欠了你一个人情, 等我把事情办完了, 就去国城那儿好好拜访拜访你, 怎么样? 当然没有问题, 我非常欢迎你的到来, 并且期待再次与你合作的那一天。 亨利·埃略特语气略带激动说道, 那就这样定下了, 我到时候再联系你。 王洛礼貌地告别了亨利·埃略特, 并且挂断了电话, 转头将目光看向了庞德迈, 而站在原地的庞德迈, 已经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他张大了嘴巴, 看向王洛的时候, 就好像在看一个长辈, 无比的敬畏。 你……怎么了? 王洛见他这副模样, 略带汗眼, 关切地问他, 你……你真的是…… 庞德迈深吸了口气, 强行让自己平静下来。 是那个人吗? 王洛迟疑了一下, 最终点了点头, 他的心中有了一种难以言明的满足感, 以他的性格来说, 以前全然不会在意这些东西, 但不知为何, 如今见到庞德迈一副崇拜的模样, 竟也奇梳得很。 庞德迈听到王洛这般回答, 再次深吸了口气, 随后便在王洛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直接伸手抱住了王洛的身体, 将其狠狠地搂住。 王洛倒吸了一口冷气, 庞德迈的体重不是盖的, 有那种西方人特有的强壮, 以王洛这副小身子有些难以承受, 便皱眉试图将其推开。 哪知道, 庞德迈竟然一副十分激动的模样, 完全不想放开王洛, 而是说道, 天哪, 我竟然见到我的偶像了。 王洛只好无奈地捏了一下庞德迈肩膀上的穴道, 让其双手麻痹了一下, 最终才松手放开自己。 果然跟他们传的一样, 你是一名非常出名的法医。 庞德迈兴奋地说, 想必肯定对人的器官和身体无比熟悉,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好了好了, 我们说正事吧。 王洛微微咳嗽了一声, 他知道西方人从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本人也是非常的无奈。 转移话提到, 我的条件已经放出来了, 你愿不愿意答应呢? 这都是小事, 我答应你是迟早的事情。 庞德迈对王洛解释道, 我会跟你一起去调查, 但是有个前提条件。 什么条件? 王洛一愣? 我必须要瞒着我的父亲去做这些事情, 不然的话, 他肯定会以为我是在故意破坏阵子里的和平。 庞德迈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如果他很生气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而是会被他软禁起来。 你的父亲对你还真是严格, 王洛也有一些无奈, 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瞒着他吗? 瞒着他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我们在警局里面的人都下班休息了之后, 调查就行了。 庞德迈继续说, 而且我老爹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观察着镇子里面的动向。 这倒也行, 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 自由身是一个好东西, 网络耸了耸肩膀。 那么就这样吧, 我们先解决一下麻烦, 分工合作。 庞德迈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 正襟危坐, 犹如仔细听课的孩子一样, 等待着王洛讲解答案。 王洛笑了一下, 不用这么严肃, 只是一个小案子而已。 庞德迈依旧一副严肃的表情, 并没有因为王洛的话而放松下来, 他那圆嘟嘟的面孔 和将近一米九高 实在有些不大。 既然你有不方便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分头进行, 王洛咳嗽一声。 我会先负责把现场还原, 这段时间里, 你尽量把监控的带子弄出来, 难吗? 不难不难。 庞德迈连忙白首,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没关系, 我应该还要在这滞留一段时间, 咱们争取把案子 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掉。 王洛拍了拍庞德迈的肩膀。 我相信, 如果你真的调查出来, 让你父亲都震惊的真相, 那么你再也不会受到他的管制了。 嗯。 庞德迈认真地点了点头, 随后好奇地问王洛道, 你还要在这儿停多久啊? 是有什么任务在身吗? 这个恐怕我不能够透露给你, 王洛一脸惋惜, 对于你们来说, 这就相当于关乎到国家安危的事情, 所以我必须保密。 庞德迈十分认真地表示理解, 然后便与王洛一同走出了办公室。 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在此之前, 如果你又遇到什么麻烦, 可以打电话给我。 庞德迈向王洛报了一串号码, 那是他私人的号码。 王洛记下之后, 目光突然转移到警局外一旁的教堂。 这儿, 我能进去看看吗? 王洛问。 庞德迈探头往里看了看, 对王洛说, 看来他们已经过了吟唱之时了, 这个时候进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吟唱时? 王洛问, 那是什么? 从教堂建立以来, 哈里斯莫尔镇就有了自己的教派, 庞德迈指着教堂对王洛解释的, 这个教派以小镇的名字为名, 哈里斯教, 以小镇的立场宣传着爱与和平, 而镇子里的居民也渐渐地在成立之后将其接纳了进来, 最终所有人决定一同捐钱建立教堂, 在每天的上午七点, 中午十二点, 下午五点, 进行专门的教会仪式, 也就是所谓的吟唱之时。 那么按理来说, 这个教派的成立还带来了不少的好处, 网络摸着下巴, 至少教义没有携带世俗误会吧?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我还没有了解过这个教派, 庞德迈摇了摇头, 最后凑近网络说道, 据说教派成立之初是因为那个著名建筑商的大理之士, 才能够如此平稳地走下来, 否则的话, 连信徒也没有几个。 建筑商? 网络一愣, 回忆起凯西告诉他的话, 那位伟大的霍华德·佩恩先生? 是的。 庞德迈点点头, 迈开步子, 教堂里还放着他的雕像, 走, 我带你进去看看。 王洛后脚跟上, 同时心中对这人更加地好奇起来。 越过围栏之后, 教堂的全貌便出现在了王洛和庞德迈的眼前, 并没有如同陈世间那般建筑的浮夸和高昂, 反倒从外面看起来平平凡凡, 如同乡间的房屋, 干净而静谧。 教堂的大门仿佛永远都是开着的, 里面简简单单地摆着桌椅, 正中间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欧式男子的雕像。 这儿没有被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也没有圣母玛利亚。 通过教堂高大的肋拱窗口, 网络可以看到宽大的穷龙, 碧蓝广茂的天空, 一缕缕刺眼的阳光在窗帘里肆意射入。 五光十色的花窗隔屏甚是耀眼, 阳光曾以他辉煌的面纱笼罩众生。 进入教堂后,仿佛周身的一切都能够瞬间安静下来, 即便当即便做下冥想, 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 而没了人气的教堂, 仿佛隐隐约约显得一股凄毒, 安静的有一次荒凉的意味。 王洛好奇地打量着教堂里面的一切, 发现这儿唯一不同的便是雕像的存在。 助力在正中间的雕像, 刚好就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能够顺利看见的地方。 不由得让王洛心中有了一丝的想法, 难道这整个教堂信的人便是这座雕像? 如此一来, 那不显得有些荒唐过头了吗? 霍华德·佩恩先生的确是一个 值得镇子里面所有人尊敬的好人。 庞德迈见王洛盯着雕像, 便顺势解释道, 他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商业头脑, 为整个镇子带来了不少的好处。 比如, 今年早晨被发现尸体的凯西, 我曾听同事们说, 凯西原来是没有家庭的一个流浪女, 整日靠着捡垃圾为生活。 后来被霍华德·佩恩先生救了, 还让他看管起自己投资的酒店。 他活了这么久的岁数, 如果不是碰见了霍华德·佩恩先生, 恐怕已经成为被白血包裹的一具尸体了。 现在他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洛叹了口气, KC昨天晚上帮了我一个忙, 所以我必须查出来, 这到底是谋杀案还是所谓的事故, 也算还一还这个人情。 哦, 发生了什么事吗? 庞德·麦好奇地问, 两人一同坐在了教堂的椅子上, 瓦洛想了想, 开口对其解释道, 雪莉和胖头头的事迹,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你是说他们压根就不是一对夫妻, 而是一对亲人, 还是他们是外来人口的事情啊? 庞德·麦抓了抓后脑勺? 这些我都有二问, 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事情? 不不不, 这件事情你可能没有听说过。 王洛解释道, 这是一个犯罪现象, 虽然我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他们抱有同样的念头, 因为我也只是从KC那儿听来, 事情是这样的, 当天晚上, 网络为庞德麦解释了一下 昨晚上与雪莉和KC在同一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庞德麦十分认真地听着, 最后竟是带着浓浓的诧异, 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的话, 我想我必须要逮捕他们, 庞德麦狠狠地说道, 这些家伙一心就像为了钱, 来坑害镇子里面那些无辜的人, 如果被我老爹知道了, 肯定会把他们全部关起来, 我就知道, 这两个外来人口不是什么好人, 人面熟悉, 话也别说这么早, 网络摆了摆手, 你是正规警校毕业的警察, 说话要严谨一些, 这种怀疑的话, 跟你我当面熟说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千万不要在人多的地方指证他们, 这样一会打草惺蛇, 二是可能会引来报复, 你仔细想想, 若是杀害开死的人真就是这两个家伙的话, 那么他们报复起来, 肯定会不留后手, 放心好了, 这些简单的道理我都明白, 庞德麦点头, 事实上, 在镇子里面养老的人占了多数, 他们都是对现代生活特别的满意, 所以很少会有其他不好的念头涂生, 我时常在想, 造就和平的, 是不是人老了之后愿意安于现状的思想, 而不是真正受到了所谓正义的控制, 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可惜没有人愿意听取, 你说得很对, 网络用带着惊讶的口气赞赏了庞德麦一番, 继续保持这种念头就行了, 我想这应该会为你带来不少的好处, 听到偶像的赞美, 事实上是一件好到爆炸的感觉, 庞德麦深吸了口气, 一想到这里, 我就已经蠢蠢欲动, 忍不住马上想要去调查了, 那我们走吧, 网络微微一笑, 还要麻烦你送我回酒店, 没有问题, 庞德麦十分大方地说, 正好我也要通知一下, 那儿看守现场的同事, 免得他们对你产生误会, 于是, 两人再次沿着来时的路, 开车回到了哈里斯莫尔镇中心的酒店前, 此时, 镇上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互相打扰, 酒店在出事之后, 已经被警员封锁了起来, 在取得所有现场遗留下来的罪证之前, 都不能够擅自离港, 但当王洛和庞德麦同时到达的时候, 却发现酒店的前方正传来吵闹的声音, 两人连忙快步走了过去, 这才看清发生了什么, 几名穿着深蓝色服装, 像是某个公司工作人员的家伙, 正站在酒店的门口, 对着那些看守事故现场的警员们破口大骂, 并且称, 自己要接纳酒店管理的位置, 让他们马上滚开, 语气十分的霸道, 这些深蓝色的海鱼们, 可都是霍华德·佩恩先生公司的员工, 看样子, 他们似乎并没有受到礼貌的培训, 庞德迈见状便阴沉着脸走了过去, 站在后面的王洛, 是见这个高大的家伙, 直接走到了自己同事的面前, 用两只粗壮的双手, 将那群深蓝色的工作人员推开, 并且说, 我是负责这里的警员庞德迈, 你们干什么呢? 哦, 竟然是庞德迈警员, 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回答道, 无意冒犯, 我们是霍华德·佩恩先生派来接管旧前台, 凯西位置的工作人员, 你们必须放我们进去, 不然的话谁来负责酒店的安全? 凯西的事情才刚刚发生, 你们公司就派人过来接管了, 庞德迈冷横一声, 这会不会太没人性了一点? 他的后事, 你们想好怎么处理了吗? 这可不关我们的事情, 你这个挡道的臭老鼠, 赶快给我让开! 另外一名工作人员直接开口, 语气里充满了不爽, 庞德迈看着他, 脸色有些阴沉, 看在你们是霍华德·佩恩先生公司的成员, 我就不给你们动粗了, 否则的话, 我已经会把你那像猪头一样的脑袋, 按在地上狠狠地抽一顿, 你说什么? 你是该死的警察? 先前那名工作人员文言瞬间激动了起来, 他怒目圆瞪, 恨不得冲上来跟庞德迈打一下, 但庞德迈直接忽略了他, 转身朝着王洛招了招手, 同时对身后的同事们说, 把他们拦住, 我进去把现场处理处理。 最后, 王洛和庞德迈一同走进了酒店前台的事故现场, 留下几名深蓝色服装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聚, 那台电视呢, 王洛看着地上还残留着的血迹说道, 庞德迈指了指前台的柜子里头, 那儿正躺着一台老式电视机, 屏幕已经被摔烂了一部分。 法医主任第220集 在电视的棱角之处有一丝淡淡的脑浆, 王洛几乎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过他并没有提前指出, 而是走进了柜台, 蹲下身子开始查看这儿的情况。 电视原本摆放的位置是柜台斜角墙边, 那儿盯着一块厚铁板, 可能是一位年久失修的缘故, 随着电视机一通砸了下来。 或许正是因为厚铁板逐步开始松动, 承重能力不再如前, 才导致电视机摔了下来, 砸死了KC。 王洛试图抱了抱这台电视, 用尽了双手的力气才能够搬起来。 从理论上来讲, 这台电视从这种高度摔下来, 砸在头上是有可能导致昏迷的, 可致死似乎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了。 据我猜测, 这台电视机至少有20公斤到25公斤左右的重量。 庞德迈见王洛的动作便说道, 因为这次就是电视机, 所以内部的原件比较多, 而且以KC这种年纪的力气, 应该扳不动这家伙。 嗯, 王洛站起身子, 抬头看向原本摆放电视机的地方, 略微走近了几分。 墙壁上有着不太明显的几道手指印, 就在原本用来安放电视机的厚铁板的位置所在。 为了稳固厚铁板, 负责装上去的人特地盯了好几个钉子上去, 但如今厚铁板已经伴随着电视机一同掉了下来, 而那原本应该存在于洞孔上的钉子也消失不见了, 却能够看到明显的钉孔, 这就能够看得出来问题了。 想到这儿, 王洛连忙低头开始寻找承载电视机的厚铁板, 找了半天, 却发现压根就没有见到那东西。 于是, 他再次开始寻找钉子, 经过仔细地搜索之后, 王洛最终在电视机的下方, 找到了唯一的一根沾染了血迹的铁钉, 且已经完全变形变成了弓状。 从孔洞来算的话, 应该是总共有六个铁钉来固定厚铁板的, 网络心中想到。 他先将手中的钉子递给了庞德迈, 让他用物证袋装好, 随后自己便趴在地上, 开始寻找缝隙间是否有其他的铁钉存在。 被崩断后的铁钉很容易弄丢, 而且体积小, 不用心看真的难以发现。 找了大概十几分钟, 网络才终于肯认定铁钉消失了。 这也让他出现了新的问题, 无论如何, 只要电视机是随着事故掉下来的, 那么铁钉绝对会在这个房间里, 所以找到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 如果最终没有发现呢, 还有用来承载电视机的厚铁板, 这么大一个体型的玩意儿, 总不可能凭空消失吧。 少了几样东西, 网络深吸了口气, 转过身对庞德迈说, 铁钉和厚铁板。 我让他们帮忙在房子里面搜一下, 或许掉在角落里了。 庞德迈微微点头, 随后拿着物证袋走出了前台的门口, 网络抬头看着庞德迈的动作, 他正拿着物证袋跟那些同事们解释着一些什么。 但不出网络所料, 那些人都用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回绝了庞德迈。 即便庞德迈用最忠心的口气请求他们, 也同样被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 哈里斯莫尔珍不会发生所谓的谋害案件, 这只是一桩简简单单的事故案而已, 将死者安排妥当之后, 再结案,再陆入档案, 一切都顺风顺水, 纠结那么多, 不是他们喜欢的事情。 最终庞德迈一脸丧气地走了进来, 对王洛说, 他们想麻烦, 说这点事情还有什么好调查的, 百分百是事故案件。 这都好说, 我们自己调查就行。 王洛安慰了他一句, 随后说, 这里暂时交给我吧, 外面那些人你打算怎么处理, 只能够让他们晚上再过来了, 毕竟这是霍华德·佩恩先生的酒店, 我们不能够强行占用。 庞德迈无奈地说, 但我们暂时让这里不允许其他人出入还是可以的, 除了酒店的房客之外。 行, 那就按你的安排, 王洛微微点头, 这也是最好的办法了。 他想调查, 就必须留出一点时间和空间。 如果被相关无视的人 扰乱了现场遗留下来的证据, 那么会更加的难办。 于是, 庞德迈再次出门, 与警员和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 并且以强行的态度让他们晚上再来, 成功地说服了他们。 哈里真莫尔斯的警员们依旧有着自己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 也属于当地的执法部门。 而这些工作人员也仅仅只是为人打工的民众而已, 所以不是在必须的条件之下, 与执法部门抗衡不是什么好事。 而后, 几名平静下来的工作人员也匆匆离去, 他们需要回去向上司汇报。 紧接着, 庞德迈便十分好心地让其他警员离去休息, 并且告知处理案件现场余后的事情便交给他。 这在那几名警察听来, 无疑是最棒的事情了, 毕竟这种简单的苦差事, 还不如待在办公室里面泡一杯咖啡, 看一看报纸。 所以, 他们欣然接受了庞德迈的请求, 爽快离去。 好了, 这里的事情都帮你安排妥了。 庞德迈见两拨人同时走远, 便走进前台, 对王洛比了个OK的手势。 你可以放心地在这儿调查, 为了避免有闲杂人等闯进来, 我会在周围设向警戒线, 如果有什么危险发生, 随时可以联系我。 王洛点头表示感谢, 随后问道, 你要留在这儿陪我一起吗? 看起来你好像不太缺人手啊。 庞德迈说, 不不不, 我相信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王洛笑着摇了摇头, 除了调查监控之外, 我还想让你把尸体弄出来。 什么? 庞德迈狠狠地张大了嘴巴, 随后四处张望一番, 走到王洛面前对他嘘了一声。 我的上帝, 这个主意简直糟糕极了。 为什么? 王洛好奇地摸了摸后脑勺? 这好像没有什么难的吧? 我了解你的意思, 你是一名优秀的法医, 肯定想对尸体进行尸检吧。 但既然他们都不愿意将这件案子判断成谋杀案, 而是简简单单地当成一次事故。 庞德迈对王洛解释道, 那么完全不用对死者进行尸检, 只用进行伤口的部分缝合, 再将尸体妥善安排下葬。 所以从根本上说, 我想碰到尸体的概率无异于等于零。 你不是局长的儿子吗? 王洛说, 只需要出空让我进行尸检, 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或许, 我可以试着请求一下我老爹。 庞德迈闭了闭眼, 说, 但是成功率简直比买彩票中一等奖更低, 而我又不能以私人的方式擅自弄出来, 毕竟尸体的后事处理根本不关我的事, 我只是负责调查一下现场和取证而已。 这样啊, 网络有些犹豫, 但还是对庞德迈说, 这件事情先往后烧一烧吧, 除非等到必要的时候, 不然的话, 事件是一定要进行的, 因为那能够让案件出现一个质的飞跃, 那会给我们透露很多信息。 好, 多听你的安排。 庞德迈对王洛的话可谓是言听计从, 他从没想过能够在这机缘巧合之下碰见心中的偶像, 所以对王洛的能力也是深信不疑。 你们的人下班时间是什么时候? 网洛问。 下午六点左右, 值班人员到第二天凌晨七点。 庞德迈解释, 由于镇子里面的犯罪情况并不多见, 所以值班人员大部分都选择在警局里面提供的休息室入水。 这是一件惬意的事, 令他们肆无忌惮。 也就是说, 等到晚上警员们都走光了之后, 警局就是一个空壳的状态。 除了休息室的值班警员之外, 我们干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 网络眼前一亮。 是的, 这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庞德迈无奈地说, 我曾跟老爹反映过, 让他们不要这么散漫, 但到头来, 他们还是恢复了自己的本性, 可能是因为哈里斯莫尔镇带来的荣光, 让他们感受到了洗礼, 愿意让自己颓废下去。 我在警院休息的时候, 每天睡觉的时间只有七个小时, 而这群家伙零零散散加起来, 竟然有十一个小时左右, 而且还不算上班期间偷懒的时间。 听起来你好像对他们不怎么感冒啊? 网络说, 有没有想过把这种情况和风气改正一下呢? 改正? 庞德迈脸上满是无奈。 这地方的宁静, 还是让他继续保持下去吧。 破坏一个阵子十几年来的秩序, 谁又知道是利还是弊呢? 也是, 网络点点头, 他并不意外庞德迈的答案。 如果想要强行改变一种生活习惯, 那难度不用说也知道有多大。 更何况, 像哈里斯·莫尔镇这种, 每个人都觉得当前秩序完美到无法抗拒的情况下, 无异于火上浇油, 难上加难。 而庞德迈的决定也理智得很。 总的来说, 他的心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个小小的城镇里面。 这也是网络与他接触不久可以感受出来的想法。 但凡庞德迈有一丝想要留在哈里斯·莫尔镇或者当下生活环境感到自足的话, 那么他都不会打那个电话为庞德迈着想。 我帮你找寻一下现场的线索, 顺便借其盯着外面的一面垫。 庞德迈主动对王洛说, 从刚刚开始, 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雪莉的一面垫,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往那观察, 似乎想从里面找出什么蛛丝马迹。 王洛注意到了这一点, 并且对他表示没有问题, 说, 我们在各个角落找一找, 如果没有发现钉子和厚铁板的话, 就找借口搜一搜那家一面垫, 或许被他们藏起来了。 好, 庞德迈精神抖擞。 紧接着, 王洛足足花了半天的时间, 翻遍了整个酒店的角落, 以及能够用来藏东西的地方, 却如同他所料, 压根儿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庞德迈并没有怎么帮助王洛寻找证据, 而是在王洛的赞同之下, 主动站在酒店的门口, 就像被其赶走的几名警察一样, 成为了看守现场的警员, 并且时刻盯着一面垫的洞下。 从案发开始到现在, 一面垫一直都是正常营业的状态, 雪莉和胖秃头也没有多余的动作, 也不曾对酒店产生其他的反应, 保持着往日的营业状态。 唯一让王洛好奇的是, 在承载着电视的下面发现的铁钉, 到底在案件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按理来说, 如果凶手有意想要毁掉现场, 可能成为物证的所有铁钉的话, 那么肯定不会遗留下来多死一举吧。 唯一的可能便是, 这颗铁钉掉到了凶手看不见的地方, 或者说凶手在案发之后行动匆忙, 来不及检查所有的遗漏, 便仓促逃跑。 而如果只是单纯的事故的话, 那么应该不会少其他东西的, 可这一点王洛也不能够确定, 毕竟Casey在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发现, 也就难以确定是否有其他人到过案发现场。 搜索完后, 没有得到什么答案的王洛将庞德迈叫了进来, 并且对他说道, 很遗憾, 我这儿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证, 你那儿呢? 我同样如此, 庞德迈无奈地说, 我甚至都开始认为, 这件事情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毕竟他们就好像无辜的围观群众一样, 令人费解。 看来我们要采集一些可用的口供了, 王洛眯起了眼睛对庞德迈说, 身上带那些东西了吗? 啥东西啊? 庞德迈一愣, 不解地说, 抱歉, 我不懂你的意思。 纸, 笔, 王洛说, 用来记录口供的玩意儿, 这些东西在我的国家是常被撇。 哦, 庞德迈一证, 无奈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发现根本没有王洛所说的东西, 便道, 自从来了这儿之后, 话还没说完, 王洛便打断了他, 你去附近的超市买, 我在这儿盯着一面店, 尽快回来。 好。 庞德迈用力点了点头, 拖着肥胖的背影, 扭头走出了酒店, 朝着镇子的超市走去。 王洛将目光看向一面店, 却发现雪莉不知何时, 正站在一面店的门口四处张望, 当他看见王洛的时候, 还抛了一个诱惑无比的媚眼。 王洛见状, 便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随后将目光移动到了其他的地方, 扬装做好奇的模样。 而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雪莉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厌恶和冷笑。 很快, 庞德迈便带着纸和笔走了回来, 他显得有些兴奋, 仿佛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一般, 来到了王洛的面前。 嘿, 亲爱的王, 我搞定了。 庞德迈说, 行, 审讯的那一套程序, 你没有忘记吗? 王洛拍了拍他的肩膀。 当然。 庞德迈连忙点头, 我可是牢记于心。 走, 我们过去。 王洛神色严肃了起来, 主动带着庞德迈来到了一面店的门口。 法医主任, 第221集。 雪莉见有人进门, 仔细一看, 发现是王洛和庞德迈后, 便露出了笑脸。 吓点什么? 王洛看了一眼房间里还在吃饭的客人, 对雪莉说, 庞德迈警员有点事情要找你们问问, 现在有空吗? 雪莉一愣, 随后看向庞德迈, 后者便十分配合地露出了自己的证件。 请配合调查。 雪莉无奈地转头看着厨房, 对在里面工作的胖秃头说, 亲爱的, 有警察来了, 你快出来看看。 胖秃头连忙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急匆匆地从厨房走了出来, 同时对庞德迈问,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了吗? 庞德迈看了一眼餐厅里面的其他人, 发现这些人也在同样地看着自己, 便对胖秃头说, 能否找个方便说话的地方? 这…… 胖秃头复杂地看了一眼, 餐厅里面正在忙活的雪莉, 微微点头, 请给我来。 随后, 胖秃头便带着王洛和庞德迈一同穿过厨房, 穿过了一道木门, 走进了这间餐厅的后院, 是一片不大不小的农田, 看起来葱绿得很。 这是你的私人农田吗? 庞德迈见到这后院的情况, 一愣, 对胖秃头说, 小镇里面的农田都分得差不多了, 但资格严厉, 不会分给外地的户籍, 没想到你也有一块。 胖秃头脸上有一丝自豪, 对庞德迈解释道, 这块地是伟大的霍华德裴恩先生赐给我的, 当初他告诉我, 只要我买下来这间一面店, 便可以分一块农田给我, 并且让我拥有合法的哈利斯莫尔珍身份, 感谢伟大的霍华德裴恩先生, 感谢他。 说吧, 他摆出了一副虔诚的信仰模样, 像是在祷告和感谢。 虽然我知道, 霍华德裴恩先生的善意举动值得孙敬, 但是这种划分户籍的工作, 不是应该交给正规的部门办理吗? 庞德迈不解地问, 如果霍华德裴恩先生只是一个商人, 那么他是没有任何资格可以办理这种手续的, 还是说他利用了自己的人脉? 胖兔头听到这话, 不但没有思考, 而是露出了一副嫌恶的眼神, 看着庞德迈质问道, 你这个警局里面出来的小警员, 竟然在质疑霍华德裴恩先生的能力, 他帮助我们将哈利斯莫尔珍稳定下来, 你竟然这样污蔑他? 我并没有污蔑霍华德裴恩先生, 庞德迈解释道, 但这是原则上的问题。 什么原则问题? 胖兔头显得尤为生气, 他静止来到庞德迈面前, 狠狠地瞪着他, 说, 你信不信, 我把你质疑霍华德裴恩先生的事情告诉你父亲, 让他好好惩罚惩罚你, 请便吧, 庞德迈淡淡地说, 他心中并不怕胖兔头的威胁, 反而对他的身份开始好奇。 如果他来到小镇后的身份不是合法注册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属于黑户, 是无法在哈利斯莫尔镇有半点立足之地的, 当地的政府便是如此, 庞德迈很清楚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一两个还好, 若是有了大量的情况出现, 潜在的威胁便会越来越多。 好了好了, 我们不要谈别了, 王洛健情况不对, 连忙将话题移开, 并且对庞德迈说, 庞德迈警官, 不要忘了你来的目的。 庞德迈这才反应过来, 从自己的身上, 掏出了刚才在超市里面买的小本子和笔, 十分正经地对胖兔头问, 姓名, 姓别, 年龄, 户籍。 胖兔头无奈地看了一眼王洛, 随后再咳嗽了一声, 你们直接问, 想要问的问题就行, 不用这么麻烦, 跟女人来了立嫁一样让人烦恼, 请回答。 庞德迈嘀吼一声, 目光里面满是审讯之色, 就好像将胖兔头当成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一样。 胖兔头被他的语气吓了一跳, 连忙说, 我, 我叫布鲁斯, 今年四十一岁, 如你们所见, 是强壮的男人, 我来自贫穷的哈萨克斯坦。 庞德迈一一将布鲁斯所说的信息, 都登记在本子上, 随后才继续说。 很好, 那么请告诉我, 昨天晚上十二点过后, 你在干什么? 布鲁斯一愣, 毫不犹豫地说, 我, 我当然是在家里面睡觉了。 睡觉? 谁能够证明你在睡觉? 庞德迈冷笑一声, 另外, 你的妻子雪莉, 在当晚是否与你在一起? 他, 他是我的妻子, 招人要跟我睡在一同一个房间, 同一个床上。 布鲁斯再次激动地说道, 我真不明白, 你到底想问什么? 难道你怀疑凯西那个老女人的死, 跟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有关系吗? 况且, 不是你们警局的人告诉大家, 凯西遇到了不可控的事故, 才导致死亡的吗? 这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吗? 请你冷静一下, 王洛见布鲁斯激动了起来, 根据现场遗留下来的证据来看, 凯西女士的死亡, 有一些奇怪的点无法解释, 需要你们配合, 接受口供的采集。 这是我能够做出的全部回答了。 布鲁斯见王洛说话, 便眯起了双眼, 凯西那个女人对人, 从来都是轻蔑无比, 仗着自己受到了 护华德·佩恩先生的赞助, 就以为自己能够在小镇里面横行吗? 真是可笑。 从你的语气听出来, 你似乎对凯西不怎么尊重, 王洛好奇地说, 庞德迈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看向布鲁斯的眼神充满了疑问, 但他并不打算抢王洛说话的权利, 因为他想看看王洛能够问出 一些什么高深的问题。 哈里斯莫尔真的每个人都是诚实的, 是怀揣着美好心境, 而选择居住在这儿的。 布鲁斯面对王洛的疑问, 但那个老太婆不是, 她原本只是一个到处捡垃圾吃的乞丐, 甚至有的时候 还会来我的一门店里骚扰客人, 并且向他们讨钱。 我和雪莉曾经试图把她赶出去, 但她不仅学不会退缩, 反而还更加地变们加厉, 威胁我们如果不定期给他们吃的, 就会把我店里面的客人全部赶走。 Casey竟然是这样的人。 王洛和庞德迈面面相去, 两人也是第一次听闻。 从第一次见到Casey, 王洛只是觉得她有一些不容易接近, 也从来没有主动和她说过话, 而且她在之后的事情上帮了王洛一把。 虽然不足以证明Casey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但总的来说, 她对王洛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 而从布鲁斯的口头上所说, Casey曾经对一面店做出了一些不好的举动, 这举动很明显带着无赖的性格。 也就是说, Casey其实跟一面店的布鲁斯和雪莉 有着一段不好的过往。 不要被她那苍老的样子所欺骗。 布鲁斯冷横一声, 她可是一个人面受心的吸血鬼, 平时也不会出去参加教堂的所有活动, 只是待在那前台, 看着前台那破旧的旧电视, 发出一些个让人恶心的, 可刮子的声音。 见布鲁斯对Casey的怨气十分之大, 王洛心中也渐渐有了底。 但她现在的目的可不是纠结这些关系到底如何, 而是需要证明布鲁斯和雪莉 是否有着不在场证明, 是否能够让自己洗脱嫌疑。 既然如此, 那我还是想说, 王洛想了想, 你跟雪莉串通好所做的事情, 方便透露一下吗? 话音一落, 气氛瞬间凝固了起来, 庞德迈和布鲁斯的眼神几乎相同, 前者一副冰冷的态度, 知晓王洛想把话讲开, 便防备了起来, 随时应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问题。 而后者, 在听了王洛的话语之后, 便明白王洛所指的是什么, 脸色便渐渐平静了下来。 他没有先前那般激动, 也没有丝毫的变色, 只是淡淡地看了王洛一眼, 说, 我们清楚你在说什么, 我想我要回去店里帮助我的妻子招待客人了。 说吧, 他便抬脚, 想要朝着来时的门走去。 这时, 不用王洛回答, 庞德迈便用自己庞大的身体挡住了布鲁斯的去路。 混合着肥肉的胸肌顶在了布鲁斯的身前, 他顶多也就一米七五左右的身材, 遇见了庞德迈这番高大的身影, 无奈又惧怕。 把你知道的都说一下。 庞德迈冷冷地说, 布鲁斯见状咬了咬牙, 随后将目光看向网络, 指着他说, 是这丫头让你来调查我们的吧, 他不过是一个外来人, 而我和雪莉已经成为哈里斯莫尔镇的合法人口, 一个站在我这边才对。 庞德迈并不理解这话的意思, 反倒是回答道, 你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 跟你那有着剧缘关系的七词, 是否进行过有预谋的欺诈行为? 布鲁斯被庞德迈冷冷地一鹤, 吓了一跳, 整个人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原本他是想将话题转移到网络身上, 并且试图以自己是本地户籍的身份, 来让庞德迈产生同情心帮助自己,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个举动让王洛看出了破绽。 王洛静止走到布鲁斯面前, 并且将手搭在布鲁斯的肩膀上, 一字一句地说, 铁钉, 在哪儿? 布鲁斯文言, 眼神却不自觉地飘到了一旁的农田上, 来回转了一个圈, 最终停留在自己的鞋子上, 完全不敢与王洛那审视的眼光对视, 王洛见状, 笑而不语, 抓着他肩膀的手更加用力了几分, 将其衣衫都捏得变了形, 指甲也陷进去了几分。 很快, 布鲁斯便承受不住这般疼痛, 呼出了声, 愤恨地将王洛的手从自己的身上推开。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跟雪莉一直以来都很清白, 你们肯定是从KC那儿听了什么话吧? 我告诉你们, KC那又老又臭的女人说的话都是假的, 她只会欺骗人。 你怎么知道是KC告诉我们的? 王洛文言脸上浮现了笑脸, 庞德迈一愣, 完全不理解王洛话里的意思。 布鲁斯说, 这当然, 当然是猜的。 当天晚上, 雪莉脱光了身上的衣服, 钻进了我的被窝里, 并且试图让我对她做出一些不太绅士的事情。 王洛耸了总监吧。 后来, 被闯进来的KC及时阻止了。 这件事情, 好像跟你们说对KC的认知没有什么联系吧。 而且, 我的话里也没有强调KC知道你和雪莉串通起来勒索人的事情, 你便主动想要自圆其说, 暴露了。 庞德迈听到这话, 不禁对王洛露出了赞赏的眼神。 在谈论之中, 能够控制对话的走向, 这是一个平常人很难做到的话术, 而王洛不仅仅引着布鲁斯, 反而还借机让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抓奸的举动, 便是为了让布鲁斯注意力无法集中在思考如何对话上。 你, 你诬蔑我。 布鲁斯很明显已经慌了神, 他指着王洛往后退了几步, 撞在了庞德迈的身子上。 反应过来之后说, 你们, 你们是穿透好了, 想把KC的死假货给我。 说, 你们想要多少钱, 想勒索我对吧, 是吗? 已经语无伦似起来了呀。 王洛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对庞德迈使了个眼色, 说, 可以动手了。 动手? 庞德迈一愣, 但他并没有迟疑, 而是迅速地掏出了身上的手铐, 将布鲁斯的双手铐了起来。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布鲁斯慌忙乱动, 试图将面前的庞德迈挤开, 朝着一面殿的木门大喊, 老婆, 老婆, 快来帮我, 这些该死的警察要抓走我了。 庞德迈见布鲁斯, 不断反抗, 便皱起眉头, 将其按在了地上, 同时抬头看向王洛, 脸上有些犹豫地说, 真的是大。 王洛还没说完, 便见到雪莉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她的手上拿着一把沾着淡红色番茄汁的水果刀, 对着王洛和庞德迈奔跑而来。 放开她! 雪莉在距离王洛二人还有三四步距离的时候停了下来, 她慌乱地举起手中的水果刀, 说, 快放开她! 你难道想破坏哈里斯莫尔镇的宁静吗? 庞德迈不慌不忙地对雪莉说道, 我, 我从未抱有这种想法。 雪莉还, 反倒是你们, 你们现在的举动, 不就是在扰乱着和平的秩序吗? 我真替护华德佩恩先生对你们感到失望, 例外, 快放开布鲁斯, 否则的话我会叫你们看看, 愤怒的女人有多可怕! 王洛和庞德迈文言并没有轻举妄动, 雪莉的动作和紧张的话语看起来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而庞德迈却抱着另外一种想法, 她可以看得出来, 雪莉在念出霍华德佩恩先生名字的时候, 语气和表情里满是装模作样, 这种认定让她的心中更加开始确信, 王洛的怀疑没错, 再仔细一看布鲁斯的反抗举动, 足以猜测的出来, 这两人心中有鬼, 更何况, 如今雪莉竟然拿刀指着他们, 这可不像是一个理智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原因是什么? 压着布鲁斯的人并不是他人, 而是哈里斯莫尔珍维护秩序的警察? 既然是警察, 那么就是安全的一方, 肯定不会对布鲁斯做出什么危害的事情, 一切都会想法。 而雪莉不可能不想到这一点, 不但没有好声停下来追问缘由, 反倒是举动异常。 这不免让王洛开始怀疑, 雪莉的举动像是在掩藏着什么东西。 于是, 王洛主动走了出去, 来到雪莉的面前, 并且看着他说, 钉子, 在哪儿? 果不其然, 王洛露出了先前和布鲁斯一模一样的表情, 他先是将目光越过王洛的身子, 看了一眼王洛身后的农田, 随后才回过神来, 往后退了几步, 挥舞着手中的水果刀。 法医主任, 第二百二十二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雪莉大喊道, 眼神里流露出无助的表情, 说道, 请你们放了布鲁斯, 然后离开这里。 但王洛接下来, 根本没有理会他的大喊大笑, 而是冷笑了一声, 转头对庞德迈说, 可以打电话叫你那些同事来了。 庞德迈连连点头, 以为王洛是想叫僧元过来, 便一手按着布鲁斯, 一手通知了警局里面的警员, 让他们尽快来一面殿, 说是有危险情况发生。 哪怕生活在哈里斯莫尔镇的人, 对危险的发生根本没有相信的概念, 但警员们接到这种消息后, 还是一脸的正经, 以最快的速度支援过来。 当雪莉见到庞德迈拨通了警局的电话, 并且请求支援的时候, 她哀哀地叹了口气, 重重地坐在了地上, 手中的水果刀硬生落地, 像是放弃了抵抗。 紧接着, 距离镇子本就不太远的警员们, 便开车赶了过来, 当他们见到庞德迈, 压着布鲁斯和一旁的丧气雪莉时, 纷纷露出了诧异的眼神。 有人不由地发问, 庞德迈, 该死的胖大傻子在做什么, 哪有像你这样对待镇子里生活的居民的? 此话一出, 更是有不少人附和了起来, 纷纷开始责怪, 庞德迈的动作太过粗暴, 并且试图将他与布鲁斯拉开。 庞德迈只好一脸无奈地退到了王洛的身边, 看着自己的同事们将布鲁斯从地上扶了起来, 并且为他打开了手铐, 还不断地安抚着他,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该怎么做? 庞德迈一脸不解地看向王洛, 他可是全部照着自己这位偶像的话来做了, 若是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可就会让自己的心中产生一抹失望。 你告诉你的同事, 让他们先将这两个家伙关起来。 王洛淡定地对庞德迈说, 庞德迈这才对王洛无奈地摇了摇头, 恐怕他们不会听我的话。 王洛摸着下巴想了想, 那这样吧, 你让他们找一点金属探测仪过来, 在这片农田上面搜索一番。 金属探测仪? 庞德迈一愣, 最后说, 这东西我不知道警律有没有, 但是要它有什么用啊? 我怀疑布鲁斯和雪莉将凯西犯罪现场的物证, 埋在了这片农田里。 王洛对庞德迈解释道, 先前我跟他们对话的时候, 故意用铁钉的事情来讨话, 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 农田里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存在, 否则的话, 一般人是不会去看远处的目标的, 这样显得太过突兀, 除非那地方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存在。 庞德迈听了王洛的解释, 觉得略有信服力, 便对着自己的同事询问, 警局里面是否存在金属探测仪。 同时, 他还将王洛的分析和布鲁斯以及雪莉的事情讲了出来。 这让一众警员纷纷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虽说雪莉和布鲁斯血缘关系的事情, 他们多少有些耳闻, 但这些都是不值得注意的小事情。 可如今胖大傻庞德迈说出来的这些, 可就不一般了。 很快, 有警员主动开车去隔壁的镇子里, 找当地的救援部门借来了金属探测仪, 开始按照王洛的意思在这片农田里面搜寻。 而见到这一幕的布鲁斯和雪莉, 也仿佛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 脸上满是绝望之色。 果然, 不出王洛所料, 这片满是葱绿的农田, 在被金属探测仪照射之后, 圆形毕露。 原本应该落在凯西尸体前, 用来承载电视机的厚铁板, 以及用来固定厚铁板的其余铁钉, 均是在农田的各个地方被发现了, 上面粘着的血迹也被泥土掩盖, 埋葬这些东西的人十分谨慎, 兜兜转转好几次, 才将这些东西分开埋藏。 可一众警员们见到这些东西之后, 才愿意相信庞德迈所说的并不假, 纷纷开始议论, 铁钉和厚铁板到底是谁埋下去的? 显而易见, 就是这两个开一面店的家伙所做的。 庞德迈得意地说, 既然这片农田是他们的, 当然只有他们有相应的行事权, 凯西的死到底是事故还是谋害, 你们心里面该有点说了吧。 正当他话音刚落, 想要看看同事们的脸上, 露出知道真相后的表情时, 门外却走进来了一个伸穿警服, 挺着大肚子, 满头白发, 手中拿着一杆大烟枪, 嘴里不断吐着白烟, 脸上还有着一块黑质的老人, 走了进来。 说是老人,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年迈, 起码他走起路来十分地稳当, 一点也没有迟暮的样子。 谁告诉你, 这些东西是他们买的? 这吐着白烟的老人冷横一声, 对着所有的警员开口, 他便是庞德迈的父亲, 李查德。 当庞德迈和其他警员 见到此人的时候, 纷纷立正敬了礼, 眼睛里面带着尊重, 向李查德问好, 老爹, 您怎么来了? 庞德迈见自己的父亲大驾光临, 便兴冲冲地走上前去问道, 你看看你现在在做什么? 李查德瞪着庞德迈, 这是一个身为哈里斯木尔镇警局警员 能够干得出来的事情吗? 你竟然把我们敬爱的镇子的居民抓了起来, 这可能让你丢掉这份工作, 你知道吗? 不是吧, 老爹。 庞德迈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不解地指着被那探测仪搜刮出来的物证, 说, 你看看这些东西, 都在证明他们便是凶手, 而KC的死法也不符合逻辑, 这些铁钉可都是必须存在现场的东西, 现在在这片农田里被发现了, 这代表着什么? 你还太年轻, 对案件的思维自然不成熟。 理查德倒是无可厚非地说道, 即便布鲁斯和雪莉拥有这片农田, 那你又是怎么证明是他们埋下了这些在你看来是所谓物证的东西? 我年轻的儿子呀, 你好好想一想。 我…… 庞德迈一时间被问得哑口无言, 他咽了口口水。 我…… 那么您是怎么判断, 这些钉子为什么会出现布鲁斯和雪莉的农田里, 而不是出现在酒店的任何一个房间里呢? 王洛泽走出来, 而且, 凯西既不是情杀, 也不是仇杀, 更不可能在这个和平的镇子里遇见其他的坏人, 那么, 是谁会有对他做出伤害的动机呢? 理查德见一个东方人面孔的家伙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而且语气里面并没有带着任何的尊敬, 便冷横了一声, 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外来人士? 这里是哈利斯莫尔镇, 而我是哈利斯莫尔镇唯一警局的局长。 理查德语气里面满是自豪, 像是在对王洛炫耀着什么一样。 老爹, 他是…… 庞德迈见自己的老爹, 竟然在一个能够与国城警长称兄道弟的人面前这般嘚瑟, 便忍不住想要解释一下王洛的来历, 哪知道他还没说完, 便再次被理查德打断。 理查德看着王洛, 随后像是反应过来什么一样, 说, 你……就是你, 想要诬陷镇子里面的好人吧, 不要以为这里的人都像你们东方来的人一样, 愚昧而无知。 王洛文言皱起了眉头, 理查德这番话可不仅仅是在贬低他了, 倒是连整个东方的人都一带贬了一把, 让他心中听了多少有些不舒服, 但碍于这老头是庞德迈的父亲, 所以王洛并没有多少想要反击的想法, 而是淡淡地笑了叫, 老先生, 我们就事论事, 你不会是想包庇这两个头等嫌疑犯吧? 当然不可能, 理查德语气决然, 我理查德上任几十年来, 负责保护整个镇子里面的安宁, 如果真的是他们下的手, 那么我会狠狠地把他们关进那已经被灰尘占领了的肩房里面, 毫不留情。 随后他又话锋一转, 但是如果不是他们做的, 那你能够负这个责任吗? 我哈利斯穆尔镇的镇民们,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被人诬陷的? 我相信理查德局长的办事效率, 王洛淡淡地说道, 那么按照贵国的法律规定, 如果无法证明这两个家伙有罪, 那么就必须对他们保持时时刻刻的怀疑态度, 而现在出现的误证, 同样可以证明他们是头等嫌疑人, 哪怕如同您所说, 他们不一定是杀人犯, 但嫌疑人坐实了吧? 理查德被王洛问得哑口无言, 按照严谨的办案态度确实是如此, 况且他身为局长, 还当着这么多手下的面, 所以是完全没有反驳王洛的余地的, 这让他不禁开始重新审视起了 与他面对面淡然说话的王洛, 心中也对他有了一丝防备之心, 这个家伙不是善茬。 不如我帮您做一个决定, 王洛笑着说, 按照正规的程序来走, 将这两人带回去审问, 并且对这些铁钉进行指纹采集, 我在哈里斯莫尔镇的权威, 可不是你这个小子能够随便左右的。 理查德并没有听取王洛的意见, 而是转头大手一挥, 对那一众警员说, 把我亲爱的子民布鲁斯和雪莉放了, 然后把这该死的物证带回去进行检测。 随后, 他又看向布鲁斯, 布鲁斯和雪莉犹如得到了上帝的恩惠一样, 连忙点头, 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随后, 理查德便独自转身离开了这里, 丝毫没有给庞德迈解释的事件。 他只能够看着王洛无奈叹气, 说, 老爹的决定, 我也没有办法改变。 王洛则笑了笑, 没有关系, 我们等待结果出来再看看。 其实他心中也多少有些没底, 即便他可以对布鲁斯和雪莉产生怀疑, 但是如同理查德所说, 的确无法证明这些铁钉就是他们埋下去的。 若是经过化验之后, 没有找到指纹等能够验证身份的东西的话, 那么王洛就平白无故地背上了一个污蔑的罪名了。 可如果不是庞德迈的父亲出现, 那么案子便能轻松解决。 最终, 警员们按照理查德的命令向物证带了回去, 并且放了布鲁斯和雪莉这一对在他们看来可怜无比的夫妻。 王洛只能够看着这一切发生, 毕竟这儿不是在王洛的地盘, 他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能够做出阻止。 我们也先出去吧。 王洛转头对庞德迈说, 庞德迈点了点头, 他心中多少也有些愤愤自己老爹的行为。 毕竟从严谨而正规的角度来看, 先前王洛所说的程序才是最正确的。 但哈里斯·穆尔珍的特性不一样, 理查德的做法其实也不能够算错, 毕竟镇子里面十几年都没有稳定和平, 犯罪率几乎没有。 如今出现了这种案件, 对无辜的市民进行关押和审问难免会出现民愤, 到时候若是传出去, 声誉不薄。 归根结底, 理查德的想法比较长远, 也不失道理, 为可取之处。 但王洛和庞德迈的建议也符合程序, 可偏偏决定的一方不属于他们, 便只能够如此。 两人在经过布鲁斯和雪莉的面前时, 感受到了来自后者的怒视, 以及那一抹怨恨的眼光。 王洛倒是自然的很, 他见过无数杀人犯的面目, 足以令一个普通人心头发颤。 庞德迈则出人意料, 他非但没有丝毫的害怕, 反而转过头去回瞪了一下, 将那两个吓人的目光瞪了回去。 西方人的警察大多数看起来都是榜大腰圆的, 他们的面貌看起来会有一种不怒自危的表情, 自然而然就比较适合当差, 所以在面对布鲁斯的眼神时并没有多少感觉。 这一段不大不小的小插曲之后, 一面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客人们也走得差不多了, 赶来的理查德为他们解释的理由, 才让这场风波没有传出去。 王洛和庞德迈只好回到前台, 将现场的环境收拾了一番, 并且把地上干涸的血液都脱干净。 酒店的前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而杀死KZ的物品旧电视机也被庞德迈托人带回了警局, 马上就要天黑了, 他们没有办法继续调查, 因为酒店原主人派来的工作人员, 马上就要被替换了。 走吧,我们去吃点东西。 庞德迈主动地对王洛说道, 王洛想了想, 肚子确实有些饿了, 便微微点头, 去哪吃啊? 总不能够去一面店吧? 当然, 我带你去附近的商业街看看, 那儿不少的餐厅。 庞德迈摇了摇头说, 于是, 两人便开车来到了距离哈里斯莫尔镇不远处的商业街。 根据庞德迈解释, 这条街本来只是一片荒废的烂尾楼, 后来霍华德·佩恩先生为了让小镇里面的人有一个能够娱乐的地方, 便买下了这里所有的地皮, 用来建造成今天的模样。 商业街的特点是符合现代化标准, 比起哈里斯莫尔镇明显繁华了几分。 王洛和庞德迈找了一家比较名贵的西餐厅, 悠闲地吃完晚饭后, 便再次回到了镇子里面。 庞德迈在到达之后, 便收到了来自父亲理查德的命令, 让他赶回警局进行执勤。 平日里庞德迈是不需要如同其他警员一样晚上值班的, 因为他负责的是白天班, 而现在竟然被自己的父亲命令如此, 恐怕另有奇异。 而庞德迈自然也不能够拒绝, 只告知了王洛原由之后, 便匆匆去往警局。 网络多多少少也猜得到一点理查德的想法, 恐怕是认为庞德迈无法在镇子里面站住脚跟, 稳住心态, 反而想给自己找一些麻烦事做, 这并不符合镇子里面的观念。 就目前整个哈里斯莫尔镇的局势来看, 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稳定, 而庞德迈若是不愿意接受这种稳定, 那么理查德当然会亲自开口下命令。 回到了酒店之后, 王洛很快钻回了自己的房间里, 在路过前台的几名工作人员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而王洛也不太想和他们打交道, 便直接掠过了去。 哈里斯莫尔镇的温度非常低, 纵使王洛这稍微扛动的身子也无法承受, 急急忙忙地躺在床上, 盖了好几层棉被之后, 便睡了过去。 夜深时, 桌上放着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王洛迷迷糊糊地爬起身子, 接过电话。 庞德迷紧促地呼吸声传了过来, 伴随着寒风, 波罗斯和雪莉的尸体被人发现在镇子的入口, 并且在他们的身上找到了两张飞往洛杉矶的机票, 你最好过来看看。 王洛的精神在愣了一下之后, 瞬间清醒, 他嗡了一声便挂断电话, 联盟穿好了衣服往门外走去。 当他来到镇子入口的时候, 发现这儿已经停了好几辆的警车, 大概是为了不吵醒已经入睡的居民们, 警察们并没有鸣笛。 现场只有穿着警服的警员们, 而且样子也像是刚刚才到。 王洛直接找到了正在四处张望的庞德迈, 向他询问了具体的情况。 是这样。 庞德迈连忙向王洛解释, 根据目击者口述, 布鲁斯和雪莉身上带着大包小包, 似乎是想逃离这里, 但还没有出镇子就死在了出口。 死状极其凄惨, 而且一击致命。 喉咙的大动脉 同时被锋利的刀子割开, 咸血流了一地。 逃? 他们为什么要逃? 王洛一愣? 难道对于今天激发他们的事情, 感到害怕了? 不太清楚。 庞德迈摇摇头,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是和平的哈里斯莫尔珍这些年来, 十分难得的犯罪案件。 我还算能够成仇, 但是那些警员同事们, 却是像丢了魂一样, 个个都不相信眼前的景象。 王洛只是冷笑一声, 哼, 割喉致死, 这可不像是自杀或者是事故, 很明显是残杀举动。 带我去看看尸体。 庞德迈点了点头, 连忙带着王洛穿过了检查现场的警员, 来到了两具被白布盖着的尸体面前。 的确如同庞德迈所说, 这两人的身旁便是行李箱。 奇怪的是, 行李箱已经被人打开过, 并且有不少的衣物掉落在地, 像是被什么翻动过一样。 行李不是我们的人打开的, 来的时候就成了这样。 庞德迈见王洛打量这些, 便主动解释道, 我猜测, 凶手可能是想从这两个家伙手里面得到点什么, 而他们似乎也知道这个事情。 王洛微微点头表示清楚, 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都掀开看了看。 雪莉的衣服被扒了个精光, 却没有任何遭到猥亵的情况, 但脸部比起布鲁斯多了几条刀伤, 致命伤仍旧是脖子上的大动脉被切。 而布鲁斯就显得不那么自然了, 王洛惊讶地发现, 在他的腹部竟然有一个十厘米左右的伤口, 已经被针线缝合了起来, 如今已经破开, 像是被强行拆解开一样。 死者雪莉身上穿着的衣服, 在十几米之外被发现, 上面有着血迹。 庞德迈继续解释道, 看样子, 应该是凶手将其脱了下来, 并且试图从衣服上找一些东西。 这两具尸体的死亡时间应该不久, 王洛看着地上那一滩血液, 皱起了眉头, 周围有没有监控啊? 庞德迈无奈地摇了摇头, 监控被人毁掉了, 用盾起砸碎了屏幕, 像是十分熟悉地形。 网络环顾了周围一圈, 好奇地问道, 你们的法医呢? 没有过来吗? 这种情况是需要及时处理的。 此话一出, 庞德迈不由得露出了苦笑。 哈利斯莫尔镇的法医们, 都已经辞退了工作, 调到别的地方去了。 在这儿, 他们找不到任何一具尸体能够化验, 甚至无法接触到案件。 不过, 我已经通知老爹, 他告诉我会打电话 请市里面的警局调派增援过来, 这也是他这些年来 唯一一次大动干戈。 这种案件可不能够马虎, 网络严肃地说道, 哥侯案在无法排除 是有动机的杀人手法之前, 都有可能是无差别犯罪, 如果不及时进行治安管理, 很可能会再次出现冥案。 明白。 庞德迈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个事情我会执行和监督下去, 而且老爹那边我会再三强调。 另外, 庞德迈有些欲言又止, 他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又不好意思说出来一样。 我的朋友, 先说吧, 这么晚叫我出来, 有什么事? 王洛看出了庞德迈的窘状, 主动开口说道, 庞德迈只好挨挨地叹了口气, 我老爹说, 你可能是嫌疑人之一, 需要我把你请到局子里面, 关押审问。 什么? 王洛满脸不解, 砸了砸舌? 早前怀疑布鲁斯和雪莉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抓他们? 如今反而怪在我的头上, 这是为什么? 你别激动, 老爹也没有恶意。 庞德迈连忙白手解释道, 我会陪着你过去的, 至少能够保证你的安全。 虽说这个主意听起来荒唐至极, 但我还是决定跟你回去警局。 思量了一番后, 王洛对庞德迈说道, 非常抱歉。 庞德迈脸上充满了歉意, 老爹的初衷无措, 我会用自己的人格向他保证, 你绝对不可能是杀人凶手。 不不不, 华夏有一个成语, 叫轻者自轻。 我答应你回警局, 只是为了帮助你们解决案件。 王洛笑了笑, 走吧。 庞德迈眼前一亮, 他连连点头, 带着王洛回到了警局。 至于现场的事情, 这儿有一群警员负责处理便可。 警局的所有灯光都亮着, 但里面并没有多少人气, 因为原本下班或者值班在休息的人都被调到了案发现场。 李查德就坐在大门口的躺椅上, 口中叼着烟, 穿着和白天不太一样的牛仔装, 手中拿着一把手枪缓缓转动。 见王洛和庞德迈渐渐走近, 他便从躺椅上站了起来, 对庞德迈说, 我不是让你把他靠回来吗? 庞德迈尴尬地挠了挠头, 他是我的朋友, 对朋友不应该那样, 这是老爹你教我的。 李查德只能够瞪了他一眼, 随后看着王洛说, 不过既然他没有反抗就过来了, 那么肯定是想自首吧。 当然, 如果您能够拿出什么证明我是真正凶手的证据的话, 我愿意自首。 王洛耸了耸肩膀, 十分自然地说。 李查德眯眼看着王洛, 迟疑了一下才说, 你来哈里斯莫尔镇有什么目的? 目的? 王洛道, 旅游算不算? 旅游? 李查德嘲讽道, 这地方从来不欢迎外来的人, 你这个借口在我这里没有用。 以往我来西班牙各警局的时候, 每个地区都来去自如, 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强行不欢迎外来人的地方。 王洛说, 在国内的时候, 常常听到有人说西方人是多么有礼貌, 没想到如今却遭到了这般对待。 哦, 你在西班牙警局混过? 李查德依附笑而不语的模样, 我当了那么多年的警长, 也认识了不少人。 不如你跟我说说, 你都认识哪些在警局出名的人? 王洛文言变作沉思状, 摸着架巴开始思考了起来。 庞德迈见到这一幕, 并没有对王洛的话有什么意见, 他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本来就是李查德先排斥王洛, 而现在王洛就算做出一些反应, 倒也正常。 他只能够夹在中间, 不偏向任何一方, 索性便直接不说话了。 接不起来了吗? 庞德迈轻轻一笑, 吐了口白烟。 不如我来给你提个醒儿, 不知你是否听说过 几年前在国城警局出名的那个小伙子, 他破案无数, 更是被人称为破案界的天才。 我曾有幸跟他一同办过案, 并且协助了他破解了好几桩大案, 得到了他的认可, 成为了他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你? 你呢? 此话一出, 正在喝水的庞德迈猛地一下喷了出来。 而王洛则是好奇地抬头, 略有兴趣地微微点头, 说, 是吗?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这么一个朋友啊? 哦? 理查德嘲讽连连, 原来你根本不知道啊。 老爹! 庞德迈终于忍不住喊了一声。 理查德没有理会庞德迈, 而是想继续对王洛说点什么。 老爹! 庞德迈终于忍不住, 直接将手搭在了自己父亲的肩膀上。 你干什么? 理查德回头瞪着庞德迈, 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 你已经不把我这个老爹放在眼里了吗? 庞德迈深吸了口气, 最后一字一句地说, 老爹, 你恐怕连那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吧? 这与你没有关系。 理查德再次强调了一遍, 我…… 庞德迈忍无可忍地打断了理查德的发言。 他就是你口里说的那个天才? 他? 理查德怒目圆瞪了王洛一眼。 你这个愚蠢的家伙, 就算他跟你关系再好, 也没有必要变个身份来骗我吧。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说话的? 老爹, 他真的是你所说的那个天才。 庞德迈深吸了口气, 将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 并且强行解释道, 而且他还当着我的面, 给国城的警长打过电话, 聊天的时候, 就好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 这还不足以证明他的身份吗? 可那位警长通话? 理查德先是蹲了一下, 随后竟是气得笑出了声。 看来, 可有必要给你普及普及, 那位警长的身份有多高了, 不是像你所说的这样, 随随便便就能够接触到的。 他话音刚落, 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 两人纷纷判断声音的来源, 最后将目光定格在了王洛的身上。 王洛刚好也反应过来, 是自己的手机响了, 便从口袋里掏出来, 放在了耳边说, 喂, 是我, 亲爱的王, 我是亨利埃瑞特。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浑厚的男声, 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有什么事情吗? 亨利警长, 网络礼貌地问道, 我这边的情报部门, 听说你所在的小镇出现了两宗性质恶劣的割喉杀人案, 所以特地打电话来问问你, 看看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亨利埃瑞特十分关切地对王洛问, 我们可以连夜加派人手到你那儿, 希望你还记得国城警局那些能干的勇士们, 他们会成为你最安全的臂膀。 这倒不用, 王洛想了想, 最终还是说, 毕竟这种案子我还是能够解决的, 你还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好吧。 亨利埃瑞特像是松了口气一样, 又突然说, 对了, 那边的警局有没有对你给予支持啊? 别的不说, 这可必须要做到。 这个问题, 王洛迟疑了一下, 抬头看了一眼正在迷惑之中的庞德麦父子, 便无奈地说道, 很难解释得清楚, 不如这样吧, 刚好我现在就在警局, 局长也正站在我的面前, 你跟他谈论谈论? 以亨利埃瑞特和王洛的熟络, 几乎一瞬间就听出了王洛话里头的意思, 他在电话那头冷横了一声, 淡淡地嗯了一声, 王洛歪了歪头, 将电话递给了理查德, 小声地说, 亨利埃瑞特警长? 理查德的表情微微一愣, 随后半信半疑地接过了王洛的电话, 紧接着, 王洛和庞德麦二人便看着理查德的脸色慢慢变黑, 又慢慢地发青, 紧接着又苍白了起来, 不断地对着电话那头点头道歉, 额头上甚至还冒出了冷汗, 大概一分多钟后, 理查德挂断了电话, 并且将电话礼貌地用双手递给了王洛, 我很抱歉刚才的行为, 理查德微微闭上眼, 将一只手放在胸前, 对王洛轻轻地弯腰说道, 王洛露出了笑容, 对理查德表示并不会放在心上, 西方人道歉和承认错误的态度很端正, 他没有必要计较下去, 原来那位男士是你, 看起来年纪似乎不怎么大, 理查德说话明显礼貌了一些, 他认真地说, 是我眼拙了, 咱们到里面详谈, 说着他指了指警局里面, 王洛点了点头, 说, 也好, 这外头风比较大, 于是, 三人便回到了警局里面, 理查德亲自给王洛倒上一杯茶, 坐在其对面, 听亨利警长说, 你是特意过来协助我们解决案件的, 理查德与其平和地跟王洛说道, 这与先前的态度显直截然不同, 但在王洛看来倒也非常自然, 王洛闻言, 心中便知道, 这是亨利·埃略特故意对理查德 透露的, 便默默地点头, 硬撑了下来, 自然也有旅游的意思, 许久没有回到这片土地, 顺意过来玩玩, 那就好, 既然有你的出面, 这件案子, 我就可以放心地交给你了, 理查德笑着点了点头, 认真地说道, 我自然不会质疑你的断案手段, 所以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把所有的警员都剔除在外, 除了我的儿子庞德迈之外, 没有其他人会打扰你, 以下如何, 王洛听到这话, 脑子灵活的他, 实际上已经听出了理查德话里面的意思, 法医主任, 第224集, 调走所有的警员, 不对王洛进行打扰, 美其名曰保证王洛办案的效率, 实际上是让王洛成为孤家寡人, 在探索案件的过程中更加的麻烦, 毕竟这种割喉杀人案, 显然是有谋划的行为, 必然牵扯到其他的问题, 人手虽说不是特别需要, 但如果有能够集思广义的话, 王洛是不会拒绝的, 毕竟在国内加入了断罪小组的他, 长久以来明白了团队合作,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劲, 反而能够做出很多的帮助, 而理查德的心思却深得多了, 他表面上对王洛表现出尊敬, 实际上是想让王洛独身调查, 相当于把整个案件的所有工作都丢给王洛, 自己则不需要付出什么人力物力。 不得不说, 这老油条的想法若不是王洛心思缜密听得出来, 否则的话一定被人暗算了。 那就听你的安排吧。 王洛微微眯起了眼, 并不打算拆穿理查德的想法, 而是装作衣服十分感谢的模样, 说, 亨利警长肯定会对你表示感谢。 这倒没有必要, 有您的帮助也是我哈利斯莫尔镇警局的荣幸。 理查德十分满意王洛的回答, 豪迈地笑了笑, 说, 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希望阁下能够答应。 哦, 什么请求? 网络一愣, 就是我的儿子庞德迈。 理查德指了指身旁的庞德迈, 他刚从纽约回来, 不太熟悉这里的办案程序, 希望你能够带他一下, 给他做一个好榜样, 并且, 用你那聪明的头脑给他一点教训, 让他在这个社会里面冷静下来。 这倒没有问题, 王洛微微点头, 庞德迈是我来这儿的第一个朋友, 我会给他一些照顾的, 您尽可放心。 那我就安心了。 理查德松了口气, 最后说, 对于今天, 我让庞德迈所做的事情, 真诚地在这儿给你道歉, 之前我不太清楚你的身份,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 话语不真, 但盛在表情真实, 王洛笑了笑, 再次表示了没有放在心上。 那你们就快去忙吧, 我在此等你们的好消息。 理查德开口下了逐客令, 对王洛说, 庞德迈对自己父亲的态度转变非常的满意, 所以并没有什么意见, 反而对王洛更加尊重了一些。 两人一同离开了警局, 理查德望着王洛渐行渐远的背影, 冷横了一声, 转身朝着教堂走了过去。 镇子里发生的事情, 恐怕瞒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需要尽快解决, 否则的话, 那些顽固的居民们听了之后, 恐怕会生出这儿不再安全的念头。 庞德迈边走边对王洛说, 我看啊, 那两个家伙恐怕来到这里, 是为了逃避仇人。 这倒并非不可能, 布鲁斯和雪莉的关系不同寻常, 可偏偏非要隐藏下来, 恐怕是想要躲避什么, 不然为何脱离原来的生活状态? 网络摸着下巴分析道, 他们的资料谁掌握的最多, 这或许能够成为我们的突破点。 要说资料, 庞德迈迟疑了一下, 随后才说道, 只有那位先生了。 那位先生? 王洛一愣, 霍华德佩恩吗? 是的, 庞德迈说, 咱们不是听布鲁斯和雪莉表示, 这间一面店是霍华德佩恩先生对他们予以支持的吗? 既然这样的话, 霍华德佩恩先生肯定对他们的了解胜过我们。 既然这样, 我们不如去拜访拜访他。 王洛翘起嘴角, 他的住处在哪? 这, 庞德迈想了想, 见到他可能有些难度, 因为他的办公地点不在哈里兹墨尔镇里面, 而是在距离墨尔镇十几公里左右的山区里面, 那儿被他出资改造成了一片别墅林, 并且邀请所有的名家贵族入住, 更有一栋保安大楼对整个别墅林进行管理, 我们想要进去的话, 恐怕只能够通过预约或者找关系。 以你身为哈里兹墨尔镇局长的儿子, 难道见他一面还需要那么复杂的手续吗? 网络好奇地问, 庞德迈微微摇头? 我从小在纽约长大, 对这儿的人文环境不太熟悉, 自然就没有多好的关系, 而我也不知道父亲跟霍华德佩恩先生的关系, 是否与我想象的那般美好, 但我从未见过父亲和霍华德佩恩先生, 出现在同一场合。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担心自己的位置不够跟那种级别的人赶上谈话的机会吗? 网络笑了笑, 但你是不是忘了, 哈里兹墨尔镇既然是那个人一手建成的, 肯定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如今出现了这种残忍的谋杀案, 他本人肯定会放心不下, 只要我们借着这个理由跟他进行接下, 恐怕没有办法不答应吧。 庞德迈不禁对王洛竖起了拇指, 连忙点头说道, 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两人便再次奔波, 越过了十几公里的山路, 来到了这所谓的别墅林所在之处。 这儿原本是一座座凹凸不平的山头, 经过了霍华德·佩恩先生的赤子改造之后, 已经变成了一幅非常具有欧美风的建筑群, 其中囊括了私人游泽池以及私人高尔夫球场等等名贵场所。 当王洛踏进这儿之后, 不由得对富人们的生活感叹了一声, 这简直能够算得上是一种别样的天伦享受了, 住在这里头完全感受不到社会的氛围。 进入别墅林并不需要什么资质和牌照, 但却只能够踏入入口。 这儿还有着严密的警卫把守, 进出都需要房产主人的IC卡作为证明, 而且里面的路途大多都被修得平平整整,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步平衡车, 没有多少人通过双脚走路。 当王洛和穿着警服的庞德迈接近之后, 便被看守的警卫拦了下来。 他们戴着墨镜和穿着严肃场合的西服, 像极了电影里面的007特工, 只是单单地伸出一只手, 什么话也不说。 庞德迈咳嗽了一声, 从自己的身上掏出警官证, 摊开放在几名警卫面前。 我来见一见护华德·佩恩先生, 请问他在别墅吗? 几名警卫并没有回答庞德迈的话, 只是依旧摊着手。 哈里斯莫尔镇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事情, 需要向伟大的霍华德·佩恩先生进行汇报, 网络见状便站到了庞德迈的前方, 摆出了一幅十分崇敬的表情, 相信他会非常愿意听我们唠叨的。 另外, 这位警员是哈里斯莫尔镇警局局长的亲儿子, 他特意被派遣过来协助处理。 我同样相信, 霍华德·佩恩先生会十分欢迎他的到来。 果不其然, 原本还有些不愿意放网络二人进去的警员们, 纷纷面面相去, 认为自己无法担得起这个责任, 便只好将防盗门打开, 对两人摆出了请进的手势。 请先到管理室里预约, 现在是霍华德·佩恩先生休息的时间。 负责开门的警卫提醒了王洛二人这样一句话。 王洛和庞德迈这才松了口气, 一同钻入了这气派的别墅里, 朝着写着管理室的别墅走了过去。 在经过一片花园的时候, 王洛和庞德迈见到了不少年轻的男女, 他们的脚下都有着带步平衡车, 看向王洛和庞德迈的眼神里有着不少的惊诧。 这让王洛和庞德迈多少有些不自在, 毕竟从一进门开始就被所有人打量,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 很快, 他们来到了别墅的管理室, 这儿的装修风格十分的标心立异, 全部以拼接式玻璃进行阻挡, 所以想要看到里面的环境还是非常容易的。 王洛和庞德迈踏步走近, 发现这儿大厅的布置又和四周不太一样, 像极了一幅中世纪年代的办公室装修, 颇为中庸的红皮沙发, 散发着淡淡黄光的名贵吊灯, 立体感颇足的红木长桌, 上面摆着办公用的计算机和防鼓电话机, 烘托出严肃的气氛, 令人踏入后不禁想要挺直腰板正视接下来的一切。 这种装饰和布置, 王洛并不是没有见过, 但大多数都是在一些官场才能够见到, 比如政府官员上班的办公室等等。 可眼前这一个小小的别墅管理室, 又为何故意设计成这样, 与外面的欧式风格不太符合? 管理室里面坐着寥寥几个人, 都是一副欧洲面孔, 男男女女都有。 当他们见到王洛和庞德迈走进来之后, 便出声询问。 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的吗? 是这样的, 我是哈里斯莫尔珍的警员, 想见一见伟大的霍华德·佩恩先生。 庞德迈这回学聪明了, 语气尊重了许多, 对那群穿着西装的工作人员说, 镇子里面发生了一些严重到预料之外的事情, 需要汇报, 请及时通知。 说吧, 他还亮出了自己的警官证。 从语气上来讲, 庞德迈基本上没有给这些工作人员拒绝的意思了, 他已经将话说死, 并且以一种表面看似温柔, 实际上强硬的话语, 告知了来意。 坐在办公桌的秘书听到庞德迈严重的口气, 也不敢随便地怠慢, 他可是知道那位先生的脾气, 所以对网络二人说了一句请稍等之后, 便拨通了电话机。 很快, 秘书便与电话那头的人谈论了几句, 就挂断了电话。 霍华德佩恩先生已经起床了, 他现在正在他的书房里面练习华夏书法, 你们可以去找他。 秘书十分礼貌地对面前二人说道, 但请不要大声喧哗, 也不要吸烟, 霍华德先生非常讨厌烟味, 另外, 需要我带你们过去吗? 王洛和庞德迈自然点头同意, 他们初来乍到, 对这儿的环境也不是特别的熟悉, 有人带路自然最好, 只是在王洛觉得, 这什么什么先生的规矩太多, 倒也符合西方贵族的特点。 请进吧。 书房的门被敲响之后, 里面传来了一道低沉的男声。 秘书悄悄退下, 王洛和庞德迈便走进了这颇为气派的书房。 书房的面积足足有一百多平米, 里头的书架林立, 装载着世界各地的名著和藏书, 堪比那银行里的金库, 放着的全是金钱无法代替的知识。 而在书房的正中央, 有着几座柔软的圆形沙发, 一位手中端着浓香的猫屎咖啡, 双腿搭在一起, 放着一本《富兰克林自传》的男子抬起了头, 将自己那古老的单片眼镜放下来, 打亮着王洛二人。 同样, 王洛和庞德迈也在进门的一瞬间, 打亮起了这名男子。 与雕像上见过的不太一样, 霍华德·佩恩有着一副十分有特点的欧洲面孔, 他有一头天然的白发夹杂着些许棕色, 毛发并不浓密, 颧骨略高, 鳄骨却较为平坦, 鼻子窄而高, 看起来像极了一块倒立的比基尼, 下嘴唇较为宽厚, 上嘴唇则颇为始终。 总的来说, 这霍华德·佩恩长了一张十分正常人的脸, 便是那种在人群之中不会特别引人注意的脸。 这并不值得惊讶, 因为他有着万贯家产, 并不是所谓的演艺圈成员, 所以并不足为奇。 况且, 欧洲人年轻时候的面容都比较性感, 而到了老年之后, 大部分都会发福, 按照霍华德·佩恩的体型来看, 至少有个一百二十斤就已经不错了。 他的身高个子与庞德迈差不多, 两人只是一横一竖的差别。 记得我上一次去警局里面找警卫来我的别墅工作, 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霍华德·佩恩微微一笑, 将手中的咖啡放在了一旁的桌上, 对庞德迈二人说道, 请坐吧。 王洛和庞德迈便毫不客气地正金危坐, 眼前这位先生给他们和蔼的第一印象, 所以并没有客气多少。 你们来这儿, 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 霍华德·佩恩, 目光在王洛身上停留了一会儿, 随后便看着庞德迈说, 我记得你, 你好像是理查德的儿子, 他曾将你送去纽约, 已经长这么大了呀。 霍华德·佩恩叔叔, 匆忙前来拜访, 打扰了您看书的雅致, 实在是抱歉。 庞德迈似乎有些紧张, 毕竟面对的可是对于整个哈利斯莫尔镇来说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代表我父亲向您传达真挚的问候。 霍华德·佩恩微微点头, 后说道, 那么, 你们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问起王洛的身份, 大抵士认为王洛只是说庞德迈的一个小跟班, 而且王洛也没有穿上正装, 所以并没有引起注意。 是这样的, 镇子里面发生了两起命案, 想必这件事情您已经知道了吧。 庞德迈认真地问道, 霍华德·佩恩闭目响了响, 端起一旁的咖啡, 我的确知道。 所以, 我们此次来的目的, 就是想问问您是否知道关于死者的一些信息。 庞德迈再次说, 根据死者生前告诉我们, 他曾经是从你这儿买来的土地, 并且受到过你的恩惠, 我想您也对他们非常了解吧。 出人意料的是, 霍华德·佩恩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 我帮助凯西的时候, 对他一无所知, 而且, 我对于这些可怜的人, 从来不会过问他们的家庭情况, 只是给予他们应该需要的帮助而已。 所以这个话题, 是我无法给你个好的答案。 真是干脆利落地回答, 网络不由得在心中责了一声。 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先生, 估计已经掌握了熟练的谈论技巧, 非常容易地便将事情说死了, 既没有失了面子, 也没有让庞德迈难堪。 请您仔细回想一下, 手上是否还保留着关于布鲁斯雪莉的资料? 庞德迈再次恳求道, 这关乎案件的调查结果,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布鲁斯和雪莉真正的个人信息的话, 那么就有机会探查出来他们的过往。 我能够告诉你的, 就只有我知道的这些。 霍华德·佩恩淡淡地说道, 而你们想从我这儿问出我不知道的事情, 你觉得可能吗? 法医主任, 第225集, 语气中带着些许不耐, 这是王洛从回答之中听出来的唯一答案。 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类似于这种生活与社会高层的人员, 他们的耐性和品性基本上都不错, 但霍华德·佩恩却在庞德迈问了两遍之后, 就出现了不耐。 很显然, 这不是庞德迈的错, 而是霍华德·佩恩在烦恼别的事情。 请原谅我的多岁, 请问霍华德·佩恩先生, 最近是否有什么无法解决的烦恼呢? 网络接过庞德迈的话语权, 礼貌地说道, 霍华德·佩恩将腿上的书本合了上去, 好奇地看着网络。 哦, 为什么会这么晚? 从您先前的语气可以听得出来, 我想您大概是一个气度非同一般的人, 所以对于庞德迈这种不会损失多少时间的问题很有耐心。 网络解释道, 而您仅仅是在听了两遍之后, 便略微不耐,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 是遇到麻烦事之后的焦虑所致, 所以您才会找这个时间来书房看书, 利用这点时间静一静, 我说的对吗? 霍华德·佩恩文言竟是对王洛眯起了双眼, 沉默了一下。 你, 你叫什么名字? 佩恩先生可以称呼我为洛, 我来自东方大国, 华夏。 王洛露出雪白的牙齿, 笑着解释道, 洛先生, 我听说过你, 霍华德·佩恩沉思道, 你应该跟当初在国城里面出名的那小子是同一个人吧? 是的, 如您所想, 王洛点点头并没有否认, 他并不认为以霍华德·佩恩的身份不会知道他的存在。 那么, 你今天来是对我产生了怀疑了吗? 华德·佩恩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并不是, 如同我的朋友庞德迈所说, 我们只是想知道关于布鲁斯和雪莉的具体资料, 那有利于案件的发展。 王洛对他解释道, 毕竟戈喉谋杀案这种类型, 可是许久没有在哈里斯莫尔珍出现过了, 我想这肯定是有预谋的行为。 这样啊, 霍华德·佩恩见网络一脸地认真, 也就没有闲聊的意思了, 便说道, 但我还是要说成抱歉, 关于布鲁斯和雪莉的一面店, 我确实有相关的资料, 那只是他们注册的合法证明而已, 而关于他们的身份, 我一点也不了解。 那么, 冒昧地问一句, 您是否亲自帮助他们二人转变为 哈里斯莫尔珍的本地户籍呢? 王洛想了想再次问。 这话虽然刁钻了一些, 但王洛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毕竟还是案件重要。 霍华德·佩恩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无人察觉的阴狠, 他正了正色, 点头承认。 的确是我帮助他们。 那么, 您肯定有当时他们的原户籍资料吧? 王洛笑着问, 他已经看出来这家伙在装蒜, 但也并不打算揭穿。 就算知道又怎么样, 霍华德·佩恩从柔软的沙发上 站起了身子, 缓缓地走动步子, 将手中厚厚的书本 放在了书架上。 这并不管我的事情, 如果你们想要调查的话, 或许我能够给你们指一条路。 哦, 按照您的意思, 资料现在并不在您的手上吧? 王洛听了个明白, 问道, 是的, 在我的报社里, 霍华德·佩恩微微点头, 说, 但是报社已经废弃了, 就在教堂的下面, 那块地被我改成了教堂, 你们想要的答案或许会在那儿, 而且, 我猜测你们还能够找出 更加或许有用的资料, 关于Cassie的。 谢谢提醒。 王洛文言眼中闪过一丝好奇, 拉着庞德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告别道, 非常抱歉打扰到您的消息, 那么, 我们就先告辞了。 在得到霍华德·佩恩先生的点头之后, 王洛和庞德迈便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间。 霍华德·佩恩望着渐渐远去的两人, 脸上闪过一丝不明的意味, 像是在冷笑, 又像是在嘲讽。 从别墅离开之后, 庞德迈便马不停蹄地带着王洛来到了教堂。 此时此刻的教堂, 正有着不少的哈利斯莫尔镇居民 在吟唱圣歌, 并且大门是暂时关闭的状态。 庞德迈说道, 我们还是在外面等一等吧, 打扰教徒们可不是一件有礼貌的事情。 好, 王洛点头同意, 其实我还是有些好奇啊, 庞德迈与王洛靠在车前, 为什么霍华德·佩恩会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毕竟承认私自帮人改户籍, 可对他的名誉不利啊, 这不相当于自投罗网? 他就是想告诉我们他与布鲁斯和雪莉没有任何的过节, 所以撇清了自己的嫌疑。 我的天啊, 难不成你真的怀疑霍华德·佩恩有可能是凶手? 庞德迈张大了嘴, 突然呢, 王洛微微一笑, 所有的不可能都有机会变成可能, 真相往往隐藏在难以捉摸的地方。 但是动机呢? 庞德迈摸着下巴, 奇怪得道, 我实在是想不出, 像霍华德·佩恩那样地位的人, 会对这些死者抱有什么想法? 毕竟他不是一个层面的呀。 你说的也有道理, 咱们还是先看看资料吧。 网络并没有着急反驳, 而是看向教堂的大门, 现在已经被人打开, 他说, 看, 他们已经出来了, 咱们先过去。 教堂陆陆续续走出来人, 他们统一都披着黑色的风衣, 风衣有连衣帽, 盖住了他们的身形, 看起来就好像一些电影里面的异教徒一样。 不过, 当这群教徒走出来的时候, 便纷纷将自己的帽子拿了下来, 露出了该有的面貌, 竟然都是王洛曾经在镇子里见过的熟悉面孔。 比如那裁缝店里面勾搂着身子的老裁缝, 又比如那哈里斯莫尔镇中学的男教师, 以及一些普通居民, 他们脸上都带着兴奋而又虔诚的表情, 相互笑着消谈。 王洛和庞德迈并没有急着过去, 而是就这样看着这些人从自己的身边走了过去。 那些曾经与王洛说过话的人只是对其露了个善意的微笑, 什么话也没说便缓缓离开了。 这些人就好像受到了某种沐浴一样, 整个人都像是精神换发啊。 王洛难难地说, 人都走了,我们可以过去了。 庞德迈在王洛身边提醒了一句, 王洛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与他一同朝着教堂的大门走了过去。 正当他们踏入大门的时候, 却发现在教堂的中央, 正有着一个身穿纯白色封衣的老头, 站在霍华德佩恩雕像的面前, 手中拿着一把鸡毛胆子打扫着什么。 庞德迈和王洛对视一眼, 前者走上前去, 托拜厄司爷爷, 正毛呢? 那老头文言便转过身来, 足有一米八左右的身高, 但脸上的皱纹较多, 看起来年纪应该不小了, 两只眼眯起来成了一条缝, 中间露出了一点缝隙, 打量着王洛和庞德迈。 两久之后, 他才缓缓地开口, 教堂是心无误会的教徒 才能踏入的地方, 你们进来有什么需要吗? 我们, 庞德迈看了他一眼, 我们想下去报社看看。 托拜厄司诧异地看了庞德迈一眼, 随后转过身去, 继续扫着雕像, 并没有答应, 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是霍华德·佩恩先生准许的, 王洛用流利的西班牙语 开口提醒了一句, 面前的老头身子停顿了一下, 随后发出了一声淡淡的嗯, 放下了手中的鸡毛胆子, 朝一旁的过道指了指, 跟我走。 低沉的声音响起, 托拜厄司将自己的白色连衣帽戴了起来, 双手合在一起, 朝着那走廊上的侧门, 走了过去。 王洛和庞德迈连忙跟上, 侧门的位置就在雕像的左侧面, 是一个简单的木门, 门栓被一块生了锈的锁锁了起来。 王洛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 并没有细致的观察, 而且当时的光线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并没有发现侧门的存在。 托拜厄司走到侧门前, 伸手从自己的身上掏出一连串的钥匙, 递到了王洛的面前, 说, 这些钥匙用来开底下的柜子。 王洛连忙接过, 虽然他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会将这钥匙递给自己, 随后, 托拜厄司又伸手将脖子上挂着的一把钥匙拿了出来, 这钥匙被他擦得光滑正亮, 十分顺利地将那挂着的锁打开。 托拜厄司的手速很快, 像是在掩饰着什么, 将木门的锁打开后, 便急急忙忙地把钥匙塞进了自己的衣衫里, 转身便走, 头也不回。 这孤僻的性格像是不怎么待见王洛两人, 而后者也只能够无语, 踏步走进了这侧门里。 不出所料, 这道门打开后便传来了一阵呛鼻的灰尘, 王洛和庞德迈连忙挥手躲了躲, 等到空气稍微好闻了一点后, 便缓缓地走了下去。 侧门里就是一道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 几乎没有光线, 两人只好掏出手机照亮了前路, 走路依然不敢加快。 下楼的脚步声十分清晰, 很快两人便走到了底。 抬头一看, 拐角便是一道长廊, 长廊的尽头能够清晰地看见 有一道半敞开的铁门, 里头多半就是报社的空间了。 王洛和庞德迈缓步前进, 前者四处观察了起来。 两旁的走廊悬挂着一些沾满了灰尘的油画, 可惜早就不成模样, 但从布置上来看, 这个报社应该受到过非常好的装修, 可惜如今成了一片荒废。 走到门前, 这铁门被庞德迈庞大的手劲直接拉开, 发出了一阵阵铁片摩擦的声音, 在两人的耳边呲啦啦地响起。 铁炸了门后就是报社的门, 并没有上锁, 上头还贴着一些模糊不清的海报, 网络依稀看见了揭露什么的丑闻, 但主要人物是谁看不清楚。 进去吧, 庞德迈将门推开, 对网络提醒了一句。 尘封的味道迅速吸入肺里, 网络不由得咳嗽了起来, 但庞德迈依然没有什么反应, 似乎早就经过了训练适应。 庞德迈进入房间的第一反应, 便是走到门边开始摸索电灯的开关。 啪! 随着电灯的开关被暗响的声音传来, 整个报社都被暗黄的灯光照亮, 勉勉强强能够看清楚整个的环境。 与警局里面的布置差不多, 办公桌就摆在一个大厅里, 地上全部都是洒落在地的报纸, 灰尘在灯泡的照耀下浮动着, 偶尔还有一两只瘦骨如柴的老鼠从地上窜过去, 像是受到了惊动。 而在大厅的左面还有一扇门, 门外贴着档案式的标记, 里头应该存放着霍华德·佩恩所指的资料。 这地上的报纸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了, 网络好奇地蹲下身子, 拿起了一张被踩在脚下的报纸, 上面登记的信息还是清晰可见的, 因为这房间里面的湿气并不高, 应该是建筑装修的时候, 特意经过了防止潮湿的处理。 上面写了什么? 庞德迈见状对网络问。 倒是有一条值得注意的信息, 网络的眸子长大了一些, 伸手指着报纸上面的一处小字念道。 十九世纪的哈里斯莫尔镇是一个小小的渔村, 自从哈里斯教义涌入之后, 便像是受到了面包恩惠一样, 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慢慢成长,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个…… 后面的字已经成为了破洞, 网络无法继续念下去。 看来这儿的确有值得我注意的记载。 网络将报纸揉成了一团, 扔在了桌上, 或许这儿记载着关于哈里斯莫尔镇的过往, 不知道能否找到关于霍华德佩恩的身世记载。 我来收拾大厅地上的报纸, 你去负责档案室里面找资料, 怎么样? 庞德迈建议道, 没问题, 咱们动作快点, 但是不要遗漏。 网络点点头, 尽量找一些有关于霍华德佩恩先生指点的信息。 庞德迈连点头, 弯腰蹲下, 毫不顾及脚下的灰尘, 用手将周围的报纸全部捡了起来。 网络则走到档案室的门口, 见这儿并没有门锁, 便踏步走了进去。 学着庞德迈的动作, 网络伸手在墙壁上摸了摸, 成功地找到了灯泡的开关。 暗黄的灯光闪了几下, 便不动了, 网络这才能够得以看清里面的环境。 这里头摆放着五个大书架, 空间并不大, 互相拥挤在一起, 书架上面都是一层层叠起来的报纸, 已经微微泛黄。 网络看了看这些报纸, 不由得有些头大。 以书架的高度来判断, 至少每个书架上, 能够存放两三千张以上的报纸。 他要查阅的话, 可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事情。 不过好在, 网络心中的好奇度, 能够逼自己胜任这个工作。 他便静止走到中间的书架前, 开始翻阅上面的报纸。 报纸上记载的, 都是一些已知的历史故事, 或者与军事有关的资料。 看起来像是被人分类过一样。 网络敏捷的头脑看出了这一点,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连忙拿起手机, 开始在书架上寻找着什么。 不久后, 他紧绷的身体, 松了口气。 法医主任第225集 在书架的最底层, 有着一个铜色的名牌, 清晰地刻印着三个西班牙字, 历史类。 于是, 网络便在接下来的四个书架上, 同样的位置找寻相同颜色的名牌。 最终, 网络在最后一个书架上, 找到了他希望见到的字母。 人物类的报纸, 就在这最后一个书架上面。 以网络的眼力判断, 这个书架上面的资料, 并不是所有书架里面最多的, 但至少也有上千份左右。 慢慢看吧, 网络只能够无奈地开始了一张张的阅览。 不过以他的眼力, 不说一幕十行, 至少一幕五行是没有问题的。 而在门外的庞德迈, 也同样集中了注意力, 将所有的报纸都整齐地分类摆放进去。 五个小时的时间, 转瞬即逝。 网络的两只眼睛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停进来过, 但这也成功地让他发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 比如, 哈里斯莫尔珍的中学原本是一个家畜养殖厂, 之后被霍华德佩恩投资建成了学校。 再比如, 凯西的真实身份。 令网络惊讶无比的是, 凯西其实并不是在哈里斯莫尔珍流浪的流浪女, 而是一个拥有着大片土地的普通民众。 而这块地便在网络所居住的酒店下面。 让他很不解的是, 根据报纸上的记载, 凯西在拥有这块地的时候见到了霍华德佩恩, 竟然对他一见倾心, 心甘情愿地将这块地转让给了霍华德佩恩。 在之后, 她便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 在镇子里面流浪, 并且接受来自邻居街坊们的施舍恩惠, 才得意生存了下来。 这种日子持续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 凯西活得怎么样, 网络不知道。 但报纸上只是寥寥草草地提了几笔, 根本看不出来其中的艰辛。 而报纸还记载着, 凯西之所以居无定所, 没有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地方, 其实是因为网络所住的酒店当时正在修建之中。 修建好了之后, 凯西便名正言顺地以霍华德佩恩救济的名义, 住了进去, 活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 凯西变成那副落魄的模样, 其实是因为霍华德佩恩修建酒店所导致。 这让本就对霍华德佩恩产生怀疑的网络, 心中更加不解了起来。 似乎霍华德佩恩在这个镇子里面, 已经被所有的居民共成了伟人一般的存在, 不然何以所有教徒都对着同一个雕像 崇拜呢? 而网络从报纸上看到的资料, 却像是在揭露着霍华德佩恩的行为一样。 网络心中不禁有了一丝怀疑, 这家报社也许并不是霍华德佩恩所建立, 反倒像是被他所毁灭。 网络深吸了口气, 令自己平静了下来, 翻阅报纸的手有些颤抖, 但并没有停下来, 反而更加迅速了几分。 就在这时, 庞德迈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 怎么了? 网络连忙攥紧手中的报纸, 走出档案室, 对庞德迈问道。 只见庞德迈坐在大厅里面的一张桌子上, 周围全部都是从地面上整理起来的报纸, 他的手里正攥着一张泛黄破旧的半张纸片, 双眼略微有些血丝, 脸上浮现出了兴奋的表情。 快看, 我发现了什么? 庞德迈转过头对王洛说, 让我看看。 王洛连忙走过去, 接过了他手中的纸片, 说, 定睛一看, 只见纸片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一面垫, 房地转让证明, 经手人, 由于纸片只有半只手长大小, 所以王洛只从上面看到了这些信息, 这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惊讶地看向庞德迈, 问, 你在惊呼什么? 这好像不值得注意吧? 庞德迈却看着王洛摇了摇头, 你仔细看看, 纸片的边角。 边角? 王洛一愣, 随后拿着纸片在自己的手中转了两圈, 最后, 瞳孔猛地一缩。 纸片的边角十分地平滑, 造成这种撕裂口的只有一种因素, 人为。 很明显, 纸片的另外部分被人用手撕开了, 也就是说, 有人已经领先了王洛一步, 将这房地转让证明, 另一部分带走了。 会是谁呢? 王洛皱起了眉头? 我们可以联想一下, 这种转让证明实际上是完整的, 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被破坏后带走呢? 庞德迈做沉思状, 但并没有想出什么。 王洛同样如此, 最终他叹了口气, 微微摇头, 说, 这张纸片并不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明, 咱们再继续找一找吧。 说吧, 他将纸片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保留下来。 行, 庞德迈并没有拒绝王洛的要求。 于是, 就在两人打算继续翻阅下去的时候, 庞德迈警符上挂着的对讲机, 突然传来了声音。 对讲机一般是在十分近的范围内, 才能够起作用。 庞德迈听到声音后, 便意识到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胖熊胖熊, 镇子里面又出现麻烦了, 局长让我通知一下你, 你最好赶来警局看看。 对讲机那头传来一道急促的女声, 处在嘈杂的环境之中。 庞德迈连忙回应了一句马上道, 便转头对王洛说, 一块去。 王洛点了点头, 心想档案室留在这里也不会消失, 便与庞德迈一同走了出去。 两人静止走出了原先的通道, 发现教堂里面已经空空如影, 托拜厄司也已经不在雕像面前忙碌, 天空也随着时间的变化渐渐黑了下去。 冬天的夜晚到来, 让人有一种比夏天更快的错觉, 教堂外头的雪已经被清理了个干净, 王洛和庞德迈脚步匆匆, 压根就没有时间来欣赏夜幕的到来, 头也不回地冲进了警局里。 当二人一进入警局, 却发现这儿已经被警员们围成了一个圈, 水泄不通, 空气中还泛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警员们的脸上都是一副惊恐和害怕的模样, 不停地谈论着什么, 并没有发现王洛和庞德迈进来。 王洛一瞬间皱起了眉头, 心头顿时紧绷, 直接穿过人群走在了最中间。 只见在王洛的脚下, 正摆放着一个黑色的尸袋, 尸袋上已经拉上了拉链, 严严实实, 但拉链上还有着不少的血迹。 见到这一幕的王洛, 身子不禁颤抖了一下, 并不是因为见到这尸袋产生了害怕的情绪, 而是他能够感受得到, 地上的尸体传来的那股异样感, 让他的全身上下都很不舒服。 上一次出现这种感觉, 是他回到国内面对的第一桩杀人案。 常年与尸体接触的他, 对于这种感觉简直熟悉无比。 发生什么了? 庞德迈走入人群之中, 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询问道。 那些人都面面相去, 随后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句, 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庞德迈这才咽了口口水, 走到王洛身旁, 看着地上的尸袋。 王洛深吸了口气, 蹲下身子将尸袋缓缓地拉开。 顿时, 一股浓重的恶臭味侵袭着口鼻, 围观的警员们纷纷捂住了自己的口鼻, 露出了一副恶心至极的表情。 除了王洛和庞德迈之外, 时代里面如同两人所想, 装着一具身材肥胖的尸体, 但这并不是令人心头发颤的原因, 而是, 这具尸体并没有头。 那么, 它的头去了哪里? 在这具肥胖的尸体上方, 有着一堆深红色的肉碎。 这种肉碎跟平时我们剁肉的时候一模一样, 甚至更加的稀碎, 完全不像是人的手能够剁出来的。 而且, 这一堆肉碎上还附和着脑浆一般的液体, 伴随着深黑色的一条条发姿。 王洛和庞德迈已经猜出, 明眼人几乎都能够看得出来, 这是一颗被绞肉机绞碎了的人头。 难以想象, 在现场清理这些的工作人员会受到怎样的一种压力? 王洛可不认为是尸体自己跑到尸袋里面躺下, 还把拉链拉上的。 死者是谁? 王洛整个人都黑着脸, 他转头看向周围的人。 这人是谁? 你们知道吗? 根据现场的警员汇报, 死者是熟肉店的胖老板。 有一名警员开口问道, 是那个菲尔斯威廉? 庞德迈瞳孔掠缩。 那个家伙为什么会遇害? 有人说他是自己跌进了绞肉机里面才变成这副鬼样子的。 有一位警员露出了一副惊悚的模样。 真是件恐怖的事, 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天降人祸吧? 自己? 摔进绞肉机里, 死他? 王洛听了却不由得吃笑出声。 他嘲讽地说, 这种鬼话只有智商低到了一定境界的人才能够相信。 你们都是没有脑子的人吗? 你这该死的吐蜂鼠, 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 先前的那位警员听了王洛的话后, 感觉油气刺耳, 深吸了口气, 反驳指责道。 王洛却丝毫没有理会他的意思, 而是转过头, 看响庞德迈, 说道, 恐怕凶手是同一个人, 性质已经不同了, 现在可以列为连环杀人案了。 庞德迈深吸了口气, 脸上露出窒息的表情, 他十分清楚王洛这话说出来代表了什么, 简直将案件上升到了无数个档次。 连环杀人案跟有目的的杀人是不同的, 凶手向来都是以残忍的手段, 去危害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 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破案的话, 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 具体的案件例子, 可以参考当时著名的开堂手捷克的事件, 就是因为当地的警方无用, 迟迟抓不到那个凶手, 才导致更多的女性遇害。 如果将这种案件放在王洛所在的国家的话, 那么绝对能够引起上头的重视, 程度也不是区区一个哈里斯莫尔镇可以比拟的。 不过, 凶杀案这种事情是不分国界的, 包藏祸心的凶手无处不在, 王洛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才会对现在的自己感到气愤。 他原以为这只是一桩简简单单的案子, 让自己能够在等待莫天庸命令的同时, 供自己消遣消遣, 可没想到竟然发展到了这种程度。 死者死抓极为凄惨, 凶手手段无法想象, 王洛深吸了口气, 站起身子对周围的人说, 我想你们也清楚当下哈里斯莫尔镇的局势了, 近几天一共发生了四起名案, 十有八九是同一个凶手作案, 既然你们代表着哈里斯莫尔镇 维护秩序的最高执法权, 那么是不是应该出动所有的警力, 将这个凶手抓出来? 话音一落, 所有的警员却是一副双手抱胸看好戏的模样, 并不打算回应王洛的一字半句, 而那位被王洛讽刺的警员更是露出了冷笑, 看着王洛说, 愚蠢的华家人, 滚回你的国家去吧, 哈里斯莫尔镇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这儿可不像你们那儿那么乱, 这种语气真谁听了都不会好受, 庞德迈则直接呵斥道, 卢斯, 不要乱说话, 作为一个神传警服的警员, 你应该带人尊重,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了啊, 陆大傻, 卢斯撇了撇嘴, 你不会想帮他搞定这个事情吧, 别搞笑了, 你在纽约学了这么多年, 回来也没见你解决什么麻烦, 真是浪费了局长的一片心意, 你, 庞德迈脸色抽搐了一下, 最终克制了下来, 他心中是有傲气的, 并不想与这家伙计较, 赶紧把尸体处理掉吧, 放在这儿影响大家休息, 卢斯便继续得意地说道, 我建议, 让局长签一字写一个证明文件, 证明这个倒霉的家伙, 只是因为操作绞肉机不当, 所以被绞死了, 你这样对待死者的性命, 这是亵渎, 庞德迈忍不住呵斥道, 你仔细想一想, 一个在熟肉店待了半辈子都没有出过事的家伙, 怎么会突然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是你, 你会吗? 卢斯被怼得哑口无言, 只是冷横一声, 将头转过去, 并不想理会庞德迈,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时候, 理查德突然从人群外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身西装礼服, 脸上微微泛红, 像是参加了什么宴会一样, 油光满面, 但当他穿过人群, 看见那尸袋里面装着的尸体的时候, 整个人犹如遭受了五雷空顶, 直直顿在原地十几秒的事件, 随后, 他的肠胃便毫不留情地发力, 那混合着酒水味, 还为消化完的食物喷涌而出, 犹如瀑布般倾斜而下, 网络和庞德迈连忙闪到了一边, 为了避免饱受波及, 庞德迈还算有心, 见到自己父亲吐完之后, 便连忙冲上去, 将其扶到了一旁的桌子上休息, 并且为他倒了一杯热水, 网络则十分迅速地将尸袋拉链拉上, 为了避免理查德看到之后再次发作, 毕竟这东西摆在这里, 让大家参观也不是一件极力的事情, 更何况, 似乎还有一种亵渎死者的意味在里面, 没事吧, 老爹, 庞德迈连忙关切地问, 我没事, 理查德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 吐出了一些酒精之后, 让他的肠胃好了一些, 醉醺醺的状态也消失了, 只不过脸色有些发青, 目光不敢再去看那地上的尸袋, 这可不像是一个老局长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汪乐眯着眼看着这一幕, 心中想到, 法医主任第227集 发生什么事情了, 理查德缓和了一阵后, 皱起眉头问道, 针子里面有出事情了, 老爹, 你不知道吗, 庞德迈一脸地诧异, 你是不是去哪鬼混了, 该死, 我只是去你霍华德佩恩叔叔那儿参加了聚会, 才过了那么一点的时间, 就有丑事了, 理查德晃着脑袋说, 镇子里面的熟肉店的菲尔斯, 脑袋被小二姬绞碎了, 当场死亡, 庞德迈哀叹了口气, 他的下半身还留着, 这已经是第四起命案了, 王洛走到理查德面前, 如果还不引起重视的话, 恐怕难以让阵民们安心, 你到底是从哪来的自信啊, 像一只在周围飞来飞去的苍蝇一样, 不停地说话, 鲁子见王洛主动跟局长搭话, 心中有些不愤, 开口说道, 但他这一句, 换来的却是理查德的怒目圆瞪, 让他双腿不由的一颤, 这位先生的来历, 说了你们也不知道, 理查德冷哼一声, 但是你们只要听清楚, 他现在在帮着国城警局的 衡力警长做事, 是你们怎么也无法接触的地位, 此话一出, 围观的警员们便都纷纷露出了 惊讶的表情, 目光都聚集在了王洛的身上, 指指点点地讨论着什么, 但王洛并没有时间去理会这种变化, 而是看着理查德继续说, 我想, 是否能够让我看看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 理查德一愣摇了摇头, 我们这儿可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 那么, 为什么小镇里面会设立监控? 我在来的时候便发现了, 王洛皱起眉头, 不解地说, 我的意思是, 我这儿没有录像带, 理查德无奈地解释道, 因为监控的总控制室并不在镇子, 而是在霍华德佩恩先生的别墅林那儿, 如果想要查看的话, 只能够去他那儿进行查看, 原来如此, 王洛微微点头, 那么我们现在过去吧, 向那位先生借一下录像带看看, 或许能够有什么发现? 这恐怕不行, 理查德无奈地摇头, 霍华德佩恩先生的别墅林现在已经处于封锁状态, 我们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他要休息了, 不然我为什么回来呢?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具尸体啊? 王洛已经看出来, 理查德的不作为是他故意为之, 便淡淡地笑着问, 尸体的话, 理查德想了想, 就放在审讯室里面暂时锁着吧, 对了, 您不是法医吗? 不如干脆帮忙把这具尸体的尸检做了, 这样省得我们再从其他的阵子调遣法医前来帮助, 哦? 王洛却没有急着答应, 而是说, 我想我不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为什么? 仅仅只是举手之浪? 理查德露出不解的表情问道, 其实只有王洛知道, 这个老家伙不过是想利用自己图个方便而已, 他的意图暴露得太明显了。 碍于庞德迈在场, 王洛不好把话说得十分明白, 便想了想, 刀, 四具尸体都需要进行尸检, 恐怕我一个人做不来这么多事情, 光搜集调查现场的证据, 就已经让我脱不开身了。 还是请局长从其他阵子里面请求增援吧, 我相信这样会让工作效率提高一个档次。 理查德想了想, 觉得王洛确实说得有些道理, 便笑着点头。 那么, 我会安排下去, 至于看录像带的事, 就需要你等到明天再去找霍华德佩恩先生了。 王洛表示并无大碍, 随后便独自转身走出了警局, 头也不回。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镇子里, 而是朝着教堂所在的方向走了过去。 庞德麦见到这一幕, 用手拍了拍自己父亲的肩膀, 便跟上了王洛。 看什么看, 都给我回到岗位去。 李查德看着自己的手下们不由得吼了一句。 教堂的门依旧如同两人先前离开时的一幕一样, 所以很轻松地便通到了下面的走廊, 再次回到了报社的房间里面。 你怎么也来了? 王洛见庞德麦跟在自己身后, 便问道, 我来帮助你。 庞德麦说, 好吧, 王洛并没有阻止庞德麦的打算, 而是说道, 那你继续在这翻阅, 我进大案室里, 把剩下的报纸再浏览一遍。 庞德麦连连点头, 能够帮助你是我的荣幸。 于是, 两人便再次提了提神, 将目光集中在了报纸上。 直到第二天清晨, 王洛才从档案室里面出来。 此时的他双眼已经通红, 血丝也布满了眼球, 黑眼圈架在眼眶上, 精神显得有些萎靡。 这也正常, 毕竟全神贯注之下, 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浏览报纸上的内容, 放在一般人身上也比较少见。 当王洛走出来的时候, 却见到庞德麦依然精神抖擞, 手中飞速地翻阅着报纸。 你怎么还没睡啊? 王洛有些好奇地问。 但当他看到庞德麦的手臂上贴着两个圆形的膏药之后, 眉头皱了起来。 啊哈,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庞德麦笑眯眯地看着王洛说道。 你, 竟然用这种东西? 王洛脸色冷了下来, 粗鲁地走上前去, 将其手臂上的圆片撕了下来。 尼古钉贴片, 类似于毒品一类性质的东西, 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在兴奋状态。 这东西在国外并不被完全禁止, 甚至一些药店都能够花钱买到。 但无论如何, 它都不是能够被人体接纳的东西, 所以王洛异常讨厌这一类物品, 借着药用的口来贩卖。 你知不知道这玩意有很大的成义性? 王洛怒视着庞德麦, 冷声道, 如果用毒了, 甚至会危害性命。 你身为执法人员, 还要执法犯法, 庞德麦愣在了原地, 似乎没有想到, 王洛会做出这么大的反应。 一时间, 他有些感动, 便挠了挠头。 我, 我不是怕一下子没有撑过来吗? 这么多报纸, 如果不用这个办法, 很难在短时间内搞定啊, 毕竟, 我可不想做一个没有什么用的跟班。 那你也不用这样啊。 王洛知晓他心意的时候, 便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又将手伸了出去。 拿来。 庞德麦又是一愣, 随后像是十分舍不得一样, 伸手将口袋里剩余的最后一张尼古丁贴片 放在了王洛手中。 这种东西还是不要拿出来见人了。 王洛草草地将贴片塞入了衣服的口袋中, 说, 我这里找到了关于布鲁斯和雪莉的资料, 要不要听听。 好。 庞德麦正了正色点头道。 布鲁斯, 原瑞典人, 和雪莉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网络脑子里开始回忆, 两人从在瑞典因为严重诈骗以及谋杀罪被当地警方通缉, 现在为再逃嫌犯。 来到哈里斯莫尔珍之后, 被霍华德·佩恩解纳暗中为他工作, 前者承诺送起一块地, 便是今天的一面店。 没了。 庞德麦问道。 没了, 网络实实在在地点了点头。 你没有听错, 清静一晚上的气力就找到这么点资料。 我很怀疑是否该有的证据都被抹去了。 你的意思是…… 庞德麦问。 人为抹卷。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报社会被人毁掉? 网络继续说道。 教堂的建立本意是想掩盖下面的报社, 可为什么又建立一个通道通往下面? 这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什么? 庞德麦做思考状。 你是说有人在我们先一步 毁掉了资料, 而这个毁掉资料的人 肯定就是修建这个通道的人。 不错, 你的脑子还算清晰, 网络点头。 也正是这样, 只要我们找出来真正建设通道的人, 那么那个人很有可能便是幕后黑手。 哼, 听你这些天来的洗脑, 我这个生于哈里斯莫尔珍的居民 竟然也开始怀疑起霍华德佩恩的真实面目了。 庞德麦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 对王洛说。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面具, 在你没有清楚地了解一个人之前, 仅仅通过众说纷纭而相信一个人, 这可不是一件睿智的事情。 王洛对其抿嘴笑道, 不, 我还是更加愿意相信我的偶像多一些。 庞德麦笑着说, 实际上,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镇子里面的气氛, 每个人脸上都是对当下社会的满足, 而我不喜欢这样, 我认为, 人总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找答案, 这样整个人生才有意义, 否则的话, 只能算个形式走肉罢了。 王洛对于庞德麦的想法表示了赞同, 随后正色了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去找护华德佩恩了, 如果真的能够要到录像带元件的话, 那么应该能够看出真相的端倪。 好, 我们上去开车。 庞德麦努力地点了点头, 兴奋地说道, 他知道现在的自己在干什么, 因为他的举动, 可能会招到村子里面所有人的排斥, 甚至包括自己的父亲。 别的不说, 单单与一个外人对伟大的霍华德佩恩先生胡乱揣测, 这可能就足够引起众怒了。 到时候, 他能不能在镇子里面待下去还是个问题。 不过, 他心中总觉得, 在听到了王洛的允诺之后, 心中便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 有的人就是这样, 他能够时时刻刻地影响身边的人, 甚至能够轻松地带来改变。 庞德麦便是被改变的人, 而王洛则是带来改变的那一类。 出了教堂之后, 王洛两人便松了口气, 还好他们出来的时间并没有赶上教徒们的吟唱会, 否则的话, 可能还要继续憋一段时间。 而警局的门同样没有被打开, 这个时候的警员们都通通窝在被子里面呼呼大睡, 这就是没有愁苦的生活, 无忧无虑。 王洛和庞德麦一同坐上了警车, 依旧是庞德麦主动开车。 你这个精神状态, 我有些担心啊, 王洛看了一眼庞德麦, 你股定的时间应该持续不了多久, 万一你开着开着睡过去了怎么办? 庞德麦对王洛摇了摇头, 这东西我是刚接触, 所以药性应该会持久一点, 体内应该没有产生抗体。 那就好,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 赶紧停车, 王洛认真严肃地强调了一句, 于是, 庞德麦迅速地踩下油门, 风一般地朝着曾经去过一次的霍华德别墅林开去。 在他们走后, 教堂里面渐渐涌入了脸上泛着笑容的镇民们, 可他们都没有看见王洛等人出来的侧门, 那儿已经被一个黏进花甲的男子锁了起来。 一切犹如往常一样缓慢进行, 没有任何的波涛。 来到了别墅林之后, 这儿的保安已经换了一批值班的家伙, 这些家伙穿着如同王洛所居住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一模一样的功服, 分别为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 偏偏胖的那一位, 身材较矮, 大概有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 他的手中正拿着一串鱿鱿和一瓶黑皮。 而另外一名高瘦的男子, 他的身高大概有一米九左右, 他歪着脑袋, 嘴巴微微张开, 口水顺着嘴角缓缓地流了下来, 目光看起来也较为呆滞, 像是有某种智力上的缺陷一样, 只不过空有一副强横的身体。 这一高一矮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依旧抵挡不了王洛和庞德迈的脚步。 这回庞德迈克没有犹豫, 熟络无比地走上前去, 表示自己是哈里斯莫尔镇警局的警察, 特意来拜访一下霍华德·佩恩先生。 哪知这刚一开口, 那高瘦的痴呆男子完全不予理会, 而是将头转过一边, 将那矮胖男子手中的鱿鱼抢过来, 吭哧吭哧地就塞进嘴巴里, 吃的那叫一个香。 矮胖男一个猝不及防, 见自己被抢了食物, 愤恨地瞪着高瘦的痴呆男说, 该死的土拨鼠乔治蠢货, 快把我的鱿鱼还给我, 那可是我伟大的护华德·佩恩先生赐给我的礼物, 你不能够吃毒食。 被称为乔治的高瘦痴呆男, 不仅没有理会, 更是充满力气地一拳打在矮胖男身上, 将其直接拍倒在地上, 后者开口叫疼。 行行行, 你不给我, 还用那该死的沙包拳头打我。 矮胖男抚摸着自己的胸口, 说, 如果不是护华德·佩恩先生要将你留下来, 我肯定会用那穿着鱿鱼丝的竹签, 统议你那该死的菊花里面。 终于, 庞德迈忍不住了, 他的话被无视, 让他面子这儿有些过不去, 他再次开口, 我, 庞德迈, 警局局长理查德的新生儿子, 我现在要见一下护华德·佩恩先生, 请你们打开保险门, 让我们进去。 话音的分贝提高了几分, 成功地转移了矮胖男和高瘦痴呆男的目光。 庞德迈这才松了口气, 挺直了胸脯, 重复了一句先前的话。 哪知道, 他迎来的却是高瘦男子用蛮横的手臂 举起手中的竹签, 尖锐的一面插向了他的脸上。 庞德迈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被眼神敏捷的王洛狠狠地推开, 成功地躲过一截。 你们想干什么? 王洛顿时目光冷了下来, 瞪着这两名保安, 冷声道, 滚开! 矮胖男子直接出手, 但被王洛躲过了, 冷笑了一声说, 你们要来干什么我们都知道, 但是想过去, 必须要交出一些过路费。 啊? 王洛和庞德迈同时张大的嘴巴? 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 可是勒索却仍然存在, 它是随着时间增长的, 可为何偏偏到了这矮胖男子的嘴里, 变成了一种颇为滑稽的收费方式? 王洛无奈地看着他们, 先工资不够找你们的老板提去, 在这儿跟我们耍什么横? 要是不让我们进去耽误了事情, 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法医主任第228集 矮胖男和高手痴呆男对视了一眼, 最后成功地败在了王洛的话语之下, 只能够暂时将别墅的防盗系统打开, 将两人放了进来。 霍华德·佩恩先生早就跟我们说过你们会来, 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不配合。 矮胖男看着两人冷笑了一声, 走在前面带路。 等一下带你们去的地方, 可不要惊讶, 不要废话了。 庞德迈近眼前这两人太过默契, 便直接说, 快带我们进去, 我可不想跟我的朋友在这儿听你们两个玩脱口笑。 你! 矮胖男瞪了庞德迈一眼, 但看着他那穿着颈服透露出来的肌肉线条, 最终还是将嘴里的话咽了进去, 说, 跟我走。 刚走了几步, 他又转过头对那乔治说, 你在这里等我的命令, 不准随便离开。 乔治那呆滞的眼神, 微微摇了摇, 随后又点了点头,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目视着前方的防盗门。 矮胖男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带着王洛前往所谓的监控室。 很快, 矮胖男带着王洛绕过了先前他与庞德迈曾经去过的别墅管理室, 直接来到了一处地下停车场里。 原本, 王洛二人以为这监控室就在停车场的某个角落里。 哪知道, 矮胖男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带着他们走到了停车场的最深处。 那儿, 有着一部救世电梯, 矮胖男指着说监控室就在下面。 三人坐上电梯, 嘎吱嘎吱的声音, 让人不免有些腿软。 这种电梯的防护程度是最低级的。 如果脱轨摔下去的话, 基本上没有多少升环的可能。 而这种装修程度的电梯, 在这种别墅林里面竟然还存在。 这是为何? 最终, 电梯停在了最底层, 距离地下停车场大概有15米左右的距离。 走出电梯之后, 王洛和庞德迈有些目瞪口呆。 这监控室的空间完全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虽说装修不如上头那些别墅林豪华, 但好在各种配置都比较齐全。 在正中央的墙壁上有着十几台监控屏幕, 上面显示着各个地点的监控实况, 甚至一堆屏幕的中间还有着一块液晶屏, 屏幕上竟然放着一部动画片。 篇名叫小猪佩奇。 而在这些屏幕的前面, 坐着两个正在呼呼大睡着穿着安保服装的高大男子。 两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房间里面来了其他人。 矮胖男健壮便十分气愤地走上前去, 将那两人的耳朵一手一支拧了起来。 该死的蠢猪们都给我起来! 矮胖男扯开嗓子大吼。 要是伟大的霍华德·佩恩先生知道你们在这偷懒的话, 我发誓他绝对会让你们卷铺盖滚蛋, 甚至哈里斯莫尔镇都不让你们踏入。 那两名高大的男子瞬间清醒了过来, 见到矮胖男之后, 左边的男子便说道, 你怎么下来这儿了,多罗? 我当然要下来看看你们工作的状态。 矮胖男多罗冷横了一声, 看看你们现在这副鬼样子, 简直让我难过极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别以为你是霍华德·佩恩先生的手下, 就可以对我们发号施令。 右边的男子明显不是特别地尊重多罗, 冷笑道, 常年在这看不见太阳的地方待着, 若是你,你也受不了。 哼,底层的人, 不应该在底层待着吗? 多罗并没有多么生气, 而是笑了笑, 随后对两名安保摆了摆手。 都给我让开, 霍华德·佩恩先生的崇拜者们, 要看看录像。 两名安保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听多罗提到了霍华德·佩恩先生的名头之后, 便默默地站起身子, 退到了一旁。 王罗和庞德·佩这才走了上去, 后者对多罗说道, 我并不是他的崇拜者。 那你就是没有信仰之人, 活着没有任何意思。 多罗嘲笑着说道, 双手便开始在键盘上乱点。 庞德·佩更想继续辩解点什么的时候, 被王罗伸手拦了下来, 后者对其摇了摇头, 善无躁。 庞德·佩这才冷静了下来, 随后便看着多罗继续操作。 你们要干什么时候的监控? 多罗停顿了一下, 头也不回地问道。 两天前, 镇子入口处, 王罗淡淡地说, 他第一件事要看的并不是凯西的死亡监控, 而是在布鲁斯和雪莉。 从案件发生的时间关系来看, 确实是凯西死亡最先发生, 但王洛欣中能够拿出80%的信心, 凯西的死亡是布鲁斯和雪莉导致的。 既然他有了这种信心, 那么接下来便是寻找证据, 谋杀布鲁斯和雪莉的凶手的动机。 更遑论, 凯西的案件发生过程也不一样, 从外界的程度上来看, 凯西依然是事故导致的死亡, 跟谋杀案没有关系, 而导致布鲁斯和雪莉的死亡为割喉, 十分明显的谋杀手法, 高下立判。 镇子入口处, 多罗缓缓移动手指, 开始浏览当时的监控文件, 而王洛和庞德迈 也凑到了屏幕前, 观察多罗的一举一动, 防止他做一些搞鬼的动作, 以免耽误了案件的进展。 捡口的数据文件只保留七天以内的录像, 超过七天的会被清理。 多罗边操作边解释道, 清理掉的这些文件不会上传到云端, 因为摄像头并没有这个功能, 采用的保存方法是本集自带子存储卡, 而存储卡的内存只会保留七天的录像, 其他的默认删除, 保持存储卡的使用寿命和空间, 明白我的意思吗? 王洛和庞德迈点了点头。 随后, 多罗终于翻到了存放在两天前录像的文件夹, 那摆着一天的录像文件, 后缀名为MP4。 这一类的视频文件通常经过压缩, 毕竟监控摄像头的等级并不高, 也不像是国内那般仙计, 可以将录像文件自动保存在云端, 随时调去查看。 就是这个, 点个看看, 王洛提醒了一句, 哼, 不用你提醒, 多嘴的吐蕃树。 多罗淡淡地哼了一声, 将录像文件点开, 录像文件刚一点开, 便是从当天0点0分开始播放的, 而这个时候, 很有可能是布鲁兹和雪莉的出事事件, 所以网络并没有让多罗快信, 而是静静地看着屏幕上的录像。 多罗有些枯燥无味地撇嘴, 因为监控上的亮度较低, 并没有携带红外线的夜视功能, 所以看起来就跟一片暗淡无光的山洞一样, 只不过有着淡淡的路灯照射, 好在能够看见一些地面, 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 就在这个时候, 监控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影, 这两个人影一高一矮, 其中一个手中提着箱子, 两人都裹着厚重的衣服, 由于监控的模糊, 完全看不清面貌。 而这两人的身材, 几乎跟网络意识中的布鲁兹和雪莉 没有多少分毫, 再通过其手中提着的箱子可以判断, 基本上就是遇害者了。 但是, 令网络和庞德迈惊讶的是, 一直到录像放完, 两名人影也晃荡着走出了监控的视角范围, 都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凶手行径, 或其他的人影出现。 也就是说, 这一段监控视频的存在, 相当于没有给案件的进展, 带来任何的帮助。 这让网络不仅有些难以接受。 在当天案发现场, 网络特意关注过监控摄像头的位置, 就在布鲁斯和雪莉尸体身旁的鹿灯柱上面, 退一万步讲, 就算没有照到他们的死亡过程, 那么至少能够看见一些蛛丝马迹吧。 更何况, 凶手肯定也是一个人形生物, 总不可能够隐身遁地之类的, 悄无声息地将布鲁斯和雪莉抹杀至死啊, 这就让人百思不解了。 网络不禁皱起了眉头, 说, 再看一遍, 多罗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我还要上去工作, 你要看的话, 我直接把这段录像拷贝之后, 发到你的邮箱。 网络想了想,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并且告诉了多罗自己的邮箱号, 在亲眼看着他将录像视频上传之后, 便与庞德迈转身离开。 等等我, 我带你们出去。 多罗也跟了上来。 电梯发动, 网络却没有时间理会周身的一切, 而是开始寻思布鲁斯和雪莉的死状, 以及当时的死亡地点。 他始终无法弄清楚这一点, 便是布鲁斯和雪莉跟凯西的关系。 如果只是因为凯西破坏了雪莉勾引她玩仙人跳坑前的计划, 从而引起两人的怒火导致凯西死亡, 那么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为了钱而杀害凯西, 这不仅仅只是泄愤的原因, 而是要考虑诸多的因素。 比如在这个十几年里面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犯罪案件的阵子里, 布鲁斯和雪莉动手杀人, 这不相当于惹或上身吗? 再次, 雪莉对王洛的动作很显然只是为了求财, 没有必要让事情更加的恶化, 晋升到杀人的严重性。 想来想去, 恐怕只有一种可能, 有人支持布鲁斯和雪莉做着这些。 王洛有些不敢确定,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回到地面上的他最终决定, 最终决定去发现布鲁斯和雪莉尸体的案发现场, 看看情况。 从别墅林离开之后, 庞德迈见王洛依旧不肯休息, 自己也不打算独自离开, 铁了心地要帮助王洛。 王洛沉浸在对案件的思考之中, 也就没有理会庞德迈的决心。 不得不说, 这次的案件的确让王洛有些头大, 但他并没有任何退缩的想法, 反倒是心中有一抹不甘, 毕竟这种科技和取证手段都比较落后的地方, 让他有些不适应。 再加上, 哈里斯莫尔镇里面的气氛总让他觉得有些怪怪的地方。 这件事情镇子里面多少人知道? 王洛看着正前方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案发现场, 对庞德迈问道。 没有人知道。 庞德迈迷了一下说。 没有一个居民知道? 网络不由得一愣, 语气里面带着浓浓的震惊。 如果某个地方出现了杀人犯, 而当地的警局居然隐瞒群众, 这将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这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任何人都应该有知情权。 但哈里斯莫尔镇的警察却都想着隐瞒下去, 而不是让人们知道, 所谓的秩序已经被人为破坏, 必须要做出防备了。 很奇怪吧? 庞德迈苦笑了一声。 我也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合适, 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如果从镇里人的角度来想, 他们肯定不愿意见到这些。 而从建立这种和平秩序的人来看, 同样也不应该让世代发展下去, 那就好比是生了一个甜美可爱的孩子, 养大之后将他新手毁掉一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 王洛微微点头, 或许是正是你父亲跟你的不同之处, 他一心要为镇子着想, 并且想把你培养成为他那样的人, 而你却有着不同的想法。 父母的都是这样, 他们常常给你那些他们认为你所需要的东西, 却从来没有对你过问过, 这是否能被你接受。 庞德迈瘫了瘫手, 而我早已习惯这样了。 扯远了, 咱们还是好好地解决案子吧。 王洛微微一笑, 随后走到了放置监控摄像头的路灯底下。 路灯大概两米五左右的高度, 为灯芯状, 而且路灯的铁柱上还生了锈, 可以看得出来, 这稍微有一些年份了。 而监控刚好就在路灯的顶上, 用铁钉固定, 正对着路灯照射的地方, 也就是镇子的出入口。 按理来说, 监控所在的地方, 毫无疑问地能够照射到 布鲁斯和雪莉出来的路线。 而根据王洛的猜测, 按照普通人的逻辑思维来考虑, 通常在黑夜会往光所在的地方走。 布鲁斯和雪莉自然也不例外, 绝对会靠着路灯走。 可他们为什么就在路灯的下方遇害了, 而路灯却没有照射到一丝一毫呢?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那凶手清清楚楚地知晓 布鲁斯和雪莉的离阵路线。 那么, 造成布鲁斯和雪莉死的原因是什么? 动机是什么? 求财吗? 根据现场留下来的医务所看, 里面的确有被翻找过的痕迹, 但是一面店里面的收银台里头, 依旧有剩余的钱财没有被带走。 那么, 是仇恨?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布鲁斯和雪莉的身份背景, 网络已经从废弃的报社档案室里面找到, 这两人是从瑞典逃过来的通缉犯, 多半有什么仇家之类的存在。 照这么想的话, 网络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这时, 镇子的外头缓缓走来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 这老妇人穿着一身田园装, 头戴一顶放着干花的帽子。 她缓缓地来到王洛的面前, 看着王洛的动作, 便同样地抬头望去。 两人的视线都停留在那路灯上的监控摄像头上, 老妇人好奇地开口道, 哦, 是在看这个呀, 我依稀记得, 这个摄像头好像已经坏了。 法医主任第二百二十九集 网络文言一愣, 随后往前看去, 瞬间辨认出来了这老妇人的模样。 原来此人便是在王洛第一天来到哈里斯墨尔镇后, 送她了一朵花的花店女老板。 是尤里希斯婆婆? 网络旁边的庞德迈突然出声, 她露出一副憨厚的笑容, 笑眯眯地对面前的老妇人说, 今天花店没有开门吗? 尤里希斯打量着庞德迈, 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张嘴说道, 是庞德迈啊, 怎么看你的样子似乎很憔悴, 今天很忙吗? 庞德迈微微摇了摇头, 没事, 我这副身子撑得住呢。 尤里希斯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便踏步想继续往前走去, 请等一下, 一旁尚未说话的王洛却突然叫住了尤里希斯, 连忙说道。 尤里希斯身子一顿, 转过头去看下王洛, 一副不解的目光。 刚才, 您说的话能够再重复一遍吗? 王洛咽了口口水, 小心翼翼地问道, 刚才的话, 尤里希斯脸上的表情明显一愣, 随后看着王洛, 微微摆了摆头, 我记不太清楚了。 什么叫记不太清楚了? 王洛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语气紧张了一些, 继续问。 您能否想起来再说一遍? 洛! 庞德迈却用手拍了拍王洛的肩膀, 有尤里希斯婆婆, 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 经常忘了自己几分钟前所做的事情。 王洛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对尤里希斯道歉。 对不起, 是我不礼貌了, 尤里希斯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啊, 如果我试着用力想一想的话, 可能很轻易就能够记起来了, 但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这样吧, 你们回我的画店陪陪我, 也许我就能够想起来了呢。 王洛和庞德迈对视了一眼, 最终点头致意。 他们目前也不能够看出来什么问题, 但从庞德迈看王洛一副求之欲极强的模样, 便也同意了下来。 于是尤里希斯便带着两人来到了自己的花店里。 花店的门被锁了起来, 但是有不少的花盆都装着花摆在外面, 似乎并不怕有人偷。 每天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去镇子外面的一处野地里走一走, 看看那儿有没有什么令人惊艳的花开出。 尤里希斯一边缓慢地从自己身上套出花店的钥匙, 一边说道, 但是今天那儿不知为什么被一群施工队占了。 唉, 真是浪费了那些可爱的花朵啊。 说着, 他将花店的门打开, 也不等王洛和庞德迈回答, 便转过头去说, 我先进去收拾一下, 帮你们搬两个椅子出来坐, 里头没多少位置。 王洛连忙道, 不用这么麻烦。 尤里希斯却微微一笑, 没有回答他, 缓缓地走进了花店里。 庞德迈也对王洛露出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头部就是这样好客, 所以他的花摆在外面是不会有人拿走的。 王洛这才微微点头, 目光转向花店的窗户上, 想要透过玻璃看看里面的场景。 可就在这时, 他猛地瞪大了眼睛。 只见窗户里, 正在缓缓走进房间的尤里希斯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袍男子。 最后, 王洛便看见那黑袍男子举起了自己的左手, 手中拿着一把原意所用的大剪刀。 喂! 王洛脑子一瞬间清醒, 猛地朝着花店里冲了进去。 可他依旧晚了一步, 花店里面的尤里希斯, 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来, 喉咙便被那锋利的剪刀插进去, 静止倒在了后方的花架上, 双眼瞪大, 死不瞑目。 而那黑袍男子听到身后有人大叫, 像是遭到了吓唬一样, 直接推开了尤里希斯的尸体, 朝着花店的后门冲了过去。 王洛咬了咬牙, 头也不回地朝着黑袍男子追了上去。 此时的他几乎所有的力气都集中在了双腿上, 他疯狂地脉动双腿, 冲出了后门, 却发现黑袍男子竟然已经冲出了十几米的距离, 消失在了后门外的农田里面。 王洛想要追上, 可除非他会顺移, 否则就是异想天开。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随后努力地记下了那黑袍男子的身高以及体型, 连忙转过身走回了花店里。 庞德迈也不知何时冲了出来, 他双手将尤里希斯的尸体扶起来, 同时双眼里擒着泪水, 咬着牙狠狠地捏着拳头。 小人, 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杀人。 庞德迈语气十分冰冷, 他看着尤里希斯那到死都保持着的一副善良的面孔, 感觉心头有些抽搐。 冷静点, 王洛看起样子快要爆发了, 连忙安慰道, 赶快叫你的同事过来。 庞德迈深吸了口气, 强行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突如其来的凶杀案, 简直让他疲惫的脑子瞬间清醒过来。 他连忙拨通了电话, 通知了警局里面的其他警员, 让他们迅速赶过来进行现场的支援。 此时的理查德刚好也在警局里面。 他听到庞德迈传来的消息之后, 起先还有一些不太相信, 但听到庞德迈浓重的语气后, 还是决定带人前往。 不久后, 两辆警车便到达了现场。 当赶来的警员见到躺在地上, 喉咙里插着一把原意剪刀的尤里西斯的时候, 脸上带着浓浓的震惊, 惊讶地说不出话。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理查德, 不过他见到尸体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对着门口大喊, 快, 快把门关上, 不要让其他的居民们看见, 剩下的把警车开走, 不要停在这里。 都听到我说的话了没有? 理查德对一众警员强调道, 如果不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 你们都不要在哈里斯莫尔镇待着了。 警员们听到后一句话, 纷纷一愣, 连忙开始了手中的动作。 理查德直接将花殿的门关上, 并且粗鲁地将花架移动到窗户边, 完完全全地挡住了视线。 而那些停在外面的警车也迅速发动, 像是例行检查一样, 停留了一番不待丝毫拖延地离开了。 甚至有的居民走出来看见这一幕, 也没有半点的怀疑, 心中还悄悄地对哈里斯莫尔镇的警局的警员们表示了感激。 而王洛见到这一幕, 不单单只是满脸的震惊, 更是对理查德升起了淡淡的厌恶。 杭德迈看见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 就好像习以为常一样, 只是哀哀地叹了口气, 并没有多少想要阻止的意思。 你在干什么? 王洛忍不住开口, 你这样做, 知不知道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怒吼声伴随着剧烈的质问, 传进了理查德的耳朵里。 但理查德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 只是淡淡地看了王洛一眼, 最后便对自己的儿子庞德迈说, 你在干什么? 没有事情让你做吗? 庞德迈张了张嘴, 随后将目光看向了王洛, 发现后者也在以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自己。 太多了, 这种目光自己见过的太多了, 庞德迈在心中苦笑, 就算抱有期待, 可那又怎么样呢? 总有一些事情是自己无法控制的, 你只能够看着它发生, 最终无能为力。 为什么要这样? 最终, 庞德迈依旧选择对自己的父亲问出同样的话。 理查德却眯起了眼睛, 对庞德迈露出了后者从出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失望表情。 随后, 他便转头看着王洛, 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是在帮助哈里斯莫尔珍做善事吗? 你只不过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蠢货罢了! 哈里斯莫尔珍这么多年来的荣光, 还有可能因为你的举动而葬送, 明白吗? 我想你根本负不起这个责任。 王洛不禁皱起了眉头, 你们私自对镇子里面的居民隐瞒这些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尊重, 所谓的荣光了! 你不过是一个外来人而已! 理查德大手一挥, 将一旁花架上的多肉植物摔落在地上, 啪哒了一声, 伴随着他的冷笑, 你来到这儿才住了几天啊! 说得难听一点, 你都不配对这里的人们环境妄自评论一个字, 因为你不够资格! 没有在哈里斯莫尔珍生活长久的人, 是不配拥有这种繁荣祥和的! 哦! 王洛文言倒是冷静了下来, 他的目光瞥到了一旁的尤里希斯的尸体上, 看着那满是皱纹, 却面目祥和的表情, 不由得沉默了下来。 他开始盘问自己, 是否不应该掺和这种费神的事情? 是否他的到来很有可能让接下来的哈里斯莫尔珍的和平崩盘? 是否他不再调查下去, 那么这种凶杀案就不会出现在镇民们的耳朵和眼睛里, 那样他们就能够安然无恙却又幸福无比地生活下去? 如果是的话, 我接受你的公告, 沉思了许久的王洛最终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他向理查德妥协了, 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继续理会下去, 因为这个地方似乎不怎么欢迎自己的到来。 我劝你识相一点。 理查德继续语不留情地说道, 如果你只是因为公事所来哈里斯莫尔珍歇歇角旅旅游, 那么我相信镇子里面给你带来的和平气息会让你怀念一辈子。 而你如果是抱着破坏哈里斯莫尔珍良好秩序的想法而来, 那么你不会得偿, 永远不会。 你说的有道理, 王洛心中对于这些案件的想法已经死了一大半, 所以他明确地知道自己争论下去没有任何的后果。 既然有不需要自己的地方, 厚着脸皮参与就一定是对的吗? 他不是那种热脸贴冷屁股的人, 即使他有着一颗对案件火热的心。 那么我就先离开了。 王洛闭了闭眼,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花店的后门, 打算在农田里晃悠一圈, 然后回到马路上, 再默默地走回酒店。 庞德迈想要伸手拦住王洛, 王洛却只是给了他一个淡淡的摇头, 并没有与他搭话的意思。 从王洛的这个表现来看, 庞德迈清楚地知道, 自己去国城工作的机会泡汤了。 还真是个善变的小魁啊。 理查德在王洛走了之后, 不由得吃笑了一声, 脸上闪过一丝得意, 随后用脚踢了踢庞德迈的屁股, 说, 赶快把这儿的环境布置一下, 尸体就给他抬回去放好, 反正这个老家伙也没有亲人, 尽快安排人草草地给他送去隔壁镇子的火化厂, 处理掉。 还有, 今天的事情你不要说出去, 如果你还想下半辈子, 能够在哈里斯莫尔珍有着自己的地位的话。 庞德迈咬了咬牙, 想要反驳自己的父亲, 但却完全不敢直视那从小就对自己有着不少威慑力的眼神。 最终, 他的身子骨一软, 只能够屈服在自己父亲的威严之下, 带着愁容和悲痛, 开始收拾这明显的案发现场。 王洛回到了自己的酒店里, 他突然对周围的环境生起了一种莫名的抗拒感, 对于现在的环境有了淡淡的讨厌。 于是, 他忍不住拨通了莫天庸的电话。 是我, 王洛说, 我在开会, 有什么事情尽快说。 莫天庸看了一眼坐在自己面前那些身穿军装的男人们, 脸色有些严肃, 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离开这儿? 我有些,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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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天庸无奈地将电话挂掉, 扔在桌子上。 因为会议室的门口, 走进来了一个让他都敬畏三分的人物, 王洛话说到一半卡在了喉咙里, 最后又被自己狠心地咽了回去。 他不喜欢待在这种别扭的环境里, 那样会让他活得很不舒服。 而他也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这种想法在莫天庸那儿完完全全就是幼稚的行为。 或许在他看来, 这只不过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甚至让他翻白眼的资格都没有。 王洛苦笑了一声, 最终将电话扔在了床边, 倒头便睡。 长时间的劳累让他精神受到了摧残, 好好睡一觉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当王洛醒过来的时候, 整个房间都被黑暗密布, 而此时的他只是光着身子裸露在外面, 任由寒冷的空气刺激而来。 他的脑子里浮现出了莫雨晴的身影, 和那令人瞬间失神的笑容。 突然,房门被敲响了。 法医主任第二百三十集 王洛只好站起身子开门, 抬头一看, 只见庞德麦手中提着一大堆的食物。 我看你可能还没吃饭, 就送过来了。 庞德麦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和眼圈越加地重了一些。 他指了指房间, 说道, 外面太冷了, 方便让我进去坐坐吗? 王洛接过了其手中的食物, 随后点点头, 等他进来后关上了房门。 你到现在都还没休息啊? 王洛诧异地问, 因为忙? 是的, 庞德麦疲惫地揉了揉眼睛。 有李希斯婆婆的尸体, 我偷偷地交给了别的镇子的教堂, 让他们永畅圣经, 给予他厚葬, 去往上帝的怀抱了。 你父亲让你火化? 王洛不由得笑了出来。 你要知道, 有些事情我真的无法控制。 庞德麦知晓王洛对白天的事情在意, 便解释道, 可你现在不就是在暗中控制吗? 王洛坐在了床上, 看着食物里面的牛排, 随意地拿起一块放在嘴里, 说道, 我想, 你可没有你父亲那么坏吧? 放心, 我说话有点直白, 没有关系。 庞德麦并不责怪王洛。 你忘记了吗? 你是我的偶像, 我一直试图向你靠拢, 所以对于你的想法, 自然也是接受的。 我怎么觉得, 你的目光有些嘰嘰的? 王洛开了个忠实玩笑, 你肯定还没交女朋友吧? 当然没有, 庞德麦理所当然地说。 因为传言中你也没有。 王洛心中呵呵一笑, 并没有接茬。 你会在这儿停留多长的时间? 庞德麦从装食物的袋子里, 掏出一瓶封装的XO, 放在桌子上, 熟练地打开。 不太确定, 王洛脸上露出了一种 对当前环境的厌恶。 庞德麦似乎并不在乎酒的烈性, 就这样灌入了好几口, 自己的脸颊通红, 对王洛说, 我本意, 还是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帮助我们解决的。 可你们并不欢迎不是吗? 王洛眸子有些冷意, 而且, 我现在也不想调查下去了。 你肯定也听过, 我们那儿有一句话, 叫做好心当作驴肝肺。 我个人向你道歉。 庞德麦叹了口气, 十分正经地说道, 在这儿埋没了你的才华。 在我们的世界观里, 才华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而施展才华, 则是一个人活下来的血肉证明。 我觉得, 生活在这个地方, 很不幸。 等等,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王洛一愣, 不会是想离开哈里斯莫尔镇吧? 庞德麦文言, 则是微微摇头。 老爹不会让我消失的, 如果一旦我有这种想法, 那么我就会直接被软禁起来。 哈里斯莫尔镇的前途未来, 老爹不会允许我离开。 他是一个疯狂的人, 从小就是这样, 将我送去纽约读书, 只是为了让我顺利进入档案而已。 那么, 你不可以偷偷离开吗? 王洛泽好奇地问。 逃跑? 庞德麦依旧摇头。 除非我不想继续在警队里面混下去了, 只要老爹的一句话, 我的所有档案都会被他抹除。 如果他在利用自己的权力, 给我的身份档案上抹黑的话, 那么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去国城警局了。 准确地来说, 是任何一个警局都必想进去。 经过庞德麦的解释, 网络才明白了其中的利弊。 类似于理查德的身份地位, 他可以暗中动很多手脚。 这儿的警局肯定跟国内不一样, 应该没有纪检委之类的部门存在。 所以理查德可以做一些滥用职权改变档案的事情。 只要将庞德麦的档案加上一些例如偷盗、吸毒之类, 在人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 却又无法被接受的黑点, 那么庞德麦再想干一些正规的职业, 可就麻烦了。 所以理查德已经死死地将庞德麦握在了自己的手心中, 压根不用担心他会逃跑或者怎么样, 因为那相当于自己葬送了自己的未来。 从人们的角度来看, 理查德的确是一个不称职、不合格的父亲。 但从哈里斯莫尔珍的角度来看, 理查德的确需要一个与自己一样的接班人来保持下去, 不能因小失当。 不过这些也不是王洛想要在意的事情了, 自然也与他无关。 你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 庞德麦见王洛并不想接着说下去, 便转移话题继续闲聊道。 我还没有打算离开这里, 王洛想了想, 应该还要再待一段时间吧。 庞德麦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随便说, 我一定尽我所能。 这些客套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案子的事情我不会再接触。 王洛听出了庞德麦话里的意思, 便笑了笑, 温和地说道, 这并不是为了和你的父亲赌气, 咱们都是成年人, 这点小事动动脑子也能够想明白, 你说呢? 的确。 庞德麦顿了一下,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过, 如果你想继续调查下去的话, 我想我应该能够给你一些提示。 王洛语出惊人, 庞德麦听到这话, 坐在椅子上愣了许久, 随后才反应过来, 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真的! 王洛微微点头, 虽说他心中多少有一些芥蒂, 但仔细一想, 这并不符合他的原则。 理查德让他罢手便罢手, 以他个人较傲冷的性格, 当然不会如愿。 王洛暂时妥协的原因, 是他考虑到了哈里斯莫尔镇当前的形势, 所以打算先退避一波。 还有就是, 理查德的想法, 让他有一些感觉到不太对劲。 太好了, 只要有你的帮助, 我相信绝对能够调查出隐藏在背后的真相。 庞德迈深吸了口气, 精神都显得振奋了许多, 看着王洛说道。 我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奇, 王洛抿嘴一笑。 另外, 我想跟你提一个事情。 什么? 庞德迈一愣。 我亲眼目睹尤里希斯被杀害时, 那黑袍人的身形, 跟我记忆中的某个人有点相似。 你是说, 庞德迈心中已经依稀猜出了王洛想说的话? 是的, 就是他。 王洛认真地点点头, 霍华德佩恩。 庞德迈听到王洛说出这个名字, 全身上下不由地紧绷了起来。 他问道, 我不怀疑你的记忆有问题, 但如果真的是他, 我想我不应该像这样坐以待毙了。 仔细一想, 如果让你们镇子走向繁荣的人, 其实就是威胁镇子居民的存在。 那么, 这是否有些讽刺的意味存在? 王洛一笑说, 是人就有邪恶的一面, 我想我是时候去调查他了。 庞德迈十分相信王洛的话, 当下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想, 老爹肯定也是为了镇子的未来着想的, 如果他发现了那个人的真面目, 肯定会做出雷霆的手段。 无论如何, 庞德迈依旧对自己的父亲抱有期望。 事情远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商人们的手段和政客们的手段是一样的。 王洛见庞德迈气势满满, 便说道, 如果你真的想要调查下去的话, 那么千万要小心为上。 庞德迈点了点头, 揉了揉疲倦的双眼, 说, 我能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吗? 王洛点头, 当然, 你也一天没有休息过了。 于是, 庞德迈便在王洛的同意之下, 躺在了房间的床上, 沉沉地昏睡了过。 王洛看了看他手上还贴着的尼古钉贴片, 心中再也不想阻止他了。 他静静地退出房间, 将门带上, 随后走出了酒店。 哈里斯莫尔珍的居民们, 依旧如同往常一样, 路上有寥寥几人在此散步, 昏暗的灯光像是隐瞒着无法想象的罪恶。 而王洛走在路上, 心中却带着无尽的冷笑。 你永远无法想象在和平时代的同时, 有着多少人付出自己的努力, 造成了你现在所见到的一切。 可生在其中, 却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 就连可能面对的危险都无法察觉, 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可悲的结果, 因为你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王洛不会赞同理查德的做法,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政府对待国民们充满善意的国家, 他的想法都比较符合国情, 与哈里斯莫尔珍是有着天差之别的。 而同样的, 他也不想过多地去扰乱一个, 不在自己责任范围内的秩序, 如同理查德所说的那样, 他只是一个外人。 阴差阳错地来到哈里斯莫尔镇, 只是因为上级给他下的命令而已。 四处逛了逛, 网络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 心中便起了想法, 去哈里斯教堂坐一坐。 这个点儿应该不会有什么吟唱之类的活动, 毕竟天气也很冷, 加上已经过了庞德迈所说的时间, 那儿现在应该是最安静的时候。 由于没有庞德迈开车带着王洛前往, 所以王洛还需要徒步经过一片农田。 冷风瑟瑟将王洛的发丝吹起, 他裹了裹自己的衣物, 头顶的飘雪让他的全身上下犹如泡在了水里。 每每到这种时候, 王洛便知道这是能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的最佳时刻。 他每到按见瓶颈的时候, 便会直接席地而坐, 被那冰冷的地板触碰, 感受到身下传来的刺骨寒意, 便能够一件一件地树立清楚。 从心理学的角度同样可以解释, 当你可以冷静梳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大脑会认为现在处于放松状态。 当王洛走到距离警局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 却发现教堂那儿有着一抹亮光, 透过窗户显现出来, 这在黑夜中看起来十分的明显。 而且在教堂的门口, 还有着几道单薄的身影转来转去, 眼神还四处张望, 像是在盯着教堂外面的入口一样。 这几人都带着如同之前王洛 曾经见到的杀害尤里西斯的凶手一样, 穿着掩盖身形的黑色长袍, 完完全全看不清面貌。 但王洛能够看得出来, 这几人的动作都颇为迟缓, 有一番老年人散步的味道, 所以他可以断定, 这些人应该岁数都不小了。 既然岁数不小, 那么很有可能是曾经在教堂朝圣的那些礼拜颂歌的居民。 这么晚了, 他们为何会集中在这里呢? 网络眉头皱了起来, 出于对这个镇子的不确定性, 他并没有自作聪明地走上前去询问情况, 而是弯下了腰, 走进了农田里头, 借着农田的坑洼高度挡住了身形, 缓缓地移动到了教堂的前方。 从他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教堂前面的所有, 却看不见紧闭着的教堂里头。 而王洛的耳朵里, 还时不时地传来一些人声, 在同时吟唱着什么, 与他平时来的时候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不知为何, 王洛听到这种声音, 整个人都有些燥热了起来, 心中没来由地生出了一股烦躁之意。 他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还以为是自己的衣服穿多了。 他蹲在农田里, 观察着教堂外那些人的一举一动。 就在这个时候, 教堂外看守的几人, 突然有一人望向了王洛所在的地方。 谁? 谁在那里? 一道老妇人的声音传来, 他的语气中带着迟疑和惊讶。 王洛连忙僵住, 完全不敢动弹, 生怕被人发现。 而那老妇人并没有半点放松的意思, 反倒是试探着 往王洛所在的方向, 走了过来。 这让王洛整个人瞬间紧绷, 同时双眼瞳孔略缩, 将自己的身子再次埋低了几分。 可他这稍微的意慌张, 在那老妇人的眼里却清晰无比, 就好像某一种东西在面前乱动一样。 谁? 老妇人更加地开始怀疑, 她将手伸进了自己的内口袋, 从里头掏出了一根黑色的棍状物。 王洛却一瞬间辨认出了老妇人手中抓着的东西, 竟然是一把散发着肃杀之气的黑色手枪。 手枪被老妇人紧紧地握在手中, 她缓缓移动, 朝着先前发出声音和动作的王洛所在之处, 移动而去。 这种防备的动作, 像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 从王洛被其发现的一瞬间起, 这老妇人便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从驰目的状态猛然振奋起来。 而就在王洛打算硬着头皮走出去的时候, 身前突然冲出了一个黑影, 带着浓重的腥臭味。 只见一只足有王洛半条手臂大小的黑猫, 直接从老妇人面前窜了过去。 老妇人被这黑猫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就将手指扣在了扳机上。 但当她反应过来原因何在的时候, 便缓缓地松了口气, 将黑色手枪收回了自己的口袋。 同一时间, 身子完全趴在农田里的王洛也松了口气。 多亏了这只黑猫, 顺利地帮她解围了。 紧接着, 那老妇人身后的同伴便对她说了一句话, 把她叫回了原来的岗位, 并且打开门, 走了进去。 这…… 王洛建教堂的门被打开, 最终咬了咬牙, 一鼓作气地冲了上去。 法医主任第二百三十一集 趁着夜色的衬托, 王洛拼命地压低身形, 跟在了那几个黑袍人的身后。 值得庆幸的是, 这几个黑袍人并没有转身关门的想法。 最后一个人走进去之后, 便没有人再理会着那扮演着的大门, 这让王洛能够顺利地走进教堂, 并且借着教堂拾木椅的阻拦, 成功地躲在了最后头, 顺利地看到了里面的场景。 教堂正中央, 有七个同样身高身形的黑袍人, 他们正手拉着手, 对着正中间霍华德佩恩的雕像, 张开嘴, 低声吟唱着些听起来像是魔咒般的话。 暗红色的蜡烛将这七人全部围绕了起来, 教堂里缓缓回转着那令人听了颇为不适的颂唱声。 由于王洛所处的位置, 他完完全全看不见七人的面貌, 只能够观察着他们的动作。 现前几名负责看守的黑袍人进来之后, 俯跪在了地上, 做一副拜神的状态。 这幅场景在王洛看起来就好像邪恶的教会在举办什么仪式一样, 不单单只是环境压抑, 就连这些人的穿着举动都显得诡异非常。 王洛想了想, 静悄悄地从自己身上掏出了手机, 并且打开了录像功能, 缓缓地伸出手, 对着那教堂的正中间, 点击了开始录像。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只是这一个微小的举动, 竟然让那教堂里面的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 那道颂唱声也戛然而止, 伴随着所有的蜡烛突然熄灭, 像是遭受了一道恐怖的阴风一般, 整个教堂在那一瞬间暗了下去, 王洛身子猛的一顿, 长年来的经验让他努力告诉自己, 必须镇定。 他望了望, 还有些许空隙可以供自己出去的教堂大门, 深吸了口气, 将手机收入怀中, 决定一鼓作气冲出去。 按照绝佳的逃跑路线来看, 他可以直接去警局敲门, 这个时候肯定有人在里面值班, 若是这群人想对他做什么, 那么他应该可以及时求救。 于是, 就在王洛集中力气准备冲出去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自己的面前似乎出现了什么东西, 在这两眼一抹黑的漆黑之地, 王洛压根无法做出反应, 不过似乎不用他主动做出反应。 在他的面前突然燃起了一道暗红色的蜡烛, 蜡烛旁边出现了一道苍白的脸皮, 看起来满是皱纹, 脸上还涂着一些白色的化妆物, 看起来就好像停尸间里边的那些尸体一样。 王洛好在是见多了这种表情, 并没有多少害怕, 可他却依然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自己的嘴巴, 身子颤抖了起来。 这张出现在他面前的脸, 竟然是今日天亮时候在他面前死去的, 有理稀思。 反应过来的王洛拼命揉了揉自己的双眼, 那副面孔却完全没有变化, 甚至还朝着王洛靠近了几分。 遭受到惊吓的王洛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正想转身离去,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教堂里面所有的黑袍人包围了起来。 在这些黑袍人的身后, 还传来了一道熟悉无比的男声。 啊,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是哪只该死的小老鼠, 窜了进来。 原本助力在教堂中央的雕像, 却犹如受了魔法一样, 缓缓地动了起来, 朝着王洛走来, 同时还张嘴说出了这样的话。 王洛都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那脑子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努力地垂了垂。 啊, 浑身被涂满了白色的霍华德·佩恩, 走到了王洛的面前, 轻蔑地说道, 原来是你这只令人恶心的臭老鼠, 你是怎么摸进来的? 说着, 他缓缓转过头去, 看了看围在王洛四周匍匐在地的黑袍人。 是谁粗心了? 让伟大的圣殿宽恕你。 话音一落, 那匍匐在地上的黑袍人, 其中一个突然顿了顿身子, 从地上站了起来。 王洛能够认得出, 这就是先前差点发现他的老妇人。 他缓缓掏出了自己的手枪, 抵在了自己的脑门上, 说出了一句像是绕口令一样的令人听不懂的话, 便狠狠地扣下了扳机, 脸上甚至带着诡异的笑容, 倒在了血泊之中。 霍华德佩恩举起手指, 学着老妇人自杀的动作, 十分满意地说道, 看, 看呐, 他接受了我的恩惠, 你们也一样, 你们也一样, 将来都会有机会的。 那群黑袍人便纷纷举起双手, 对着霍华德佩恩弯下了腰。 王洛站在人群之中不知所措, 但此时此刻也明白了霍华德佩恩的身份, 他冷着脸, 看着面前的人说道, 草菅人命。 你说什么? 霍华德佩恩似乎听不懂王洛的话, 随后嘲讽地笑了笑, 你胆子真大, 谁让你没有经过允许就来这里的? 这双腿是我自己的, 我要去哪儿, 你拦得住吗? 王洛眯着眼睛说道, 不不不, 让我来告诉你。 霍华德佩恩弯下腰, 从血泊之中拿起了老妇人的手枪, 转身猛地对着王洛的左腿扣下了扳机。 呸! 王洛瞳孔猛地瞪大, 他的左腿被子弹射中, 让他直接不能保持平衡摔倒在了地上。 同时, 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冷汗瞬间就从额头上冒了下来。 他狠狠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 不让自己叫出声来, 望向霍华德佩恩的眼神里, 充满了愤怒。 这里是我的王国。 霍华德佩恩将手枪扔在了一边, 舔了舔自己手上沾染的鲜血, 疯狂地说道, 既然你到了我的地盘, 无论做什么, 都需要问问你的国王。 黑袍人再次附和地念出了霍华德佩恩的名称, 并且带有无比的敬畏。 我算是, 算是明白了。 王洛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 原来, 你这个, 你这个家伙在, 在搞恐怖组织。 愚蠢地下水到老鼠。 霍华德佩恩蹲在了王洛的面前说, 这里, 全部都是我的。 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里的任何一片土地, 任何一栋楼房, 所有的花花草草, 都是我的。 王洛文言眉头一皱, 听出了霍华德佩恩的意思, 心中更是带着浓浓的震惊, 他的脑子里面突然冒出了一种想法, 霍华德佩恩难道想以一己之力, 占有整个哈里斯木尔珍? 这就好比在非洲的某些战乱国家, 那儿的岛屿和地盘都没有固定的归属者, 只要哪方的本领够大, 便能够将其据为己有,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战山为王。 政府会容纳你这号人物吗? 王洛并没有将自己所有的情绪都表现出来, 而是抢坐镇定地说, 你所做的举动是在亵渎西班牙的国家。 你懂什么? 霍华德佩恩露出了一副伤人才有的得逞表情, 他像是在对王洛炫耀着什么。 为了得到这一切, 我可是花了不少的力气呢, 就连那两个该死的短命鬼, 我都不惜下手弄死了。 你是说, 布鲁斯和许丽, 王洛文言顿时一愣, 随后冷笑着说道, 原来是你害死了他们, 你就不怕我把你所说的话, 录下来交给警察吗? 看来你这个愚蠢的华夏人, 并没有听懂我的话, 霍华德佩恩并没有将王洛的威胁放在眼里, 而是淡笑道, 需要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吗? 什么意思? 王洛瞳孔略缩, 心脏加快跳动, 压人道, 难道, 连哈里斯莫尔珍的警局都被你控制了? 控制? 不, 你太小看我了, 霍华德佩恩依旧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 这个警局的每一寸, 都是我出钱建立的, 所谓控制, 这只不过是我兴趣使然的玩具而已, 我真正想要得到的并不是你眼前所见到的, 你野心太大了, 得不到结果。 王洛顿时明白了霍华德佩恩的心思, 强忍着腿上传来的痛苦咬着牙说道, 霍华德佩恩见王洛不断地与他顶嘴, 心中生起了一股不耐烦, 直接转身挥手, 说, 我的小徒们啊, 把他扔进尸体堆里面去吧, 他的腿上沾染了我的记号, 活不下来了。 几名黑袍人连忙点头, 竟是直接将王洛抬了起来, 朝着通往废弃爆射的入口处走了过去。 王洛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腿上, 有血液在缓缓流淌, 不过应该没有打到关键的脉搏, 所以流速并不快, 这让法医出身的王洛暗中松了口气。 如果刚才霍华德佩恩的那一枪 打在他身上的其他位置的话, 那么他活下来的几率不足百分之十, 好在打在了腿上。 不过, 这依旧不能够保证王洛可以百分百活下来, 如果伤口在短时间内不止血, 而造成感染的话, 那么就算他得救, 这条腿也没有机会再保留下来。 那些黑衣人的力气似乎并不大, 他们一共动用了四个人, 才将王洛抬了起来。 行走的时候也非常的缓慢, 但并不是故意为之, 想必是王洛的体重所致。 最后, 他们将王洛缓缓地搬动到了报社的入口处。 王洛十分虚弱地睁着眼睛, 却发现这几人将自己平放在了地上, 同时开始搬动报社正中间摆放的桌椅, 将其移动到了一旁。 报社的大厅正中间变成了一幅空荡的模样, 只见在几个黑袍人的脚下有着一块正方形的挡板, 挡板上了锁, 看起来是某种地方的入口, 其中一个黑衣人伸出干枯的手, 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了一把钥匙, 将地上铁板上的锁打开了。 随后, 黑袍人便同时搬动厚重的铁板, 露出了一个黑色的入口。 你们, 要干什么? 王洛惊讶地开口问, 但并没有任何一个黑袍人开口回答他的话, 反而将王洛再次抬了起来, 狠狠地扔进了那黑漆漆的洞口里。 王洛瞳孔猛地一缩, 想要反抗腿上传来的剧烈疼痛, 但他毫无办法, 只能够任由身体被重力控制, 直接摔了下去。 肉体撞击的声音传来, 奇怪的是, 王洛只感觉自己好像摔在了一堆棉花上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的痛感。 但他估计, 从洞口下落的距离, 大概有四五米左右。 这么高的距离, 如果王洛是直接双脚着地的话, 可能会遇到一些缓冲的疼痛, 但不至于出现什么大伤, 可他是直接被人这样摔下来的。 下面是什么? 王洛动了动自己的鼻子, 却闻到了一股十分熟悉的味道, 这股味道竟然是腐烂了的尸体味。 正当他反应过来的同时, 头顶的入口被那群黑袍人用铁板挡了起来, 甚至传来了锁链的声音。 王洛这才明白, 霍华德佩恩根本没有让自己活下来的意思, 这种地方看来是早就预留好了的。 王洛强忍着疼痛, 面对着暗淡无光的空间, 将自己口袋里的手机拿了出来。 果然, 一格信号都没有, 甚至连电量也只剩下不过区区一格, 不过好在可以用来暂时照明, 能够让王洛看清周身的情况。 只见在他周围, 竟然全部都是躺在地上已经开始腐烂的巨人观尸, 有几具尸体的面目已经被老鼠啃得完全无法认出来了。 这个空间大概有十平米左右, 但实体却沾满了整个空间。 也就是说, 网络摔下来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原因, 是掉在了已经腐烂的尸体上。 一想到这儿, 即便对尸体从不反感的他也有了一些不适, 连忙抢撑着爬了起来, 拖着自己的左腿位移到了墙边, 只有这儿没有尸体横放。 打开手机的照明灯, 网络终于是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在自己面前的那些尸体是一副怎么样的化觉。 数不清的腐烂体堆在一起, 但都没有任何断手断脚的情况出现, 只是尸体的某些部位似乎被什么东西啃过, 而且身上大部分都是黑洞洞的枪伤。 血腥味倒不是特别重, 已经被腐烂味掩盖得七七八八了。 难怪王洛和庞德迈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查看到端倪。 按理来说, 这么多的尸体堆在一起, 血腥味残留过多的话, 以王洛的鼻子绝对能够闻得出来。 想到这儿, 王洛又是一愣, 如果血腥味被腐烂味掩盖的话, 那么它来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闻到腐烂味呢? 法医主任第二百三十二集 唯一的解释便是, 这些尸体是在他们来了之后, 才被运来这儿的。 王洛深吸了口气, 并没有打算第一时间寻找逃生的路口, 而是仔细望着自己左腿上的枪伤。 仅仅几毫米的差距, 如果打到动脉血管的话, 那就完蛋了。 王洛庆幸自己的命大, 然后连忙在周围的尸体身上撕开了一部分的衣服, 狠狠地将伤口捂住。 血液的流速很慢, 他唯一的办法便是这样处理,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戴德冷静下来之后, 王洛感受到自己腿部的疼痛稍微减轻了一些, 但这并不是好事, 因为那地方的血液已经流干了, 伤口也已经出现了问题, 加上他的疼痛适应能力还不错, 所以能够暂时挺过去。 可长久留在这里根本不是办法, 如果他短时间内找不到出口的话, 伤口百分之百会感染, 然后他这条腿就废了, 所以现在他必须开始找活下来的出路, 以及逃出这个被霍华德佩恩这个商业高手 所全盘掌控的镇子。 凭借他目前孤身一人的情况来看, 想要扳倒这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 基本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可能, 甚至还会被霍华德佩恩反击, 导致性命堪忧。 拥挤的空间里头, 王洛的嗅觉渐渐开始适应这些腐烂味, 他试着安静下来听一听附近的声音, 发现这儿的隔音效果出乎意料。 王洛连忙将灯光照向墙边, 发现这些墙竟然全部都是以钢铁封制, 没有丝毫的漏洞。 这可如何是好? 王洛由于腿上枪伤的缘故, 虽说已经经过简单的处理, 但也将他的体力消耗殆尽, 甚至连大声呼救的力气都无法使出。 但他也明白, 即便大声呼救, 也不会有人救援。 且不说这个空间的隔音效果, 就算能够被人听到, 那么基本上也都是霍华德·佩恩的人。 而这家报社所在的位置, 距离哈里斯·墨尔珍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 就算王洛拿着扩音器, 都不一定能够将自己的话传到那儿去。 不过, 王洛突然想到, 哈里斯·墨尔教堂每个时间段都会有定点的祈祷仪式, 或许只有在那个时候, 他的呼救声才能够被发现。 想到这儿, 王洛便放下了心, 将自己周身的几具散发着腐臭味的尸体往前移了移, 给自己留了一片空地, 靠在墙上休息了起来。 同时, 他还关掉了手机上的灯光, 预留一部分的电量, 保证到需要的时候再继续使用。 困衣涌上心头, 王洛的呼吸变得缓慢了起来。 即使在这种与尸体共眠的地方, 他同样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怪异, 毕竟他对于尸体不会产生抗拒。 于是, 他便想着先安心下来, 闭眼缓缓地睡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在王洛酒店里面熟睡的庞德迈, 依旧没有任何的反应。 此刻的他, 面色苍白, 身子缓缓发抖, 看起来就好像一个毒瘾发作了的吸毒分子一样。 迷糊之中的王洛耳朵外突然传来了一道淡淡的吟唱声。 睡眠觉浅的他瞬间清醒过来, 腿上却传来了无法想象的疼痛, 仿佛所有的青筋都被剪断, 所有的肉都被撕裂了一半。 王洛不断地倒吸凉气, 拿起手中的一块布便咬在牙齿上, 也不管那上面是否沾了腐烂味以及尸体干涸了的血液。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王洛成功地挨过了这次乱动得到的疼痛。 他明白自己这条腿不能够再随便移动了, 否则承受的疼痛绝对会比现在更剧烈。 看来上面已经开始举行祈祷仪式了, 王洛缓缓地将头抬了起来, 面对的却是黑漆漆的钢板。 让他无奈的同时, 只好尝试着张开嘴巴对那入口之处吼了起来。 有人吗?有人吗? Help!Help! 如此持续了半分钟左右, 王洛的喉咙也已经干涩地说不出话来了。 但不出所料, 并没有任何的声音回应王洛, 甚至他都有些怀疑自己的呼救声有没有传出去都是个问题。 这地方就好像是霍华德·佩恩故意设计成如此一样。 报社的存在想必只是为了掩盖这地方的存在。 一想到这儿, 王洛更加觉得自己没有出去的可能了。 一时间, 王洛心中的负面情绪不免溢出, 这让他烦躁的同时, 更加沮丧了起来。 他不敢想象, 如果自己就躺在这里跟着一堆尸体永远成为秘密的话, 那么他绝对会死不瞑目。 王洛自知自己不是那种愿意将事情想得越来越坏的人格, 便咬了咬牙, 狠狠地甩了甩自己的头, 强撑着身子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 强行用手掐住大腿根, 帮助左腿行走, 成功地站了起来。 接着, 他观察了一番这儿的情况, 决定将地上的那些尸体全部翻开, 看看是否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进入。 腐臭味和尸体的巨人观呈现之后, 想要移动尸体, 简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事情, 但王洛却能够强忍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刺激, 将它们一一分开。 若是有其他人在场的话, 绝对会连胃酸都吐出来。 王洛双手十分迅速地将尸体一句句分开, 并且轻点了一下数量, 足足有十一人左右。 这十一人里面, 有六女五男, 其中竟然还有一个王洛十分熟悉的人, 尤里希斯。 当王洛见到尤里希斯那十分独特的伤口时, 几乎是第一时间认出了他的尸体。 这让他开始怀疑了起来, 但并没有时间去在意这些, 而是望着尤里希斯的尸体发呆了几秒钟, 便赶忙开始查看搬开尸体后的空地。 只见那空地上有着一个王洛半人大小的口子, 这里头黑漆漆一片, 王洛压根看不清里头有什么。 想到这儿, 他连忙掏出手机打开照亮, 却见到了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 这口子根本就不是什么能够让王洛逃出去的通道, 而是另外一个比他现在所在空间略小的地方, 在那里面竟全部都是由尸体化成的白骨骷髅。 这些骷髅看起来已经有了不少的年岁, 甚至上面都沾满了灰尘。 骷髅白骨已经挤满了下面的整个空间, 王洛试图用手按压, 发现根本没有一点的空间能够被自己挤压出来, 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饱和的状态。 难道这些全部都是被火化的佩恩残害的人? 王洛心中不仅冒出了这样一种疑问, 同时他伸出手随意地拿起了一块头骨查看。 头骨的脑部有着一道十分明显的穿透伤, 也就是说, 死者的死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头部被贯穿而死。 这种伤口能够看得出来是力气所为。 但即便王洛发现了这一秘密, 对于他来说,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该死, 这里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出口了吗? 王洛心中冒出一股怒火, 他十分用力地将那些白骨往外扒开, 试图看清楚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出口, 即便有一处通风的地方都可以。 但直到他的手掌磨破了皮, 依旧没有看到其他任何能够表明下面存在逃生口的预兆。 王洛累得精疲力竭, 竟然就这样直接躺在地上昏睡了过去。 他的呼吸十分的虚弱, 几乎跟一个刚刚满年岁的小孩子一样。 即便王洛的脑子在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够睡下去, 但依旧无法控制生理带来的反应。 如果你在某个时间试着熬夜, 那么等到精疲力竭的时候, 只要身边有能够用来躺着的地方, 那么绝对无法控制自己躺下去。 于是, 王洛便在这种情况下再次睡下了一段时间。 在他昏睡过去的那段时间里, 他所居住的酒店里却发生了一件事。 庞德迈被酒店里打扫的工作人员发现已经昏厥在了王洛的床上, 并且大小便失禁, 整个人仿佛瘦了好几斤一样, 更是只剩下非常微弱的生命特征。 好在哈里斯莫尔镇的医院里有抢救设备, 成功地将庞德迈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失去了王洛的哈里斯莫尔镇, 压根没有任何的风波, 一副平平淡淡的模样, 一切都如同往常一样。 霍华德佩恩却很少在镇子里面露面, 除了王洛见到他那一次之后, 便没有他任何的消息了。 而当王洛醒来的时候, 已经过了两天两夜, 加上他被扔进来的那一天, 足足三天三夜的时间。 而庞德迈也同样在医院里面躺了这么久的时间, 不过好在他的身体较为强壮, 经过营养液的补充, 仅仅只是掉了点血脂, 很快便能够下地行走。 理查德听到自己儿子出世的消息, 也不知从哪儿赶了回来。 他十分担心地看见庞德迈能够下地走路, 这才放心。 你又要离开吗? 庞德迈低声对面前正准备驾车离开的父亲问他。 是的, 霍华德·佩恩先生需要我。 理查德显得十分仓促, 他嘱咐道, 你不要再干那些蠢事了, 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可以随便接触该死的毒品, 但如果传出去了, 让我很丢脸, 你明白吗? 庞德迈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既然理查德不知道他利用尼古丁 到底想干些什么, 那么他也没有必要做一些苍白的解释了。 当王洛醒过来的时候, 他发觉自己的身边依旧一片黑暗, 手中握着的手机也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电量, 用来照明, 简直是痴心妄想。 而且让他感到不太对劲的事, 自己的左腿似乎已经完全遭受到了严重的感染, 只要他稍微地一碰, 哪怕是轻轻地吹一口气, 那么他的左腿也会感受到无法忍受的疼痛。 对于自己无法掌握的命运, 王洛能够做的事情却只有对自己的无能的痛恨以及绝望。 他试着问自己, 如果当初不试图参与到案件之中, 甚至能够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 那么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加滋润一些? 可世上永远不会有所谓的后悔要出现。 王洛哀哀地叹了口气, 抬头望向自己心目中幻想出来的一片蓝天白云, 幻想着与心目中那思念的人儿相拥而吻别, 那该是多么令人期待的画面。 王洛苦笑了笑, 是否快要死亡的人都喜欢幻想呢? 他无奈地将手机放在了口袋中, 却下意识地摸到了一个如同纸片一样的东西。 这是, 王洛缓缓地掏出一看, 那竟然是从庞德迈手中抢夺过来的尼古丁贴片? 当他看到这贴片的时候, 心中不知道是何反应, 但总归是庆幸的。 他的眼中流露出劫后余生的表现, 随后一狠心将尼古丁狠狠地撕开, 贴在了自己的伤口处。 当他将绑住伤口的衣服布料撕开的时候, 那儿的血肉似乎已经连成了一片, 这是他十分熟悉的场面, 通常会出现在死者被杀害之后, 尸体过了几天才被发现的时候。 人类身体的愈合程度不能够轻易地小觑。 而王洛现在的举动, 无异于算是破坏正在愈合的伤口, 但他并不在意, 尼古丁贴片带来的震痛效果, 能够让他更加舒服一些。 就算能够让他在死前不承受难以言说的痛苦, 那也便值得了。 他的脑子里突然开始回想着 当初在小岛上被人当作解剖的尸体那一幕, 那种场面是否代表着自己已经经历过了生死, 而不用再去惧怕所谓的人之常情。 这未免太过可笑了一些, 是人又怎么会不怕死呢? 尼古丁贴片似乎让他的整条腿都恢复了一些知觉, 他有些惊讶着药效的强度, 恐怕被庞德迈改造的已经完全超出了标准。 毫无疑问, 一旦呈隐性的药品加重剂量, 那么不用说也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王洛望着自己身体周围那些被自己挖出来的白骨, 狠狠地吸了口气, 再次将身子扑伏而下, 伸手进入那该死的口子里, 将里头的白骨一点点地往外拿, 直到那儿出现一个可以让自己容身的空间。 法医主任第二百三十三集 同一时间, 在镇子里百无聊赖散布的庞德迈, 却开始好奇, 王洛到底去了哪儿。 他回酒店, 查看了那儿的一切, 却发现已经被工作人员全部整理了个遍, 多了一份干净和清净。 他开始猜测, 或许是王洛早就对哈里斯莫尔镇产生了失望的情绪, 偷偷离开了这里。 但庞德迈不愿意相信王洛是这样的人, 便不甘心地询问了前台, 后者告知他, 王洛并没有退房记录, 却再也没有回房间来住过。 庞德迈摸着自己的脑袋, 一脸的疑问。 直到第三天, 王洛面色苍白, 脸上已经完完全全没有了任何的血色, 身上挂着其他尸体的衣物, 因为湿血过多的副作用已经上来了, 他感觉到自己的浑身冰冷, 想要运动, 却再也没有任何的力气。 他的十根手指上满是血迹, 还有不少的指甲破损, 而在他面前, 是一颗颗沾着灰的白骨骷髅头, 而容纳这些骷髅头的地方, 已经被王洛挖出来了一个诺大的口子, 但这个口子下面并没有任何的光源或者水源, 甚至连风口的半点迹象都没有。 心中渐渐绝望的王洛, 几乎早已料到了这个事实, 毕竟他的遭遇可不是那些修真小说, 不会有其他不一样的机会让自己重获新生, 这地方成了一个死局, 而这个死局将有可能葬送他的生命, 因为他已经试过所有的方法, 也都见不到任何的希望。 见不到希望的努力, 再多也是白费, 不是吗? 脑子一向聪明的王洛, 不可能不明白那些道理, 可不知为何, 他心中总有一种无法控制的不甘, 一旦他脑子里出现了那道俏丽的人影, 这道不甘便瞬间激起, 占领了他的整个思绪, 这也是他为什么在腿部受伤之后, 能够支撑到现在的原因, 纵使他的双腿都无法再正常行动, 心里面那一抹不甘也不曾消失。 一想到这儿, 那股不甘在今天潮水般地涌了出来, 王洛的精神再一次因为那个人影而振奋, 他咬着牙, 睁开了低迷的双眼, 脸上露出了一抹决然, 他弯下身子, 借助着双手的力气, 努力朝着那白骨堆旁边的洞爬了过去, 望着洞内的情况, 王洛猛地往前移动, 直接跳了进去。 庞德迈拖着虚弱又疲惫的身子, 转弯了整个哈里斯莫尔镇, 却都没有发现王洛的踪迹, 他记得清清楚楚, 在自己入睡前的一段时间, 王洛还告诉自己会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他相信王洛的为人, 认为王洛不会轻易骗他。 头脑并不简单地庞德迈眉头一皱, 心中冒出了另外一种想法, 难道王洛想暂时考验自己, 看看自己有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这很正常, 毕竟王洛不是他的亲人, 也不是他的恩师, 也不一定会随时随地地陪在他身边 帮他解决问题, 给他提点案件的关键。 想到这儿, 庞德迈不由得兴奋了起来, 他心中冒起了一团火, 他一想到自己终于够资格被王洛考验, 连忙抖了抖虚弱的身体, 精神瞬间振奋。 他迅速回到警局, 将身上的一套运动装全部换了下来。 他穿上那十分引以为傲的警服, 并且别上了那放在自己办公室 角落抽屉里的手枪, 这是他从纽约毕业后得到的奖励。 你带枪出去干什么? 办公室里面正在忙碌的一位警员, 好奇地看了一眼庞德迈, 并且惊讶地问道。 庞德迈则是露出了一副十分阳光的表情,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 并没有回应那位警员的打算。 他认为, 自己的决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明白的。 在哈里斯莫尔镇这个以平安为名的小镇, 警员携带枪就相当于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所以庞德迈的这个举动让人看了难免产生怀疑。 但庞德迈本人并不在意, 他认为, 这把枪能够给自己信心, 所以他觉得, 自己能够应对对王洛的考验。 紧接着, 他独自驾车来到了哈里斯莫尔镇唯一的花店, 这儿正是尤里希斯老妇人死去的地方, 已经被清理干净, 大门紧闭, 相当于从来没有人来过一样。 而镇子里面的人丝毫不怀疑的原因是, 在那门上贴了一条小小的告示, 尤里希斯夫人外出旅游, 回归时间待定。 这一条简简单单的告示, 在庞德迈看来却无比的讽刺。 尤里希斯被害之后, 得不到正义的深渊, 这让庞德迈心中很是气愤, 但更多的是无奈, 直到王洛的出现, 才让他看见了事情有一丝的转机。 原本他以为自己的父亲查理, 可以认识到当前哈里斯莫尔镇真正的漏洞, 从而加以防范, 加以控制, 那么他会无比用心地工作。 可事到如今, 他认为自己不能够再隐忍下去了。 他走到尤里希斯的花殿前, 将花殿的那一张告示撕了下来, 并且打开了花殿大门, 直接走了进去。 这儿的血迹已经被清理干净, 花架也摆得整整齐齐, 像是有人特意整理过的样子, 但庞德迈并没有注意到这儿的情况, 而是在屋子里面转了起来。 就在这时, 尤里希斯花殿外面, 突然颤颤巍巍地走进来了一道沟楼的身影, 戴着一个粉红色的头巾, 一只手正放入口袋, 想要掏出什么东西来。 他缓缓抬头, 竟是一副满是皱纹的面孔。 看着面前尤里希斯花殿的门被打开,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随后露出了好奇的目光, 走到了庞德迈的面前。 当他看到庞德迈的背影之后, 脸上浮现出一道惊恐, 但转瞬即逝。 他伸出手, 拍了拍庞德迈的肩膀, 低沉地开口道, 胖警官, 怎么是你呢? 正在专心致志观察犯罪现场罪证的庞德迈, 整个人都吓了一跳, 猛地转过身子。 当他见到那人的脸时, 这才缓缓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说, 是你啊, 有利希斯福。 但他话说到一半, 整个人却愣在了原地, 甚至连掏枪都望, 看着面前的有利希斯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 眼神里满是不可思议。 怎么了, 胖警官, 你需要买花吗? 有利希斯露出奇怪的眼神, 庞德迈的反应并没有让他产生多余的表情, 反而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样, 将手中的袋子放在了一旁的桌上, 动作十分娴熟。 我, 我, 旁的卖支支吾吾, 心中不断斟酌, 最终决定露出温和的笑容, 看向了一旁的百合花, 说道, 哦, 是这样, 我看这儿的门被打开了, 想买一朵花来送给自己, 你也知道, 我最近出了那事。 有利希斯听了这话, 原地愣了一愣, 随后微微点头, 这样啊, 我对你遇见的事情感到抱歉, 这朵百合花就送给你吧。 庞德迈露出欣喜的表情, 笑着点头拿走了一朵百合花, 随后告别, 那么, 有利希斯夫人在外旅游的如何? 当然还是感觉没有镇子里的气氛来得舒服, 那些地方都太浮躁了, 不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 唉, 有利希斯露出一副十分无奈的模样, 他摆了摆手, 对了, 我长途劳累, 需要休息一会儿,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警官? 庞德迈连忙摆手, 打扰你了, 夫人, 我就先去巡逻了。 有利希斯似乎并不是特别想说话的样子, 对庞德迈点点头就当作回应。 庞德迈知道自己不便久留, 扭头便走出了花店, 看着手中的百合花若有所思。 随后, 他又来到镇子外面的摄像头下, 盯着摄像头,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他连忙将车开到摄像头下面, 随后吃力地爬上了引擎盖, 同时四肢抱紧电线杆, 朝着固定摄像头的位置看了过去。 在那儿, 有一个铁片, 将裸露的摄像头电线挡住了。 庞德迈一愣, 腾出一只右手, 轻手将那铁片拿开。 当他看到里面景象的时候, 整个人都深吸了口气, 随后落地, 开车便回到了警局。 他驳车后, 直接来到了哈里斯莫尔教堂的门口, 见里面还有不少的人在例行祈祷, 便掏出一根烟点燃, 放在了嘴里抽着。 半小时之后, 地上的烟头足足有二十来条, 庞德迈的脸色有些发白, 但他心中却隐藏不了渐渐的兴奋之意, 他不断地来回躲步。 直到又过了十分钟, 那教堂里面的人才开始缓缓地走出。 看来, 祈祷已经结束了, 庞德迈将最后的一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 等待从教堂出来的人群散去, 便踏着脚步走了过去。 当他进入教堂的时候, 依然发现那位身披白袍的托拜厄斯 拿着鸡毛胆子在打扫着雕像, 并没有发现庞德迈的踏入。 托拜厄斯先生, 打扰一下。 庞德迈咳嗽了一声, 在整个教堂里面回答。 他直接走到了托拜厄斯面前, 说, 托拜厄斯身子一顿, 缓缓地转了过来, 脸上露出了一丝丝的疲惫, 看着庞德迈说道, 是庞德迈啊, 怎么了吗? 我想再进去地下的报社看看, 目前缺少一些资料。 庞德迈笑意音的说, 上次犹豫精神太差了, 所以有很多细节没有查到,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托拜厄斯有些犹豫, 好奇地问, 你要在里面待多长时间啊, 可不能够像上回一样待那么久, 否则的话, 你的父亲该怪罪我了。 明白, 我会尽快出来的。 庞德迈见托拜厄斯没有想要拒绝的语气, 便松了口气, 点头说道。 于是, 托拜厄斯便掏出了身上的钥匙, 如同第一次那样, 帮助庞德迈打开了教堂旁的门。 那么, 我就先下去了。 庞德迈打了个招呼, 扭头快步朝下而去。 而他没有发现的是, 身后的托拜厄斯正以一种无法言说的眼神, 盯着庞德迈的背影, 像是暗藏讽刺, 又像是一种可怜。 而庞德迈却皱着自己的眉头, 迅速穿过长廊, 来到了报社的入口处。 他看了看这儿, 发现这地方的布局 与他来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 唯独地上的报刊都不见了, 像是被人打扫过一样。 他来到此地的原因 是为了搞清楚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第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在他和王洛面前死去的 尤里希斯夫人会死而复生, 并且几乎与他生前没有任何的差别。 但聪明的庞德迈看出了一点不同, 他先前故意追问尤里希斯夫人 关于自己病情的事情。 当初他在王洛酒店, 房间昏睡不醒, 是尤里希斯出事之后的事件, 所以尤里希斯应当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 在庞德迈发问的时候, 尤里希斯却给了一个听起来十分中肯, 实则已经暴露了的答案。 按照庞德迈对尤里希斯的了解来看, 如果尤里希斯不知道他遇到的事情, 肯定会关心地开口询问。 可这个死而复生的尤里希斯, 却像是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 也没有任何想要关心的意思, 仅仅只是复合而已。 这可不像是尤里希斯该有的作风, 所以庞德迈及时留了一个心眼, 并没有冲动地将尤里希斯逮捕。 这显然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 更何况他这一闹恐怕会惹怒父亲和镇子里其他人。 而他也想要利用报社的资料查一查关于尤里希斯的身世。 如果能够有所眉目的话, 或许可以得到王洛的青睐, 到时候进入西班牙国城警局工作不是什么痴心妄想之事。 一想到这儿, 庞德迈更加地兴奋起来, 他直接走到了档案室里, 拿出一大堆的资料, 扔在了聚拢在一起的铁桌上。 随后, 自己熟练地一屁股坐在上面, 开始翻阅档案。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皱起了眉头, 将手伸到了自己的屁股底下。 随后, 一个机灵瞬间从桌子上跳了下来, 开始打量整个报社里面的环境。 在他的记忆里, 这些桌椅摆放的地方根本不是这样。 他第一次进门来的时候, 这儿的桌椅是杂乱的, 足以说明最后一波从这儿离开的人 是匆匆离去, 并没有打算久留。 既然没有打算久留, 那么这些桌椅摆这么整齐, 原因为何呢? 法医主任第234集 庞德迈试着举起自己的两只手, 但仅仅只移动了一下自己面前的桌椅。 桌角在地上滑动的声音十分响亮, 地板平整得很, 所以才会发出这种声音。 他好奇地往地上张望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于是, 他便奇怪地眨了眨眼, 随后坐在椅子上, 翻阅着手中的报纸。 而此时此刻, 双手已经布满了鲜血的王洛, 却陡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那深深陷进去的双眼, 猛地瞪大, 抬头看向了自己的头顶。 在先前, 他的耳朵传来一道 并不算特别清晰的声音, 这种声音就好像某种硬物 在摩擦地面一样。 即使只有短暂的几秒钟, 同样被王洛的耳朵 清晰地捕捉了下来。 王洛用那沾着血的手指, 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精神早已使用过度的他, 正打算忽略这道 在他看来有可能是 某种幻觉的声音。 但, 脑子里却突然一颤, 不该怀疑自己的直觉。 这是王洛出道以来 多次提醒自己 必须牢记下来的秘密。 他的直觉 总能够在危难关头 救他一命。 虽然这东西说起来 是一个十分玄幻的玩意儿, 但人的第六感 总归来说 得不到正统的解释。 想了个清楚的王洛, 心中开始思量了起来。 他是无时无刻 关注着自己的身体状况的。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尼古丁贴片的效果 很快就会过去, 接着他就会承受 比当时中枪 腾上一百倍的痛苦。 这种痛苦 会让他直接沉睡, 甚至死亡。 所以, 摆在他面前的 只剩下两条路, 一条是继续挖下去。 如果下面的这堆白骨 出现转机, 恐怕会让他的信念 再次支撑自己一段时间。 另外一条, 就是对那段声音 进行追溯, 搞清楚 到底是哪儿传来的声音。 而按照王洛的猜测, 恐怕上面被移动 只有一个可能, 又有人会被扔下来了。 这是王洛 从被控制扔进来之后 第一个想到的因素。 但这个因素 从逻辑上来看, 并不能够成为 他逃出去的办法。 如果被扔下来的, 是一个没有什么 战斗能力的人呢? 那不用想想, 王洛会面对一个人 在死之前 所有的反应和状态, 绝望和对生命的痛恨, 对过错的回忆 无数的负能量。 这些, 不如让他一个人 安安静静地思考 来得痛快。 想到这儿, 王洛对自己 能够脱险的可能 更加地失望了。 他可能在这个鬼地方 待了三天, 这三天以来 除了承受痛苦之外, 就是一遍遍地 被不甘所占有。 我还能坚持多久呢? 王洛苦笑了笑, 随后 猛地抬头 深吸了口气, 用尽了全身上下 所有的力气 大吼道 Please Help me 最后一次落下, 他直接白眼一翻, 弯曲着的身子 朝后倒了下去, 失去了意识, 在他的脸上 残留着一丝笑容, 这丝笑容里 只看得出 无奈和不甘。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哈里斯莫尔 真本不是。 庞德迈念着 报纸上的内容 突然顿了下来, 是, 什么声音? 他皱起了眉头, 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便摇了摇手, 用手 扶了扶头顶的灯泡, 感受着上面的热度, 将手缩回来, 继续开始阅览报纸,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耳边 再一次 响起了一道铃声, 这道铃声 像是中世纪 那些老式电话机的铃声, 十分的清脆, 十分的响亮, 让庞德迈 不由得打了个机灵, 连忙开始追着 这道声音的来源倾听, 发现 竟然就在自己的脚底下, 他连忙翻身下来, 同时趴在地上仔细倾听, 不会错了, 庞德迈无比地确定, 这道声音就从下面传来, 但这道声音, 却只持续了十几秒之后, 便戛然而止, 消失了, 庞德迈不明所以, 但再蠢的人也知道, 那道声音恐怕来自于下面, 那么下面恐怕别有洞天, 庞德迈想了想, 最终狠狠咬了咬牙, 决定费尽力气将面前的桌椅移开, 大概十分钟之后, 他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 看着面前裸露的空地, 却发现这儿, 不知为何被铺上了一道黑色的布, 刚好与地面融为了一体, 从远处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此时, 庞德迈瞳孔一缩, 他连忙将那黑布掀开, 却发现在黑布之下, 竟然有着一道上了锁的铁闸门, 锁头一共有四把, 两把生了锈, 两把崭新无比, 看起来像是刚刚才加上去不久, 下面有什么东西吗? 上了四把锁? 庞德迈心中满是疑问, 他试着用力将那四把锁扯开, 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般轻易, 只能够用手敲了敲那铁闸门, 咚咚咚, 声音十分的响亮, 也非常的独特, 曾在纽约刑警学院待过的庞德迈, 听到这声音后, 几乎是一瞬间, 信中涌出了一个反应, 这铁闸门下面的空间, 不小,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先前那道声音来判断得知, 咱们凭时敲石心的地板, 下面铺着的都是混凝土, 所以敲后, 传出来的声音十分的硬实, 可如果下面被挖空的话, 那么声音就会显得空洞许多, 这种感觉无法用言语描述, 试一试便知道了。 庞德迈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 他开始猜测下面可能有什么东西, 想了想, 最终决定掏出自己怀里的手枪, 将枪口对准了那四把锁, 同时, 他的人也微微倾斜了一下, 这是在猜测, 弹道可能的反弹轨迹所做出来的反应, 是必须做出的保险措施。 一枪, 将两把挤在一起的生锈的锁穿透而去, 但如同庞德迈预想的那样, 子弹直接打在了铁闸门上, 却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直接反弹到一旁的墙壁上, 形成了一个孔洞, 啪, 又是一枪, 由于两把崭新的锁隔得有些开, 所以只穿透了一把, 庞德迈感叹了一句锁头的坚硬, 而子弹也同样弹飞了出去, 挡在了档案室的墙上, 啪, 最后一枪, 四把锁尽数被庞德迈摧毁, 子弹从他的脸庞呼啸而过, 带出了一道血线, 幸亏庞德迈在零点零一秒之内做出了反应, 他轻轻地歪了一下身子, 子弹才偏了过去, 仅仅只是让他标示了一条血线, 还不算严重, 还是自己的枪身注意点, 庞德迈松了口气, 用力亲吻了一下手中的配枪, 然后将其别在了后腰, 用伸手将那铁闸门狠狠地拉开, 好在庞德迈曾锻炼过, 所以拉开这铁闸门, 仅仅只是让他用尽了全身上下的力气, 还不至于达到脱力的程度, 铁闸门虽说经过设计, 但防备措施并不是特别的高, 大概是因为设计的时候不会担心被人发现, 反倒有一种大张旗鼓的意味在里面, 黑漆漆的口子, 庞德迈眯起双眼, 突然, 他的眉头便皱了起来, 鼻子动了动, 脸上满是亚人之色, 里头传来了一大堆无法忍受的尸臭味, 让他整个人打了个机灵, 让他浑身发抖,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种味道他并不是特别熟悉, 因为他处理过的命案不是特别多, 大多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普通案件, 唯独在学习行侦课程的时候, 听前辈们讲过尸体的惨状, 无法想象, 尸臭味更是人世间最难闻的东西, 这并不是指那东西的确是最刺激性的气体, 而是代表着你一知道它是尸臭味, 二, 你能够看到这种在生理和心理同时带来的刺激之下, 恐怕任谁都会崩溃不已, 好在庞德迈并不畏惧这种场面, 他迅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从身上掏出手机, 打开闪光灯, 往那铁闸门之后的空间照了下去, 可想而知, 当庞德迈见到这个空间容纳的东西后, 是一种什么样的脸色, 他颤抖着手, 随后看向周围, 心中冒出了另外一种想法, 这儿根本就不是什么暴摄, 或者说暴摄只是用来掩盖真相的面具, 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随后又转了转闪光灯, 最后停留在了一个熟悉的背影身上, 这道背影, 双腿跪在地上, 身子向后仰去, 浑身上下都是干涸了的血迹, 甚至他的脸消瘦到了不正常的状态, 就像医院里面整日靠着营养液存活的那些病人一样, 但庞德迈认人的本事并不差, 事实上, 警察都需要对任何犯人的面目进行细致的记忆, 所以庞德迈几乎是在看见王洛身体的那一瞬间, 便将他认了出来, 这是一种极难说清的直觉, 但还是让庞德迈惊叫出声, 同时脸上满是惶恐之色, 洛,洛! 庞德迈压低嗓子叫了几句, 回荡在下方的空间里, 但已经失去意识的王洛听不见这道叫声, 甚至连半点反应都没有, 望着这一大堆尸体, 庞德迈似乎在这一刻觉醒, 他冷静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看着现在的一切, 他知道, 如果自己贸然跳下去将王洛带上来, 且不说这空间的高度他能否够到, 如果他也上不来了, 该怎么办? 庞德迈不是傻子, 他能够很轻松地想到, 王洛出现在这儿, 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他并没有声张的想法, 而是将眼睛瞪大, 开始寻找发出声音的手机, 很快, 他的目光便停留在了王洛下身衣物的口袋旁, 那儿正是先前发出声音的手机, 庞德迈砸了砸嘴, 最后深吸了口气, 决定冒险跳下去, 他查看了一番高度, 凭借自己的身高, 够不到, 但下面的那些尸体可以帮他一把, 庞德迈咬着牙, 屏住气, 直接往下一跳, 刚好落在了王洛的身边, 随后, 他迅速地试探了一下王洛的呼吸, 发现并没有完全消失, 只不过微弱到了极点, 这让庞德迈心疼的同时, 也暗暗地松了口气, 当他拿到手机之后, 随后把玩了一下, 确认是电量不足导致的关机, 而不是损坏后无法使用, 便抬头看向出口, 算上庞德迈能够构到的最高高度, 距离出口还有半米左右的高度, 而观察空间里所有的尸体, 叠起来, 应该能够承受这个高度, 庞德迈只能够咬了咬牙, 对这些尸体拘了几躬, 随后又站了起来, 将它们堆在了一起, 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 庞德迈凭借着尸体堆叠起来的高度, 能够举起双手, 够到出口的边缘, 于是他努力地使劲爬了出去, 好在这并没有耗费他多少的体力, 顶多让他的脸色苍白了一些, 紧接着他再次将铁闸门关上, 同时将黑布往上盖住, 又将所有的桌椅移回了原位, 紧接着他便在地上随随便便拿了几张报纸攥在了手里, 神色装得憔悴了几分, 朝着出口走了出去, 临走之前, 他回头看了一眼王洛所在的方向, 心中祈祷了起来, 这么快就完成了吗? 当庞德迈走出通道的时候, 托拜厄斯竟一手撑着下巴, 半身坐在长椅上, 目光无神地看着闲者, 突然开口问道, 庞德迈听到这道声音, 身子不由得一颤, 随后抢坐镇定地苦笑了笑, 装作十分无奈地转头对托拜厄斯说, 这些杂志太复杂了, 我想我需要找一些同事过来一同查看, 这样啊, 托拜厄斯闭了闭眼, 随后便微微点头, 说道, 那么为了能够让你更加安心地调查, 我会在这儿连夜看守, 这, 庞德迈瞳孔略缩, 虽然他不知道托拜厄斯为何这样决定, 但还是面带微笑地感谢道, 荣幸直至, 托拜厄斯回忆笑容, 但被脸上的胡子挡住了一些, 看起来就像在对庞德迈冷笑一样, 那么我就先回去了, 庞德迈心中有事惦记着, 所以并没有打算继续与其交流, 便匆匆地打了个招呼, 转身就朝着教堂外走了出去, 教堂里面的托拜厄斯, 却是看了看那空空荡荡, 静谧无比的通道, 又看了看庞德迈消失的地方, 叹了口气, 闭眼栖息了起来, 法医主任第二百三十五集, 庞德迈迅速地回到了教堂旁边的警局里, 他没有理会那些同事的搭话, 对他们露出了一副自己非常疲惫的样子, 随后悄悄地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并且将门狠狠地锁上, 这种接口, 庞德迈随意地瞄了一眼, 从网络身上带来的手机, 却发现这种手机只有一种十分旧的充电接口, 并不符合现在的智能手机设计规范, 像是被人故意为之, 庞德迈意识到自己的做法并没有错误, 他翻箱倒柜, 最终在一柱杂物柜里面, 找到了这类手机的充电线, 看起来已经旧得发黄了, 警局好就好在, 保留东西的功能非常不错, 所以找充电线并未浪费庞德迈的时间, 但接下来, 他要等手机被充完电之后, 才能够继续使用, 于是, 他将手机连接上充电线, 放在了桌上, 自己则拿起桌上的咖啡, 走出了办公室的门, 倒了一杯咖啡。 有信号了, 长官! 西班牙南部, 军事基地里, 墨天庸正揉着自己的双眼, 站在一大堆显示仪器面前, 在显示仪器前不断按动键盘的士兵, 突然转过头大吼了一句, 在哪里? 墨天庸双眼猛地瞪大, 他双手狠狠地砸在了键盘上, 脸色阴沉得可怕, 该死, 都耽误这么长的时间了, 位置显示, 士兵连忙读出屏幕上的方位, 在一个名为哈里斯莫尔的小镇里面, 我马上安排直升机带您前往, 大约需要半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 需要派遣人员跟随吗? 带一组外围成员, 正好让住点的新手们出去立点, 恐怕在那儿遇见了一些麻烦。 墨天庸无论是脸色还是眼神都冷静得可怕, 他将眼镜重新戴上去, 说,把目标的准确定位发到我手机上, 不用安排指挥。 你亲自指挥? 士兵用十分惊讶的口气说, 可这边的事物…… 交给雨晴那孩子就行了。 墨天庸迟疑了一下, 最后才露出一分十分无奈的表情, 我会给他消息, 让他尽快赶来。 明白! 士兵神情严肃, 他并没有多问, 而是知道自己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 紧接着, 一台武装直升机第七代, 俗称五直七的军用直升机, 从西班牙南部某深山密林里面飞出, 朝着网络所在的坐标飞往而去。 庞德迈坐在办公室里, 他看着窗户外面那些坐在客厅里面 一副悠闲模样的同事们, 心里没来由地激动。 他恨不得手舞足蹈, 恨不得在这一刻大叫出声。 他心中不断地告诉自己, 终于不用再跟着这一群 无所事事的同事们共事, 再也不用待在这个 从来没有犯罪分子出现的地方了。 他感到内心快要解放了。 他深吸了口气, 正打算吐出来的时候, 头顶却传来了一道 十分熟悉的轰鸣声。 紧接着, 整个警局便惊叫了起来。 他清楚地看见, 警局里所有的人都冲了出去, 脸上带着惶恐之色。 庞德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看了一眼正在充电的手机, 最终还是决定出去看看。 当他来到警局外头的时候, 却露出了有史以来最惊讶, 最无法形容的表情。 那一刻, 庞德迈双腿发抖。 那一刻, 惊慌失措, 不明所以, 几乎所有的表情都在他脸上变换。 但很快, 他便镇定了下来。 直升机上冲下来 大约七人左右的队伍, 他们身上全副武装, 甚至连脸长什么模样都没有见到, 唯独露出了充满杀气的眼神。 他们手中端着一把把带着肃杀之气的枪支, 他们看向从警局里面出来的所有人, 站成了一排, 整齐无比地动了动手中的枪支, 并且将指头放在了扳机上。 然而就在这时, 直升机上却再次走下来了一个身穿黑色西装, 眼带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 他面无表情, 双手插在西装的口袋里, 走到了这七人队伍的前方。 他淡淡地看了一眼从警局里面走出来的人, 并没有想要理他们, 而是掏出一部手机, 看着上面的红点缓缓地移动步子。 他的目标正好就是挡在警局前方的那些人, 他每每走一步, 身后站成一排的士兵也会跟随前行, 步伐整齐。 这般气势, 直接将没有见过多少大场面的 哈里斯莫尔珍的警局的警员们 吓得愣在了原地。 他们虽然悠闲, 但成为警察并不是不需要考核。 或许有的人未曾听说过, 但总有一些喜欢接触军事的人能够分析得出来, 站在外面的是战用武装直升机。 就算那些再蠢的人也能够清晰地看见, 在那直升机的侧翼, 有着一挺露出粗壮枪头的机关枪, 仿佛透露着压抑的煞气。 所以, 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一种来自心底的压力, 不仅仅是那些军人们手上握着的黑色枪支, 还有着那带头的西装男子的压迫。 庞德迈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他并不在面前的那些人之列里面, 但他也非常聪明地退缩到一边, 睁眼看着西装男子的动作。 墨天庸走到人群的面前, 露出一副慵懒的神色, 对着他们挥了挥手, 用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说, 让开。 一众警员们纷纷对视, 互相讨论着此人到底什么来路。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警车突然明着敌从一旁的道路上冲了过来, 停在了哈里斯莫尔珍警员们和墨天庸的中间。 随后, 警车的门被打开, 理查德匆匆从座椅上走了下来。 即便是理查德这种当了十几年警局局长的人, 见到这般大场面, 也忍不住心中抖了三抖, 但他还是能够迅速地冷静下来, 并且面带笑意地调整了表情, 来到墨天庸的面前, 对着他的开口说道, 阁下, 我是这儿警局的局长, 您这是…… 墨天庸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举起左手, 伸出两根手指, 头也不回地对身后弯了弯。 顿时, 七把被士兵们握在手中的全自动步枪, 纷纷纷举起, 对准了理查德的额头。 理查德就算年龄再大, 也未曾见过这种场面。 他的脑子嗖了一下, 顿时一片空白, 猛地瘫坐在了地上, 双腿发抖, 脸色发青, 下巴颤颤巍巍, 完全不敢抬头, 看向那些黑洞洞的枪口。 在哪儿? 墨天庸语气冰冷, 问道, 什么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理查德完全失去了思考的意识, 自然也不敢胡乱骗人, 下意识地回答道。 嗯, 墨天庸则以为, 理查德并没有说真话, 秉持着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理由, 他转身对着身后的队伍点了点头。 这回, 枪口可就没有距离, 直接抵在了理查德的脑门上。 令人无法想象的是, 理查德直接晕了过去, 不省人事。 墨天庸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本来还想尊重一下当地的情况, 可没想到这老头这么不惊吓。 于是, 他便直接穿过了人群, 按照着手机上的标记, 没有丝毫障碍地走进了景色。 而那些原本在景局外面观看的警员们, 也都纷纷让出了一条道。 毕竟, 真枪实弹地摆在他们面前,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更何况, 身为局长的理查德都被吓得晕了过去, 他们更是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了。 墨天庸进入警局后, 按照手机上精确的定位, 来到了庞德迈的房间里。 在进来之前, 他挥了挥手, 让士兵们在外面看守。 他神色迅速, 瞬间便看见了躺在桌上的网络的手机。 多年的防备反应让他瞬间皱起了眉头。 正当他拿起手机准备查看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脑门后被抵上了一道硬物。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墨天庸只是淡淡地撇了撇嘴, 随后缓缓地举起双手, 转过了身去。 一把银白色的左轮, 一道高大臃肿的身子, 带着防备之色立在了他的面前。 手机是你拿了。 墨天庸瞥了一眼庞德迈, 抢先开口问他。 你是他什么人? 庞德迈从先前就开始观察着墨天庸的举动, 多少也看出了点意味。 我来找他, 他是我的手下。 墨天庸心中迟疑了一下, 最终如是说道。 庞德迈皱起了眉头, 证明。 我不需要向你证明, 你让我见到他, 一切明了。 墨天庸淡淡地说, 我只有这一部手机, 我不能相信你。 庞德迈无法放下防备, 将手指放在了扳机上, 对墨天庸摇了摇头。 这把手相我认识, 你是那儿出来的吧? 墨天庸话锋一转, 当年学院院长被打下一只眼的时候, 我也在现场。 啊? 庞德迈愣了两秒之后才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墨天庸则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并没有理会庞德迈, 而是自顾自地拿起网络的手机, 将后盖直接拆了去。 你在干什么? 庞德迈愣在原地, 虽说并没有放下手枪, 但手指已经从扳机上离开了。 他靠近了墨天庸几分, 仔细地看着他手中的动作。 只见墨天庸熟练地拿出了手机后边的电池, 随后又递到了庞德迈的面前。 庞德迈瞪眼一看, 只见在那电池下, 竟然还有着一块隔板。 隔板拉开之后, 便是一块不足五厘米的锂电池。 这块电池是我送网络手机时特意留下来的防备。 墨天庸解释道, 以防在遇到危险情况, 我无法联系他的时候, 启动某一种信号收发功能。 这种功能能够让手机在最后一刻发出响亮的提示声, 并且通过GPS发送关机之前的最后一次坐标。 你的意思是…… 庞德迈皱起眉头, 问道, 你们已经知道他…… 按理来说, 我们认为, 一旦这种手机发出这种讯号, 就代表他已经出事了。 墨天庸继续说, 而手机在开机状态, 或者正在使用的时候, 我并不会在意。 但过了这么长时间, 就算再蠢的人, 也知道出现麻烦了。 而其他的我不方便透露, 你只要知道, 我过来是保证他安全的, 明白吗? 庞德迈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对他这样解释的话, 那么他并不会马上相信。 可不知为何, 墨天庸身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气势, 让他不由自主地便选择相信了。 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情, 庞德迈挨挨挨地叹了口气, 我正想帮他的手机充好电之后, 然后拨通上面的电话。 所以,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了。 墨天庸淡淡点头, 问他。 庞德迈迟疑了一瞬, 便妥协地对墨天庸说出了这些天经历的事情。 一字一句细腻到位, 并且他还说了一些关于自己的见解, 以及网络提出的怀疑。 墨天庸听完之后, 摸着下巴像是在思考什么。 照你这么说, 当天晚上他出去溜达之后, 便没有了音讯, 而失踪事件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吧。 墨天庸问道, 庞德迈点头? 大概就是了。 带我过去吧。 墨天庸摆了摆手, 他要是出事的话, 你们这个阵子。 墨天庸没有把话说完, 给了庞德迈一个猜测的机会。 庞德迈文言, 一瞬间脑门上就流下了冷汗, 但他并没有太过慌张, 而是走在了墨天庸的身后, 为他指路。 同一时间, 由墨天庸亲自下令 派遣而来的军区医务人员 乘坐另外一架直升飞机, 赶了过来。 教堂里面空无一人, 托败厄司不知去了哪儿。 庞德迈也没有心思管, 只是默默地将墨天庸带到了报社。 当墨天庸见到躺在那铁闸门空间里头的王洛后, 冷横了一声, 面无表情的命令, 人们将王洛弄了出来。 找个安全的地方。 墨天庸对庞德迈说, 就警局吧, 这里最安全。 庞德迈心中倒是无奈得很, 其实他更想对墨天庸说, 你既然带了这么大的阵仗过来, 还愁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吗? 可看墨天庸的样子, 似乎真的像是在担心些什么。 老大, 事情有变, 你们去那儿的消息传到西班牙政府耳朵里了, 他们的人注意到我们了, 估计这会儿已经派人过来了, 必须马上让他们离开。 墨天庸站在警局外头, 耳朵上戴着蓝牙耳机, 面色冷酷无比。 警局里面已经被清场了, 一个个身穿白大褂的军衣正在对王洛进行救助。 我知道了, 墨天庸淡淡地回复了一句, 紧接着与他同行而来的七名士兵, 在五分钟之内消失在了哈里斯莫尔镇,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唯独墨天庸留在了这里, 与庞德迈一同照看王洛。 与王洛躺在一起的, 还有被墨天庸带来的人所吓晕的理查德。 那些人走了? 庞德迈在听到轰鸣的直升机后, 便走出门外, 主动与墨天庸搭话说。 嗯, 我们要把他带走。 墨天庸看了一眼房间里躺着的王洛说, 这儿不安全。 这, 好吧。 虽然庞德迈想努力保证这个地方很不错, 但从王洛的遭遇上仔细一想, 恐怕他也没有多少底儿了。 法医主任 第二百三十六集 我回去安排警车把你们送出去。 庞德迈说, 你们要去哪儿啊?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 把车给我开就行了。 墨天庸有着防备意识, 他并不打算告诉庞德迈, 而是说道。 庞德迈心中料到会有这般结果, 点点头便转身进了警局。 他的第一件事, 是要弄醒自己的父亲, 然后让他派遣车辆。 哈里斯莫尔镇警局再怎么说也有纪律, 他不能够强行离职, 否则就是违反规定。 严格的理查德说不定会一怒之下 抹除他的档案。 大概过了三个小时的救援之后, 警局的门被打开, 一众医生带着疲惫的身影, 停下休息。 而王洛浑身上下都被绷带缠住, 赫然成了一副木乃仪的样子, 但索性生命体征平稳, 算是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莫天庸带来的医生都是部队里面的军医, 救回王洛的性命并不让人出乎意料, 只不过现场的仪器还不是特别的够, 毕竟来的时候太过匆忙, 只带了部分先进的救助医疗工具。 好在病人的生命力旺盛, 如果再熬上一段时间的话, 一名领头的医生取下口罩, 对莫天庸说道。 我明白, 他应该安全了吧。 莫天庸关切地问。 嗯,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接下来只需要带他到附近的大医院, 进行营养液补充和吸新的照料就行了。 如果想要恢复的话, 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医生点点头, 他的手指骨磨损严重, 但好在腿上的枪伤并未伤及骨头, 虽说单一的伤势加起来并不是特别严重, 但所有的伤都汇聚起来的话, 对他的身体是不小的伤害。 另外, 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老陈, 这道辛苦你了,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的功绩, 但说无妨。 莫天庸追问道, 功绩不功绩的倒是小事, 干这一行的最主要的是能为了每一条生命负责。 老陈摆了摆手, 拍了拍莫天庸的肩膀, 凑在其耳边说, 这小子能够撑到现在的缘故, 是因为用了大量的尼谷钉, 想要戒除恐怕难。 莫天庸闻言不由得眉头一皱, 但很快又舒缓了下来, 他看了一眼躺在担架上的网络, 说, 行, 这里就交给我吧, 我会让人过来接你们离开, 西班牙政府的人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咱们不能够太张扬, 明白, 还是要注意病人的安全, 如果这个时候有其他人对他动手的话, 那么随随便便一碰, 就能够成功。 老陈神色严肃地进了一个军力, 随后说道, 那我就让他们准备好离开了。 莫天庸微微点头, 他转身来到庞德迈的身边, 你需要多准备一辆车, 我的这些医生们也需要离开, 安排人送他们到机场就行了。 庞德迈同意之后, 便愁眉苦脸地看着面前的理查德, 我这可怜的老父亲怎么还没醒过来。 他早就醒了。 莫天庸淡淡地看着躺在一边的理查德说, 庞德迈文言眼神一愣, 随后他便见到自己的父亲身子一抖,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原本理查德想要装晕, 躲避一下目前的情况, 因为他的耳朵听见了直升机离开的声音, 但莫天庸直接一语看破, 他也就不必强硬地装下去了。 理查德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面带防备地看着莫天庸和庞德迈, 小心翼翼地望里眼警局外, 说道, 有什么我可以帮助您的吗? 不得不说理查德的临场反应能力, 他这句话直接将自己晕过去的举动忽略了过去。 父亲, 什么都不要问了, 快收起你那该死的好奇心吧。 庞德迈见莫天庸不太想解释的样子, 便连忙解释道, 帮这位先生准备几辆警车, 接下来交给我就可以了。 说着, 庞德迈还对理查德打了个交集的颜色, 带有警告的意味。 理查德犹豫了一下, 像是在思考些什么, 最后他无奈地点点头, 对莫天庸说道, 那么就让我的犬子为您效劳, 我还有公务在身, 就先离开了。 说着, 理查德像是夹着尾巴的狐狸一样, 落荒而逃, 但在他出门之前, 却露出了冷笑的面孔, 行色匆匆离去。 随后, 庞德迈便主动开始调选橘子里面的警车, 一边由庞德迈驾驶, 负责护送以老陈带头的医生去往机场, 另一边由莫天庸亲自驾驶, 负责护送昏迷不醒的王洛, 去往距离哈里斯莫尔镇几十公里附近的正规医院。 两方都到达目的地之后, 已经快要天黑了。 莫天庸花了点钱, 在当地的安保公司雇了一群安保, 个个彪肥体壮, 并且都有合法的配枪, 负责在医院的病房保护网络的安危。 在西班牙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里, 只要有钱, 想做什么都可以, 且不说这些凶神恶煞的安保, 能够一同护着王洛的担架被送入医院, 甚至还能够凭借气势, 直接花钱要到了一间独立的病房。 根据这家医院的主任说, 这个病房一般都是用来给那些大富翩翩的中年富豪, 且在这鬼地方有头有脸的人物所用。 莫天庸倒不是特别在意这些事情, 但他出的闲直接让安保公司的老板双眼冒心, 不仅派遣了级别最高的安保, 还为其打通了医院的内部关系。 果然, 商人就是会做事。 王洛所在的病房刚好就是医院的最顶层, 这儿有着先进的仪器和24小时值班的护士。 西班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能够有这种配置倒也不稀奇。 况且, 这还只是西班牙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三的重要工商业城市, 名叫瓦伦西亚, 各个街道都较为繁华, 与哈里斯莫尔镇有着不小的区别。 一众安保们挺直了身子, 将王洛的房间围了个水泄不通, 甚至连最顶的天台都有安保守卫。 莫天庸独自坐在阳台上, 这是病房里标配的阳台, 简直跟某种四星级酒店的配置差不多了。 他手中拿着电话, 脸上满是无奈, 对着电话那头传来的一道女声说道, 想想, 你都这么大了, 就不要跟我较劲吗? 你个为老不尊的家伙。 沐雨晴语气里带着哽咽和愤怒, 对电话那头直直地吼道, 为什么要把他送走? 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意见? 你拿我当你女儿了吗? 我, 这,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啊。 莫天庸继续苦口婆心地说道, 这不还有你爷爷的吗? 他决定的事情, 我哪敢反对啊, 只能支持啊。 况且, 在现场还有那么多的老前辈们, 你说我能让那小子拒绝吗? 实际上, 莫天庸早就想好了如何将自己的过错撇清, 毕竟他也是过来人了, 男人突然消失, 任谁都会痛苦不堪。 你敢说你不是主谋? 少拿这些给我扯淡了, 信不信我让爷爷把人调回来啊? 沐雨晴听见电话那头, 自己的父亲还在撇清自身关系, 便怒不可遏地吼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盯上他的目的, 还不是因为他能力出众, 但我清楚他的为人, 你想让他加入部门, 没门! 我当然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只是想考验考验他, 给他一个在我和你爷爷面前表现的机会, 莫天庸服了服眼镜, 如果他得到认可的话, 你与他的事情, 我和爷爷保证不会阻拦, 怎么样? 真的? 莫雨晴狐疑地问了一句, 他并不怎么相信自己这位老油条父亲, 前真万确, 莫天庸松了口气, 强调地说了一遍, 那你告诉我,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执行什么任务? 莫雨晴灵机一动, 连忙追问道, 语气里满是对王洛的担心, 这可不能乱说, 这是部门机密, 乱说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你老爸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莫天庸连忙反驳拒绝, 心想如果让你知道王洛现在近况的话, 恐怕谁都拦不住了, 莫雨晴私前顾后, 最终还是决定相信自己的父亲, 毕竟他也出身机关, 所以对于这些事情自然也明白规矩, 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只是说, 那你要让你的手下照顾好他, 若是他少了一个毛, 我就不认你这个父亲, 养这么大白养了, 莫天庸无奈地翻了翻白眼, 咳嗽了一声, 转移话题说道, 我来说说这次打电话给你的目的, 那小子的事情就先放一边, 你说, 莫雨晴心情好了一些, 西班牙这边, 暗中有一起华裔的武装犯罪组织正在凝聚, 西班牙的政府给我们使馆发出请求, 让我们配合他们, 一起对这群犯罪组织的成员进行处理, 莫天庸语气认真了几分, 这起行动被称为剿灭, 是以正道的原则进行的, 所以两边的人都需要有强硬的指挥能力, 我会派你前往, 当作对你的锻炼, 那岂不是说, 这个任务是实打实的名利争斗啊, 莫雨晴语气带着惊讶, 这可是上升到世界级别的任务, 莫天庸突然派遣给他, 莫非没安什么好心并不全是, 莫天庸解释道, 在这个和平年代, 你所想的那种战争是不可能出现的, 最多只是一些案里的交打小闹, 上不了台面, 而根据西班牙情报人员的说法是, 那群武装组织还在成立当中, 并且开始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地招收人才, 所以, 咱们的任务就是在他还没完全成行之前, 迅速消灭他们, 这可是一项极为考验行政能力和指挥能力的任务, 并且还有着不少的生命危险, 经过你这么一解释, 我突然觉得这个任务简直太吸引我了, 莫雨行深吸了口气, 语气略带兴奋地说, 另外, 我能够带着断罪小组的其他人一同前往吗, 这可是我们小组扬名立万的绝佳机会啊, 这,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莫天庸并不打算阻止莫雨行, 但你要想好,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是要签生死状的, 他们几个承受得起吗? 放心好了, 我相信他们的为人和能力, 莫雨行冷笑了一声, 当初选择他们可不是随意挑选, 是时候该我们发力了, 那好, 明天一早我帮你安排私人飞机到达军事基地, 莫天庸满意的一笑, 你需要跟当地的政府人员接轨, 其中有一个极其年轻的上校, 被他们誉为有可能超过弗朗西斯科的家伙, 可谓才华无解, 与他共识, 你有没有压力啊? 起, 再厉害的, 能厉害过我们家那个吗? 莫雨晴嘚瑟地一笑, 语气里并没有半点的害羞, 但脸色还是不由得一红, 她是那种豪放而不失淑女气的女孩, 既然王洛和他的事情已经被莫天庸知道, 那么他自然而然不想掩饰下去, 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正想继续问一些问题, 却发现莫天庸不知何时挂断了电话, 听筒里面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而在电话那头的莫天庸则是脸色发青, 一手紧握着手机, 看向王洛的眼神里, 多了一次无关紧要的极度, 四日,早晨, 国防大厦会议厅, 听好了, 这次的任务极其艰巨, 所要达到的要求也无法想象, 莫雨晴站在主位前, 狠狠地一拍桌子, 将断碎小组所有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来, 冷声说, 甚至要签下所谓的生死状, 如果你们有想要退缩的人, 现在立刻马上站出来, 否则等一下我开始陈述了, 那就是机密, 听完了要负责任的。 语气极其响亮严肃, 完全不像平时活泼的莫雨晴, 看起来倒隐隐约约有了一丝领导的气势。 话音落下, 整个会议室里面的所有人都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模样, 并没有任何人站起身子退出, 甚至连最小的张戴荣也只是醋了醋眉, 不为所动。 莫雨晴健壮满意地点点头, 说, 很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们。 老大, 可以开始发表了。 官员见莫雨晴沉浸在笑容之中, 便咳嗽了一声提醒他。 莫雨晴这才缓过神来, 随后拍了拍桌面, 响声在会议厅里渐渐回答, 伴随着他那动听而又严肃的声音传播。 咱们这次的任务需要出国, 目标是西班牙。 莫雨晴说, 任务是找到一支华裔队伍, 他们正在试图聚集违法武装力量的组织, 斗智斗勇必不可少, 脑袋更是随时随地在刀尖上行走。 若能够完成任务, 咱们断罪小组一夜扬名立万, 并且人人都有功绩可领。 若是失败, 则是人头落地, 将与家人天地永隔, 没有后悔的机会。 另外, 我们会与西班牙政府派出来的正规冤进行合作, 与他们一同执行任务。 有没有信息? 莫雨晴提高了声调。 断罪小组的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刷刷地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同时大吼道, 有! 好! 莫雨晴狠狠地摆出拳头, 立刻出发! 法医主任第二百三十七集 一架私人飞机从华夏起飞, 坐标由莫天雍发给了机组人员。 大概半天之后, 直升飞机成功地落在了军事基地的停机坪上, 这儿镇守的可都是大型的军事兵器, 不乏各种各样先进的极具杀伤性武器。 莫雨晴和一众断罪小组成员们, 纷纷换好了特殊定制的紧身衣,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热血激情, 甚至连三十几岁的官员都仿佛回到了年轻时 为理想奋斗的那般模样。 当他们走下飞机的时候, 一排排士兵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领头的长官走到戴着墨镜的莫雨晴面前, 对他敬了个军礼, 说道, 你好, 华夏的朋友, 欢迎来到西班牙, 这里是墨尔军事基地, 我是这儿的忠孝, 代号迷郎。 你好迷郎。 莫雨晴带着断罪小组, 回忆了来自本国最为崇高的敬意, 同事说道, 客的话就不多说了, 带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迷郎点了点头, 带着墨雨晴等人去往指挥部, 请不要四处张望和打量, 更加不能够拍照, 这里的军事环境虽然还达不到最高国家机密, 但也是不容泄露出去的, 请各位一定慎言。 迷郎见张带荣官员许子谦正东张希望的好奇打量, 便严肃地说道, 众人这才缓过神来, 一方面在心中惊叹军事力量的可怕, 一方面收了收心, 一同走进了防备森严的基地内部。 此时的指挥室里正坐着几名技术人员, 以及一名身高两米左右的士官, 他替着一头整齐的寸头, 双手抱胸, 站在原地闭目养神, 脖子上有一道横向的刀疤, 足有十厘米左右, 散发着淡淡的煞气, 而他本人站在原地, 也是一尊不动的雕像一样, 隐隐约约, 露出气势不凡。 当墨雨晴看到此男子第一眼的时候, 便能够看出后者的地位不低, 恐怕正是墨天庸所提过的年轻上校。 摩洛上校, 人已经带来了, 迷郎微微弯下腰, 对面前高大挺拔的男子说道。 气氛沉默了三秒之后, 那名男子才缓缓开口, 浑厚的声音带着些许雌性, 转过身子, 对断嘴小组露出了一个十分僵硬的笑容。 摩洛, 代号风雄。 摩洛看了一眼站在面前的墨雨晴, 说道。 他能够感受得出来, 唯独墨雨晴在面对他的时候波澜不惊, 甚至没有多余的肢体反应。 而断嘴小组的其他几人, 脸上或者身上都有着不自然的反应, 恐怕没有见过多少这般场面才会如此。 我来为你介绍。 墨雨晴点头表示回应, 随后礼貌地介绍了一遍断嘴小组的几人。 不, 他们就算了。 墨洛却阻止了墨雨晴的动作。 你应该就是跟我一起的指挥官吧, 介绍介绍你自己就行了。 文言, 墨雨晴不禁皱起了眉头。 墨洛的这个反应, 很明显是没有将断嘴小组的其他人放在眼里。 虽然他表面没有暴露出任何的轻蔑态度。 不过, 这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毕竟断嘴小组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比较平庸, 而且也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 表现出不自然, 倒也正常。 墨雨晴则转过头去, 对自己的战友们笑了笑, 表示歉意, 随后便转头对墨洛说道, 叫我雨吧。 说吧, 墨雨晴似乎没有继续介绍下去的意思, 而是正了正色, 恢复了往日的清了。 说道, 我想接下来你该听一听任务情况。 虽然墨雨晴没有摆明告诉墨洛完全不想与他介绍的意思, 毕竟他们才是东道主, 但他也不想让自己的小组成员们受到了打击, 所以干脆来个相同的反应, 相当于与墨洛分了个不相上下。 墨洛不愧是年轻军人出身, 他能够对自己的情绪达到一种完美掌控的程度, 甚至能够迅速进入状态。 他转过身去, 拍了拍两名技术人员的椅背, 说道, 开始吧。 此次行动代号为剿灭, 主要目标是两名正在逃脱之中的头领, 这两人擅长化妆, 以及有强大的反侦察意识, 他们现在正在西班牙各个地方组织反动人员, 利用各种欲望蛊惑人心是他们的手段, 这些是前线人员传来的情报。 坐在椅子上的一名技术兵, 开口对众人解释道。 另外,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点, 就是这些人只会招纳华裔成员, 而且目标也都是在西班牙内停留下来的华裔, 无论男女, 无论老少。 是丁华裔? 沐宇晴暗自在心中记下这个重点。 到目前为止, 这些人并没有多少想要搞出大乱子的想法, 却暗地里在黑市购买大量的违法军火, 像是在做一些类似于战略储备的动作。 技术兵继续说, 我们的情报组织CCI已经有一个小队摸到了他们的尾巴, 但始终无法见到头目, 甚至连消息来源都可能会有问题。 明面上的火拼并没有发生, 但我们始终追不到他们的踪迹, 最终总部决定调遣没落上校前来进行指挥, 这才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这时另外一名技术兵接化。 在三天之前, CCI的小队抓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华夏的男子, 这名男子叫做张新良, 是这群组织里面的某个小头领, 他负责看管一片区域, 一旦发现同族人的时候, 便会向他们发出请求, 加入这个犯罪组织。 但这人并不会收敛, 大张旗鼓的动作最终被CCI发现, 抓到之后审问了一番, 才得到一部分消息。 这个消息的内容有一些匪夷所思, 张新良告诉我们, 两名头领是从华夏偷渡过来的, 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 但不知道通过了什么手段进入我国, 所以CCI认为这两名头领, 很有可能跟你们华夏有关联, 这才委托上校对你们发出邀请。 好了, 接下来的让我说吧。 莫洛巍巍拍了拍以背, 转过头去对莫宇晴等人说,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大的背景, 但是这种人放在你们国家, 肯定也是危害之一,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 另外, 我不会安排任何的CCI人员与你们共事, 因为那是我们国家的队内情报机构, 想必这一点你应该明白。 用我们华夏人的话来说, 您这就叫强人所难了。 莫宇晴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接话说, 话语中并没有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但这会让其他人看来并不自信。 什么叫强人所难? 莫洛非常明显一愣, 他摇了摇头, 抱歉, 我不太懂华夏的复杂语言, 那太让人感到, 怎么说呢, 多此一举了,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于云。 哼, 莫宇晴不太理会面前这个家伙的轻蔑, 而是转移话题说的, 那么接下来麻烦你跟我的小队讲解一下其他的要点吧。 哦, 莫洛点点头, 眼神认真了一些, 就算他再怎么不相信莫宇晴带来的队员, 但目前要面对的任务可不是儿戏, 颤杂个人情绪很容易出现问题, 军人出身的他, 绝对要第一时间以大局为重。 当王洛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过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原本照看他的医生, 以为他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才能够完全恢复, 但他身体的愈合能力超乎了想象, 竟是恢复了大部分的机能, 除了下地走路, 有一些一瘸一拐, 以及脸色有一些苍白, 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足, 其他一切正常得很。 病人的一切生命体征平稳, 但暂时不能够随便乱吃东西, 医院为阁下列了一份调养的食物分类, 要循序渐进地来, 毕竟病人刚脱离营养液的补充, 还需要慢慢地调整。 一名戴着口罩的医生站在网络的床前, 看了他一眼, 对面前的莫天庸说, 嗯, 我知道了, 莫天庸点点头, 挥了挥手, 让医生离去。 这半月以来, 莫天庸都会准时地在医院看护网络, 而且雇佣来的保安除了轮班休息之外, 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如今的网络, 发呆地看着窗户外面。 此时的瓦伦西亚正被一片乌云覆盖, 偶尔传来雷声, 但迟迟不肯落下雨水, 看起来就好像某些科幻大片场景里的末日一般。 特别是王洛所处的医院最高层, 若不是房间里面的灯都被打开, 可能整个房间都会黑漆漆的。 你不用忙自己的事情啊, 王洛见莫天庸说完话, 便露出一个感谢的笑容。 你这尊大佛出事的, 我哪还有时间忙自己的事情呢? 莫天庸无奈地看了王洛一眼, 你呀你, 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本来让你在这里待几天, 等到我把这边一切都部署完了再用你, 可谁知道你又好奇害死猫, 你便折这眼你。 这的确是我没有意料到的事情, 王洛面带歉意是我的过错, 非常抱歉。 这些表面上的话就不必跟我说了, 莫天庸扶了扶眼镜, 但我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这么冒险, 你完全有办法联系到我, 然后让我帮忙处理这些小事的。 人生必会经历的一道过错, 就是误以为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 得到想要追求的某些事情。 我已经习惯经历这件事了, 王洛叹了口气, 眼神有些暗淡地说道。 在我差点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现在想要说些什么, 就好像脑子里面少了点什么, 想不起来了。 以你的头脑, 从这种状态里面脱离出来, 不难吧? 莫天庸对王洛的话, 并没有多少在意的成分, 以他的经历来看, 这只不过是抑郁之后的感悟罢了。 不难, 王洛点点头,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脸色, 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 说道, 那么, 你可以开口告诉我了。 好, 莫天庸自然知道王洛想听什么, 便咳嗽一声说, 是这样的, 首先我让你来这儿的目的, 是向你协助西班牙的情报组织CCI, 完成一个任务, 但由于你发生了这件事情, 导致期限延误, 所以我不得已调遣了部门其他人员进行调查, 所以让你来这儿的初衷, 其实已经作废了。 那么, 是不是代表着我可以回去了? 王洛眼睛一亮, 心中突然冒出一道朝思暮想的背影, 脸忙追问道, 莫天庸心中冷笑了一声, 他当然知道王洛在想些什么, 脸忙摇了摇头, 暂时不行, 你需要留在这里, 以个人的身份完成一些事情。 什么事想? 王洛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但他也知道, 莫天庸说话算数, 基本上短时间内不能回去了。 还记不记得将你我带到那座岛屿上的人? 莫天庸迟疑了一下, 问道, 那些海盗? 网络愣了一下? 事实上, 我在照看你的这段时间里, 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底子。 莫天庸看了看房间外, 眉头皱了一下, 这里不方便讲, 没关系, 我随时可以出院。 王洛听懂了莫天庸话里的意思, 不, 暂时不需要, 莫天庸心中有自己的安排, 对王洛摇了摇头, 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了一部金属壳的手机, 递给了王洛。 这部手机, 是我让人经过特殊制造, 不容易被毁坏, 且电池的容量更大, 但只有短信和通话的功能。 你拿着, 必要的时候, 我需要联系你。 好, 王洛伸手拿了过来, 打量了一眼, 随后回忆起自己昏迷前的样子, 皱眉对莫天庸问, 就我的当天, 应该没有发生什么奇怪, 或者严重的事情吧? 王洛并不在意自己是怎么被救的, 所以没有追问莫天庸。 这都没有, 莫天庸像是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 只不过, 我让人开了一架武职, 并且配备了七个随时可以单兵作战的新兵。 王洛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他几乎能够想象到那种场面。 你该不会还想回到那个镇子里吧? 莫天庸稍微听出了一些王洛话里的意味, 问道, 有些事情非做不可, 网络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向莫天庸坦白道。 用俗一点的话说, 镇子已经跟我有了因果观念, 所以, 好了, 不用说了, 莫天庸只能够无奈地摆了摆手, 脸上满是恨铁不成钢, 说,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会让我的人插手这件事情, 祝你尽快完成。 没有问题吧? 你的人? 王洛低头想了想, 你的人不都是官方的吗? 而且还在国外, 这样插手进来恐怕不太容易吧? 的确需要一些审批文件的过程, 但这也没办法不是? 莫天庸眼中闪过一丝不安, 但很快平静了下来, 除非你有更好的法子能够解决, 否则我只能插手。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网络微笑着说。 法医主任第二百三十八集 哦, 不妨说来听听, 莫天用眉头一皱, 好奇地看着王洛, 我听说你回国之前, 在西班牙混得不错啊, 混得再不错, 也没有你的地位高不是? 王洛笑说了一句, 随后解释道, 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简单, 但胜在高效, 以及合法。 你想用西班牙的政府来处理这件事情? 莫天用笑了笑, 这可不行, 你想想, 会有哪个国家的人帮助外人打击自己的人民呢? 不不不, 我只想报仇而已, 王洛意味不明地露出冷笑。 我在西班牙认识一个家族的子弟, 我相信以他在本地的势力, 能够完美地解决这件事情。 你既然想要以雷霆的手段搞定, 那么全权交给我自己负责, 绝对比你想象的还要快。 莫天用见王洛如此严肃地说明, 想了想便点点头, 他并没有追问王洛具体的过程, 他只需要一个确定下来的结果时间而已。 到了他这个层面的人, 不会像那些小年轻一样, 对什么事情都好奇, 对什么事情都要追求出原由和过程。 真正的上位者是需要掌控大局, 而不是操心所有的事情。 莫天用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安排, 而王洛所说的这件事情并不让他那么操心, 甚至他坚信如果自己带人出手的话, 是绝对要比王洛快的。 五天后, 我会解除跟这些安保的合作关系, 并且安排咱们的人过来接你到据点, 我们在那儿详说。 莫天用与王洛交代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之后, 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医院。 王洛当然知道莫天用这样安排的原因, 他能够猜得到, 莫天用的一举一动, 应该都在某些部门的监视之下, 所以行动起来有诸多不便不说, 他本人肯定是不能够亲力亲为的。 毕竟, 谁会任由自己的国家里面出现的外来势力, 不做出一点防备的话, 容易阴沟翻船。 五日之后, 王洛顺利地从医院走了出来, 这回他的身边没有了安保, 一个人走在清爽的街头, 除了身体消瘦了几分之外, 一切都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但王洛仍旧忘不了腿部中腔后的那般疼痛, 这让他心中对自己的忍耐程度有了一个新的定义, 在成长的过程中总能从某些地方看到, 听到一个道理, 那就是只有经历过了生死, 才懂得活着有多么美好。 可王洛明白, 无论经历过多少生死, 活着比死去更加的困难, 所要承受的压力也无法想象。 医院门口早已停着一辆, 看起来低调无比的大众, 一名穿着休闲装的男子正叼着一根烟, 看向站在门口的王洛。 当他注意到王洛的一瞬间, 王洛也注意到了他。 两人眼神互相交流, 王洛便点点头, 钻进了汽车的后座。 而那名男子也十分配合地坐在驾驶座上发动了汽车, 缓慢地开上了公路。 等待红绿灯的时候, 驾驶座上的男子一眼不发, 但熟练的身体动作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他挺直了几倍, 双手有力地放在方向盘上, 一举一动看起来都非常的干净利落。 虽然他故意穿了一身休闲装和摆出慵懒的神态来伪装自己, 但这些肢体语言是很难改变得了的。 也许有另外一种可能, 这个男子对目前的环境放下了防备, 所以并没有主动地去伪装起来, 也就是将王洛当成了自己人。 逗了半小时左右的马路, 这辆车停在了一栋民用住房前, 十分典型的西式建筑, 看起来有一种复古的味道, 能够让人肃然起敬。 华夏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王国瓦伦西亚领事馆。 可当王洛看见大门口墙上贴着的一道门牌后, 这才反应过来, 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老大说了, 这地方比哪儿都安全, 所以带你来。 坐在主驾驶上的男子微微一笑, 进去吧, 就当是自己家了。 王洛微笑着回忆敬意, 转头走进了这道复古的大楼。 大楼里面有着寥寥无几的工作人员, 脸上都是一副机械化的笑容。 王洛看了一眼头顶上的指示牌, 来到了迎宾室, 里面坐着一位神色庄严的中年男子, 低着头翻阅着手中的文件。 王洛敲了敲门, 见到其点点头之后, 便走了进来。 滑下人啊, 那名男子抬头, 看见王洛的样貌之后, 便笑盈盈地开口, 没了那般严肃的态度。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 你好, 我找一下沐天雍。 王洛微微一笑, 嘴巴也不含糊地张口说道。 可话音一落, 那人的脸色瞬间一变, 最后站起身子, 对王洛点了点头, 直接二话不说走出了门口。 王洛好奇地看着他这反应, 心中不明所以, 但很快, 他便见到那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回来。 他走到王洛面前, 已经在楼上等您了, 上楼左转便是。 王洛表示感谢, 心中总觉得 莫天雍在此地的地位有些问题, 但也没有深究下去, 直接来到了二楼的办公室里。 莫天雍正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悠闲地泡着桌上的茶水, 赫然依赴将这儿 当成了自己家的模样。 当他见到王洛走进来的时候, 便头也不回地说, 坐吧, 怎么你在这儿的人员 似乎很不错呀? 王洛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将背靠了下去, 同时不禁开口问道。 不该问都不要问。 莫天雍语气平淡地说了一句, 随后转移话提道, 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接下来我说的话你要记得, 西班牙这边一部分的事物就交给你了, 领事馆的领导会协助你, 如果你有什么政治上的烦恼, 可以过来请教他们, 这些人都是为国家尽心尽力的前辈, 不要乱礼貌。 这些我懂, 你说正事就好。 王洛坐直了身子, 对其说, 从那件事发生之后, 我的人就一直在调查他们的动向, 最后我们不断溯源, 集合所有的线索, 最终插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墨天庸深吸了口气, 对王洛认真地解释道, 这个人的来头超乎你我的想象。 是谁? 王洛一愣? 他的名字叫, 墨天庸停顿了一秒, 随后听着王洛道, 阿洛克斯·伊加勒。 王洛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眼神里面满是诧异和惊锁。 他的记忆里并没有关于这个人的任何身份, 任何面貌, 可当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心中却无法抑制地激动。 别的不说, 光就米加勒这个姓氏, 已经能够让他震惊。 如果我没猜错, 你所谓西班牙的友人, 正是这个人的秦弟弟。 墨天庸眉头紧皱, 斩钉截铁地说道, 王洛文言却对墨天庸问, 这些你是怎么调查出来的? 虽然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家族的强大, 但这件事情在当地人民当中已经成了传言。 墨天庸闭了闭眼, 说, 你可别小看我们部门的情报收集能力。 传言? 什么传言? 网络再次追问道, 他对于阿比盖尔家族的了解程度并不多, 不像墨天庸有着自己的情报网, 知道的绝对比他多。 米加勒家族是一个分裂的家族, 两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兄弟, 为了争夺家产和平定内部矛盾, 曾双双雇佣杀手暗杀对方。 墨天庸语气带着浓浓的惊讶, 后来这件事情被两人的父亲知道了, 也就是米加勒家族的族长, 你不妨猜猜后面发生了什么。 他父亲没有反对? 网络道, 不止如此, 甚至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还放出话来, 表示非常赞同这俩亲兄弟的做法, 甚至鼓励他们尽快干掉对方, 好继承他的遗产。 墨天庸转变了一副脸色, 带着些许嘲讽。 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信中对高贵西方人的认知产生了怀疑。 仅仅只是为了争夺资产, 而忽略所有的亲情关系。 王洛心中也惊讶无比, 他不解地问道, 据我所知, 阿比盖尔并不是这样的人, 他对于自己的亲情只有惋惜。 事实难料, 好人与恶人也仅仅是遗子之隔罢了。 墨天庸淡淡一笑, 扶了扶眼镜说, 我想, 如果你明白米家勒所设计的产业 有多么恐怖的话, 就不会这样想了。 这样看来你好像还知道点什么, 王洛眉头一挑, 将身子靠近了墨天庸几分, 不妨全部告诉我。 任何庞大的产业, 背后都少不了其他黑色势力的支持。 墨天庸翘起嘴角说, 但米家勒靠的却是 自己培养出来的势力。 什么意思? 王洛摸着下巴追问道, 黑色势力在每个国家都有, 但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理, 这应该翻不起什么风浪吧? 不不不, 你太小看米家勒这个名头了。 墨天庸继续说, 我可以无比确定地告诉你, 整个西班牙的黑色势力, 除却一些打打闹闹的小团体, 基本上都已经被米家勒家族所掌握了, 而掌握这些势力的人, 刚好就是阿洛克斯·米家勒。 王洛心中震惊无比, 不由得连连吸气。 如果真的按你这么所说, 那么我应该明白, 为什么他会和阿比盖尔争夺了。 哦? 墨天庸神色惊讶地看着王洛, 不由得问, 你倒是说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恐怕阿洛克斯和阿比盖尔的观念不同。 王洛双手撑着下巴分析道, 前者想要用黑色势力, 对家族的权力进行雷霆般的统治, 以一个蛮横又强硬的姿势成为新主人。 而后者, 对于阿比盖尔的性格而言, 我个人感觉他对于权力并不那么想要争取。 选择面对这样的情况, 要么是因为不想家所里面的人 被阿洛克斯·蛮横统治, 所以才逼不得已出手抗衡, 要么是因为想要保全自身, 不被迫害。 你这两点并不存在说服性。 墨天庸喝了一口淡茶? 如果真的按你所说, 只要阿比盖尔米加勒选择放弃争夺, 岂不是可以拿着一大笔财产逍遥自在吗? 此生不愁, 何必去找那些不必要的麻烦?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网络点点头继续当。 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两人的选择都不是自己确定的呢? 什么意思? 墨天庸很明显一愣, 皱眉问道, 难不成你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他的家人, 或者他们整个家族想要见到的? 也不可能, 毕竟西方人的内部矛盾, 有很多在我们看来莫名其妙的地方, 猜测很难准确。 网络扎了扎蛇? 回到问题本质, 如果按你所说, 那些家伙是阿洛克斯·米加勒的人, 那么他们十有八九是被人指使的吧? 我们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 自然不可能是私人恩怨导致的。 墨天庸说, 恐怕连这个家族都想得到DB-1的配方。 想要撬动他们搞清楚事情的缘由, 报一件之仇, 恐怕没有什么希望了吧, 网络眼神闪烁, 带着些许不甘。 当初在火车上受到的折磨, 让他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和恨意, 如果不能够报仇血恨的话, 难免会有点过不去。 对于谋士来说, 手底将为其做事的人称之为棋子, 墨天庸淡默一笑。 如果这些棋子失去了其作用, 也就是被吃掉的话, 那么下棋的人唯一的选择便是弃之, 明哲报身。 闻言, 王洛不由得眯起了眼, 他突然反应过来, 以墨天庸的性格, 恐怕比他更不甘, 而墨天庸的手段, 也比他多了不少, 所以王洛全然可以寄希望于他, 聪明的人从来不会认为一个人行动, 比团队合作要好, 只要保持自己的意见即可。 这件事, 就是我想让你做的事。 墨天庸深吸了口气, 对王洛说, 我要你接近阿比盖尔米加勒, 借着他的实力, 找到那几个家伙, 试探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只要你先一步拿到那个玩意儿, 就有了可以和阿洛克斯米加勒 统一层面谈判的资格了。 全部都交给我来做。 王洛听见最后一句话, 不由得瞳孔略缩, 问道, 你不怕我把事情搞砸了? 当然不怕。 墨天庸眼神闪过一丝得意, 翘起嘴角笑道, 如果你失败了, 就会死。 法医主任第二百三十九集 听着这轻描淡写的回答, 王洛似乎已经明白了墨天庸的意思了。 你这老油条, 巴不得想我把事情搞砸了是吧? 王洛嘲讽地说道, 你知道就好。 墨天庸回答道, 反正这两样对我来说, 都没有任何的威胁。 当初你在岛上可不是这样对我的, 王洛只能无奈地摇头叹气, 并没有拒绝墨天庸的提议。 正经点, 墨天庸反而说, 我这边会给你提供帮助, 但我不能够露面, 毕竟这不是自己的地盘。 你可别小看了西班牙的CCI, 虽说比不上我们的部门, 但终归胜在出了不少的人才。 我会小心的, 网络站起身子。 既然你提出了这个目的, 那么我刚好可以借用这次机会, 解决哈里斯莫尔镇的案子, 想必这也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吧? 不错, 我跟你想的一样。 墨天庸摇头说道, 你莫名其妙地接近阿比盖尔米加勒, 肯定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我不知道你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到了什么地步, 但我相信你能够成功地接近其身边。 可别小瞧我, 网络微微一笑, 站起身子转身便走。 此次谈话已经完成, 没有什么继续聊下去的必要了。 另外, 我会安排人暗中保护你的行动, 这是必须接受的行为。 墨天庸在网络转身走出门外的一瞬间, 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网络没有任何的反应, 面无表情地一步步走出了这栋大楼, 随后随意地搭乘了一辆计程车, 消失在了街头。 他心中清楚地明白, 墨天庸那最后一句话, 很明显有着两重意思, 在盯着他的同时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前者大于后者。 但他也不想去阻挠了, 毕竟这次出国的任务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像在国内应付的普通案子。 在这儿施展手脚, 需要考虑的后果太多了, 所以王洛倒是乐得让墨天庸插手一部分, 孤军奋战可不是他的想法。 既然墨天庸想要利用他, 那么他也可以反利用之, 这就是良性互利。 从场馆里出来之后, 王洛相当于恢复了自由身, 但第六感发达的他能够感受得到, 自己身处一种被包围的环境下, 虽说有所不自在, 但他也只能够学得适应了。 瓦伦西亚属于西班牙发达城市之一, 所以来来往往的人群并不少, 且脸上都是一副对生活习以为常的面无表情。 有人穿着体面的正装匆匆行走, 有人打着雨伞漫步前行。 站在这座城市中的网络, 却依旧能够感受到生活快节奏带来的后果。 不过, 好在他能够独立于这些事情外, 并且不受之影响。 对于他要执行的任务来说, 掌控情绪的好坏, 无疑是一项重要的问题。 接下来, 就是去见见老朋友了。 王洛深吸了口气, 拿出手机, 拨通了那个存在于记忆中的电话。 提示音响了很久后, 便传来了一个动听的西方成熟的女人声音, 用亲切的语气问候道, 你好, 哪位? 王洛起先愣了一下, 随后说道, 我找一下阿比盖尔米加勒先生。 请稍等。 电话那头的女生说罢之后, 便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过了一分钟左右, 王洛的手机便收到了回电, 他连忙接过。 哦, 我亲爱的洛, 你怎么有机会联系我了? 阿比盖尔米加勒熟悉的声调, 传入耳中, 带着些许的激动, 说道。 我现在在西班牙的网伦西亚, 有空吗? 咱们出来喝一杯。 王洛笑嘻嘻地, 对着电话那头说道。 天哪! 阿比盖尔米加勒传来了一声惊呼, 但他又很快地无奈叹了口气, 说。 虽然我很想马上跟你见面, 但我家族这里有事情要处理, 一时半会儿抽不开身, 非常抱歉。 哦, 很忙的事情吗? 王洛犹豫了一下, 最终决定试探地问道。 那, 我去你那儿见你如何? 这, 看来你是很想见我。 阿比盖尔米加勒是聪明人, 听出了王洛话里的意思, 但也没有拒绝, 而是说道。 但我需要你等待几天的时间, 我会安排一下秘书, 在瓦伦西亚的工作, 到时候我找借口过来抽查一下, 顺便见一见你。 没有问题, 王洛心中松了口气, 嘴上谢说。 那就让我们一同期待那一天吧。 挂了电话之后, 王洛便随意地找了一家西尔顿酒店住了下来, 并且将自己的地址发给了阿比盖尔米加勒。 而当他进入酒店房间之后, 那种被暗中盯着的感觉消失了, 想必这也是莫天庸的安排, 多半是不想让王洛感到反感。 几天之后, 阿比盖尔米加勒来到了酒店的房间里面, 与王洛进行了会面。 他穿着一身名贵的正装, 脸上戴着疲倦的神色, 但见到王洛的时候, 还是露出了大方的微笑, 并且主动提出带王洛去附近的酒吧里面, 缓解缓解压力。 王洛不是傻子, 自然看得出来阿比盖尔米加勒的精神状态, 再加上莫天庸的所说, 能够猜测得出来他疲于应对家族中的麻烦。 所以, 王洛便十分干脆地答应了, 正好借此接近接近彼此的内心。 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不分国界, 酒桌上就是最好的证明。 摩里斯基酒吧, 在瓦伦西城中心, 是这儿最繁华地段的酒吧, 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气氛, 各种各样的人, 这儿不分男女, 没有种族歧视。 有前来消遣娱乐的男人, 退去了一天的疲惫身子, 拿着酒瓶释放了自己的疯狂。 有穿着性感暴露的西方美女, 她们在一个个男人面前游荡, 抛出暧昧的眼神, 舞动性感的身姿, 泛红的脸庞多了一丝诱惑。 昏黄的彩色灯光照耀着这些人的面庞, 毫无疑问照出了最原始的渴望。 好在酒吧够大, 有着一层一层的透明包间, 可以十分方便地 看清大厅里面的景象的同时, 不受嘈杂的困扰。 所幸, 王洛和阿比盖尔米加勒 都需要安静的环境, 来让自己的心情镇定下来。 释放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只是相对于其他的环境, 这儿比较吸引双方。 点完了几瓶几瓶XO之后, 阿比盖尔便将自己那名贵的外套 脱下来扔在了一旁, 并且主动为王洛倒上了烈酒。 点这么多瓶上乘的白兰地, 不怕喝醉地走不回去啊。 网络表示谢意后笑问道, 这哪算事儿, 我陪那些家族里面的人喝酒, 可都是比这海珍贵, 还要烈的酒。 阿比盖尔苦笑着大喝了一口, 入喉后脸不红心不跳地说, 但在那些地方, 我总感觉有一种约束在里头, 处处都要遵循这礼节, 旧社会残留下来的贵族礼仪, 虽然让人讨厌, 但总有一群拥护者。 这么说, 你想取缔这种风险? 网络一愣, 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但这可是流传下来的习性, 就和我们华夏五千年留下来的繁荣礼节一样, 想要更改不太简单吧? 事实上, 像现在的发达社会, 很多人都能够从互联网上了解到所谓的人权, 而他们也同样知道, 言论自由是一件多好的事情。 阿比盖尔米加勒露出了一个上位者的笑容, 说, 唯独那些顽固的老一辈人们无法接受, 所以, 只要取缔了这些人, 那些拥护者, 那么改革换代, 只是时间问题。 你的格局很大, 请容许我感叹。 网络深吸了口气, 对阿比盖尔米加勒的想法产生了震惊。 这不是他第一次对阿比盖尔的想法产生敬佩, 他能够肯定, 也只有在米加勒这种庞大家族里面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他, 才会做如此想。 但, 事情总不是那么如人所愿的。 阿比盖尔米加勒叹了口气, 说, 在我想要实施这些的时候, 却还是小看了那些人的本事, 接连受到阻拦, 已经出现了想要放弃的想法了。 哦, 当王洛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中没来由地激动了起来。 这是他非常乐意见到的场面, 因为阿比盖尔米加勒主动对他提起来遇见麻烦的事情, 只要仔细一想, 就能够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想要寻求王洛的帮助。 不难听出来, 阿比盖尔米加勒特意强调麻烦让他产生放弃的想法, 实际上是想让王洛听起来十分的困难, 然后让其考虑清楚。 所以, 王洛在其话落之后, 已经在短短几秒内将想要表达的意思分析了出来。 我非常乐意做你的听众, 毕竟咱们可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是吧? 王洛主动开口说道, 是以阿比盖尔放松下来, 同时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刚开始, 阿比盖尔米加勒还有些许愁容, 但几杯烈酒下毒之后, 脸色红彤彤的他, 已经开始与王洛勾肩搭背, 诉说了起来。 若是放在米加勒家族的族人眼里, 阿比盖尔的这副状态恐怕会被老一辈的人所批评。 毕竟从身份上来说, 他可以算作一个贵族的王子, 可如今在这种混乱的酒吧里面畅饮, 与其身份多少有些不符。 喝酒的过程中, 阿比盖尔米加勒向王洛叙述了一些 听起来十分复杂的关系, 但王洛能够轻易地总结出来, 阿洛克斯米加勒成为了他想要实现自己目的的 最大绊脚石。 为何? 因为两人的目的都十分不一致。 如同莫天庸所讲的, 阿洛克斯与阿比盖尔虽然带有血缘关系, 但两人早已没有任何的感情, 互相伤害的事情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了。 而王洛又从阿比盖尔的嘴里听来, 他面对阿洛克斯的进攻时, 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对抗或者还手过, 只是利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保护。 这并不是以尽为退, 而是阿比盖尔心中的良心告诉他, 让他始终无法对自己的亲人下手。 即便那个面色冷漠的父亲让他必须反抗, 但他也依旧没有遵从。 所以这也导致, 他的父亲将一部分的支援放在了阿洛克斯的身上。 作为倾斜, 导致阿比盖尔的计划迟迟受到阻拦, 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但并不仅仅这么一点麻烦。 更加让他头大的是, 阿洛克斯在知道了他的想法之后, 直接下令做出了与其相反的决定, 用狠利手段统治家族。 这种手段说来并不稀奇, 可以参考其他列国的黑手党。 这些黑手党也可以称作是一个繁衍出来的家族体系, 但他们有着严格的规定, 动不动便会出现人命, 杀光全家也不是没有可能。 正是因为这种雷霆般让人无法抗衡的规矩出来, 导致想要反抗或者有异心的人很少, 因为他们都想保命。 这也是让黑手党多年以来逐渐庞大的原因, 因为每一个人都忠心于头头, 那么发展迅速也不是不可能。 而同样属于米加勒家族长子的阿洛克斯, 正是想到了这一点, 才做出了决定。 但他没有考虑清楚, 家族里面的一些人, 其实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规定。 他们自由惯了, 只要履行自己在家族里面的任务就好。 结果突然有一天, 高层的人告诉他们, 如果不按照要求来做好, 做全的话, 那么自己的家人就会一夜间人间蒸发, 这活儿干还是不干。 所以这也就导致一部分保持中立的人, 将矛头指向了阿洛克斯, 直接站在了阿比盖尔的阵营之中, 共同对抗。 虽说这样的确帮阿比盖尔挡住了一些风浪, 但两人的父亲依旧是家族里面最具权威性的人, 他的帮助直接让阿比盖尔长期处于下风。 久而久之, 阿比盖尔就产生了想要放弃的想法, 但能够坚持到现在, 已经证明了他心中留下来的不甘有多么大。 我对你的遭遇感到难过, 王洛脸色也有些微红, 他捏着手中的酒杯拍了拍阿比盖尔的背, 说, 虽然我无法体谅你, 但我能够感受得出来, 在这种环境下呆着的压力, 非常抱歉我的朋友。 事实上, 我这次特意赶来见你, 就是想麻烦你一件事情。 阿比盖尔借着酒劲大咧咧地开口, 眼中闪过睿智, 对王洛认真地说道, 请一定答应帮我, 这将关乎到我的未来。 法医主任第二百三十九集 王洛文言心中不由得颤抖了起来, 他强行让自己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十分好奇地问道, 哦, 我的朋友, 你但说无妨, 我绝对会尽全力帮助。 阿比盖尔米加勒文言之后, 十分感谢地点了点头, 眼眶中有一丝感动, 他说, 我想让你来做我的助手, 帮我出谋划策, 用你们华夏的话说就是, 军师, 你来当我的军师可以吗? 西方人说话的方式十分的直白, 阿比盖尔米加勒并没有绕弯子的意思, 他相信王洛这个聪明人 能够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他唯一拿捏不准的是, 王洛是否轻易地能够答应他。 王洛文言, 脸上闪过一丝无奈的表情, 故意露给阿比盖尔米加勒看, 于是, 哀哀地叹了口气, 说, 可我现在并不是自由身, 我在为我的国家工作, 而且被任务拖得抽不开身了。 什么? 什么任务? 阿比盖尔米加勒的神情明显愣了一下, 酒后的他显得有些失态, 不由得连忙追问道, 为什么你们国家的人会派你来西班牙执行任务? 这可是国家机密, 我不能够乱说, 否则会上法庭的。 王洛卖了个关子, 继续叹气说道。 更让人气愤的是, 我的上级只派了我一个人去执行, 并没有调遣任何的支援给我, 所以导致我孤零零一个人, 也没有可以求助的人。 话都说到这里了, 就算阿比盖尔再傻, 也能够听得出来王洛话中的意思了。 于是, 他大笑了几声, 将整个酒瓶里剩下的几口酒灌入了胃里, 豪气大方地对王洛说, 我亲爱的洛, 果然是上帝给我们的缘分, 既然我们两个都有需要, 不如互相满足一下, 你说呢? 王洛看着他那渴望般的眼神, 身子不由地打了个机灵, 双手护住自己说,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哦, 你想到哪里去了? 阿比盖尔米加勒的笑声充斥了整个宝祥。 随后, 他便在王洛的目光之下, 醉醺醺醺地躺在沙发上, 不省人事, 没有了半点动静。 见到这一幕的王洛只能够挨挨地叹了口气, 将其扛在身上, 走出了酒吧。 以王洛刚恢复没有多久的体格, 背上一个西方男子还是有些困难的。 好不容易将其带到了门口, 王洛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额头上满是冷汗。 他的腿上传来一种抽搐般的疼痛, 只好靠在一旁的墙壁上, 缓缓将阿比盖尔架在自己的身上, 让其能够勉强依托战力。 正当王洛的疼痛减轻了一些, 缓缓抬头想要打一辆机程车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面前不知何时站了一个戴着鸭舌帽, 身穿长款风衣的高大男子。 此时, 这个男子手中拿着一张报纸, 低着头俯视王洛和阿比盖尔。 王洛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他所在的地方正好没有灯光, 无法看清此人的面孔, 但很快他便反应了过来, 他能够感受到此人周身都在散发杀气。 王洛身子猛地叹气, 直接一个转身往鸭舌帽男子的身上扑了过去, 紧接着就是一道十分奇怪的枪响声, 如果仔细聆听, 像极了装上消音器的手枪, 而枪声的来源正好就是王洛的身下。 一道血线飙舌而出, 鸭舌帽男子似乎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变故, 子弹穿透了他手中的报纸, 没有任何硝烟冒出。 而万幸的是, 这颗子弹没有打进王洛的肉体里, 而是从其腰间侧面射了出去, 直接让王洛逃过了一劫。 不得不说, 这是王洛身体带来的优势, 阿比盖尔和他的身形不一致, 所以鸭舌帽男子枪口对准的目标正是阿比盖尔, 而王洛又瘦小得多。 鸭舌帽男子隐藏在黑暗之下的面孔, 十分明显地抽搐了一下, 他冷笑了一声, 直接推开了王洛, 同时狠狠地踩住了王洛的头颅, 迅速地将手中的报纸扔掉, 枪口重新对准已经最晕了的阿比盖尔米加勒的胸口。 子弹带着破空声划过王洛的眼前, 随后一道身体怦然倒地, 抽搐了两下之后, 没有了任何反应。 王洛通空猛地一缩, 可当他看见自己身旁躺着的尸体之后, 躁动不安的心瞬间平息了下来。 鸭舌帽男子的头颅已经被脑浆和血液混合物所变, 肢体没有了任何的反应。 那一粒子弹, 赶在这家伙抠动扳机之前射穿了他的头颅。 能够有这种反应力的人, 恐怕是一个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所作所为。 王洛环顾地抬头看了一圈周围, 最终在西南方向的一个楼层顶上, 看见了一道反光的墨镜。 这儿刚好可以清晰地看见整个酒吧门口的现状。 那上头有一个黑影一动不动, 恐怕很早就已经隐藏在这儿了。 王洛敏锐的第六感, 依旧能够感觉得到上头传来一股肃杀般的压力。 恐怕那家伙根本没有将王洛当成友军, 枪口多半已经瞄准了王洛的额头。 王洛苦笑了笑, 随后低头看向自己腰间的伤口, 那儿仅仅只是连带着衣服破了个口子, 还好算不上什么大伤, 他也就没有处理。 紧接着, 脱险的王洛心中安心了几分, 他将一旁的阿比盖尔米加勒再次扛了起来, 转头朝着另外一条街走去。 临走之前, 他伸出手, 对着西南方比了个国际通用的OK手势, 消失在了街头。 他不选择停留在这儿, 是因为那具尸体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人发现, 到时候免不了一顿麻烦。 虽然他知道, 米加勒家族肯定会派人处理, 但恐怕会耽误不少的时间。 将阿比盖尔抬上计程车之后, 王洛心想, 这回可以轻松地休息一会儿了。 去哪儿? 司机开口问道, 王洛一愣, 随后猛地看向整个车内。 这根本不是正规的计程车, 只是经过改造的私家车。 王洛这才反应过来, 先前上车的时候, 总有一种左右脚步齐平的感觉, 正常的计程车, 车门与地面的距离, 比起其他私家车是较矮的, 这是为了方便一些腿脚不利索的乘客。 而王洛又在西班牙待过不少的时间, 自然而然就知道, 这儿的计程车规定森严, 不可能存在随便改装涂装的可能。 这让他刚刚平静下来的心不由得颤抖了起来。 他僵硬着脸, 看了看窗外, 现在的速度还不是特别快, 因为前方正好快要跳到红灯了, 他完全可以拉开车门, 直接跳下去, 这样就有了逃跑的机会。 可在他身旁的阿比盖尔米加勒, 就没有了生还的可能, 因为这些家伙压根就不是为了王洛而来。 一时间, 王洛竟然不知该如何抉择。 可就在王洛犹豫的时候, 前方驾驶坐舍的司机突然开口说话了, 连控制情绪都不会。 你的反应我透过后视定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下次遇见了高手, 你恐怕无法隐藏自己。 一道嘶哑的声音, 伴随着浓厚的本地口音, 传入了王洛的耳朵里。 虽说本地口音非常地明显, 但这华夏的文字却清晰易懂。 王洛起初还没有听明白, 但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以这种口吻跟他说话的人, 恐怕只有那家伙了。 你, 很闲啊。 王洛悬着的心渐渐放下, 十分无奈地质问他。 计程车停在了红绿灯路口, 前方驾驶座上的男子头也没回地说道, 放心, 他一时半会儿起不来, 酒里被我放了点镇定计。 你这样搞事, 不怕被人发现? 网络文言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说, 而且, 刚才发生的事情。 放心, 我都看到了。 司机继续说, 我不是怕你喝不过它吗? 然后被灌醉了套话, 可就麻烦了。 王洛听后, 只好撇嘴, 从自己的衣物, 掏出了一盒黑色的药片, 扔在副驾驶上。 这东西帮我抵消了不少, 这点小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赶紧把我送到地方去, 免得中途被人跟踪, 我现在感觉哪儿都不安全。 你们受伤吧。 司机沉默了一下, 最后问他。 王洛点头嗡了一声, 紧接着, 司机便没了话语, 直接将车开到了酒店门口, 并且十分贴心地 帮助王洛将昏睡过去的 阿比盖尔米加勒 送进了房间。 第二日清晨, 阿比盖尔米加勒的酒劲褪去, 缓缓地清醒过来。 他伸了个懒腰, 看向躺在一旁沙发上睡去的王洛, 将其叫了起来。 王洛本就是浅睡眠的人, 一下子便惊醒, 在见到阿比盖尔米加勒 醒了之后, 便松了口气。 还好吧, 非常感谢你, 我的朋友, 想必是你在这儿照看了我一晚上吧。 阿比盖尔打了个哈欠问道, 当然, 你昨晚喝醉之后, 可什么都不记得了。 王洛民嘴一笑, 并不打算隐瞒昨晚的事情, 说, 甚至于后来遇见的麻烦, 同样如此。 什么? 遇见了什么麻烦? 阿比盖尔瞬间清醒, 眸子瞪大, 双手抓住王洛的双肩, 追问道。 于是, 王洛与其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并没有隐瞒自己为其挡枪的事情, 因为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 说不定还可以利用一番。 而且, 当时那种情况只是他下意识的反应, 甚至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阿比盖尔在听了王洛的叙述之后, 不由得声泪俱下, 感性的他甚至对王洛深深鞠了一躬, 丝毫没有豪足王子的架子, 更是感叹道, 还好我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叔叔主动给我安排了保镖保护我, 不然的话, 就见不到今天的太阳了。 咱们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好了, 这里待着应该安全, 王洛想了想说道。 阿比盖尔点了点头, 有些欲言又止, 仔细想了想对王洛问, 那么, 我们昨晚说的事情, 是否能够作数? 在我们华夏, 有一句话叫做酒后鼠乱言, 意思是喝了酒之后说的事情, 都不能够算数。 王洛微微一笑说, 阿比盖尔听了此话之后, 正想露出失望的表情, 王洛却再次打断了他。 不过, 还有一句话, 叫做, 君子一言, 驻马难追, 王洛笑眯眯地说, 既然我答应了你这个好朋友的事情, 当然不会反悔。 太好了, 阿比盖尔欢呼了一声, 随后给王洛来了个礼貌的拥抱, 有了你的相助, 我相信能够应对许多麻烦的事情。 这么说, 我变成你的工具了? 王洛哈哈道, 当然不是。 阿比盖尔义正言辞地摇头, 你是我的好朋友, 好兄弟, 如果帮我完成了我的理想, 我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你觉得我是那种虚伪的人吗? 王洛拍了拍阿比盖尔的肩膀, 怎么说, 咱们两个也算有了过命的交情, 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还需要让你帮我一个忙, 有没有兴趣听我讲一下? 当然, 非常乐意。 阿比盖尔主动点头, 随后说道, 等我先打个电话, 让前台准备一点食物送上来, 我们边吃边谈吧。 经过了大半天的谈论之后, 网络与阿比盖尔说明了整体情况。 两人除了商量对策, 阿比盖尔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调查出了哈里斯莫尔镇, 霍华德先生的底子。 这么说, 这个老家伙以前是多教派人士, 而且背叛了多个信仰, 是一个到处行骗的老油条。 网络在听了墨天庸的叙述之后, 惊讶地说道, 所谓的多教派人士, 即使到处加入各种教会, 是一种极其不尊重信仰的行为, 会被各个教派的人所唾弃, 也代表了这个人没有诚信, 但是这应该代表不了什么吧? 顶多证明这个人没有信仰。 网络再次问道, 不不不, 你可知道他做这些都是为了什么? 阿比盖尔笑着说, 在我们家族里面, 有一种特别的创业方式, 通过接触各个教派的信仰理论, 然后综合在一起, 成立一个新的教派, 这样做的结果, 就是能够吸引到大量的异教徒, 原理是利用其他教派的理论来完善某个教派, 从而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异教, 进而利用这些吸引了的异教徒, 来完成自己想要的事情。 什么? 还有这种方式? 王洛文言不由得张大了嘴巴, 但很快他便反应过来, 眼中有着不少的震惊。 如果真的按照你所说, 那霍华德岂不是……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确定, 阿比盖尔无奈地说, 需要时间来调查, 只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 他不是我这一派的人, 而且我所说的这种创业方式, 也未曾被我所接受。 如果真的调查出了点什么的话, 我希望你有心理准备, 可能会遇上一些麻烦。 法医主任第241集 懂了, 王洛微微点头, 如果他真的是你那边的人, 岂不是又省了一番心思? 那就先这样, 我还需要回到家族里面着手一些事物。 阿比盖尔从沙发上站起来, 关于你提出的问题, 我会在回去之后, 派人过来协助你, 以暴力手段,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没问题, 不过我需要他们听从我的意思, 毕竟我还有一些疑点没有搞清楚, 王洛笑了笑, 点头说道, 在解决麻烦的时候, 暴力手段不失为一种特别的方式, 但因此带来的后果也不容小觑, 所以王洛决定两相组合, 至少在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 进行雷霆般的解决。 没有问题, 在西班牙这个地方, 就算你动手杀了人, 我一样可以让你安然无恙。 阿比盖尔面色严肃地说, 但很快, 他又想起了王洛的身份, 连忙解释道, 这并不代表我会包庇所有的犯罪, 但至少我能够让你面对正义, 而不是暗中被人操控陷害。 王洛文言面带感谢地点头, 我是什么样的伟人, 你还不清楚吗? 那么, 我就先离开了, 亲爱的洛。 阿比盖尔迅速换好了衣物, 对王洛道了赛线。 起先王洛多少还有点担心他的人身安全, 可当他一转身, 房间的门便被敲响。 王洛好奇地往外看了一眼, 那儿站着几名身穿黑衣的壮硕男子, 雷地风行地带着阿比盖尔离开了。 看来, 只要不是特别的场合, 阿比盖尔都不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休息了一两天之后, 王洛便收到了阿比盖尔 从其家族传来的消息, 给予王洛派遣的人员已经到达了瓦伦西亚。 王洛正想向其询问会面地点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房门被人敲响了。 他连忙穿好了身上的衣物, 开门便看见一个一米九左右的黑人壮钉取下墨镜, 看着他露出了一口白牙。 这黑人男子一头的脏辫, 脖子和手臂上纹着一些部落的刺青, 看起来颇有一种街头嘻哈的情调。 不过, 凭借王洛阅人无数的眼神, 能够轻易地看出来此人身上的气势。 虽说此男子在王洛的面前隐藏了不少, 甚至还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但其手足之间的习惯是无法改变的。 首先判断的是五官, 此人肯定不是特别爱笑的人, 因为其笑容僵硬, 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太协调的感觉。 其次是身形动作, 举手投足之间带着一种凌厉的威势。 同时, 双脚站立的姿势颇为稳健, 恐怕多少有着军人的精力。 可这一头十分潮流的脏辫, 总让王洛有些奇怪的意味。 嘿, 来自花下的洛王。 黑人男子开口, 笑眯眯地说道, 并且伸出了右手。 我叫艾伦, 米加勒王子的手下。 王洛微微点头, 与其握了握手。 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 不不不, 先生, 我想我们的朋友们, 已经在哈利斯莫尔镇等你许久了。 艾伦笑了笑, 对王洛说道, 我这次来, 只是为了请你过去, 车辆已经准备好了。 王洛有些惊讶, 阿比盖尔安排的速度, 心中略有感动, 与艾伦表示, 自己需要换一身衣物之后, 便将门关上了。 紧接着, 心中有了防备的他, 给墨天庸发了一条短信, 内容为, 他将要去哈利斯莫尔镇搞定事情, 让他最好跟着, 以免出现麻烦。 尽管他明白, 墨天庸能够随时掌握他的动向, 当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决定让自己更加地谨慎起来。 走出酒店, 楼下停放着一辆 十分壮硕的越野SUV, 倒是颇为符合艾伦的体型。 两人一路无话, 由艾伦开车, 来到了哈利斯莫尔镇。 但他们并没有及时进入镇子, 而是将车停在了距离 哈利斯莫尔镇不远处的 某个商业街上。 根据王洛的回忆, 这条商业街, 是霍华德出资所建设的区域, 所以这儿所销售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按照霍华德一人所界定的, 而他肯定是收益最多的人。 现在我的人都带着这些商铺的整顿合约, 在和他们谈论事宜。 在两个小时之后, 这些商业街的所有店铺都会关闭, 成为一条空荡荡的死区域。 艾伦靠在自己车前, 点燃了口袋里面的一根雪茄, 对网络说道, 米加勒王子调查的结果, 是这些商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利润, 因为他们所有的货源都是花钱从霍华德那儿取得的, 然后霍华德又派人去收购回来, 借此循环, 最终钱都进了他的口袋, 而这些商家还不明所以, 对霍华德抱有感激之心。 做出这种事情, 已经能够被抓起来了吧? 网络惊讶地问道, 虽说他对于商业上的事情接触不多, 但听到这种运营方式, 心中不免感到了疑惑。 按理来说, 霍华德这样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顶多是维持了双方的稳定而已。 可转念一下, 如果霍华德有其他网络不清楚的赚钱方式呢? 网络开始意识到, 凭借着自己的个人意识, 很难解决掉一些更大的麻烦。 单单从情报方面来讲, 这绝对已经超过了行侦领域的范畴, 多数是往更大的社会层面前进。 这个镇子是属于米加勒家族旗下, 而这里的警局同样属于米加勒家族所管辖, 只不过不属于阿比盖尔王子而已。 艾伦迟疑了一下, 吐出了一口白烟, 对王洛解释道, 我想我说的你能够明白吗? 王洛微微点头, 但是心中依旧有一些感到不可思议。 既然事情真的是这样, 那么也就太过巧合了吧。 霍华德正好就是阿洛克斯那一方的人, 而王洛又无巧不巧地来到了哈里斯莫尔镇, 如果这真的是巧合也还好, 可如果冥冥之中有人安排的话。 不过也容不得王洛多想, 毕竟刚开始看来一切都十分的正常, 没有过多引起他本人的怀疑。 如果真的有人操控的话, 那么他自信凭借自己的防备, 应该多少能够察觉出来一些。 所以, 只要你们的人不动霍华德, 他就会一直在这个镇子里, 当着自己的土皇帝。 王洛笑了笑, 什么是土皇帝? 艾伦不解地问。 就是相当于, 一个小土地教父的概念吧。 王洛思量了一会儿解释道。 原来如此。 艾伦脸上闪过一丝不屑。 你太小看这里了, 教父那种人物, 不是想成为就能够成为的。 单单从那个叫霍华德的老头的头脑来看, 顶多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杂交动物而已。 王洛文言, 心中不由得撇了撇嘴。 这比喻听起来, 像是根本没有将霍华德放在眼里。 能否告诉我, 这家伙在利用什么赚钱吗? 王洛紧接着追问道。 从他在哈里斯莫尔镇调查的结论来看, 霍华德很有可能涉及了多起的杀人案件。 如果这些案件都跟他有关的话, 那么只要找到其动机, 进而破解, 似乎并不难。 王洛的思路是这样, 但现实总归有一些出入。 这倒没有调查出来, 霍华德近几年对家族的贡献鬼鬼居居, 只是一个外围人员而已, 不适合摆到台面上来, 上层的人对这些并不在意。 艾伦摇了摇头, 说道。 弥加勒王子也让我告诉你, 这只能够等你自行调查, 我会配合你的行动。 行, 没有问题。 王洛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少抗拒的心思。 他倒是想亲力亲为, 一点点剖析案件中的细节, 这才是吸引他的地方。 接下来, 就请等待一会儿, 这儿的事情处理完成吧。 艾伦紧接着说道。 王洛想了想, 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你们这样做, 不会引起霍华德的反抗吗? 如果他上报到你们所谓的上层的话? 弥加勒王子说了, 只要你能够找出给霍华德定罪的证据, 那么扳倒他, 这是眨眨眼的事情。 至于反抗啊。 艾伦则是冷笑一声, 拍了拍自己的腰间。 你觉得呢? 王洛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明显看见, 艾伦身旁有一把突出的物品, 恐怕正是代表着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 不过很快, 他便想了个清楚, 他所负责的事情只有一项, 就是找出事情的证据, 从而得到真相, 其他的就与他无关了。 随后, 艾伦示意, 王洛先暂时在车内等候, 他需要去办一点事情。 王洛微微点头, 见艾伦走进了不远处的一家店铺, 信中猜测, 他可能是去验收成果了。 他四处望了望, 那些个店铺里面, 基本上都有穿着西装, 高矮不一的黑人, 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手中拿着文件袋, 与店主谈论的同时还比划着什么,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暴力的行为。 这种做法不由得让王洛心中对阿比盖尔尊敬了几分, 他自然清楚, 以阿比盖尔的背景, 能够轻易地让这件事情结束。 毕竟从艾伦口中所听, 霍华德最多只是一个外卫成员罢了, 费不了多少功夫就能够解决掉。 但阿比盖尔并没有忽略霍华德背后的关系, 他十分谨慎地选择了从正义的角度来对待。 这样做有两种好处。 第一种, 如果有人想要保住霍华德的话, 那么阿比盖尔就可以替家族清理门户的理由, 将霍华德宣布死刑。 第二种, 只要他站在了正义的角度, 那么反对的人绝对要比支持的人少得多。 这样他在无形之中占据了有理有据的那方, 那么就算会遇见博弈, 他的胜算也是最大的。 这是一个合格的谋略家才能做出来的安排, 不会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不会草率地处理任何问题。 同时, 这也是一个顾大局之人。 不得不说, 阿比盖尔恐怕已经隐隐有一种合格的领导人的气势, 单单从这一手段来讲, 已经可以称为百密而无一书了。 过了将近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艾伦已经将整个商业街的店铺都走了个遍, 而他每每从一个店铺走出来, 身后都会跟着穿西装的人。 直到最后, 所有带着档案带的黑人们都走在了艾伦身后, 整齐地来到了网络的面前。 这些人面无表情, 但动作却十分地整齐, 目光直视前方, 没有人胡乱打量。 这是米加勒王子的好朋友, 你们可以称呼他为洛先生。 艾伦头也不回地介绍道。 话音刚落, 艾伦身后的黑人们都露出了十分和善的机械话般的微笑, 竟看得王洛心中有些悚然, 并没有感到有多少打招呼的意思。 看来这些人多半也被戴着上层所强行安上的面具了, 变成了其他人想要的样子活着。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王洛回忆笑意, 便转头对艾伦说道。 艾伦想了想, 随后说, 你看看周围的商铺。 王洛这才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之后, 在原地转了一圈, 却发现这些店铺基本上已经关闭了店门, 有的店铺还被贴上了白色的封条。 但令王洛惊讶的是, 在某些店铺外头, 还有着一些看起来像是店老板的人, 一脸颓丧和不解地叫嚣着什么。 王洛能够隐隐约约地听见回音, 像是在说, 你们不能这样, 这是霍华德先生的一盘之类的话语。 这些都是霍华德的教徒, 他们互拥着自己的信仰,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残害了。 艾伦不由得冷讽道。 那么,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王洛扎了扎舌, 好奇地问道。 不出所料, 艾伦则是冷笑了一声。 米加勒王子并没有嘱咐我该怎么做, 所以我就只好用自己的办法了。 说吧, 他便掏出了腰里的手枪, 随后在王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直接指天, 抠动了扳机。 猛然的一声枪响, 几乎将整条商业街的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而那些叫嚣着冤屈的店铺老板们也都纷纷停下了口, 看向艾伦这儿一堆黑人的目光, 多了一份忌惮和恐惧。 原本王洛以为艾伦这一枪只是为了震慑住那些人,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艾伦开完枪之后, 那一排站在自己面前的黑人们竟都退下了外衣, 露出了里面的深色背心, 以及粗壮无比的肌肉。 而在这些人身上, 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纹身, 像极了电影中的那些黑帮子弟, 除了脸上缺少了点凶神恶煞之外, 完全没有了先前那股文质彬彬的模样。 这种变化不由得让王洛心中惊讶至极, 他还没有发问, 艾伦便打了个响指。 只见这些人也纷纷从自己身上 掏出一把把的黑色手枪, 脸上献出些许凶煞之气, 少了文质彬彬, 像极了洛杉矶街头的混混。 加上其一身裸露的肌肉, 竟然让王洛感觉到了些许压力。 这种压力并不是来自于每个人的眼神, 而是这些人脸上的决然, 像是刑场上对犯人进行审判的刽子手一样, 没有丝毫的情绪和犹豫。 你能够十分清楚地从他们的脸上读到一种感觉, 他们的眼里只有暴力和屠戮。 而善于观察的王洛自然能够一眼看出, 这些人绝对加以训练过, 恐怕在阿比盖尔身边有着不小的地位, 如若派出一些虾兵蟹将, 是很难有这种凝聚性和情绪掌控力的。 法医主任第242集 不难想象, 这回阿比盖尔是下了决心, 想要王洛搞定此事。 至于他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药, 王洛无法猜测。 这是要…… 王洛忍不住开口对艾伦问道。 艾伦并没有回答王洛, 而是对面前的黑人们摆了摆手, 后者便迅速地冲了出去, 朝着街头那些不知道再谩骂什么的店家行去。 王洛想要阻止什么, 但终归还是克制了下来。 毕竟他知道, 先前那些没有退下西装的黑人们, 肯定已经好说歹说地与店老板们商量该如何解决问题。 可那些人依旧顽固不化, 认为这儿是霍华德的地盘。 那么, 用软的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用硬的来。 紧接着, 王洛便看见这群黑人们, 一个个用枪将那些普通民众逼在了一起, 让其抱头蹲下, 刻然一副抢劫的模样。 不过这种暴力行径倒是特别的管用, 那些个跳脱的商家也都乖乖地不再大喊大叫, 更聪明的则是靠在墙角低头一言不发。 可偏偏就有那么一两个人, 自以为在面对凶恶的时候能够克服恐惧, 所以依旧不管不顾, 赫然一副舍己为人的模样, 静止地撞在了黑人们手中拿着的枪口上。 出乎网络意料的是, 那面无表情的黑人, 竟是直接扣下了手中手枪的扳机, 不带任何的情感。 随着一声声枪响, 两名店铺老板应声倒地, 枪口冒着白烟, 血液洒在马路上, 周围的环境一片静寂。 网络张大了嘴巴, 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群家伙是会如此的暴力, 不管不顾地对普通民众下手, 甚至连里一旁的领头艾伦 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没有任何阻止的动作。 网络有些难以承受, 他十分不解地转头, 看着艾伦问, 你就任由他们这样, 虽然我知道什么叫杀鸡进猴, 但我想, 你们没必要直接开枪杀人吧, 哪怕这地方法律并不解决, 但肆意毁掉一条生命, 是不是太过残暴了一点? 亲爱的洛先生, 艾伦扯了这嘴角, 我想我必须向你说明一下, 这是西班牙, 这最大的家族是米加勒家族, 而我, 一切的行动都不需要 对任何除了米加勒家族之外的人负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已经让我的手下们 对这些人进行了追问和警告, 甚至提出了米加勒家族, 可他们依旧不把这些放在眼里, 心中已经将霍华德共为了将神一般的存在, 这是对米加勒家族的亵渎, 是不容存在的。 王洛被知一通回应, 堵捉嘴, 想了想之后, 觉得并没有什么合适的话反驳, 也就没有再说话了。 的确, 这是他的问题, 即便他对于这种暴力行径十分反对, 但凭借他现在的身份, 是完全做不到任何控制的。 王小了说, 这只是一宗普通的杀人案, 凶手正是这群黑人。 王大了说, 这是为米加勒家族清理门户, 是为了米加勒家族的名声, 不受到破坏。 无论哪一种, 网络本人都没有办法提出指点, 因为这与他无关。 他意识到, 自己必须坚持自己的出发点, 只负责应对霍华德的案件。 至于其中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事情, 无论怎么样, 他胡乱接触, 只能够乱了自己的心神。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黑人正抬起枪口, 对着一名看起来像是血泊之中的店老板的孩子, 脸上闪过不耐烦, 妄图抠动扳机。 因为那名带着稚气的孩子, 正死死地抱着那名黑人的大腿, 紧咬着牙。 停下! 王洛见状, 下意识地大吼一声, 静止朝着黑人冲了过去。 他不是没心没肺的人, 即便他知道事情不可逆, 但总归想去试一试。 这声吼叫并不是没有作用, 吸引了黑人注意力的同时, 王洛也十分聪明地趁机一把强行抱走了那枪口之下的可怜小孩, 并且与其他黑人保持了安全距离。 这个举动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同时完成。 王洛松了口气, 他不但犹豫地转头阴沉地看向艾伦, 说道, 够了, 让他们把枪收起来吧, 这些人也只是傀儡而已, 成不了气口。 艾伦见王洛的动作, 心中多少有些介意, 但他想起来, 来见王洛的时候, 阿比盖尔告诫过他, 最终他只是咽了咽口水, 决定听从王洛的话, 便伸手对着一众黑人们摆了摆, 示意他们暂且收枪。 接下来, 没有我的同意, 不要开枪了。 王洛将手中抱着的孩子平放在了地上, 随后十分认真严肃地说道, 我相信, 阿比盖尔王子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 就行你配合一下, 等我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其他的你们随便怎样, 不然的话, 到时候出了什么差错, 我或许可以在王子的内汇报一下, 这个责任就不是我来等了。 王洛这一段话一针见血, 直接说在了艾伦的心坎里, 他本人面无表情, 但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 更加清楚米加勒家族的规矩森严, 他料想到自己担不住这个责任, 便只好向王洛妥协。 我明白了, 洛先生。 于是, 这儿的事情就这样在王洛的强烈要求之下, 平息了下来。 艾伦很快便打电话, 叫了几辆货车, 以及挖掘机到来, 将这整条商业街都铲平了。 而那些可怜的家伙, 也都在王洛的建议之下, 用车送进了瓦伦西亚最大的教堂, 实行短暂的洗礼。 至于到底该如何洗礼, 这就不是王洛应该管的事情了, 只是他特意要求过, 不能够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 一条算不上特别繁华的商业街, 就这样被艾伦带人推平, 沙尘在街头乱飞, 几乎闻不到什么新鲜空气。 艾伦便开车, 将王洛带到了距离商业街不太远的一条田园道上, 这条道正是去往哈利斯莫尔镇的主干道, 路上并没有什么泥泞, 基本上铺得整整齐齐, 两边都是田园, 偶尔有一两名农场主在晃的。 这个阵子历史你知道多少? 网洛转头好奇地问道。 艾伦迟疑了一下, 微微侧目, 对网洛解释道。 在十几年以前, 米加勒家族在整个西班牙展露头角, 并且吸纳了许多外围成员, 这些外围成员被安排在了各个地方 独立发展, 并且用米加勒家族提供的资源, 然后做出一定的回报。 这种运营模式虽然有一些弊端, 但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能够收到非常大的回报。 正是因为这个不起眼的决策, 让米加勒家族有了今天的地位。 所以, 哈里斯莫尔镇变成这样, 也是因为在霍华德之前的那些外围成员的努力? 网络反问道, 没错, 与你想的一样。 艾伦点头回应, 只不过, 在霍华德这里, 他的野心超过了米加勒家族可以掌控的范围, 如果不是因为你注意到了这儿的问题, 或许米加勒家族还被瞒着, 所以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米加勒王子才派我出来。 从其话里可以听得出来, 艾伦对于自己的地位有着不小的自信。 网络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最后便听见不远处传来了车辆轰鸣的声音。 网络愣了一下, 抬头一看, 只见在这狭窄的马路上, 对面正缓缓驶来一辆小货车, 不一会儿便减速停在了艾伦的越野车前。 由于这马路并不宽敞, 加上艾伦的车型, 体型较为雄壮, 以及停的位置有些古怪, 所以需要他稍微调整一下, 给对方让出一条道来。 艾伦听到有车, 行驶过来也没有多想, 猜测可能是从哈里斯莫尔镇出来的镇民, 便坐上了主驾驶, 正准备开始发动引擎的时候, 眼神却猛地瞪大, 对着网络大吼道, 躲到后面去! 网络几乎是在一瞬间做出了反应, 对于他这样聪明的人来说, 必要时刻是可以控制思考时间的, 但也许是恰巧, 他正好距离车尾只有一步之遥, 在艾伦话音落下之后, 他便已经往车尾后面扑了过去, 紧接着, 他的耳旁便传来了一道枪响, 这道枪响震耳欲聋, 伴随着子弹砸在车皮上的叮当声, 网络几乎是一瞬间辨认出来, 这种枪声是来自于一种大口径的散弹枪, 越野车的体型成功地盖住了他, 很难想象, 如果他再晚几秒的话, 这种威力无法想象的杀伤性武器打在他身上, 基本上神仙也救不回来了, 还来不及思考, 他便透过车底的缝隙, 看见那车上下来两人, 步履既轻盈又蹒跚, 基本能够看得出来年纪很大了, 但就在这时, 网络耳朵边上再次听到了两声枪响, 这两声枪响正是普通的手枪发出来的声音, 随后, 网络便眼睁睁地看见越野车前倒下了两具尸体, 甚至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 血液流了一地, 缓缓染红了轮胎的下半轮廓, 等待了几秒之后, 网络便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走到车前, 发现艾伦正将冒着白烟的手枪丢在了一旁的座椅上, 脸上满是惊讶和劫后余生的放松, 而在地上, 躺着一男一女两个看起来年近花甲的老人的尸体, 死不瞑目, 瞪大了双眼, 脑门上有着两个弹孔, 十分的显眼, 见多了血腥场面的网络并没有多少色变, 而是蹲下皱眉, 将两具尸体手中的散弹枪拿在手中把玩, 这东西可不是一般人能拿到手的, 艾伦也从车上走下来, 脸上一股阴沉, 说吧, 他便迅速地走到了前方的小货车前, 弯下身子钻了进去, 里头什么也没有, 就是两个普通的镇民, 不一会儿, 艾伦便探头对王洛说道, 他的猜测不无道理, 毕竟当这辆小货车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两人并没有多少防备, 而王洛能够幸免于难, 完全是靠着艾伦的临危不惧, 成功地把他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从刚才到现在, 仔细回想的话, 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辆车的目的正好就是艾伦的越野车, 毕竟艾伦可是清清楚楚地看见, 这两个家伙在停了车之后, 直接转头在后座上, 掏出了两把黑长的枪口, 才做出了接下来的反应, 事情有点问题, 恐怕这个镇子根本不安全, 艾伦将两具尸体拖到了一边, 扔进了稻田的沟里, 说道, 能够随时随地带着两把枪到处晃荡的人, 年纪还这么大了, 要么是因为镇子不安全, 要么是因为有人教唆鼓励他们这样做, 网络摸着架巴分析道, 他的眼神并没有从艾伦身上离开, 心中有些惊讶, 这家伙处处理尸体的熟练程度, 竟是没有半点嫌悟, 多半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 为了安全起见, 我要让我的人跟我一起进来, 艾伦提议道, 两个人进去, 如果再遇到这种随机袭击的事件, 活下来的几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你觉得呢? 听得出来, 艾伦并没有擅自做决定的意思, 网络仔细思考了一番, 最终点头同意艾伦的意见, 说道, 这样也行, 只要你们别再随便地对无辜的人动手, 就行了。 你有自保的能力吗? 艾伦迟疑了一下, 突然问道, 网络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 对于他这副弱身骨来说, 在面对强劲的危险时, 即使脑子的反应跟得上, 身体素质也跟不上。 哦。 艾伦则指了指, 网络扔在地上的两把线弹枪。 这东西归你了, 拿着防身吧, 我估计还有不少的子弹, 应该够了。 网络想了想, 没有拒绝。 虽然两把线弹枪的重量并不小, 但他还是一手一个紧紧地握住。 经历过生死的他, 对一些危机都比较淡然, 但也更加清楚, 保命是多么的重要, 何必要跟自己的命过不去呢? 清理完现场之后, 两人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在艾伦的联系之下, 等待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艾伦的手下们也渐渐赶了过来, 让网络震惊无比的是, 这些人的手上也都配备了这武器, 竟然是清一色的冲锋枪。 这么大的阵仗, 能够支持他们在这地方如此, 恐怕也只有在西班牙, 地位无法想象的米加勒家族, 才能够办到了吧。 整顿完毕之后, 所有人便一同开车, 来到了已经恢复平静的哈里斯莫尔镇, 可当他们到达此地的时候, 却发现整条街上已经空无一人, 甚至每家店的店门都紧紧地关闭了起来, 看起来毫无声息, 甚至没有任何的声音传来。 这地方就好像成为了一座死城。 法医主任第二百四十三集 这地方怎么了? 王洛下意识地对身旁的艾伦诧异地问道, 你们干了什么? 就算我们有这个想法, 但是你觉得有可能干掉整个镇子的人吗? 艾伦无奈地对王洛说道, 他环顾了四周一圈, 我看这里有蹊跷。 话音刚落, 一粒子弹便从他的耳边呼啸而过, 打在了一旁的垃圾桶上, 发出了十分清脆的叮的一声。 Fuck! 艾伦浑身的汗毛瞬间竖起, 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地选择张望, 而是直接一个驴打滚, 躲在了屋子的柱子后头, 不断喘着粗气。 而王洛在枪声到来的那一刻, 便直接趴在了一旁的花坛上, 为自己找到了安全的掩体, 并且迅速地反应过来, 将目光转移到了子弹掉落的位置。 根据迁前的枪声来判断, 估计是一把装了消音器的狙击枪, 恐怕早就已经架在某个地方, 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由于先前, 王洛的位置刚好有掩体, 而艾伦则是站在了空荡荡的路中间, 自然而然就被当成了靶子。 不过能够看得出来, 开枪那人的射击水准绝对不高, 否则的话, 不至于在一个没有任何掩体挡着, 而且站着不动的靶子下, 还不命中, 偏的角度更不是一点两点。 显然, 艾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才一副松了口气的模样, 迅速地从身上掏出手枪, 冷静了下来。 王洛手中拿着的线弹枪根本没有用处, 对于远距离目标, 基本上一粒子弹都打不中, 所以他没有战斗力, 只能够找地方躲着。 毕竟这不是在战场, 而王洛也不是什么经验丰富的军人, 难免有些无法应对。 但就在两人都冷静下来, 准备伺机而动的时候, 艾伦身旁的店门突然打开, 里头不知何时冲出来了一个老妇人, 她手中拿着一把水果刀, 距离艾伦只有半步左右, 直接出手将刀子往艾伦头上插去。 艾伦是何等人也, 她的反应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同时现在这种情况, 她的眉头紧皱, 抬起手中的枪托就挡在了自己的脑门面前, 同时弯下腰, 直接用上半身顶在了老妇人的身下。 一旁观察的王洛见到这一幕, 悬着的心便可以稍微放松,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那老妇人竟然将自己的手腕一转, 猛地一下刺进了艾伦的手背, 令艾伦惨叫了一声。 随后, 老妇人便被艾伦顶了出去, 巨大的力气让她撞在了一旁的水泥墙上, 直接昏厥了过去。 而艾伦毫无疑问没有会料到发生这种事情, 狠狠地皱着眉头, 脸色苍白了几分, 咬着牙, 将那插入了十几厘米的水果刀, 拔了出来。 好在这老妇人的力气已尽迟目, 若是再大几分的话, 整个水果刀都有可能直接穿透其手掌, 到时候这条手可能就要废了。 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击让艾伦脸色直接阴沉了下来。 他拿起手机通知了在镇子外面整装待命的手下, 让他们迅速赶来帮忙, 但要悄悄地摸进来, 不能够打草惊蛇。 这座镇子里面的人都藏了起来, 甚至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东西摸出来对自己来一逃。 若是只有王洛一人进来的话, 恐怕生还的几率等于无。 且在暗处还有一个端着狙击枪的家伙, 如果艾伦和王洛任何一个人走出去的话, 都容易被当成目标。 更何况, 他们两人现在的位置已经被人知道了, 如果不及时转移的话, 只能够等待支援的到来。 这让王洛心中有些束手无策, 又无可奈何。 他只是一个法医, 没想到会参与到这种泄斗之中, 所以缺乏实战经验。 若是情况再糟糕一点, 恐怕自保都成了问题。 不一会儿后, 艾伦的手下便四面八方聚集了过来。 他们并没有走王洛和艾伦进来的路线, 而是分成好几波, 从镇子周围的农田绕行, 看看是否有机会找出隐藏在暗中的威胁。 这已经不是王洛能够参与的麻烦了, 所以他并不打算提出自己的想法。 对于经验丰富的艾伦来说, 显然他应付这种场面, 要比王洛专业得多, 更何况他还有手下。 而王洛现在脑子里面在思考的却是, 为什么哈里斯莫尔珍在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里面变成了这个样子, 对外面的来者动用热武器? 有很多的疑点。 要么是针对他们所做出的反抗, 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是谁告诉这些人网络和艾伦要来的消息的? 要么是所有的居民都带着热武器, 见人就杀, 这种可能性不足十分之一。 他还想到了另外一种不算可能的可能, 也许这一切都是霍华德做出来的指使。 从当时他发现了霍华德的另外一面开始, 他已经有所怀疑, 加上当时被关在废弃报社地下空间的行径, 不难想象他是一个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人。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 哈里斯莫尔珍才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网络无法得知, 这让他略微有些焦头烂额。 这时, 他的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点子, 如果能够联系到庞德迈的话, 或许可以寻找到问题的根源。 如今的哈里斯莫尔镇危机重重, 很可能每个角落都隐藏着危险。 如果哈里斯莫尔镇的居民们将他们挡在了外面, 甚至不惜代价想要杀了他们, 那么身为镇子里面唯一有执法权的哈里斯莫尔镇的警局是否应该有所作为, 或许是否应该参与到其中。 王洛心中自然想到了庞德迈。 已经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期间有什么变化难以猜测, 但庞德迈总不可能忘记与王洛共事的日子吧。 而且以王洛的眼光来看庞德迈, 应该不像是会被霍华得以宗教信仰控制的人。 正好现在暂时无法找到突破口, 且要面对的危机重重, 只能够另寻捷径, 或许这正是解决麻烦的气景。 想到这儿, 王洛便有些按捺不住, 对艾伦教导, 我有个突围的办法, 找几个人跟我一起走。 艾伦很明显地迟疑了一下, 在看见王洛坚定的目光之后, 最终点头同意, 说, 我带伤, 不能跟你走, 肯定有人盯着我, 你的位置可以转移, 我会派人在镇子的路口等你, 一切保重。 到了这种危机情况, 任何的私人情绪都会影响决定, 所以艾伦并没有不相信王洛的话, 更何况, 僵持对他们来说不是最好的办法, 他手上的伤口正在流血。 我会开枪掩护你, 我数三秒, 你就开始跑, 明白。 艾伦捏紧了手中的手枪, 对王洛点点头, 嘱咐道。 王洛半蹲起了身子, 蓄势待发。 三, 二, 一, 巨大的枪响声在王洛耳边响起, 他的双脚不带任何犹豫地往镇子外面狂奔而去, 期间他不断绕着掩体前行, 而艾伦由于不知道狙击手的位置, 所以直接将弹匣里面的子弹连发射出, 用以吸引注意力, 直到所有子弹射完, 他便在心中对王洛默哀了一声。 不得不说, 王洛的意识并不差, 他再蠢也知道, 跑直线或者在空旷的地方仓促移动, 就是给狙击手最大的机会, 所以他跑跑停停, 不断调整身形, 成功地冲出了镇子的房屋群, 而自始至终都没有人对王洛开枪, 如同他猜测的那样, 端着枪的人的射击精准度并不高, 开枪多半只是徒劳。 王洛所在的位置, 距离艾伦大概有五十米左右的距离, 这儿的农田普遍地势较低, 而且视野十分地开阔, 所以躲避起来并不难。 艾伦的手下共有三人, 已经在镇子门口等候, 王洛心中自知势不宜迟, 连忙走过去将两手的线弹枪给了他们, 对他们说道, 这东西你们拿着。 那几名黑人只是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随后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冲锋枪。 王洛这才一愣, 将线弹枪扔在了一旁, 他不喜欢带着这些玩意儿, 有一种血腥的意味, 身为法医的他, 见多了死亡不可轮回的模样, 所以也多少有些抗拒。 既然有人跟他一起行动, 那么他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 为了能够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王洛直接带人绕了一个非常大的弯, 通过从农田的位置绕着, 来到哈里斯莫尔镇警局不远处, 隐蔽了下来。 他并没有急着过去, 而是打算观察一下情况。 由于他自身的记忆能力并不差, 所以对于哈里斯莫尔镇这个地方, 已经在脑海里面有了清晰的印象, 或者称之为他独特的记忆宫殿。 记忆宫殿是架构在记忆之上的方法, 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打造 专属于自己的记忆宫殿, 网络自然也不例外。 构建的方法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 比如, 你走进了一栋房子, 房子相当宽敞, 又没有大到显到空洞, 房子里的光线很充足, 但又刚好不至于全无幽暗, 所以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栋房子的四角, 各有一番光景。 在东南角有两个人, 一个高大壮硕的勇士, 手里举着一把长歌, 做事要攻击, 另一个人则握着她的手腕阻止她。 在东北角, 则是一个女人, 很像画里的西夏回族女子的打扮。 在西北角, 有一个农夫正在拿着镰刀割刀。 在西南角, 则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在戏耍。 长歌的勇士, 有人致指她, 那是五字。 东北角, 西夏回族的女子, 两个字足起来是要。 西北角, 农夫拿着镰刀, 在割刀, 那是何加刀, 利子。 西南角, 女人抱着孩子在玩耍, 那是好。 因此, 在这样一个空间里的影像, 让她记住了五, 要, 利, 好, 四个字。 再比如, 用记忆将某个地方的比例尺地图进行牢记。 东南角有一座咖啡厅, 咖啡厅的面积占小地图上不到百分之十。 西北角有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的面积是咖啡厅的三分之二。 东北角有一座学校, 学校有三栋教学楼, 两栋宿舍楼。 西南角有一个十字路口, 路口处有两个红绿灯以及两条行人过道。 那么, 当记忆里面存在了这些地方的细节之后, 宫殿便在脑海里面具有了雏形。 在这个雏形上加以想象, 套用你曾经见到的咖啡厅、图书馆、 学校、十字路口。 而当你来到实地之后, 脑海便会告诉宿主, 这地方你似曾来过, 会有莫名的熟悉之感, 同时会进行记忆联想。 记忆宫殿法是最强大的记忆技巧。 记忆宫殿法的基础是这样一项事实, 我们非常善于记住我们所知的场所。 记忆宫殿是一个暗域, 象征任何我们熟悉的, 能够轻易地想起来的地方。 它可以是你的家, 也可以是你每天上班的路线。 这个熟悉的地方将成为你储存和调取任何信息的指南, 类似于自我浅度催眠, 让该意识在大脑皮层留下较深的印象, 以达到记忆的目的。 人类的大脑实际上十分的强大, 只是没有经过足够的开发而已。 在哈里斯木尔镇警局30米开外的一片稻草地, 网络连同几名黑人一同弯腰伺机而动。 他们能够清楚地看见, 在警局旁的教堂外, 有着一排排身穿黑袍的人们, 跪拜在地上, 对着紧闭的大门一动不动。 这种场景并不是第一次见到, 他明白这是一群已经对霍华德信仰到极致的无辜人群, 但也并不值得他可怜, 因为这些人曾经在霍华德的支持之下, 想要杀死他。 前面那些人手上没有武器, 这是一条突围的路子。 王洛摸着下巴, 心中开始衡量利弊。 三名黑人身上的冲锋枪应该能够造成火力压制, 可动手就会伤及性命, 这不是王洛想要见到的结果, 会让他的心中产生愧疚。 防备之心不能少, 按照王洛的想法来看, 这些人身上十有八九都会有杀伤性武器, 毕竟这可不是儿戏, 从刚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 放松戒备将会丢掉性命。 我需要想一个万全之策来搞定这些问题。 王洛皱起了眉头, 心中对自己说道, 他按照眉举法列出了将会预见的危险。 一、教堂门口那些人带有杀伤性武器, 如果提前发现王洛四人而群起公之, 胜率不足百分之三十。 二、教堂里面是否有带着其他危险性的残党, 不得而知。 按照最坏的情况来想, 即使王洛四人突破了黑袍人的包围, 那么也没有余力解决下一波的人。 三、警局的门是关着的, 王洛不清楚里面是否有人, 他无法联系到庞德迈, 也无法确定警局里面的人是否会共同对付他。 真是个令人头大的麻烦。 王洛叹了口气, 如果不能够从这里突围出去的话, 那么艾伦那儿根本没有机会。 突然,王洛的脑子里, 冒出了一个词, 秦贼先秦王。 法医主任第244集 如果他能够带人控制霍华德的话, 是否可以利用霍华德的性命 来让这些无辜的人幡然悔悟? 王洛的记忆里面, 出现了霍华德别墅的具体路线。 他咬了咬牙, 对身后的人一挥手, 说, 走,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其他三个黑人显然受到过良好的训练, 他们并没有胡乱询问王洛什么, 也没有做出阻碍的决定, 只是听从艾伦的命令跟着王洛。 于是王洛便只好带着他们徒步来到了霍华德的别墅区外边。 这儿住着的都是有钱人, 但防守并不是特别的森严, 至少比起哈里斯莫尔镇那儿的危险程度要小。 果然, 当王洛四人静悄悄地摸到了别墅这儿的时候, 门口只有一胖一兽两名安保, 神色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防备, 甚至还带着一丝悠闲。 王洛没有怀疑, 心中大为放心, 观察了一下四周, 再确定了没有其他人员在门禁处之后, 便对身后的黑人说, 你们用最快的速度解决这两个人, 这是一个突破的好地方。 三名黑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随后掏出挂在身上的匕首, 分成三拨, 静悄悄地朝着胖兽保安摸了过去。 后一会儿, 王洛便见到三名黑人以同样的速度冲到了保安的面前, 同时将手中的匕首直接捅进了他们的心脏处, 手法无比熟练, 轻刻间致死。 更加让王洛心惊的是, 这三个黑人的配合无比熟悉, 几乎是同时出手, 两名保安甚至连明目的机会都没有, 就已经倒下。 而且他们并没有选择割开喉咙, 即便那儿是最脆弱的地方。 为什么? 喉咙有动脉, 割开动脉才能瞬间失去反抗能力, 而且还会喷杂出将近两三米高的血液, 这能够引起多么大的后果, 不用想也知道。 而直接捅进心脏里, 则不可能有多余的情况出现, 简单而迅速。 解决之后, 王洛直接冲了过来, 从他们的身上搜出门禁IC卡, 将门打开了。 在他们刚一进门的那一刻, 别墅的警卫系统被触发, 鸣笛声响彻天际。 但这同样是王洛意料之中的情况。 他并没有慌张, 而是对剩下的三人说道, 你们分散开, 把这儿的警卫用火力分散, 注意保命为主, 目的是拖住他们, 等我出来。 三人点了点头, 他们自然明白这是最正确的选择。 一来不知道别墅的警卫有多少, 二来不知道对方是否用热武器, 将火力和注意力分散开来, 这样王洛就有足够的时间潜入别墅,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戴手枪了吗? 王洛想了想, 追问道。 其中一名黑人点头, 将手枪从身上抽出来扔给了王洛, 他明白王洛的意思。 王洛也知道, 自己不能够没有防备的手段, 至少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有着一战之力。 随着警报声的不断鸣叫, 三名黑人纷纷快速散开, 跑离开王洛的视线。 王洛则十分小心地猫着腰, 走进了别墅里。 他做出这种决定的原因, 是别墅看起来防备并不高, 而且一些娱乐设施上都没有什么人。 而哈里斯莫尔珍又成了那副模样, 他便猜测, 或许这儿是防备最薄弱的地方。 端着手枪的王洛, 静悄悄地来到了长廊上, 这儿是管理室的入口, 他并不是第一次来, 能够让他这般不躲避起来的原因, 使这儿的监控根本等于没有。 按照王洛的想法来看, 霍华德似乎有些自大过头了。 在王洛没有出现之前, 他一直是整个哈里斯莫尔镇最高的统治者, 而这个镇子就是他的庄园。 这里所说的统治者, 指的是霍华德在哈里斯莫尔镇 镇民心中的地位, 从建立教堂放置他的雕像, 每日进行仪式洗礼这种神圣的表现即可看出。 管理室里面空无一人, 网络并没有放松戒备, 一步步缓缓往里面走了进去。 他在里面转了一圈, 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房间里面非常的寂静。 就在这时, 外头传来了枪响以及一些喊叫声, 左右两边都有, 网络意识到这可能是三名黑人已经开始与人交伙了, 证明这个别墅里面的安保力量已经出动, 所以他需要加快速度。 既然管理室里面没有什么线索, 网络便咬咬牙, 直接往霍华德的住处摸过去。 只要能够成功地逮到霍华德, 那么事情便不成问题。 正当他打算转头就走的时候, 眼神突然瞟到了管理室办公桌下的抽屉, 不由得皱了皱眉。 抽屉被紧闭, 但上面插着一把已经断了的钥匙, 只露出了一点尺在外边。 似乎是有人想要故意破坏这东西。 或许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网络灵机一动, 试图卖力将抽屉拉开, 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也是徒劳。 抽屉的锁已经被卡死, 它只能够通过强行破坏的办法打开。 网络看了看自己的手枪, 冷静下来仔细聆听着外面的枪声。 在外面三名黑人造成的枪响响起之后, 它也同时扣下了扳机, 朝着抽屉的锁打去。 声音被成功掩盖, 没有人注意到管理室这儿出现了什么问题。 它连忙拉开抽屉, 仔细一看, 瞳孔却猛得一缩。 抽屉里面装着的竟是一叠白皮文件。 在白皮文件的封面上, 写着极其显眼的几个西班牙字母, 翻译过来为房屋所有权核动,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房器。 网络皱起眉头, 虽然它不明白为什么这儿会出现这种东西, 但还是将其拿出来仔细观察。 而当它浏览完之后, 背后不禁冒出了冷汗。 这里头标注的信息, 竟然是整个哈利斯莫尔珍一半房屋所有权的证明, 而归属者竟然都是同一个名字, 霍华德。 或许正常人看到这个会不以为然, 霍华德身为哈利斯莫尔珍最有钱的富商, 拥有这些财产倒也正常, 不是吗? 可知晓哈利斯莫尔珍由来的王洛, 心中却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样。 正与阿比盖尔米加勒所说, 哈利斯莫尔珍变成今天这样, 是米加勒家族布局的效果, 霍华德只不过是一个后来的接手人, 是一个外围成员罢了。 说到这儿, 就能够明白霍华德的野心了, 他想将整个哈利斯莫尔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样一来, 他就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得到无尽的好处, 只要不被米加勒家族发现的话。 王洛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突然回想起来布鲁斯和雪莉的死因, 他连忙翻动这本厚厚的白皮文件, 果不其然在里面找到了一面垫的所有权信息, 上面十分清晰地写着, 圆所有人为雪莉, 献所有人为霍华德。 还附带一张转让的证明, 上面有着按压的手印, 而日期正好就是布鲁斯和雪莉出事的那一天, 事情已经十分了然了。 王洛正想继续翻下去的时候, 却发现四周的枪声戛然而止, 突然就沉静了下来。 他瞬间反应过来, 外头的人恐怕出事了, 连忙将白皮文件塞进了自己的衣物里, 随后想要转身离开, 却发现自己身后不知何时站了一个身穿黑袍的男子, 在他的手中拿着一把威力巨大的线弹枪, 抵在了王洛的脑门上。 如果你敢乱动一下, 那么你的头就会变成跟果冻一样的存在, 该死的小偷。 黑袍人伸出一只手, 将自己的连帽取了下来, 对王洛冷声说道。 当王洛见到他的面目时,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教堂里面的老头, 托拜厄斯。 是你? 托拜厄斯在见到王洛转过头来的样子之后, 脸色明显一变, 说, 你, 你怎么活下来的? 没想到吧? 我也没有想到。 王洛摊了摊手, 不动声色地裹了裹胸前的白皮文件。 把东西拿出来。 托拜厄斯终归还是看见了王洛的动作, 伸出手说道, 王洛没动, 握紧了手中的枪。 你的耳朵是聋了吗? 愚蠢的东西, 我可不在意爆掉你的该死的头颅。 托拜厄斯语气明显急促了一些, 托拜厄斯, 冷声说道, 好吧。 王洛深吸了口气, 暗中权衡着现在的处境。 如果他选择反抗, 那就必须要在一枪的情况下将托拜厄斯毕命, 否则他便没有生还几率。 可如果他就范, 同样无法保证托拜厄斯不会对他下死手。 还在犹豫什么? 跟那个该死的胖畜一样? 托拜厄斯神情激动了起来。 难道要我先开枪, 然后再自己独手拿吗? 胖的卖? 王洛瞳孔猛得瞪大。 你们把他怎么了? 托拜厄斯发出了低沉的笑声。 看来你们的关系不错。 可我只能告诉你, 他现在可能已经在上帝的怀抱里哭泣命运的不公了。 你们竟然对警察局局长的儿子下手, 你就不怕理查德抓捕你们? 网络冷笑了一声问说道, 你真的以为那个老家伙会这么在意他的亲人吗? 他要的只不过是名利而已。 托拜厄斯回忆嘲讽, 伸出苍老的手, 将王洛怀中的白皮文件拿了出来, 说, 上次没有让你彻底消失, 这回可不会再犯错了。 托拜厄斯往后退了几步, 将手放在了现弹枪扳机的位置, 欲想对王洛开枪。 就在最后的一刹那, 王洛却看见自己的面前猛地闪过一道黑影, 紧接着面前的托拜厄斯发出了一声嘶哑无比的惨叫, 直直倒在了地上, 他的脖子上滑出了一道血线, 血液喷射在了王洛的脸上, 凄惨无比。 王洛瞪大着双眼, 身体僵持在原地, 一动不动。 在托拜厄斯的身后, 有着一个身形消瘦, 穿着一身迷彩装的寸头男子, 他的手中甩着一把蝴蝶刀, 脸上涂着的迷彩, 也使其多了一抹淡漠, 一手插在口袋, 看着王洛。 这莫名其妙出现的身影救了他一命, 并不是让王洛变成现在这样的原因, 真正让他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的是, 站在他面前的人, 竟是张浩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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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洛诧异地张着嘴, 脑子一片空白, 托拜厄斯的血液滴在了他的眼前, 挡住了一些视线, 他连忙擦干, 却发现张浩龙十分迅速地将脱拜厄斯的尸体 拖进了一旁的房间里, 同时对王洛说, 先躲起来。 好。 王洛心头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随后跟在了张浩龙的身后。 张浩龙带着他穿越了几条长廊, 最终走进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小的仓库, 仓库看起来十分地不起眼, 但外头竟然有一个十分先进的电子锁, 但锁的表面已经被打烂了, 地上躺着几粒子弹。 两人进去之后, 张浩龙便将门关了起来。 这是…… 王洛瞳孔略缩, 他看见这仓库下面有个地下室的入口。 进去吧, 现在你看看这里有什么。 张浩龙冷笑了一声, 主动跳进了地下室的入口, 双脚落地的声音很快传入了王洛的耳朵里。 王洛这才反应过来, 通过落地的声音判断应该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便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下去。 在他落地之后, 跟着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这段距离足足让他走了将近半小时, 最后竟然来到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地方, 这儿竟是报社底下的尸骨地。 起先, 王洛跟着商号龙到达的时候, 这儿没有灯光, 后者直接打开了按钮, 看见了地上的一地骨头。 可他为什么能够知道, 这儿是报社下面, 因为那独特的血腥味, 那令人压抑无比的氛围, 他曾经在这儿待了三天三夜, 差一点在这儿丢掉了性命, 比谁都熟悉这个地方。 这儿曾经承载着他的绝望, 承载着他的气息。 这地方竟然跟霍华德的大别墅相通, 王洛倒吸了一口凉气。 当时他试图挖开这片装着白骨的地方, 最终却体力透支, 用尽了力气。 没想到这地方竟然有着另外一片空间, 实在是老天都不帮他。 看哪儿呢? 就在王洛看着头顶正正出神的时候, 张浩龙的话将他拉回了现实。 王洛连忙往前看去, 只见在这片空间里正摆放着一张桌子, 椅子上边坐着一个男子, 这男子的衣服已经被剥了个金光, 身上裸露无遗。 同时他双眼翻白, 嘴里不断地吐着白沫, 身子被坚固的绳子绑在了椅子上, 抽搐的同时试图挣脱出去。 而当王洛见到此人的真实面貌时, 不由得瞪大了双眼。 坐在椅子上的人竟然正是霍华德。 法医主任第二百四十五集 此时的霍华德赫然没有了当初在教堂里面的嘚瑟模样, 嘴唇发紫,口冒白沫, 赫然一副中了剧毒的样子。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王洛心中一时间冒出了许多问题, 他迟疑着问了一句。 张浩龙只是挺直身子站在了霍华德的面前, 听到了王洛的话语之后便说道, 一句话说不清楚, 但我是来帮你的。 帮我? 王洛皱起了眉头, 他想起了自己在X组织里面的身份, 自从上一次事件发生之后, 他便感觉X组织沉寂了下去。 我在任务平台上接了个任务, 这个任务的内容是来到这里并且帮你搞定一些麻烦。 张浩龙的言语并不拖沓, 头也不回地继续说, 我需要告诉你一些问题。 第一, 这个家伙是幕后案件的主使, 第二, 除了他和刚才被我干掉的那个教父之外, 镇子里还藏着六个人, 暂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但他们被一种叫K字开头的药物控制, 跟我们上次服用的药物一样。 初步在色, 这个家伙是利用镇子里的居民来实验药性。 K字开头的药物, 网络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那东西, 根据我们内部消息调查得知, 这个东西就是改良后的DB1, 它的药性与作用暂且不知, 但是我想你应该知道一些, 对吗? 张浩龙微微偏过了头来, 对网络说, 语气里带着些许疑问。 网络心中明白, 这是张浩龙对于他在机关里的身份感的好奇, 他也毫不怀疑为什么张浩龙会知道DB1的存在。 X组织的情报网, 想必并不少。 我的确收到了一些消息, 也正好跟你讲一讲。 王洛心中略有无奈, 便说道, 我只能够告诉你, 找出这些人是否跟DB1有关, 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 张浩龙明显一愣, 露出了疑问之色。 在几个月之前, 王洛等人在火车上遇难, 被莫雨晴所救。 而从中活下来的莫天庸, 一直在着手调查这件事件的真正原因。 最终, 在细致的检测之后, 发现了王洛等人脑子里面有DB1的成分存在, 以及有一个用来推进催眠作用的高科技芯片。 这种芯片作用于心理医学, 并且明确被国内禁止使用。 而王洛现在将这些统统告诉了张浩龙, 毕竟也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他也没有保留。 也就是说, 只要确定他们脑袋后头有没有芯片, 就能够知道他们是否服用了DB1。 张浩龙微微点头, 说, 那么现在就查看一下吧。 说吧, 他来到了霍华德的身后, 将霍华德颤抖的头直接往前面一按, 凑近其脑袋后面和脖子后面, 仔细查看。 果不其然, 在霍华德后脑勺右耳偏下一点的地方, 有着一块像是黑质一样的东西, 而且还是正方形。 张浩龙不禁眉头一抬, 拿出自己手中的蝴蝶刀, 就想割开查看, 却被王洛直接阻止了下来。 我知道你做事不计后果, 但是他的命不能动。 王洛深吸了口气, 对其说道, 他的身份跟米加勒家族有关系, 这个家伙的命对我来说有帮助。 他相信X组织里面的人 早就知道了他跟米加勒家族的关系, 所以也就没有忌讳什么。 张浩龙没有迟疑地将刀收了起来, 这种芯片肯定不值得一个人身上有, 刚才那个教父可能也有。 这个我暂时不知道, 但是你要告诉我, 是怎么把他抓起来的。 王洛心中松了口气的同时, 对张浩龙追问道, 而且, 我并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哈利兹莫尔镇的。 我在你来到这里一个星期后就跟着来了, 张浩龙回答道, 而我用了自己的手段对他进行逼供, 真相从来都如此简单。 什么手段? 网络一愣, 随后看向依旧在抽出个不停的霍华德, 说道, 下毒? 这是X组织新改良出来的神经毒素, 我给你介绍下用途。 张浩龙翘了翘嘴角说道, 听吗? 王洛脸上露出了好奇的目光, 点了点头, 他可不知道X组织有这么广泛的涉猎, 但并不是特别的奇怪。 当年, 位于苏联的国防科技实验室, 检测出了一种化学物质, 取名为Noletok, 在俄语中意为新来者。 前苏联在1970和1980年代, 开发的一批高级神经毒剂, 都以此为命名。 这个神经毒剂属于第四代化学武器, 是苏联代号为Fallinit的实验研发产品。 X组织的某一个成员, 在一次行动之中, 窃取了关于新来者所有的资料, 并且交给组织的研究人员进行改良。 张浩龙缓缓地对网络解释道, 在1999年, 美国的国防官员前往乌兹别克斯坦, 帮助该国拆除前苏联最大的化学武器测试设施, 并消除化学污染。 有一位叛逃者称, 苏联在这家工厂里测试即生产了小批量的Novetox毒剂, 制造这些神经毒剂是为了逃避国际督察员的检测。 根据调查, 这组化学品要比VX神经毒剂的毒性高出5到8倍, 这是一种比沙灵毒气或VX更危险更复杂的药物, 也更难辨识。 比沙灵和VX还有危险? 王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当然知道这句话代表的含义有多么不可思议。 那么, 这东西是液体还是固体存在? 亦或是气体? 我不知道你对于这种东西了解多少。 张浩龙皱眉对王洛解释道, 尽管有些毒气是液体, 但也有一些能以固体形式存在, 这意味着它们能粉碎成超微粉末, 也意味着它们通常作为两种毒性较小的化学成分分开储存, 混合后就会产生化学反应, 使毒气发挥作用。 这种方式使得化学毒气的原料更容易运输、处理和储存, 因为它们只有在混合后才会发挥毒性。 这种特性太恐怖了, 网络不由得冒出了冷汗, 为什么X组织会研究这种东西? 事实上, 这并不是X组织主动研究出来的。 张浩龙态度有些冰冷地说道, 这些神经毒素都是由国家的科研人员私自研发, 而X组织只不过是窃取了相关的内容而已。 而这种毒气的制造者, 有意设计成比其他化学武器毒气更强, 因此, 一些版本起效非常迅速, 约30秒到2分钟就能见效。 调查表明, 人体接触该毒剂的主要暴露途径是吸入, 尽管也可以通过皮肤吸收, 粉状毒剂可能需要更长的奇效时间。 组织的研究人员进行了改良, 将时间缩得更短, 并且减少了部分的毒害, 形成了一种另类的逼供药, 取名叫做深渊。 它能够更进一步地摧残人的意志力, 并且对大脑造成影响, 具体有什么危害未知。 该毒剂的起效方式, 是阻止神经系统将气息传递到肌肉, 因此会造成许多身体功能的崩溃。 具体症状包括眼睛发白, 瞳孔收缩,抽搐,流口水, 更严重的包括昏迷, 呼吸衰竭, 经过专门设计, 深渊也能造成这种效果。 解除的话, 只需要用肥皂水就行了。 这种东西放在任何国家, 明面上都是违法的行为。 网络说, 它所带来的效果太可怕了。 不,不,不, 只是层面低的人接触不到而已。 张浩龙耸了耸肩膀。 当然, 领导者也并不会让民众们知道。 你在他身上用了? 网络追问。 张浩龙点了点头。 网络便只好叹了口气, 他自然能够明白这是一种好手段, 但如果换作它, 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使用了。 不单单只有一方面的原因, 更是因为他理解神经毒素带来的痛苦有多么可怕, 简直能够称得上是让人的心理和生理同时生不如死。 而且, 这已经不能够算作寻常的行真手段了, 很容易造成真相的错乱。 假设一个人的意志力并不高, 而他因为承受不了痛苦而被逼无奈承认, 那该怎么办? X组织的神秘性让他的心中多了一丝畏惧,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恐怕已经不是他一人能够深入接触和抗衡的了。 而他也并没有觉得张浩龙这样处理有什么不正确, 因为在后者看来, 这绝对是一个有效而又便捷的方法, 只不过少了一丝准确性和严谨罢了。 就在这时, 霍华德明显经受不了碎残, 直接一抽死死地晕厥了过去, 脸色轻子相拥, 像是一副尸体一样。 见到这一幕的张浩龙, 只是面无表情地从身上掏出了一管 用小瓶装着的白色的肥皂水, 灌入了霍华德的嘴里, 便不再理会。 肥皂水的剂量并不多, 看起来大概只有十几二十毫升左右。 看来一时半会儿问不出来了, 网络见状便好奇地问了一句,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现前外面那些开伙的人是你带过来的吧? 张浩龙想了想, 他们可能活不下来了。 网络瞳孔一缩, 为什么? 你干的? 不, 张浩龙摇头? 因为这里来了一批全副武装的队伍, 他们的警惕意识非常的高, 看起来不像是业余的人。 我猜测是那个大家族派人过来支援了, 所以我打算尽快离开这里, 被他们发现是早晚的事情。 网络闻言一愣, 心中猜测恐怕是阿比盖尔的亲哥哥派来的支援, 只不过他没有收到任何的风声。 也就是说, 整个哈里兹莫尔镇现在都有可能是这些武装队伍。 网络深吸了口气, 张浩龙微微点头, 确定了网络心中的想法。 网络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妙, 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办法联系到外面的艾伦。 如果不及时告诉他们整个镇子里面已经布下了网的话, 若是艾伦直接下令冲进去, 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有去无回。 这让网络心中担心无比, 他皱起眉头, 一起离开这里, 我还有人在镇子外面, 他们万一冲进这个局, 送死就完了。 张浩龙也没有反对, 依旧点了点头, 指了指霍华德。 这家伙怎么办? 这个, 暂时就留在这里吧。 网络摇了摇头, 我们带着他跑不是平白无故增添一个麻烦吗? 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你, 咱们出去之后再商量。 于是, 两人就将霍华德留在了这个地方, 急匆匆地原路返回。 张浩龙告诉王洛, 找出这条暗道来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功夫, 仅仅只是将霍华德打了一顿就搞定了。 王洛十分不赞同这种做法, 看起来十分的无赖, 但其高效性让人汗眼。 总的来说, 张浩龙的出现给予了他不少的帮助, 甚至在危险之中救了他一命。 当王洛和张浩龙一同赶到哈利斯莫尔镇的入口时, 现场已经躺了一地的尸体, 数量并不是特别的多, 但场面略为血腥。 而哈利斯莫尔镇里面并没有任何居民的身影存在, 这是让王洛庆幸的地方。 就算米加勒再怎么没有人性, 难道要当着普通人的面交伙吗? 那样带来的后果太大了, 相信西班牙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理。 虽说这地方是霍华德一手操控, 但是有些血腥暴力的事情是不能够摆在台面上的。 很快, 王洛便在人堆之中找到了奄奄一息的艾伦, 他一手扶着左臂, 一手拿着枪, 好在还有一丝意识。 王洛连忙开始检查他身上的枪伤, 总共有三道, 但都没有打在致命的位置, 所以艾伦这条命算是捡了回来。 当后者看到王洛来了的时候, 挣扎地开口说道, 这些人, 都有问题。 王洛与张浩龙对视了一眼, 真正的情况他们已经得知, 所以并没有多少废话, 扛着艾伦的身子便准备撤离。 哈里斯莫尔镇里面的争斗已经停歇, 因为在场没有多少人能够站起来了, 想必艾伦的手下也不是什么无用之人, 能够做到这种地步恐怕已经尽力了。 可这明里暗里的火病, 再次让王洛感觉到米加勒家族的庞大。 虽说这个小镇比较偏远, 但现在怎么说也是高科技的发达社会, 怎么能够不让消息流通出去呢?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如果这种程度的火病摆在任何一个靠近城市的地方, 恐怕用不了十分钟就会传遍大天下,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所以能够做到消息管控程度如此严密的, 恐怕正是米加勒家族的手段之强了。 只要垄断所有的消息传播途径, 同时对网络上的内容进行管控, 那么这件事情除了亲身经历的人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得知。 但这些不是网络需要操心的事情了。 他与张浩龙两人将艾伦及时送到了附近的医院进行伤口的止血处理, 尽量保持生命体征平稳, 然后在托付医院的相关人员将其送到瓦伦西亚的大型医院进行彻底的救治。 之后的事情就不用网络亲自操作了。 他不相信米加勒家族不会派人搞定这些事情, 更何况他的动向十有八九都在阿比盖尔的掌握之下, 这可不是他私人的事情。 随后张浩龙和王洛便找了一处相对偏僻且在包厢的青疤, 坐下来谈论起了一些事情。 法医主任第二百四十六集 照你这么说, 这一家人互相残杀,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了。 张浩龙淡淡地喝了一口清酒, 听完了王洛叙述的他诧异地问道, 而我需要选择一个立场, 决定帮助他们一方。 王洛微微点头, 解释道, 所以就有了你现在见到的情况, 只不过我没有想到另外一方也会来人帮忙, 虽说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但是总归失去了学家的机会, 想必另外一方也开始防备了。 这是你参与到里面的第一次博弈, 而你已经落了下风。 张浩龙说道, 所以现在我需要你提供一些信息给我, 王洛也没有反驳, 而是无奈地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在逼供霍华德的时候, 得到了不少的相关消息吧。 张浩龙微微点头, 随后从自己身上掏出了干掉托败厄司后, 抢过来的白皮文件, 递给王洛说道, 我从前而说吧, 这些文件里面大部分都是关于哈里斯莫尔镇的土地房契, 回数权几乎有一半已经被霍华德所取代, 而霍华德做这些的目的, 是建立自己的教派, 他已经将自己当成了整个阵子里面唯一的神, 可以主导任何性命的神, 而在他的下面, 还有这其他七个教父, 这七个教父主要实行杀伐, 对那些不愿意屈服的异教徒进行人道屠杀, 同时占有他们的全部, 称死为洗礼, 这么残忍的手段, 王洛听了之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他心中多少有了个底, 但亲口听到事实, 还是有些震惊地无法想象, 他想到了在那暴射下面的一地尸体和尸骨, 这是不是代表着霍华德已经背负了无数的人命, 这一类人, 简直送上行刑台执行绞刑一万次, 都不足以为戒被其害死的亡灵, 这仅仅只是人性的另外一面罢了, 没有什么好惊喜的地方, 张浩龙倒是对这种事情并不怎么在意, 而是继续说道, 其他六个人的身份我都没有调查出来, 逼供是为了让他能够坦然所有的话, 但他宁愿受苦也不愿意说出来, 恐怕是有什么秘密在束缚着他, 如果能够找出这六个人来, 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白皮文件只能作为证据, 没什么实质的作用, 因为没有那六个人的任何信息, 我明白了, 其实我的目的只是定霍华德的罪行, 但我也不想放过这六个人, 他们都是该下地狱的恶魔, 王洛目光渐渐冷了下来, 说道, 嗯, 你心里都有数, 张浩龙微微点头, 并没有提出什么想法, 他认为,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王洛就好了, 毕竟王洛有一个合法参与的身份, 我还有个朋友, 是镇子里面的警察, 现在不知道是否遇难了, 王洛皱起眉头, 心中想起了庞德迈, 继续问道, 关于镇子里面的警察为什么不作为, 任由这一切发生, 你了解到什么了? 张浩龙微微摇头, 表示并不清楚, 说道, 或许他们只是串通起来了, 想必也是, 恐怕霍华德已经将自己的利益与他们绑定起来了, 不然不至于没有所行动, 网络摸着下巴说, 我了解西班牙的体系,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如果不通过当地的警局网上汇报情况的话, 是没有人会知道具体情况的, 而上报的情况基本上又靠当地的自觉性, 所以我认为霍华德的本事, 是没有办法凌驾于任何政府之上的, 他的选择只是用欲望, 诱惑哈里斯木尔警局的人, 再加上米加勒家族的背景, 隐瞒并不担, 费尽心思搞这么多事情出来, 绝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够计划好的, 张浩龙赞同地点点头,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正当网络想要解释的时候, 口袋里面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连忙接过, 发现正是阿比盖尔米加勒, 很抱歉, 我不知道会出现这种事情, 阿比盖尔米加勒带着抱歉的语气传来, 开口便直入主题, 王洛心中倒不是特别介意, 笑说道, 这是咱们意料之外的事情, 不过下次这种情况可就很难应付了, 阿比盖尔米加勒自然明白王洛所指什么, 回应道, 我会注意的, 这次是因为我自以为是, 以为阿洛克斯不会注意到这儿的情况, 可没有想到他会选择包庇, 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消息, 那么, 你觉得接下来怎么做才好, 王洛想了想, 决定追问阿比盖尔的意见, 阿比盖尔米加勒十分明显地停顿了一下, 才对王洛说道, 事实上, 在事发的时候, 我的手下艾伦已经将前线的消息传给我了, 我当即便决定找阿洛克斯谈论, 他却告诉我让我不要插手这件事情, 王洛文言一愣, 脸盲说道, 所以, 你妥协了? 亲爱的洛,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阿比盖尔米加勒直接说道, 我与他争论了一番, 最终决定下来, 双方都不要插手, 如果想给霍华德定罪, 必须要找到证据, 而不是利用特殊手段, 这个结果, 显然是你我都愿意见到的, 但, 可能需要你…… 阿比盖尔米加勒的话没有说完, 网络已经听出了他的意思, 将所有的压力都施加给自己, 放在起初没什么头绪的时候, 网络或许会感觉到多多少少有些麻烦, 但好在张浩龙的出现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所以并没有对阿比盖尔的要求产生多么大的反应, 他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全部交给我吧。 阿比盖尔米加勒在电话那头发出了一声惊叹, 似乎并没有想到王洛会这么爽快地答应, 他原本以为起初王洛会将这件事情包揽下来, 是因为有自己的帮助, 可没有想到如今王洛这么爽快地就答应了, 只要能够找出来关于霍华德犯罪的所有证据, 那么你就可以对他进行清理, 而不用顾及阿洛克斯那边的干涉, 对吗? 网络再次确认地问道, 阿比盖尔米加勒在电话那头传来了确定的回答, 并且嘱咐王洛多多小心, 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王洛也没有多么奇怪, 阿比盖尔米加勒现在在家族里面需要处理的事情绝对不少, 所以能够抽空联系他已经很不错了。 相信接下来, 哈里斯莫尔镇会重新恢复起初的正常状态, 而至于如何将发生的一切掩盖下去, 王洛倒是十分地好奇。 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 王洛再次收到了阿比盖尔的来电。 他告知王洛, 阿洛克斯和他的所有助力都已经撤走, 接下来的事情就全权交给王洛了。 另外, 他还告诉王洛, 霍华德已经被救助出来, 目前身边加强了防范。 果然, 阿比盖尔没有追问关于霍华德的事情, 但他心中多少也能够猜到一些, 说出来特意提醒王洛, 就算想要从其身上找出漏洞, 也要多加小心。 而王洛心中自然清楚, 当时没有将霍华德的性命收掉, 很有可能留下一个后患, 但也不至于威胁到他们的行动。 收拾整顿了一番之后, 王洛和张浩龙便不再犹豫地开车来到了哈里斯莫尔镇。 当他们走进这儿的时候, 发现一切都十分的平静, 街头上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血腥的味道, 反而还有着人群走过, 一如既往。 王洛和张浩龙对视了一眼, 最后有前者带头, 往里头走了进去。 而张浩龙也已经将自己的手放在了腰间, 那儿有着保命的东西。 当经过一面殿的时候, 王洛竟然发现这儿已经被全部拆除了, 甚至开始改造着些什么。 在一面殿的外面, 有着一个戴着施工安全帽的男子, 正对着面前的两名工人说着些什么。 王洛迟疑了一下, 最终决定走上前去, 开口便问道, 你好, 我想问问你们是在做什么? 那名戴着施工安全帽的男子 微微停顿了一下, 偏过头来打亮着王洛, 眼神中闪过一丝异样, 随后开口问道, 你不是这个镇子的人吗? 王洛微微一愣, 问道, 为什么这么说? 镇子里面的人都知道, 这一面殿已经被霍华德先生收购了下来, 准备建立一座充满社会气息的酒吧, 供人们娱乐。 供人看了王洛迟一眼, 转过头去继续说这些什么。 王洛同样打亮着面前戴着安全帽的男子, 发现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张蓝白色的公牌, 上面写着其名字和相关的职位, 乔修尔哈里斯莫尔镇建筑工程师。 这个名头倒不是特别大, 但是引起了王洛的注意。 整个镇子里面的商业气氛并不高, 而这些民住房的设计并不繁杂, 绝对是经过专家布局设计的。 这位先生, 原谅我的好奇, 哈里斯莫尔镇的这些房子, 都是您一人设计出来的吗? 王洛笑着继续搭话, 装出一副好奇的样子问道, 乔修尔文言不由得再次转过了头来, 这回脸上明显地闪过了一丝自豪, 他正面面对着王洛说道, 乔修尔,建筑师。 说吧,便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王洛与其握了握, 随意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假身份, 说道, 那么那所酒店你们也打算拆掉吗? 说着王洛指了指原先自己曾经入住过的酒店。 不出所料, 乔修尔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说, 这是在计划之中的, 这个鬼地方已经很久没有被改造过了, 需要给他换一身新装, 呈现最完美的姿态, 只不过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而已。 王洛微微点头表示清楚, 嘴角翘起, 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还有不少的地方需要改建吧。 乔修尔诧异地看了王洛一眼, 摇了摇头也不回答, 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王洛也没有过多在意, 而是和张浩龙一起, 像是悠哉散步似的, 在镇子里面转了起来。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沉默的张浩龙似乎看出了点端倪, 便开口对王洛问道。 王洛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低声说, 还剩下五个人。 张浩龙文言眉头一挑, 愣了一下便惊叹道, 原因? 按照白皮文件上面所描述的, 这些房屋所有权实际上 最后都会来到霍华德的手中, 而他也可以借此利用, 网络解释道。 所以我就猜测, 以他一个人的实力, 绝对做不到安排到每个方面。 进而一想, 他的手中肯定有能力出众的人, 那么这些能力出众的人, 一定会得到他的信任。 十有八九就是他手底下的教父, 因为他们都有着合法的身份, 不是吗? 就比如刚才那个叫乔修尔的家伙, 他竟然负责这么多的建筑设计, 岂不是证明霍华德将这方面的事情 交到了他的手上。 那么, 我基本上可以断定, 这个家伙就是剩下的六个人中的一个了。 张浩龙文言赞同地点了点头, 他认为王洛所说的不无道理。 但这总归有些轻易了, 王洛又皱起了眉头, 说道, 按理来说, 发生了早前的事情, 霍华德肯定会低调许多。 就算米加勒家族又想保他的人, 但他如果还想长久计划下去的话, 肯定不会再跟以前一样肆意乱来, 想必会血藏一段时间, 这才是绝佳的选择。 或许这正是他们自大的问题, 张浩龙接话说道, 或许他认为这六个人都不会被其发现, 与其将他们血藏起来, 不如就放任他们如同往常一样正常的生活, 这样, 岂不是增加了更多的隐蔽性? 不无道理, 王洛扎了扎嘴, 正想转身拐弯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哈里斯莫尔镇的学校门口。 在这儿, 正站着一排排的学生们, 一如既往的集合, 在他们的面前, 学校老师埃德温正开口发言, 对他们训斥着什么。 王洛与张浩龙缓缓靠近, 为了方便能够听清一些。 我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让你们出去游玩, 但还是有人迟到, 我说过什么? 埃德温脸上带着些许怒气, 胸脯有些起伏, 指着面前的学生们, 语气像是克制地说道, 如果任何人玩到, 都会耽误其他人的学习时间, 这个是需要被惩罚的。 一众学生们似乎习惯了埃德温的训斥, 纷纷低着头, 一言不发。 紧接着, 过了将近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后, 埃德温才对这些学生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解散。 当他见到王洛和张浩龙站在后面的时候, 明显地停顿了一下, 随后好奇地问道, 好久不见。 王洛与他不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也没有多少好奇。 阵子还是跟以往一样的平静呢, 王洛莫名地感叹了一句, 目光开始打量埃德温。 虽然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埃德温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说道, 听说警局已经把案子破了呢, 但是没有公布出来。 案子? 什么案子? 王洛微微一愣, 询问道, 你说的是…… 是的, 就是那些可怜的尸体。 埃德温脸上露出怜悯, 说道, 原本他们都以为来到了这个镇子可以免受罪恶的侵扰, 可始终逃不掉恶魔的爪子。 不过, 还好警局不是摆设, 至少能够为死去的亡灵申冤。 那你说的没有公布出来, 指的是…… 王洛再次追问道, 根据镇子里面的消息传, 警局已经知道了真正的凶手是谁, 但是并不准备公布, 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埃德温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想的是, 他们如果愿意找一个时间对所有人讲出来,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法医主任第二百四十七集 王洛文言不由得皱起眉头, 但很快便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埃德温点了点头。 那么, 你就先去忙吧, 我继续逛逛。 于是, 王洛便又与张浩龙转身离开。 埃德温看着这两人的背影, 推了推那满载着学识的眼镜, 消失在了校园之中。 按照我的猜测, 真正的凶手并不确定, 但指使者肯定是霍华德。 王洛冷笑着说, 如果真的按照他所说, 那么哈里斯莫尔镇警局, 敢给霍华德定罪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猜想这个所谓的凶手, 八成是一个空白人。 那弄出这个空白人有什么意义? 张浩龙愣了一下, 意义可就大了, 网络翘起嘴角。 一, 可以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 将事情迂回。 二, 混淆视听, 让人们认为这件案子并没有那么复杂, 同时迷惑我们这些人的视线。 三, 建立警局的威势, 让民众认为即便出了事情, 警局也不是摆设。 所以, 这样杜撰一个空白人出来, 但又不公布, 给予人们遐想的空间, 实际上是要利大于弊的。 我没问你的意思了, 这可以稳定人心, 同时给他们腾出时间来应对。 张浩龙接话说道, 两人走到了路边的裁缝店, 这儿依旧坐着一个年进花甲的老裁缝, 手中正在穿针引线, 眯着一双眼。 当网络和张浩龙 从他们面前经过的时候, 那老裁缝却突然开口, 叫住了网络。 他将手中的针线递到网络面前, 说, 能够请你帮我穿进去吗? 网络眯了眯眼, 并没有拒绝, 而是伸出手将其拿了出来。 十分熟悉解剖学的网络对于这种简单的穿针活简直毫无压力, 他在几秒的时间内就穿了进去, 递给老裁缝之后便开口问道, 店面关了一段时间吧。 老裁缝张着嘴笑嘻嘻地说, 是关了几天, 出去采购了些布料回来。 网络微微点头, 最后将目光转移到了裁缝店的里头, 那儿的确摆着一些看起来很新的布料, 也就没有多做怀疑, 回了个笑容便走了。 终于, 将整个哈里斯莫尔珍都转了一圈之后, 网络与张浩龙下了一个决定, 想办法潜入到地底的报社里, 看看能否将庞德迈找出来。 无论他是一具尸体还是活人, 网络都需要看到, 并不是因为他有利用的价值, 网络才这般决定。 而是因为庞德迈如果出事了的话, 他将会背上80%的责任。 如果不是他当初强行将庞德迈拉进来, 自然不会导致他遇难。 根据图白厄斯所说, 庞德迈很有可能已经被杀害了, 但网络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虎毒尚且不识子, 网络并不相信理查德会毫不留情的世子, 毕竟庞德迈能够安然无恙地活到现在, 仅仅只是因为触及到了理查德的利益, 所以要被残忍地杀害, 这不服常理。 第二,庞德迈是理查德的独生子, 而早前又被送到纽约景校, 岂不是代表着理查德在其身上下了很大的期望? 诸如这些都能够证明, 理查德不会放庞德迈被害, 所以在王洛新中, 他姑且认为庞德迈遇害致死的可能性是较小的。 想到这儿, 王洛新中冒出一个想法, 关于所谓的空白人猜想, 是否有疑点存在? 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也不排除哈里斯莫尔镇警局 想要拉一个替死鬼出来安抚人心的例外。 一切只有等到亲自去查看了。 准备妥当之后, 王洛与张浩龙便定下, 决定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潜入教堂和警局查看。 虽然阿比盖尔给了他们警告, 霍华德肯定加强了自己身边, 但这并不能够拦住他们的行动。 原因只有一个, 霍华德在明, 他们在暗。 等到天黑以后, 王洛和张浩龙利用夜幕掩护, 而且没有任何照明处的农田, 绕到了教堂外边。 出人意料的是, 教堂不知为何已经被封上了封条, 连同警局都没有任何的灯光存在, 甚至安静得可怕。 恐怕想要进去, 要费点功夫。 张浩龙沉默了一下, 开口说道, 整个教堂都没有灯光和人影的存在, 岂不代表着这儿没了任何的防备? 而且被誉为哈里斯莫尔镇神圣般的教堂, 竟然被上了封条, 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行为呢? 王洛多疑的心开始担忧了起来, 这种情况并不能够算是好事。 依我看, 霍华德恐怕放弃了这个地方。 张浩龙突然开口说道, 此话怎讲, 王洛愣了一下, 玄机很快反应了过来, 你的意思是, 他所建立的通道已经被我们发现, 所以打算放弃这个定所, 在别的地方建立。 张浩龙对王洛猜出自己的想法感到惊讶, 点头道, 这是唯一一个符合常理的情况了。 伤人都是狡猾的存在, 我想他也绝对不会不谨慎,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或许这是我们的绝佳机会。 王洛摸着下巴, 分析道, 下面有一处藏匿尸体的地方, 我们下去看看, 如何。 张浩龙并没有反对, 与王洛两人借着夜色的掩护, 缓缓来到了教堂外的大门前。 这儿, 甚至连一个保险所用的监控都没有。 封条轻易地就被张浩龙撕了下来, 他仍将其扔在了一旁, 性格颇为狠立的他并不会在意这些。 王洛与他伸出手, 缓缓地将大门拉开, 大门发出吱吱的声音, 显得尤为响亮。 当两人进了教堂之后, 却发现这里头已经变得空空荡荡, 几乎所有的桌椅都被移开了, 甚至还有着不少胡乱收拾过的痕迹存在。 这种混乱的场面让王洛心中松了口气, 看来霍华德的确有转移教堂的打算。 按理来说, 陀拜厄司既然已经被张浩龙干掉了, 那么霍华德的帮手就少了一个, 肯定会让他感到心慌, 不得不做另外的选择。 再者, 王洛可不认为霍华德在经历过张浩龙所说的深渊折磨之后, 还能够没有任何的心理阴影正常生活。 这种足以在精神上摧残一个人的东西, 是不可能被任何情况所取代的。 王洛转过头去, 查看进入报社的入口, 发现那儿的门依旧上着锁, 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此地。 会开锁吗? 王洛无奈地对张浩龙问。 出人意料的是, 张浩龙竟然掏出了自己的蝴蝶刀, 将其展开后竟多了一根细针。 他直直地插入锁头的孔里面, 不出半分钟便将其咔的一声弄开了。 王洛见状, 心中不由得感叹, 这种熟练的技术, 张浩龙不知从哪儿学来的。 打开木门之后, 两人走进了长廊, 一路来到了报社里面, 却发现这报社已经被水泥封住了去路。 这种突如其来的景象是王洛不曾想到的, 他直直愣在了原地, 不知做何反应。 张浩龙走上前去, 敲了敲水泥墙, 厚重的声音传来, 证明了这地方已经基本没有希望进去了。 该死, 还是来晚了一波, 王洛哀哀地叹了口气, 这家伙做事真够决断, 我们还是先出去, 再看看能否从其他方面入手吧。 正当两人走出长廊, 一路回到教堂中心的时候, 却发现在教堂的门外, 不知何时站着一群手中提着手电筒的人。 他们将整个教堂围了个水泄不通, 带头的便是一副憔悴模样的霍华德, 以及不少穿着警服的哈利斯·莫尔镇警员们, 后者的脸上带着义愤填膺。 他手中拿着手电筒, 将光照射在了王洛的脸上, 对身后的民众大吼道, 就是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们, 他们想要取走受害者的尸体, 想要将自己的罪行掩盖下去, 甚至想要继续留在哈利斯·莫尔镇里面害人, 这是一种连我都得不到原谅的行为, 对,我的教徒们, 哈利斯·莫尔镇的居民们, 是问, 这样一种满是罪恶的人留在这儿, 随时随地地威胁你们, 你们愿意吗? 民众纷纷举起了自己手中的电筒, 哗啦啦地照向教堂里面的王洛和张浩龙, 两人瞬间成为了现场的焦点, 人群之中不断有人附和, 抓住他们, 将他们送进该死的牢狱, 而王洛面对这种情况, 只能够无能为力地站在原地, 哪怕再蠢的人也知道, 他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境地, 他被霍华德狠狠地算计了一道, 恐怕霍华德早就明白, 王洛和张浩龙会卷土重来, 调查关于他的所有罪名, 他非常聪明地选择利用自己的优势, 来对王洛和张浩龙进行吸引, 再借用他自己在镇子里面的威望, 进行舆论的控制, 不得不说, 这种手段极为阴险, 却是一个绝佳的办法, 直接让王洛和张浩龙陷入了绝境之中, 两人想要从这种包围圈里逃出去, 恐怕是吃人说梦, 怎么都不会想到这种事情发生的王洛, 心中开始对自己有了质疑,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脑力是否退步了, 否则的话又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倘若他能够猜得出来, 霍华德能够做的所有目的, 只要提前做出防范并不难, 把他们捆起来, 扔出哈里斯木尔镇, 霍华德似乎非常满意王洛和张浩龙的反应, 他停顿了一下, 随后对着所有民众们大喊着, 像是在吩咐着他们, 脸上的自豪之色毫不遮掩, 群众中走来了几名警员, 拿出别在身上的手铐, 将网络和张浩龙铐了起来, 并且用枪指着他们, 往教堂外走了出去, 这两个恶魔, 绝对不能够放过他们, 民众中传来一个老妇人的声音, 她带着怨毒的眼神, 用尖锐的声音吼道, 王洛寻着声音看了过去, 一眼便认出了这老妇人的来头, 曾拿着水果刀, 捅在了艾伦身上的人, 她和张浩龙并没有反抗, 因为王洛料定霍华德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她不相信阿比盖尔不会保住自己, 而霍华德既然是从米加勒里面出来的人, 不可能不了解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当张浩龙被压解着, 从霍华德身旁经过的时候, 淡淡地瞥了霍华德一眼, 霍华德的脸色瞬间煞白, 完全不敢与张浩龙互相对视, 更将双腿略微发软地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旁, 和民众们说着些什么玷污着王洛和张浩龙的话, 试图将他们的罪名狠狠地印在民众们的脑海中。 就这样, 王洛和张浩龙被人们驱车, 带到了哈里斯莫尔镇的镇口, 这突如其来的特别对待, 让王洛有些颓废。 霍华德很显然不打算直接做掉他, 而是打算用另一种手段, 从心理上来摧毁他。 就目前来说, 霍华德依旧是哈里斯莫尔镇里最受尊敬的伟人, 他的话绝对比一个外来人士管用得多。 你们想怎么样? 王洛忍不住开口问道。 霍华德没有理会王洛, 而是转过了身去, 对民众们说道, 看在神的旨意上, 让我们带着这些罪恶之人, 送到最高检察院去, 让崇高的政府, 将他们定罪。 民众们纷纷为霍华德叫好, 同时缓缓散开, 各自匆匆离去。 霍华德并没有鼓舞他们对王洛和张浩龙下手。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人里还有着一些没有完全归顺与霍华德教义的人, 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哈里斯莫尔镇里面长大, 却有着自己的信仰。 目前,霍华德并不能够强迫他们做些什么, 这样既不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也不会让自己的计划得逞。 所以,霍华德也只能够借助所谓的正义审判来说出此话。 真是讽刺, 网络扯了扯嘴角, 说, 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呢? 霍华德脸上闪过一丝阴痕, 他冷笑着指了指王洛和张浩龙手上的手铐, 说道, 你可别忘了, 你们现在没有讲话的资格。 身为恶魔, 该下地狱的人, 是你? 王洛则冷声回应道, 这么多的人命都被你害了, 仅仅只是为了你自己的私欲, 你不会感到自责吗? 我并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霍华德耸了耸肩膀, 你可不要用一些并不存在的事情来污蔑我, 现在整个哈里斯莫尔镇的人民们都知道你们是破坏镇子繁荣的罪人, 而我便是驱逐罪人的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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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见到霍华德这副疯狂的模样, 王洛只是淡淡地看着他, 戴琪停歇下来之后便说道, 庞德曼在哪儿? 霍华德一愣, 随后两手一摊, 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我会再回来的。 王洛冷冷一笑, 随后将手铐放在张浩龙的面前, 张浩龙则一副面无表情地将自己手上早就被解开的手铐扔在了一旁, 随后又掏出了蝴蝶刀, 帮助王洛将手铐打开。 霍华德见到这一幕愣了一下, 随后说, 不可能, 你们就算回来, 镇子里面的居民都不会让你得偿。 王洛与张浩龙没有过多理会, 转身便走上了自己的车, 匆匆离去。 法医主任第248集, 霍华德看着车辆越驶越远, 脸上不知在抽搐些什么, 王洛的反应让他感到有了些许不安。 两人开车回到了瓦伦西亚, 找了一处颇为安静的饭店就做。 那家伙的手段真是阴险, 这样我们下一次进去的话, 基本上就会被所有人排斥了。 王洛随意地拿起一块水果扔进嘴里, 说, 我想, 甚至连路边的老裁缝都会对我们嗤嗤一鼻。 这样一来, 我们插手哈里斯木尔镇就没有合法的身份了。 干脆杀了他, 一了百了。 张浩龙对于这种结果反应大大不同, 他并不是一个注重面子的人, 也不会因为其他人的眼光改变自己的决定。 他曾看向霍华德的眼神里, 就像看着一个死人。 这样可不行, 王洛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 首先他身边肯定防备有加, 你杀掉他的概率很小, 毕竟有了上一次被你袭击的情况, 这回肯定不敢放松下来。 其次, 如果我们先动手的话, 那么他那边同样会动手, 因为我们后面都有了两方势力暗中支持, 虽然明面上没有给予帮助, 但一旦谁违反了规则, 谁就输了。 张浩龙闻言皱了皱眉, 最终也没有什么话反驳, 他追求暴力解决问题是最快且最容易的手段, 如同王洛认识他的那样, 可聪明的他也知道, 往往利用暴力来解决的问题都不能够考虑后果, 因为后果无法想象。 而王洛所想较为全面, 所以自然能够想得清楚暴力所带来的后果。 我想的是, 是否能够联系到一个人? 王洛摸着架巴说道, 庞德迈的父亲, 理查德, 或许, 我可以利用一下我的交际圈, 这样就不算借用米加勒家族的关系了。 想到这儿, 王洛便觉得此计划可行, 当即便把电话拨给了远在西班牙国城的警长, 亨利·埃略特。 接通的过程等待了不少的时间, 电话那头才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王洛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之后, 得到了亨利·埃略特的问候。 按你这么说, 你是想我联系一下当地警局的警长, 然后让他跟你找个机会谈论。 亨利·埃略特听了王洛的叙述之后, 才说道, 不, 不是让我去跟他谈论, 王洛笑了笑否定, 只要您能够联系到他, 然后告诉他, 有一个建筑界的成功家, 想要跟他见面, 并且想要在哈里斯莫尔镇里面拥有一处房产, 供以后养老就行了, 接下来的安排全部交给我就好。 亨利·埃略特听到王洛的计划, 不由得说道, 亲爱的王, 你还是那么心思缜密, 放心吧, 你交代的事情我会办好的, 如果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尽管来找我好了。 说吧, 他与王洛告别后便挂断了电话, 忙着自己的事情去了。 王洛倒是松了一口气, 他收回电话, 心中开始庆幸当初在西班牙的时候 能够结交到亨利·埃略特, 为此省下了不少的麻烦。 曾经他在医学院毕业后出来实习, 刚好牵扯到了一桩大案子里面, 他的专业态度和敏捷的思维, 引起了亨利·埃略特的注意, 所以就此结交, 进而发展成了好朋友, 经常出现在各个犯罪角落里面。 王洛原以为回国之后, 两人的感情就会渐渐淡了, 毕竟繁忙的事物太多, 但没有想到, 亨利·埃略特还免怀疑他。 你的计划是什么? 张浩龙突然开口, 带着好奇的语气对王洛问道, 王洛梳理了一下想法。 是这样, 既然霍华德以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 那么我们干脆将计就计, 不要急于用原来的身份潜入进去, 那样难免会打扫惊蛇。 我打算等霍华德渐渐放松防备之后, 利用他的贪欲, 让一个陌生人带入进去。 而这个陌生人, 就是我先前杜撰的建筑业的成功家, 以打算找一个安稳的地方安顿晚年的身份, 与理查德进行洽谈, 从而吸引霍华德的注意力, 逼迫他们展露马脚, 同时也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进入镇子。 这个方法不会有什么纰漏吗? 张浩龙说道, 假如霍华德不接受其他人查阻他的产业呢? 不可能不接受, 网络微微翘起嘴角。 你想想看, 霍华德的作为是不被米加勒家族所接受的, 是叛徒的行为, 所以他被发现之后, 绝对有大部分的财产都被米加勒家族回收了回去。 暂时没有处理掉他的原因。 根据我所猜测, 恐怕正是因为米加勒家族另外一方的人, 想要利用最后一把, 作为争斗的条件。 你的意思是, 霍华德现在是需要任何独立于米加勒之外的资产拿到手中。 张浩龙惊讶地问道, 那这些房产不都是他的吗? 就算所有米加勒的房产都让给他, 你觉得他感动吗? 王洛笑眯眯地说, 以一己之力抗衡整个米加勒家族的怒火, 这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况且他没有这个资本。 其次, 哪怕我们失败了, 到最后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因为不是我们出面, 就不会打草惊蛇。 你的计划不错啊。 张浩龙难得地赞叹了一句之后, 便低下头, 下咽失误。 紧接着, 两人回到了酒店之中, 张浩龙待在房间里面休息, 王洛则走出酒店, 将电话打给了莫天庸。 我需要一个能够扮演角色的人。 王洛坐在公园的石墩旁, 淡淡地说道, 扮演角色? 电话那头的莫天庸, 明显地愣了一下, 随后杂舌说道, 你什么时候染上这种爱好的? 我可没有这种手下。 你…… 王洛文言深吸了一口气, 他无法通过莫天庸的语气判断出来, 这家伙是不是在开玩笑, 但还是努力克制了下来, 说, 我的意思是, 你给我找一个能够善于伪装的人, 懂吗? 哦, 莫天庸回应了一声, 也没有问询王洛原因, 想了想便说道, 你等会儿啊, 我有个蛮不错的人选, 我马上让他联系你, 就这样。 莫天庸短促地挂断了电话, 王洛也没来得及说再见。 王洛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从机关出来的人的办事态度, 能够轻易地迂回, 也能够干脆利落。 两分钟后, 王洛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他连忙接过, 说道, 你好,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较为细腻的男生, 说道, 是王同志吗? 我是李洁, 老大让我联系你。 行, 你现在有空吗? 咱们一块出来吃个饭。 王洛心中, 想着还是要见到审视一下, 看看是否符合条件, 以免出现差错, 便主动说道, 现在可能不行, 老大说你在西班牙, 但是我现在还在国内。 电话那头传来无奈的探声, 李洁说道, 这样啊, 王洛闻言, 那么, 明天再见。 行, 我处理一下这边的事物, 等到了之后给您打电话。 李洁松了口气, 原本他以为王洛会强行让他赶到西班牙, 虽说那样他并没有什么怨言, 但实在太伤神了。 正当他打算挂断电话的时候, 却被王洛打断了。 对了, 你口中的老大告诉我你善于伪装, 明儿在见面的时候能否露一手? 王洛颇感兴趣地提醒道, 啊, 这倒没有问题, 李洁迟疑了一下, 嗯了一声表示同意。 那行, 就先这样, 王洛笑着挂断了电话, 心中对着家伙多了一丝期待。 四日, 清晨, 王洛在睡梦之中接到了李洁的电话, 不得不感叹他的速度。 王洛在电话之中告诉了李洁自己的地址, 并且让他在所住的酒店楼下找一家餐厅稍微等会儿他。 迅速了收拾一番之后, 王洛来到了酒店楼下。 来根西餐厅是一家西式餐厅, 这种餐厅在西班牙并不少见, 但这家的口味比较符合王洛的胃口, 李洁正好也就无巧不巧地选择了这个餐厅。 王洛对门口的服务员露了一个笑容, 整理了自己的衣领, 走进了餐厅。 由于现在是清晨, 大多数人要么在上班, 要么还没有起床, 所以餐厅里面基本上算是空空如也。 王洛打量了一圈, 却发现整个餐厅只有一桌坐着客人, 是一个打扮十分靓丽的成熟女性, 神情淡漠, 一张标志性的亚洲脸, 翘着二郎腿, 手中端着酒杯, 靠在背椅上, 微微将头看向落地窗外。 阳光透过高脚杯照射起脸庞, 显得十分高贵。 王洛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难不成李洁放了他的鸽子? 这怎么说都不可能, 毕竟墨田雍手底下做事的人, 他还是特别放心的。 于是, 他便只好拿出手机, 将电话打了过去。 刚一拨通, 王洛的另一只耳朵便听见餐厅里面传来了电话的响铃声, 好奇的他寻着声援看了过去。 在那唯一一个有客人的桌上, 一部iPhone手机正缓缓地震动着。 王洛整个人在原地愣了一下, 随后便看到那桌上的客人缓缓抬起头来, 目光转到了王洛的身上。 王同志, 那女性站起了身子, 颇为拘谨地伸出自己的手, 对王洛摆了摆, 说道, 这里, 这里。 王洛按掉了手中的通话键, 走到了其面前, 开口说道, 黎洁? 是的, 是我。 黎洁咧开一口白牙笑了笑, 五官颇为精致。 这声音没错了, 王洛心中有了底, 便说道, 坐吧, 我还以为你是男呢。 黎洁哈哈一笑, 依旧用偏男性的细腻声音说道, 你没看早眼。 啥? 这回轮到王洛不可思议了, 他打量着黎洁, 心中想着, 这完全没有任何男性的特征, 除了声音之外, 不是您说要看看我的伪装能力吗? 黎洁依旧礼貌地笑了笑, 说道, 这就是我的能力之一。 真是神奇, 王洛惊叹了一句, 随后说道, 如果不是你亲口承认, 恐怕不久后就会有帅气的西方男子 过来找你搭讪了吧, 要怪就怪这副打扮实在太过吸引人了。 王洁依妙赞了, 黎洁笑着谦虚地说道, 听莫老大说, 你是法医, 那么您肯定知道什么叫性别认同吧? 性别认同? 王洛一愣, 点点头, 回答道, 我依稀记的书上是这么说的, 性别认同是对自身性别的正确认识, 即掌握自己的性属性或相应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 儿童总是以确定的性别身份进入这个世界, 从他们一问世, 父母便开始与特定性别相适应的特定方式来对待他们, 如姓名, 服饰, 玩具, 乃至以后的行为要求, 生活方式, 道德准则等等。 儿童从成人对他们的态度中开始接触到自身的性别问题, 并且开始以某些外部标记来区别周围的男性和女性。 是的, 我是一名性别认同障碍者。 李洁淡淡地对王洛解释道, 身体为男性, 思想为女。 性别认知是有脑结构基础的, 我不认为这是一件放不上台面的事情, 任何人都有决定自己性别认同的权利。 王洛并没有对李洁的解释产生多么大的反应, 而是说道, 谢谢, 李洁对于王洛的回答表示笑意, 不过这也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可以随时随地切换性格, 才因此能够进入到部门。 难怪莫老大说你伪装能力出众, 王洛并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他已经将面前的这个人, 当成了完完全全的女性, 因为你无法从其身上看出任何男性的特征, 反倒是没有一处不透露出女性的高贵气质。 我们先点吃的吧, 李洁建议道。 王洛微微点头, 他目前并不是特别开始着急任务, 毕竟亨利·埃略特那边还没有传来消息。 叫来服务员点完西餐之后, 李洁便再次主动开口, 对王洛问道, 我们这次的任务情况是怎么样, 需要我做些什么? 是这样的, 王洛想了想, 信中大概有了一些规划, 对其说道, 我打算让你在建筑业非常出名的成功家, 需要对这方面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 因为有可能会遇见同类的人士对你发问, 然后你的目的是打算在一个叫哈里斯莫尔镇的地方, 寻找一块土地, 并将其收购下来, 用来建造属于自己的豪宅, 供自己养老, 这是背景。 明白, 李洁神色严肃了一些, 说道, 主要任务则是, 你需要潜入到镇子里面, 与那些人打好关系, 并且试图找出一个叫庞德迈的人, 具体的关系和资料, 我会慢慢叙述给你听。 网络喝了一口红酒, 选择性地将事情经过, 为李洁叙述了一遍, 案件的大致情况, 后者基本上了解了。 也就是说, 需要先利用金钱的诱惑让这几个人上当, 然后借此找出他们犯罪的证据, 对吗? 李洁听完之后, 对网络说道, 是的, 尽量不要与我断开联系, 我会给你一些指导, 网络回答道, 不过不要暴露自己的目的, 否则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这倒没有关系, 李洁摇了摇头, 我会准备妥当的,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毕竟那些专业性的知识, 我只能够死记应备。 大概要多久? 网络表示李洁。 嗯, 三天左右的时间吧。 李洁低着头思考了一下, 最后认真说道, 还有就是, 需要您帮我安排一个住处, 安静一点的住处, 因为我对这儿不太熟。 那行, 交给我吧, 你放心准备就好。 网络没有犹豫, 便答应了。 随后, 两人聊了一些注意事项, 吃完了西餐之后, 网络便着手为其安排了住处, 安顿了下来。 法医主任第二百四十九集, 两天之后, 网络收到了亨利·艾略特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先是传来了亨利·艾略特抱歉的声音, 随后他告知网络, 经过联系, 理查德已经答应在明天下午进行会面, 地点正好定在了哈利斯莫尔镇霍华德的居住之地。 网络表示明白, 并且向亨利·艾略特表达了谢意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看来霍华德这个老油条, 并不想离开哈利斯莫尔镇这个庇护所, 如果他出来的话, 张浩龙就有机会逮到他了。 所谓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不过如此。 不过, 这倒是在网络的意料之中, 只好将所有的期望放在了黎杰的身上。 只要他的判断是对的, 霍华德现在已经什么都没了, 那么他肯定会耐不住, 迫切地想要得到一切让自己安心的东西。 那么露出破绽是迟早的事情。 此日, 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王洛与黎杰相约见面, 却发现他已经化妆成了一个中年男子的模样, 大副翩翩, 手中拿着一个公文包, 脸上皱纹有些多, 显得颇为憔悴。 甚至让王洛惊讶的是, 黎杰还将自己的声调特意变了, 听起来有一种沧桑感。 厉害, 王洛由衷地感叹了一句, 随后递给了黎杰一个小型的窃听器, 说道, 这东西你拿着, 我们会在附近监听, 保证你的安全。 黎杰谦虚地一笑, 接过了王洛递来的东西, 并没有过多发问, 直接坐上了车。 王洛告别之后, 直接开车, 前往哈里斯莫尔镇的目的地。 王洛已经与他交代完毕, 如果有什么变故的话, 会及时跟他联系。 事实上, 这多少让王洛心中没有把握, 毕竟不是自己亲力亲为的事情, 可他能够选择的只有相信, 凭借自己的身份, 是很难再进去哈里斯莫尔镇了。 你不怕他出事吗? 张浩龙站在王洛身后, 悠闲地叼着烟, 问道, 不如你去保护他? 王洛打趣道, 不熟, 张浩龙只是淡淡地说道, 他并不知道黎杰和王洛什么关系。 我想, 只要计划成功了, 霍华德别会按耐不住动手。 王洛摸着下巴说道, 走吧, 设备在另一辆车上, 我们开车, 去附近等着。 你好, 我是来自中东的建筑商, 班克罗夫特。 坐在车内, 王洛和张浩龙都戴上了监听器主体的耳机, 静静地听着那头传来的对话。 哦, 亲爱的班克罗夫特, 我是这个镇子的警长, 李查德。 我向你表示, 崇高的敬意, 作为镇子里面的东道主, 你可以称呼我为霍华德先生。 我想, 我的来意, 两位都知道了吧。 是的, 先生, 经过亨利·埃略特的提醒, 我们对你表示热烈的欢迎, 请问你是否还有其他的异象呢? 我只想给我自己找一个可以安享晚年的位置, 最好移山傍水, 我需要这里面有游泳池以及健身房, 总之不能够低于外界流行的别墅设计, 具体我会来把关。 五百平方, 这恐怕有点太大了, 因为我在镇子里面的占有田地并不多。 这是我的最低底线了, 我曾经在外面接受过的建筑设计, 最低都有五百平米以上, 你们提供不了的话, 我只能够找其他的地方了。 事实上, 我一直对于这个神奇的镇子感到向往, 毕竟这里十五年来都没有犯罪情况发生, 对吗? 我相信我未来的子女待在这里, 比待在那些繁杂的社会城市要好得多了, 这里简直是一个绝佳的养老居住地。 可五百平方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想象。 那您的意思是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吗? 不不不, 班克罗夫特先生,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霍华德先生只是考虑了分配资源的问题, 这些我都可以搞定, 只不过我想问问你。 是价格的事情吧, 我只能够这样告诉你们, 价格完全不用担心, 这是关于我未来养老的事情, 我不会吝啬。 那真是太好了, 像您这种成功家, 肯定有着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如今有幸一见, 果然不凡。 班克罗夫特先生, 容许我冒昧地问一句, 您是否对宗教有什么信仰呢? 听到这儿, 网络的身子瞬间紧绷了起来。 这是一个关键点, 他曾料到霍华德会对黎杰追问底细, 这恐怕便是第一关了, 具体要看黎杰怎么应对。 哦, 宗教信仰, 我是一个无宗教者, 但我对于任何宗教都带着敬意。 听到这段回答, 网络心中松了口气, 黎杰说的还算中肯, 并没有多少自我冲突, 霍华德说, 也就是说, 您可以随时加入某个教派吗? 嗯, 那也不一定, 具体要看这个教派的信仰教义适不适合我, 盲目地选择宗教只会影响到自己, 不是吗? 其实对于我这种商人来说, 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信仰只能够带给精神上的支持, 你们说是吗? 黎杰话说到这儿, 先听器的声音停顿了几秒, 霍华德说, 不知班克罗夫特先生对于当前的建筑业形象是否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呢?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叫做乔修尔, 与您同样是建筑商, 我相信您进来哈里斯木尔镇的时候也看到了, 这些房屋有大部分都是他独自设计的, 将整个哈里斯木尔镇规划得十分合理, 但我相信他跟您还是有些许差距的, 所以我打算叫他来, 特地向您请教一些问题。 王洛和张浩龙闻言都是一愣, 这种情况让人未曾考虑到, 而从霍华德的语气听来, 似乎并没有给理解拒绝的机会, 因为在半分钟过后, 监听器那边便传来了乔修尔进门打招呼的声音, 事情越来越混乱了, 王洛心中有些担忧了起来, 霍华德说, 我的小修尔, 坐在我身旁的这位是班克罗夫特先生, 他在建筑商的造诣要比你丰富得多, 现在正好有一个良好的机会, 你可以向他请教专业类的问题, 我想以班克罗夫特先生的大气是不会拒绝的吧, 敲修尔说, 我的天哪, 真是荣幸之至, 原谅我的冒昧, 班克罗夫特先生, 理解在一旁, 不用这么拒心,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 敲修尔说, 真是太棒了, 我目前正在哈利斯莫尔镇里面规划一座酒吧, 由于占地面积的问题, 我打算造一个地下室, 遇到了一些麻烦, 不知道您对于设计这方面是否有所涉猎, 黎杰说, 好的, 请说吧, 敲修尔说, 好的, 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与上层共用楼梯间, 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与楼梯间出口处设置了以及防火门, 未按规范要求在首层与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入口处设置, 但已将上层空间或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空间隔开, 这样的设计是否可以认定满足需求呢, 我个人认为这完全可以省下不必要的麻烦, 黎杰说, 天哪, 敲修尔工程师, 这当然是不可以的行为, 按照我在其他城市里面设计的成果, 不知您是否有考虑到另外一点, 敲修尔说, 抱歉, 我不知道您在说哪一点, 黎杰说, 当然是最容易造成披露的一点, 关于安全方面, 如果像你所说这样设计, 那么遇到火灾或者其他自然灾害, 人为灾害紧急疏散的时候, 人员会误入到地下室楼梯间形成拥挤, 从而减少生存下来的几率, 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倘若在繁华一点的城市, 这种地方是不能够有人进入的, 敲修尔说, 真是准确又到位的分析,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黎杰说, 过奖了, 这只是一些基础知识而已, 还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吗? 敲修尔说, 关于封闭楼梯间, 访烟楼梯间开窗, 与相邻房间开窗, 窗间墙尺寸, 以及转角尺寸, 是否需要按规范GBJ16-87第715条, 以及GB50045-95第521条, 强制的规定, 我认为上述墙体不为防火墙, 是否可以不考虑, 因为这显得太过繁杂了, 黎杰说,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封闭楼梯间, 为何要求设双向弹簧门, 因为它有防烟器要求, 高层封闭楼梯间, 和防烟楼梯间, 为何要设防火门, 说明有防止火灾蔓延的要求, 因此, 相邻的窗洞口的间距, 应该有相应的防火分隔要求, 规范是用来保证安全措施能够稳定的原因之一, 任何一个不按照规范来建造的建筑, 不能够称之为合格的建筑, 我也不想我的别墅会被这种人设计, 你觉得呢? 王洛能够听得出来, 黎杰的话语之中又转移了话题的味道, 但他的答辩非常完美, 乔秀尔说, 非常抱歉, 是我鲁莽了, 我的问题问完了, 不得不说, 班克罗夫特先生的专业性非常强, 这是我无法企及的, 我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 霍华德说, 好了, 你先去忙吧, 我们与班克罗夫特先生, 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商谈, 理查德说, 看来班克罗夫特先生, 果然是一名出色的建筑师, 李杰说, 事实上, 我已经退居幕后了, 多数时候都是闭着眼睛数钱的, 像这种基层需要处理的活, 一般都不需要上司主动参与, 我想, 如果换作另外的人来, 恐怕都难以对得上, 乔修尔工程师刁钻的问题吧, 气氛因离结这疑问, 突然沉静了下来, 网络自然知道, 这是离结, 开始从话语上反击霍华德和理查德了, 霍华德说, 非常冒欠我们的貌美, 但我想, 这会给您带来无比大的利益, 理解说, 利益, 什么利益, 难道你们想帮我分担一部分费用吗, 理查德说, 想必班克罗夫特先生压根就看不上我们的金钱吧, 哈哈哈哈, 霍华德说, 我有一个能吸引班克罗夫特先生的取材之道, 不知班克罗夫特先生是否感兴趣呢, 听到这儿, 汪络便意识到重头戏来了, 他不禁屏住了呼吸, 仔细聆听着每一句话, 霍华德抛出橄榄枝的行为, 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家伙已经成了孤家寡人, 想要得到米加勒家族的原谅, 只有一个办法, 带来比他曾经贪过的利益还要多的利益, 理解说, 哦, 不妨说给我听听, 霍华德说, 再说这个方法的前提, 是需要班克罗夫特先生, 有着伤人该有的贪欲, 以及无时无刻不为自身考虑的信心, 理解说, 哈哈哈哈, 你所说的这种想法, 早就在我二十岁那年就有了, 不然你认为, 我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的, 监听器那头传来了鼓掌的声音, 以及霍华德和理查德附和的笑声, 紧接着, 霍华德将自己的方法全程, 十分得意地说给了离解听, 而王洛和张浩龙也听得一清二楚, 这其中包含了如何控制一个人的所有, 并且提到了一个物品, DB-1的衍生品, 从霍华德的叙述来听, 他似乎也不知道这种药物的具体名称, 只是听到了药物名为Kiz开头的药物, 他将药物的效果说了一遍, 通过具有成瘾性的化学成分, 再加上生产出来的高科技芯片, 植入到人脑里, 从而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 可以指挥他们做任何事情, 甚至, 自焚, 是的, 就是自焚, 霍华德的叙述里面并没有掩饰这两个字, 就那样当着离结的面, 用带着疯狂的口吻喊了出来, 当王洛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额头上的冷汗瞬间就低落下来了, 这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恐怖, 霍华德毫无疑问具有极其庞大的危害性掌控人格, 从他的话中可以听得出来, 他对这种事情十分的满意, 对自己的手段十分的满意, 他渴望人们服从他, 渴望人们将他奉为可以随意剥夺生命的神, 这已经脱离了犯罪的势头了, 足以称之为邪恶, 也净人格, 一旁的张浩龙突然开口, 他正视着王洛说道, 这是X组织需求的观念, 什么, 什么意思, 王洛瞳孔略缩连忙追问道, 法医主任第250集 社会性隐形人格是X组织创始人提出来的一种观念, 张浩龙淡淡地解释道, 在每一千人中就有百分之十的人具有这种人格, 而这种人格具有两种性质, 一,被某种方式激发引导出来, 二,在某个时间点自行爆发, 会有什么后果, 王洛不明所以, 后果, 张浩龙痴笑了一声, 你眼前不是有很多的例子吗, 例子, 王洛眉头一皱, 你的意思是, 你, 你也具有, 跟前厅器里面那家伙一样, 不过他是较为疯狂的那一类, 张浩龙耸了总先吧, 这种人无法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想法, 他一生都会活在这种人格之中, 除非受到X组织的吸纳, 才能够很好地管控下来, 按照你这么说, 这种人随时随地都会对外面的社会产生威胁, 那么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们X组织会对这种人进行吸纳, 王洛十分不解地追问道, 这不是相当于将一群狼养起来了吗, 勒大于毕的差别罢了, 张浩龙不厌其烦地解释道, 以你的聪明完全可以联想出来, 当X组织控制了霍华德这一类人, 那么霍华德再去控制其他人, 也就相当于X组织控制了这些人,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王洛点了点头, 心中却早就泛起了惊涛骇浪, X组织如果真的是这种运营模式的话, 那么他毫不怀疑, 这个组织里面存在着无数与霍华德相似的人, 或许他们也曾经在社会的某个角落里, 做着和霍华德相同或者相似的事情。 自焚, 多么可怕的字眼, 单单看到这个字就能够感受得出来, 他有多么的亵渎灵魂, 多么的让人未寒, 怎么, 害怕了? 张浩龙嘲讽地看着网络, 你别忘了, 你现在也是X组织的一员了, 我想我现在应该明白, 为什么X组织会对DB1感兴趣了, 网络并没有直面回答, 而是说道, 他们是想找到更好掌控人性的道具吧, 你别忘了, 在这10%里面, 依然有些人的隐性人格一辈子都不会被激发出来, 所以这个概率还是非常难得的, 张浩龙说道, 组织费尽心思在找寻这些人, 而你同样是, 那么, 为什么我没有被激发出来, 网络摸着自己的下巴, 说话的同时, 心中开始回想, 自己是否有那些邪恶的想法冒出, 时辰为道罢了, 张浩龙似乎并不想谈论下去了, 正好监听器里面传来了对话, 李杰说, 真是令人感到疯狂的举动, 霍华德说, 不不不, 如果您仔细对待的话, 会发现这里面有着无穷大的好处, 假设有一天, 被我们掌控的教徒们, 是某个国家的政治主脑呢, 李查德说, 这真是令人感到兴奋又疯狂的决定, 李杰说, 我想, 我可能接受不了这么疯狂的举动, 而且从您的叙述来看, 这似乎不能够为我带来多少的利益, 霍华德说, 我们只需要您提供一些财力就好, 研究那玩意儿需要不少的钱, 一旦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那么就可以得到比钱还要珍贵的东西, 人心, 我想, 这绝对比区区一点的钱财来得更管用吧, 李查德说, 我们甚至可以试图将这东西植入你的竞争对手里面, 让它们沉浮于你, 李杰说, 这恐怕, 霍华德的语气明显地激动了一些, 他双手拍在了某些物体上,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钱, 我只需要钱, 其他什么都不用你操心, 你, 坐在家里等待就好, 霍华德的声音嘶哑了几分, 网络当即开始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答应下来, 快答应下来, 收起你这该死的正义感, 网络嘴里开始念叨, 他的心脏开始加速跳动, 监听器上并没有准备对讲功能, 所以网络的话根本传不到李杰的耳朵里, 而李杰在与他会面的时候, 并不知道霍华德是这么一个变态邪恶的人, 李杰说, 非常抱歉, 我需要仔细考虑一下, 当李杰话音落下的时候, 网络瞬间头皮发麻, 紧接着, 他便听见李杰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摩擦声,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混乱的肉体碰撞声音, 带着霍华德那邪恶之音, 安住他, 安住这该死的家伙, 我要让他听我的命令, 听从我的指挥, 监听器被破坏, 机体收不到任何信号了, 糟糕, 王洛大叫一声, 说道, 出事了, 走, 过去看看, 张浩龙显然比王洛的反应更快, 他直接走到驾驶座上, 从座位下, 套出了一把黑色的手枪, 在座上驾驶座发动了引擎, 王洛心中不免焦急了起来, 先前, 若是黎洁暂时答应下来, 霍华德和理查德, 绝对不会动用强硬的手段, 而是选择和蔼的语气洽谈, 这样就让双方都有了缓和的机会, 但王洛心中知道, 出山于机关的人都带着正义, 身为莫天庸的手下, 黎洁更是无法摒弃, 当他听到霍华德的叙述后, 毫无疑问地选择了拒绝, 因为这是歪门邪道, 是害人之举, 他心中根本不接受, 可霍华德已经交代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他会任由理解转身离去吗? 这显然不可能, 所以只剩下另外一种选择, 利用霍华德所说的那种手段来掌控理解, 从而将其变成自己的傀儡, 王洛心中颇为懊悔, 其实他早该想到霍华德会做出这种狗急跳墙的事情, 他不应该让李洁独自前往。 张浩龙一路将油门踩到了底, 但到了哈利斯莫尔镇镇口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将车停下来之后, 王洛和张浩龙当即便冲了进去, 朝着霍华德的别墅赶了过去, 但当他们踏进哈利斯莫尔镇的时候, 却无巧不巧地被当地的居民发现了, 于是气氛一触即发, 街头传出了尖叫声, 原本平和下来的镇子突然就一窝蜂地涌出, 不过三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镇民们都冲了出来。 他们拿着手中任何可以防身的物品, 他们举起自己的手, 叫嚣着,怒吼着, 让王洛等人离开哈利斯莫尔镇。 无数句难听的话传入两人的耳朵, 王洛只能硬撑着头, 试图从人群中钻出去, 但是这些人凝聚起来后, 就好像一道厚实的墙壁, 无法穿过。 咔! 可就在这时, 忍无可忍的张浩龙举起手枪, 朝着空中开了一枪。 剧烈的枪响声, 伴随着硝烟在人群之中散开, 刹那间,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下一枪就是打在你们那该死的身体上面了。 张浩龙用十分生疏的西班牙语冷漠地说出了这句话, 便直挺挺地穿过了人群。 居民们带着恐惧的眼神为他让出了道, 网络也紧随其后, 而在他们脸上, 带着那些从未与罪恶面对面的恐惧感, 甚至有的人不禁污液了起来。 网络哀哀地叹了口气, 并没有多做发言。 多年来消失的犯罪率, 让这群人几乎忘记了世间的邪恶依旧存在。 所以, 他们面对邪恶的方式只剩下恐惧, 而不知如何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人海战术控制网络和张海龙, 但他们没有。 谈不上好坏, 但网络希望张浩龙交给他们的这一刻, 能够让他们深深铭记下来。 罪恶永远不会消失。 穿过人群, 顺利地来到了霍华德的别墅。 这儿的门前已经聚集了一群守卫, 他们身上别着枪。 怎么进去? 网络焦急地看着张浩龙。 张浩龙对网络挥了挥手, 说道, 便是张浩龙所为。 这地方可以通到我带你去的那个仓库。 张浩龙并没有多过解释, 而是带着网络就这样跳了下去。 洞里面有着一股泥土湿了后的霉味, 但并不碍事。 两人很快通过通道来到了张浩龙所说的仓库。 仓库这儿的漏洞依然没有被修复, 想必霍华德已经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恐惧, 或者说外面的防守森严, 他已经放下心来。 张浩龙带网络来这儿也只是碰碰运气, 没想到我真没有被发现。 两人静悄悄地来到了会议室, 这地方的门口站着两名人高马大的安保, 想必黎杰就是在里面进行的谈话。 网络转头看了一眼那些在别墅门口周围巡逻的警卫们, 转头对张浩龙说, 我们大概有两分钟的时间能够进去查看。 你得想想怎么能出来, 张浩龙问道, 防守这么森严, 还搞出大动静, 出来不被打成筛子, 这倒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能确定霍华德在这个房间里面。 网络安心说道, 按照现在的情形, 他们是不能够对我出手的。 张浩龙闻言便点了点头, 捏了捏手中的枪, 说道, 跟紧。 随后他还没等王洛出声, 便一个步子冲了出去。 王洛只好紧随其后, 只见张浩龙直接来到门口的两名安保面前, 砰砰连开了两枪, 打在了额头之处, 直接将两人毙命, 不但丝毫拖泥带水。 此番景象令王洛目瞪口呆, 但很快反应过来, 与张浩龙一同推开门, 冲了进去。 我不其然, 在会议室里面有三个人, 其中, 李杰被平放在沙发上, 背部朝上面部朝下。 霍华德和理查德两人都戴着白色的手套, 其中一人拿着医用针线, 一人拿着针管。 当王洛和张浩龙走近的时候, 霍华德和理查德同时愣了一下, 随后大叫出声, 你们怎么进来的? 不! 张浩龙直接举起手中的枪, 射在了霍华德左边的花瓶上, 以此回应了他。 霍华德顿时冷汗就下来了, 他连忙给理查德使了一个眼色, 说道, 别冲动, 别冲动。 理查德眼中闪过一丝阴郁, 最后放下了手中的东西, 与霍华德一同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滚开。 张浩龙对两人摆了摆手说道, 霍华德和理查德便往旁边, 移开了去, 张浩龙始终用枪口指着他们, 所以他们不能轻举妄动。 而王洛见着两人移开, 便连忙冲到了黎杰的面前, 开始查探他的呼吸, 发现暂且平稳, 同时望向理查德问道, 马醉戒。 理查德点了点头, 将手中的针管放在了地上。 王洛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黎杰, 随后将其扛在了自己的身上, 转身朝着门口走去。 把你身上的枪扔了。 张浩龙将网络阻拦了下来, 同时对理查德说道。 理查德愣了一下, 随后缓缓伸手将自己腰间别着的枪, 拿出来扔在了地上。 你, 过来。 张浩龙又将枪指向霍华德冷冷地说道。 网络见状便瞬间明白了他的用意, 将霍华德当成人质。 于是, 霍华德就这样被枪抵在了脑门上, 跟着走在最前面的网络, 会议室外面走去。 当三人一同走出门口的时候, 警卫们已经朝着这边汇聚了过来, 整个过程也都才两分钟不到的事情, 网络算得刚刚好。 让他们都别乱来, 我需要一辆车离开。 张浩龙用手扼住霍华德的脖子, 同时用手中的枪顶住他的脑门, 一字一句地说。 霍华德咬了咬牙, 不得不按照张浩龙所说阻止了面前的守卫们, 他并不想丢掉自己的性命。 于是, 王洛和张浩龙便坐在了车上, 将车开到了哈利斯莫尔镇的阵口, 便将霍华德直接扔在了地上, 踩下油门, 呼啸而去。 这来得快, 去得也快, 霍华德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张浩龙开车离去, 咬着牙, 脸色铁青。 法医主任第251集 依旧是瓦伦西亚的医院, 王洛和张浩龙迅速将李杰带到了医院进行救治。 好在经过检查之后, 李杰并没有受到多么大的伤害, 只不过镇静剂的伎俩过多了一些, 所以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醒过来。 而在他的左耳后方, 有着一道已经被缝合了的小祸口, 里头有着一块黑色的小心片, 出于安全考虑, 网络并没有让人将它取出来, 因为他有着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办。 监听器的录音文件已经被他烤在了U盘里, 他将U盘封装起来, 准备驱车赶往米加勒家族。 西班牙国城是西班牙最大的都市, 同样是整个西班牙的经济命脉, 这里汇聚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商人和贵族, 其历史文化一技丰富, 现代设施齐全, 服务业同样发达, 素有欧洲之门的称号。 王露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发达城市, 他出国之后待过的地方就是国城, 并且认识了亨利·埃略特警长, 受到了导师穆里奇的培训。 而背景实力雄厚的米加勒家族的主要据点, 同样在此, 这地方也是阿比盖尔米加勒的生活之地。 至于真正的米加勒家族到底在哪儿, 王露不得而知。 根据文献记载, 米加勒家族的势力在很早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遍布全球, 与其说是居无定所, 倒不如说是产业繁多。 基本上欧洲每一个城市都有米加勒家族或多或少的设计。 在到达国城之后, 王露来到了阿比盖尔的住处, 位于国城正中心最高的金融大厦顶层。 当网络走近的时候, 甚至不由得感叹, 这地方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足以堪比超五星级总统套房的私人别墅, 不仅包含小型泳池, 甚至还有着随时随地可以调遣的直升机。 里头有着不少镀金的装饰, 宛若一座豪华的皇宫殿, 典雅而不识气质, 无时无刻散发着贵族的气息。 这与王露想象中的没有多大差别, 毕竟阿比盖尔的身份值得住上这种地方。 他由专人带领进入房间后, 便见到了穿着一身睡衣, 躺在泳池边上打瞌睡的阿比盖尔米加勒。 嗨,亲爱的洛。 见王露来了之后, 阿比盖尔便连忙起身打了个招呼, 丝毫没有摆架子。 进来的一瞬间, 我还感觉压力有点大。 王露笑眯眯地与其点头, 半开玩笑地说, 不不不, 只要你想要, 这间空中别墅就送给你了。 阿比盖尔米加勒直接开朗地一笑, 拍了拍王露的肩膀, 说道, 王露闻言也只是一笑而过, 随后他便直入主题, 说, 我有点东西要给你, 你这里有没有电脑? 阿比盖尔米加勒见王露神色严肃起来, 便微微点头, 带着他来到客厅, 这儿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王露将U盘插了上去, 开始播放理解在哈里斯莫尔镇与理查德·霍华德谈判的录音。 两人都静静地听着, 呼吸声也已经压到了最低, 这并不是寻常的事情, 所以需要用心对待。 很快, 录音戛然而止。 听完这一切的阿比盖尔狠狠地皱起了眉头, 像是在思量着什么。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网络见状, 愣了一下, 问道, 霍华德的这种行为, 已经完全超脱了米加勒家族的掌控, 而这个家伙不知道手底下私吞了多少家族的产业。 阿比盖尔米加勒解释道, 所以这个录音并不是没有作用。 什么? 我们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他的想法吗? 网络不解地说道, 这个家伙妄图利用某种药物来达到对普通人的掌控, 甚至将自己奉为神, 这种人就不应该存在。 阿比盖尔米加勒听到网络的话, 只能够无奈地叹了口气。 亲爱的洛, 你应该明白, 米加勒家族这么多年来屹立不倒的原因是什么? 古往至今, 掌握了全世界绝大财富的种族, 才能够经久不衰。 而那些, 妄图利用理论来征服世界的人, 最终都落了个不太好的下场。 王网络文言一下子便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深吸了口气, 说道, 你的意思是霍华德的这种行径不应该归你们管, 最重要的还是找到他剥夺米加勒家族利益的关键证据, 对吗? 阿比盖尔米加勒点了点头。 即便霍华德的行为足以让人神共憤, 但这依旧与米加勒家族无关, 这并不是绝情, 是事实。 米加勒家族没有义务去帮助世界上驱逐邪恶, 因为我们秉持的理念从来都是利益之伤, 相信到时候阿洛克斯同样会以此来反驳我, 所以你带来的这个录音, 顶夺只能表明霍华德现在的野心之大超脱了掌控, 想要将他送进地狱永不翻身, 难。 王罗捏了捏拳头, 只能够努力克制下来自己内心中的气氛, 对于他来说, 阿比盖尔口中的这种理论完全不能接受, 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无比自私的做法, 原因仅仅是不利于家族自身以后的发展, 所以撇清了与罪恶的关系, 可如果霍华德没有借用米加勒家族这种庞大的资源, 来为自己的邪恶理想助力, 又怎么会成功? 所以米加勒家族无形之中也成为了帮凶。 只要能为米加勒家族带来利益, 且不伤害米加勒家族的利益, 那么无论那家伙做什么事情都与家族无关。 阿比盖尔米加勒继续说道, 这种事情应该交给西班牙的警方处理, 他们可比米加勒家族要专业得多。 无论如何, 听到这番解释的网络,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失落感。 他终于明白, 原来正义不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甚至于层次越高的人所见到的正义就越小, 因为他们站在高峰, 可以低头俯视这隐藏在世间的邪恶。 最重要的是, 这些邪恶触碰不到他们的利益, 甚至连他们的脚趾头都碰不到, 所以就认定与他们无关。 真是可笑的理论, 王洛心中如是想道, 不过,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主意, 阿比盖尔米加勒突然话锋一转, 说道, 王洛面带疑问地看向他, 说, 什么? 虽然这个录音对米加勒家族没有用, 但对于一直致力于打击犯罪势力的国城警局, 可就不一样了。 阿比盖尔米加勒摸着下巴说道, 我相信, 如果这个录音被他们听到了的话, 绝对不会含糊过去。 王洛文言心头瞬间开朗, 阿比盖尔的建议相当于给他提了一个醒, 既然米加勒家族不能够代表正义来解决邪恶, 那么并不代表着邪恶没有对立方。 王洛将U盘收了起来, 站起身子对阿比盖尔米加勒说道, 你这个主意倒是给了我启发, 我正好打算去国城警局一趟, 说不定可以有什么收获。 阿比盖尔米加勒回答道, 非常抱歉, 亲爱的洛, 米加勒历来的规矩是这样, 你们的国家有一句话, 叫做, 无规矩不成方圆, 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我的想法吧。 王洛点了点头, 表示道, 我理解这并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做出的决定, 我相信如果是你个人的话, 肯定会不拎出手, 站在我这一边, 对吗? 阿比盖尔米加勒笑着点头, 眼睛快要眯成了一条缝, 于是, 王洛打了个招呼, 便离开了这座金融大厦, 直挺挺地朝着国城警局前去。 国城警局同样坐落于国城的中心, 也同样是一栋警员大楼, 但比起最高的金融大厦, 显然要小许多。 当王洛来到警局的时候, 他并没有提前通知亨利·埃略特, 因为他知道, 这个时辰的国城警局, 如果没有什么大案子发生的话, 一般都在悠闲地体验午休时间。 他轻车熟路地走进警局的大门, 这儿一直都是开放状态, 只不过他待的地方是接待大厅, 想要走进其他警员的办公室, 只是普通的身份是不行的。 接待大厅专门用来接待报案的人员和登记身份, 而王洛所要登记的事情, 完全不用经过这儿登记。 一切都没有变换啊, 网络看着这熟悉的布局, 只是装修稍微变得豪华了一些, 其他基本上与他曾经待过的地方没什么两样, 加上警局里多了一些生面孔, 多半是新鲜血液, 替代了老旧的人, 不值得惊讶。 他直接进入警员办公厅的入口, 这儿放着一张办公桌, 桌上坐着一个又肥又壮, 看起来将近五十多岁的老警员。 他满是老简的手, 正在翻阅着几张文件, 头也不回地, 机械般地说, 证件。 王洛见状, 只是笑眯眯地趴在桌子上, 然后将那老头手中的文件抢了过来, 说了一句, perfect。 老警员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猛地抬起头来, 见到是王洛后, 竟露出了十分激动的表情, 张开嘴惊讶地说话都不利索了。 你, 你, 是你, 是我, 老布鲁, 没想到你还没有退休啊。 王洛露出一口血白的牙齿, 对老布鲁笑眯眯地说道。 老布鲁先是抚摸着自己的胸口, 平复了一下心情, 随后满是笑意地看着王洛说道。 你不是回国了吗? 怎么有空来这里了? 因为来这儿办点事情, 正好给国城警局提供点案件业绩, 王洛哈哈一笑, 随后说道。 亨利警长今天在这儿吗? 我记得你离开之前, 也给国城警局带来了无数的好处, 才有了现在警局的模样。 老布鲁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没想到你还记得这儿的事情, 亨利警长现在正在里面审批文件, 最近海关那边出了点麻烦, 他需要把把关, 需要我帮你通知他吗? 我想他要是知道你来了, 肯定会高兴地笑出声。 王洛感激地点点头, 那就麻烦你了, 老布鲁。 老布鲁表示这只是小意思, 随后转过身去走进了办公室。 过了半分钟左右的时间, 老布鲁便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示意王洛直接进去, 表示亨利·埃略特已经在里面静待了。 王洛连声道谢, 不带犹豫地走进了办公室里面。 随后, 他便听到了一声爽朗的笑声, 一只大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呵呵, 我的老朋友, 亲爱的王。 高大壮硕的亨利·埃略特警长, 面带威严的同时, 笑意一出, 站在网络面前大声地说道。 他这一声高呼, 引起了整个办公室警员的注意。 所有人的目光,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王洛的身上。 其中步伐有听过王洛事迹的人, 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 甚至发出了一声惊叫。 王洛只能够善笑着, 面对亨利·埃略特, 说道。 老朋友, 好久不见, 亨利·埃略特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 他搂住王洛的肩膀, 说道。 怎么突然跑来了西班牙国城, 也不告诉我呀, 万一我今天不在这里呢, 那你不是白跑了一趟吗? 这不是来不及吗? 王洛尴尬地摸着后脑勺说, 找个安静点的地方, 我有点要紧事, 要跟你商量。 亨利·埃略特自然知道王洛的反应 不像是装出来的, 便带着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随便坐吧, 这地方你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亨利·埃略特指了指一旁的沙发, 问道。 是不是镇子那边出了什么麻烦, 需要我出手啊? 王洛之前让他约出理查德的时候, 告知了一部分原因给他, 所以他会问出这种问题, 也不奇怪。 是这样的, 经过会谈, 我得到了一部分录音, 我想你应该有兴趣听一听。 王洛并没有着急向其讲明所有, 而是卖了个关子。 哪有笔记本? 亨利·埃略特递给了王洛笔记本电脑, 等他插上U盘的时候, 两人安静了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录音文件基本上已经全部被亨利·埃略特一人听得清清楚楚。 真是, 该死。 许久才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事实上他心中已经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霍华德的意图已经从录音文件里表明得清清楚楚, 对于亨利·埃略特来说, 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恐怖的犯罪分子。 他的那堆想法是完全不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 西方国家的宗教主义一直让王洛心中搞不懂,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人才明白宗教代表着什么。 有什么想法? 王洛略带期待地开口问道。 他可不希望得到跟米加勒家族理论一样的答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会对整个西班牙的正义感到失望。 果然, 不出王洛所料, 亨利·埃略特直直地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义愤填膺地说道, 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够被容忍的, 镇子里面的执法人员都与犯罪分子同流合污, 已经违反了相关条例, 你放心, 我必须做出干涉, 这是规矩。 王洛这才松了口气, 心想还是自己的老朋友靠谱, 说道, 实不相瞒, 我还有另外一个事情要告诉你, 前提是你愿意帮助我接下去这件事情。 哦, 什么事情, 尽管说好了。 亨利·埃略特并没有犹豫, 直接说道, 霍华德实际上是米加勒家族的外卫成员, 网络一字一句地将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说了出来, 他想看看亨利·埃略特的反应。 法医主任第252集 亨利·埃略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沉默了一下。 我知道你提出这个事情的用意, 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王洛民嘴一笑, 还是这样的讨论方式, 他与亨利·埃略特的这种说话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了, 属于互相了解对方的那种。 依我看, 米加勒家族里面多少有些政界人士, 可以干预国城警局的行动, 所以我不希望你插手抓捕霍华德。 但哈里斯莫尔镇里面的警局, 我希望你能够帮我一把。 王洛想了想, 回应道, 至于霍华德, 他是我的, 亨利·埃略特对于王洛的见解松了口气, 这也正是他心中的想法。 抱有这种想法并不代表着亨利·埃略特畏惧了米加勒家族的庞大而选择退缩, 更多的是对米加勒家族的敬畏。 为什么? 因为米加勒家族给西班牙带来不少的利益, 他发展至今, 米加勒有着功不可没的原因, 足以受到任何人的感激。 同样, 身为在国城土生土长的亨利·埃略特, 同样抱有这种想法。 当然, 这并没有与所谓纵容邪恶混为一谈。 在他心中, 依旧认为米加勒家族不会任由自己的成员一直如此, 毕竟多年来屹立不倒是有他的原因的。 我并不了解你们这儿革职的规矩, 不妨说给我听听。 网络摸着下巴问道, 他来找亨利·埃略特, 肯定是寻求正规合法的程序来解决理查德, 尽量将霍华德剥削成孤寡之人。 这样, 他就没有了任何的支持, 绝望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从心理上摧毁一个人, 无疑比生理上摧毁来得更有效一些。 这个我一时间也难以讲得清楚, 毕竟你不是我们体制内的人, 所以对于这些法律法规了解得不多。 亨利·埃略特思量了一会儿, 对网络解释说, 但我能够告诉你, 理查德这种行为, 已经够他进去牢里蹲一辈子了, 因为他在亵渎职权, 加上不作为, 试图隐瞒和包庇犯罪活动。 其实, 我更加好奇一件事, 哈利斯莫尔珍十五年来的犯罪率不到百分之一, 难道这些, 也是他们伪造出来的? 我想, 应该是的, 王洛微微点头, 偶然有一次我偷听他们对话, 被他们发现了之后差点杀害, 当时他们将我扔进了一个储纳尸体的空间, 我想, 那些应该就是被他们所残害的人了。 既然这样的话, 事不宜迟, 我们尽快出发, 争取将所有证据收集完成。 亨利·埃略特神色一正, 说道, 我会带上我们的稽查部门一同前往, 给他定罪, 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王洛微微点头同意, 信中总算安心了一些, 毕竟离劫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还差点丢掉了性命, 若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话, 岂不是白费功夫? 紧接着, 亨利·埃略特立马安排人手, 足足带上了三车的警员, 共同前往哈里斯莫尔镇。 王洛宇·亨利·埃略特坐在一辆私家车上, 他提前发短信通知了张浩龙说, 已经带了警察前往, 但并没有要求他跟随, 因为他有些担心张浩龙的身份 是否在这儿有所敏感, 毕竟这家伙在国内可是十足的通缉犯。 一众从国城特意被调遣过来的稽查人员 以及出色警员经过大半天的行驶, 终于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哈里斯莫尔镇。 警车停在了两边, 里头的警员们纷纷涌了出来, 他们神色严肃, 站成一排等候最后部的 私家车上的亨利·埃略特前来指挥。 亨利·埃略特合作一声, 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随后指着自己身旁的王洛说道, 这位就是我口中最年轻的法医侦探, 关于他的事迹, 我想你们多少都听说过了。 这次情况我也已经给你们交代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请教的地方, 尽管来找他好了。 王洛有些受宠若惊, 听到这话之后, 腼腆地笑了笑。 面前站成一排的警员们, 也露出了诧异的眼神, 其中不乏一两个女警员, 对王洛抛去媚眼。 就在这时, 整个哈里斯莫尔镇里面突然沸腾了起来, 镇子里面的居民们纷纷钻了出来, 看着街道上的警员们互相靠近议论着什么。 亨利·埃略特见到这一幕, 便直接走上去, 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同时留下了一句话。 接下来, 哈里斯莫尔镇的治安安全, 将由国城警员特拜进行管理, 请大家细之。 听到这句话, 人群中突然有人回应。 那我们亲爱的理查德警长怎么办? 伟大的警长, 你是要将理查德警员取代吗? 哦, 这真是一条令人感到悲伤的消息, 能否不这样做? 听到镇子里面的一大部分人都为理查德说情, 亨利·埃略特不禁皱起了眉头。 就在这时, 人群中再次传来了一声大吼, 中气十足。 让你身后那该死的杀人犯离开, 离开! 对! 赶走他! 杀人犯! 经过这么一些突然的吼声, 一种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将目光看向站在亨利·埃略特身后的王洛, 纷纷神情激动。 亨利·埃略特有些意识到场面开始不可控了, 他并不是不知道王洛被当成杀人犯的事情, 以他的认知里面, 王洛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所以, 他直接大手一挥, 对身后的警员们说道, 让他们安静下来! 刹那间, 天空响起无数声枪响, 人群纷纷抱住了头, 蹲在了地上。 他们不再叫唤, 不再附和, 因为在他们面前的是这个国家的执法者。 警察从来都不是服务行业, 从来都没有义务和平解决问题。 他们随时可以成为国家的暴力执法工具。 安静下来只不过是瞬息之间的事情, 硝烟味弥漫在空中, 王洛倒是不奇怪亨利·埃略特的做法, 因为张浩龙同样也是如此做。 随后, 亨利·埃略特说道, 你们这个地方的警长, 滥用职权, 残害普通人, 这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违法行为, 我需要进行调查取代, 之后会有相关的消息放出来。 即便是这样, 你们也要清楚, 现在对他的拥护是错误的, 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罪犯。 人群中再次沸腾了起来, 他们揣测着亨利·埃略特语言的真实性, 他们依旧不肯相信理查德是那样的人。 但是, 他们的确被亨利·埃略特的话震撼道。 不过, 这回亨利没有让自己的手下去对他们进行镇压, 而是带着一部分人员前往哈里斯莫尔镇的警局。 事实上, 当王洛带着亨利·埃略特和一些警员到达哈里斯莫尔镇警局的时候, 这儿已经人去楼空, 除了里面散落一地的物件, 基本上都已经消失干净了。 跑了? 不用想, 就算傻子都知道这是什么结果。 恐怕有人暗中给理查德和霍华德通风报禁, 告诉他亨利·埃略特带人前来, 所以提前逃走。 但这仅仅只是王洛的猜测而已, 他推开了警局的大门, 冲进去查看。 不出所料, 这儿真的已经空空荡荡了, 甚至连警员都没有留下来。 还是来晚了一步嘛。 亨利·埃略特脸色有些难看, 对王洛问道。 王洛微微摇头, 随后说道, 我们要去霍华德的住处看看, 他应该还在那里。 说吧, 便转头就走。 路途中, 亨利·埃略特不解地对王洛追问道, 既然他们都已经逃跑了, 为何你认为霍华德会停留在这儿? 王洛则解释道, 霍华德有米加勒家族这面大旗, 他完全没有必要逃跑。 为什么? 因为这样就等于他自投罗网了。 若是心中没有鬼的人, 又怎么会想着逃跑呢? 可是如果那家伙 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呢? 亨利·埃略特突然反驳道, 如果他也知道自己逃跑就相当于自投罗网, 那他就来个假戏真做, 干脆不逃了, 怎么办? 那不就好办了? 王洛脸上露出笑意, 说道, 这不是等着我去抓他吗? 只要能够找到理查德的动向, 进行审问之后, 恐怕一切都会坦白出来。 说着说着, 几人迅速来到了霍华德的别墅外面。 这儿的安保依旧没有减少, 基本上可以确定霍华德还在里面了。 但其中有一些安保很明显认识王洛, 所以当王洛出现的时候, 便不管不顾, 直接举起了手中的枪。 其他安保们纷纷面面相去, 他们可不是傻子, 面前明显是穿着国城特有警服的国城警官, 难道真的要举起手中的枪指指他们? 就在他们还在愣神的时候, 亨利·埃略特直接站了出来, 他亮出了自己的相关证件, 同时冷声地对他们说道, 我是国城的警方, 现在有一桩案子, 需要霍华德先生配合, 请你们让开。 这些安保们纷纷对视了起来, 他们并不是米加勒家族的人员, 而是霍华德从外边请来的安保, 所以在面对警方的时候, 依旧有一些迟疑。 最终, 其中一名安保开口, 我能够带你们去见他, 但是我们要跟在你们后头, 避免出现安全问题, 毕竟那家伙也是出了钱的。 亨利·埃略特没有犹豫, 便点了点头, 但在王洛看来, 这样未免太危险了, 将整个背后暴露给他们, 万一遭到偷袭怎么办? 可他不知道的是, 亨利·埃略特心中放心得很,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已经将这些安保震住了。 当王洛等人见到霍华德的时候, 这个家伙竟然悠闲地坐在自己的沙发上, 嘴里叼着一根雪茄, 穿着一身体面的西服, 面对亨利·埃略特等人包围他的情况, 完全没有害怕的意思, 他甚至还十分礼貌地邀请王洛等人就坐。 霍华德在哪儿, 王洛直截了当开口追问道, 这位朋友, 你在说什么? 霍华德一愣, 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说道, 我与李查德警长并不熟悉, 他的去向我并不知道。 你装傻充愣的本事真不差, 王洛冷笑了一声, 是不是认为后头有阿洛克斯撑谣, 就无所畏惧了, 霍华德不智可否地笑笑, 抿了一口红酒, 吐出了一口白烟, 我想, 你应该先让你身旁的这位警官先说话, 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他, 是亨利·埃略特警官吧, 就要您的大名了。 说着, 他伸出手, 却试图和亨利·埃略特握手, 当然, 亨利身为警长, 并且听了王洛给他的录音之后, 对于面前这个斯文败类, 已经了解了清清楚楚了, 自然而然就不会给他好脸色, 而是淡淡地说道, 我需要你配合一下调查。 哦, 配合调查什么? 我违法了吗? 霍华德倒是没有多少尴尬地将手收了回来, 诧异地问道。 目前我们的手中, 已经掌握了理查德警长的违法证据, 需要对他进行追捕审问, 根据我的现任洛王提供, 你跟他的关系不错。 亨利·埃略特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语气和脸色都咄咄逼人。 但霍华德似乎并不畏惧这种场面, 他依旧摇头, 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并且撇心甘系, 说道, 这些天来, 我都没有和他接触过。 王洛和亨利·埃略特对视了一眼, 最后前者直接拿出了U盘, 问道, 把你这儿的笔记本电脑拿来用一下。 霍华德没有作声, 心中似乎想到了点什么。 王洛见他没有回答, 便自顾自地在房间里面乱窜起来, 最终在一间办公室里面, 看到了桌上的笔记本。 期间, 霍华德想要阻止王洛的行动, 但是亨利·埃略特 以一句请配合调查, 将他怼得哑口无言。 当然, 在他这种小角色面前, 身为国城警局局长的亨利·埃略特 还是有着不少的威严的。 录音在霍华德耳边响起, 他的脸色渐渐变得阴沉了下来, 但并没有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 因为他自己心中也知道, 这个时候是不能够出现任何破绽的。 实际上, 他自己清楚, 就算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凶手, 却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 那他就可以随时随地逍遥法外。 只要他能够镇定下来不露出破绽, 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他。 这也是他能够猖狂至此的原因, 虽说王洛心中早就将他死死地 盯在了犯罪者的十字架上, 但却没有办法给他绑上绳子。 可这录音就无巧不巧地让霍华德心中感到了一丝恐惧。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网络收回忧盘, 冷笑着对妻说道, 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人神共愤, 被揭发后反而想要继续做下去, 你就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 霍华德冷横一声, 从沙发上站起来, 背对着王洛和亨利·埃略特, 说道, 请回吧, 我需要休息了。 说吧, 他斜过眼去, 对站在门口的安保们打了个眼色。 安保们见状便纷纷围了上来, 做事要将亨利·埃略特和王洛请离房间。 王洛和亨利·埃略特并没有有所动作, 前者眯着眼, 一眼不发, 气氛顿时紧张到了极点。